第2398-2512章,贵求订阅 第2398章大浪逃杀 而我,将这些寄生虫变成了勤劳的攻凶。 连政府都授予我最佳企业家的荣誉。 你又凭什么打着猎人的旗号,来消灭我? 别忘了,你自己也居住过这里。 你自己也是寄生虫之一。 红魔陆昆不停地使用那些红色刑具攻击着莫凡,也在用言语刺入莫凡内心。 从寄生虫变成了风,从虫化喂了龙,就以为自己非凡了吗? 就以为可以站出来降临公正之火了吗? 陆昆又是举起刑具。 此时,手握不知道多少件红色刑具,几乎不间歇地往莫凡身上打去。 对陆昆来说,这何尝不是教化。 从莫凡诞生出了红色火花开始,陆昆就可以窃取到一丝丝的莫凡记忆碎片。 所以他知道莫凡同样安置在这个小镇,可以说是从这群迁徙者中诞生出来。 这让陆昆欣喜若狂,就好像抓住了一个人的软肋,然后每一鞭子打下去,都打在对方痛处,伤处。 没有人可以坚持地下去,这不单单是一场力量的厮杀,更是对自己灵魂的刑考。 哦! 你还去原来的安置屋里探访过呀? 红魔陆昆继续窃取着莫凡的记忆。 看得出来,他无法看到莫凡完整的记忆,他只能够通过莫凡一次一次产生的负面红色火花,来偷取其中一些小小的片段。 让我看看。 嘖嘖,多可怜的女孩。 她住在一个几个家庭公用卫生间的安置房里,卫生间的门锁还总是坏。 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将自己晒黑,穿着男孩子的衣服,剪成了短发。 因为她的邻居是一个五十岁的无业的猥亵者。 她被同学嘲笑,她被街道的大妈们骂成野姑娘,连她的父亲都觉得她是个累赘,懒得回家探望。 多好的一个苗子。 成长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她心里该要诞生多少积怨。 她一定恨不得杀了那个五十岁的色咪咪老头,她一定非常怨恨她的同学和老师,她更会嫌弃她那没有什么本领的父亲,为什么连一栋像像样样的屋子都租不起,要靠政府施舍。 不知道她的红色怨念火花,你能不能承受得了? 多可笑啊,你为了拯救这群人,而即将杀死你的,却也是这群人。 你搞清楚了你究竟在对抗什么了吗? 陆坤在那里不停的凝笑,不停的言语攻击。 陆坤自己产生的红色怨念,被红魔陆坤强化之后会对陆坤的灵魂造成极大的冲击,一个人怎么可能防御得了自己的灵魂怨疾? 同样的,一个自己特别欣赏特别钦佩的人,将他的怨恨,肮脏念想化为红色怨念,可以对陆坤造成更重的灵魂创伤。 一个人的灵魂,本就由各种意志组成。 红魔不仅要撕碎莫凡的身躯,更要撕碎他的意志灵魂。 两个触角又一次粘在一起。 红魔陆坤再释放出那红色的怨波,激起所有人内心的怨恨暴躁。 这一次,他要搜寻的是与莫凡有关的人,以莫凡见到过的那个黑乎乎的女孩为主。 用莫凡见过和认识的人的怨恨火花,来攻击莫凡。 没有比这更残忍和有效的了。 陆坤已经忍不住兴奋起来,自己真是一个天才,当初怎么没有想到用这样的办法去击垮冷猎王,那样的话会省事很多。 冷猎王当初也对陆坤造成了重创,以至于红魔陆坤不得不规规矩矩的做人,几年来都不敢轻易露出破绽。 现在又不一样了。 他更强大了。 红色怨波席卷,城镇里,他们内心更深处的罪恶都被陆坤给挖了出来。 一时间红的发黑的怨念火花在城镇中肆意绽放,怨念,只是人心中一时短暂的情绪,而罪恶却是长时间内心积怨而诞生的犯罪想法。 罪恶想法隐藏在极深处,哪怕是最质朴善良的人,遭遇到极大不公和屈辱的时候,都会激发内心的这个想法,化身为罪恶暴徒。 真是美妙至极啊,陆坤忍不住要发出感叹了。 如此一个小小的城镇,就可以诞生这么多罪恶因子,更何况是庞大数万倍的社会人海中。 其他人的红色怨念,只是对莫凡身躯造成重创,陆坤现在专心采集的是可以对莫凡进行灵魂鞭挞的怨恨。 先从那个女孩子那里。 当莫凡看到这个男孩子内心的罪恶,他一定会失望透顶。 短头发女孩的红色怨念火花。 陆坤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只是,当他正贪婪的要汲取短发女孩内心的积怨火花的时候,他却发现女孩头顶上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就在一墙之隔的地方,那个五十岁无忧游民,他的红色火花几乎要自己凝成一片红色闪电,可女孩头顶上几乎没有。 最多最多就一缕缕红色的气丝。 这些气丝,无非是对数学体解不开的小抱怨,无非是对父亲两三天没有回家的失落,无非是对明天要怎么面对嘲笑的一点烦恼。 就这样的小情绪,完全是一个小少女在单纯寻常不过的想法,连负面都谈不上。 闪电火花都行不成,更别说是积怨成级的罪恶刑剧。 可恶,他是一个弱智马,红魔顿时咆哮了起来。 作为一个十三四岁的年纪,也是一个最容易产生叛逆与躁动时期,只要稍微一些外界的推注力,绝对可以让恶念在其内心深处根深蒂固。 为什么这个野丫头,脑子里都是那些芝麻蒜皮的蠢事? 他把自己打扮成男孩子本该有的心机和城府呢? 脸疼吗? 莫凡见到红魔陆坤气急败坏的样子,不由笑了。 真正的单纯,不是幼稚懵懂,不是一无所知,而是在懂得世间的丑陋下,仍旧保持着一颗单纯善良的心。 陆坤说的那些,莫凡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 什么贪婪? 什么懒惰? 什么不思进取? 饲养一群寄生虫? 大浪逃杀,滔滔江河里废土,残渣,垃圾多得数不尽,但只要逃出一粒金子。 莫凡自己尚有怨念火花,有愤怒闪电,那个男孩子却没有。 本来莫凡也没有把自己看作是真上伟大的人,遇到却遇到不少。 更让莫凡感到畅快的是,短平头女孩便是其中之一。 任凭其他人恶念滔滔,只要整个阵子里有这样一个心底纯净人,便值得莫凡。 血染衣裳,敖战到底。 第2399章只会让我光芒万丈。 红魔将自己的怨念波集中在了一个没有任何怨念闪电的女孩身上,企图重创莫凡。 到头来她什么都没有采集到。 这个时候她不得不将女孩隔壁的那个五十岁无业游民的怨电作为核心,再裹上其他人的闪电火花。 很快一个红色怨念刑具便形成了,她悬浮在了乐火小镇的上空。 你的把戏,玩够了吧? 莫凡身体有些摇晃,却丝毫不影响她周身黑色的纯净力量在释放。 确实,很感谢那个心思单纯的女孩,没有让红魔的怨念刑具一波接着一波。 而这一点点时间,对莫凡来说就足够了。 红魔陆坤降临的是负面,是黑暗是邪恶气息,同样的这也等于给莫凡制造了一个绝妙的黑暗区间。 黑暗凝华在这惨败,恶臭的泥潭中诞生,却纯净至极。 它可以是毁灭,更可以是救赎。 黑暗之力悄无声息地扩展,当莫凡呼唤之时,瞬间化作咆哮激烈的黑暗汪洋。 大地沉暗,深邃如海,有剧烈的黑暗凝华在翻滚,犹如暴风雨下的壮丽波澜,带着死亡的窒息感。 天空烟红,红色的怨念火花,红色的怨恨闪电,还有千百人为红魔提供的罪恶刑具,击冷可怕的醒目之红,弥漫着腐烂,堕落气息。 巨大的红色刑具终于从天而降,席向莫凡。 而莫凡踏在黑暗的浪尖上,一双眸子极黑中闪烁着灵力光滑,自信而又野性。 影煞,破碎幽灵舟。 一艘在咆哮,翻卷的波澜中诞生的黑暗幽灵船,它从黑暗尽头驶来,雄伟庞大的身姿在浩瀚的海洋中格外出众。 它翻破碎,船身破旧,尽管没有现代船舰那么豪华充满金属质感,可整个洲还雄壮,灰蛾,似乎从十几个世纪的战争血雨中穿梭而来。 破碎幽灵舟在黑暗汪洋中乘风破浪,任凭红色的天空如何闪电密布,任凭腐烂恶臭的气息充斥天地,它急速航行,残影悠悠。 高高疏离的船杆似一柄黑色尖枪,劈开一切。 残破的船骸就是勇往无前的斗士,在黑暗中诞生,却是用自己的身躯撞开丑陋邪恶气障。 破碎幽灵舟破开了红色的闪电和红色刑具,就连那些红色的火花都纷纷熄灭,它掠过漆黑似汪洋的苍茫大地。 破镜污浊。 浩瀚幽灵舟最后粉身碎骨,可以看到舟还漫天飞起,无比壮烈。 但黑夜里,再无任何红色的火花。 红魔陆昆被这壮烈一击给震飞出去,这搜影煞破碎幽灵舟,带给它毁灭重创。 不是之前莫凡不还击,任凭红色怨电让自己遍体鳞伤,而是莫凡需要一种力量,可以击垮红魔的怨恨能力,更彻底击垮他邪恶本体。 红魔嘲笑莫凡,莫凡的愤怒也是他的力量源泉。 可作为一名黑暗法师,红魔激起的这些萌萌污浊何尝不是再给莫凡造势。 越恶劣,越肮脏,不被同化,不被污染的那个灵魂就越纯净越强大,莫凡在淬炼自己的黑暗,在无尽的愤怒,怨恨,嫉妒,贪婪中提炼出自己需要的黑暗火花。 于是,破碎幽灵舟孕育而生。 他不是任凭黑色的潮水在颠簸在摇摇欲坠,他也不是在红色的闪电风暴中瑟瑟发抖,他是敢于撞击这可怕的大海,更敢于在其中粉身碎骨。 而这,也是莫凡的意志。 厄运,灾难,贫困,阻扰都不曾让他退缩,踩不到,笨不死的,只会让他如今光芒万丈。 你不过每个人思想里的一个肮脏磨碎。 能被你左右的,就从来没有强大过,一直立像三岁孩童一样好骗。 在真正强大的人面前,你才是可怜可悲的寄生虫。 莫凡走在无尽无边的黑色汪洋上,他需要这黑暗之海平静无波澜,踏过去的地方就不敢有半点喧嚣。 喧嚣,都是红魔的怨恨之气,他搅动成浪,他呼唤红色闪电,可这些都是黑暗的一部分,邪恶从来都只是归属于黑暗。 握住了至真的黑暗源泉,又怎么会再惧怕这小小的邪恶寄生虫? 寄生虫,只要你想杀死他,他从来就无法滋长壮大。 只要你足够旺盛强壮,身体里有几头寄生虫也会自行消亡。 唯有堕落,唯有自暴自弃,才会助长他,让他成为顽疾腐蚀全身。 落剑影帆 莫凡手一扬,可以看到被莫凡踩得平静的黑色大海骤然翻滚,一道犀利至极的黑色之帆,呈黑色斩刀那般破去。 另一只手在扬起,又是一道锋利的影传,飞逝而过。 红魔陆坤正步步后退,他捂着自己的胸膛,红色的胸骨被之前的破碎幽灵周状的碎裂开,纯红色的怨源从他的身体里外泻而出。 那是他的本源,等于是他的生命。 刷! 刷! 落剑影传左右斩过,将红魔陆坤的双臂干净利落的砍了下来。 本源愿能顿时从切口处喷洒,陆坤红魔摇晃的险些倒在地上。 寄生虫 他才是寄生虫 红魔陆坤本就是怨念。 是从一个人身上退下来的最肮脏的东西,自主形成了一个生命魔物罢了。 他自以为可以操纵一切,每个人都是他的怨念能源,通过这个怨念能源他甚至建造一个王国。 可他想错了。 从始至终就不是所有人都受到他的控制和左右。 哪怕是陆坤的最初本体一秋。 他尚且是一个在红色斜珠不断提供强大能量前提下,保持自我心智的人。 他牺牲了自己,唤醒了自己的四位陷入贪婪泥潭中的朋友,独自与这魔鬼相伴。 一秋迷失,冷猎王不惜一切代价要斩除他,留下一份临死前的委托书,不正式坚信这个世界上有人不惧邪魔。 能被控制的,都是懦弱者和放纵者,他们确实可以一时嚣张舒坦,可是能够力尽千辛从这泥潭中爬出来的人,本就坚定无比的击败了内心这个魔障,如今又为何会被他击垮? 莫凡在这里居住过。 家乡灾难,魔法高考错过。 在安置到了乐活小镇这里居住的那一年,他足不出户的苦修。 病弃悲痛后的自甘堕落,病弃免费居住和补贴下的慵懒与安逸,病弃环境简陋贫困没有任何教学资源的抱怨。 如果红魔望利用莫凡也曾经在江河泥沙中摸爬滚打这一方面去打败莫凡,那么来年考入明珠学府的那一刻,莫凡已经击垮了红魔。 第2400章发布委托之人 生命本源继续在流逝。 此时莫凡已经走到了红魔陆昆的面前。 红魔陆昆在逃,一蹶一拐。 可莫凡掌控的已经不是黑暗之潭,是一片黑暗无尽海。 陆昆怎么可能走得出这个无穷无尽的黑色汪洋,他自己迷失在里面,沉浸在里面,自大创造王国。 他的生命本源不断的溢出,统统纳入到了莫凡的宁华邪珠那里。 宁华邪珠可谓喜尽千华,只可惜他只是一枚用来充斥能量的珠子,他无法承载这么多的能量,之前他就已经饱和了。 有些让莫凡意外的是,经过了一番洗涤,小倪秋坠却终于愿意下嘴了。 他在吸纳被宁华邪珠净化过的红魔本源。 小倪秋色泽更亮,蕴藏在他小小世界里的鸣和,怕是已经磅礴无比,连绵万里大地,看不到尽头了。 小尽急了。 莫凡低头看了一样,胸前的红领巾,胸前的小坠子更乌黑了。 好像不是。 不过应该脆炼出了一颗上好的惊魂。 红魔还在逃,他的本源正在被吸收,这使得他越来越虚弱。 从一绝一拐到地上爬,他急速的衰老,旺盛的邪恶生命在流逝。 你走到尽头了。 莫凡对红魔陆坤说道。 我,不死不灭,红魔陆坤用无比虚弱的声音说道,没有半点底气。 有些人,会被永远地记着,他们的灵魂传精神成千年,确实不死不灭。 至于你,虽然总会死而复生,但到头来都会被前者一脚踩灭。 说着,莫凡一脚踩在了红魔陆坤溃烂的背上,露出了一个灿烂笑意,何况,我还不是那种能被歌颂千年的人,你已经被我踩得稀巴烂。 红魔陆坤无法再挣扎了,他的红魔本源急速地被汲取,彻底成为了那颗惊魄的淬炼之力。 红魔在消亡。 这一次他是不可能再逃跑了。 若是面对其他对手,他还可以化为无数红色的怨气,四面八方地逃走。 冷冽王之所以杀不死他,也正是因为红魔有千万种办法可以逃窜。 可莫凡有宁华邪珠,这东西跟红魔是同根生,红魔分化出来用来逃跑的那些小分身,统统都会被宁华邪珠给吸走,真正的无处遁形。 杀了我又如何,杀了我又如何,陆坤红魔的残念在嘶吼。 没如何,就很嗨森啊。 莫凡道。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你杀了我,等于是在成全一个比我可怕百倍的东西,红魔陆坤继续尖叫着。 哦,反正你都死了,临死前你就和我说说。 莫凡看着红魔的残念,平静的道。 你以为我是第一代吗? 你以为这一切就结束了吗? 莫凡看着红魔的残念,倒有些意外他说的这番话。 一丘应该就是第一代红魔,这个当初莫凡已经从望月明剑那里得到证实了。 至于一丘到宁华邪珠这个期间,跑出去了多少个红魔,那就不是能够计算的了。 陆坤不是第一代红魔? 可他明明就是一丘啊。 你知道这份委托的雇主是谁吗? 你可知道为什么这份委托书会落到你的手上,陆坤临死前发出笑声。 不过这笑声听起来更多的不是得意,是悲凉。 你愿意说就说。 不愿意说,我自己会寻找。 你剩下时间不多了。 莫凡说道。 哈哈哈哈,难道你不奇怪,明明是在冷猎王死后就会发起的委托书,为何过了这么多年才被启用,还是正好到你这里? 红魔陆坤接着道。 这个问题,莫凡早就有想过了。 你以为是我杀了冷猎王吗? 没错,我参与了猎杀,可那个时候的我,不过是他身边的一条狗。 是他教会了我如何伪装,是他教会了我如何扩张。 你可知道,其他那些优秀猎所,猎王们正在做委托。 你们所有人,都在为他服务。 他将前所未有的强大。 他是谁,你难道还猜不到吗? 陆坤说完这些话,身体就彻底化为一缕残烟,消散在了空气中。 莫凡听陆坤得这些话,感觉他加入了什么邪教一样。 不过,他所说的委托人。 值得深究和深思。 陆坤消亡,整个小镇那些受到强烈控制的人立刻昏厥过去了。 包括狱警和囚徒,他们变得无比疲惫,唯有昏睡才可以勉强维持他们的身体机能。 某些负面情绪的涌现,是一个人自我形成的一种保护意识,就像过度劳累会抱怨一样,抱怨了才会去调节去休息。 小镇里的这些人被控制了心智,忘记了调节,忘记了休息,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精神的一种摧残,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垮掉。 红魔陆坤可不是在做什么好人,在立志人民群众,他是在榨干这些人的生命活力。 机器过度运作都会发热报警,何况活人呢? 莫凡在原地,等待魔法协会那边的人前来料理。 要处理好这样一个大摊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那本就是他们的职责,莫凡懒得操心。 零零,你可以安息了,我的意思是,你父亲可以安息了,你自己可以放下了。 莫凡用手拍着零零的小脑袋。 一头瀑布乌黑的大中分,其实已经表明零零长大了,该放下的,早就放下了。 这个家伙,不是第一代红魔。 零零说道。 我知道,不过那家伙妖言惑众的话,你不用当真。 莫凡说道。 嗯,但他也透露了我们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 零零显得比较平静。 你听出些什么了? 莫凡问道。 这份委托,是我父亲很早就发布了,可到现在才落到我们的手上,只有一个解释。 第一代红魔杀死了我父亲,并窥视了他的记忆。 第一代红魔用这份记忆,前往了猎者联盟,伪装成我父亲的样子,收回了这份会给他带来无穷无尽麻烦的委托书。 莫凡听着零零的分析,不禁一阵冷战。 对呀,红魔可以窥视记忆,那么冷猎王一旦被他杀死,关于委托书的事情,第一代红魔怕是也会知晓。 那么委托书最后延迟了这么多年落到自己手上。 莫凡现在只是大致确定。 陆坤只不过是第一代红魔的分身,或者后几代小红魔。 我想发布这份委托的人,应该是第一代红魔一秋。 毕竟,只有他能够拿到我父亲的这份绝密委托书。 零零异常认真的说道。 第2401章 邪尿八魂格 零零这个推断相当大胆,可又确实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然委托书怎么会过来这么多年才出现? 既然冷猎王是在猎者联盟向天下所有猎人发布,那么这项委托就应该一直悬挂在猎人大厅那里,成为一个难度极高的悬赏才是。 只是,如果这次事件的雇主是第一代红魔一秋,他为什么要杀死小红魔陆坤? 莫凡记得自己说出委托内容的时候,小红魔陆坤出现了很反常的现象。 仔细回想一下,还真有几分被上头出卖背叛的疯狂。 第一代红魔一秋,为什么要杀小红魔陆坤? 莫凡不太明白这个环节。 玲玲这个推测有合理的地方,显然也有想不通的地方。 这个我也想不通,难道是怕他做事情太过猖狂,泄露了他更重要的秘密? 玲玲揉了揉太阳穴。 假如解释不了这一点,那么这个假设就不是很成立了,所以在此之前他得再去猎人大厅那里查一查,了解清楚这个委托书的去向。 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当个了? 在邪庙里,供奉着八妙邪神。 忽然,一个灵动美妙的声音传出。 月色的裂痕空间里,身姿妙慢充满着青春诱惑力的小美女阿帕斯走了出来,伸着一个性感的小懒腰,一副终于睡了一个完美的美容绝那般。 你冬眠结束了。 莫凡脱口道。 人家不冬眠,只是有的时候要睡很长的时间。 阿帕斯露出纯纯的笑容,看上去心情非常美。 你刚才说什么,蛇惊。 玲玲毫不客气的说道。 阿帕斯凑到玲玲旁边,看着她不一样的发型,却笑得身姿摇曳。 玲玲,大中分虽然是跟有女人味,可这样改变不了凶行问题的。 阿帕斯伶牙力齿的还击着。 好了,你们两个别一见面就吵架。 阿帕斯,你知道些什么? 莫凡问道。 之前不太敢确定,但如果红魔杀死了小红魔的话,基本上可以确信了。 阿帕斯自然也知道红魔的事情。 阿帕斯也不跟零零客气,从他的小书包里闲熟的抽出了一支笔和一个纷纷的笔记本。 他在笔记本空白的地方画上了八尊邪庙,每一个邪庙里都驻守着一个特殊的魂体。 很快,阿帕斯又在其中一个邪庙的魂体上,写上了一丘的名字。 随后,阿帕斯又在另一个邪庙魂体上写上了冷猎王。 什么意思? 莫凡和零零都没有看懂。 你们过于小看红魔了,尤其是第一代红魔。 阿帕斯分别在其他几个邪庙魂体上画上了问号。 别一顿一顿的,赶紧说。 零零没好气道。 第一代红魔在即世间八魂。 以那个日本人一丘为主体。 一丘,代表着一魂。 冷猎王,正魂。 阿帕斯又拿出笔,分别在写着一丘和冷猎王的邪庙屋顶上,刻上了一魂,正魂这两个字。 莫凡和零零对望了一眼。 零零听到这些,似乎有了一些思绪。 他开口说道,爷爷的神官星号中,好像有类似的记载,但没有阿帕斯说的那么详细。 那这和大红魔一丘杀死陆坤有什么关系? 莫凡问道。 鬼魂还徘徊在人世间,是因为他们内心有未完成的遗愿,有牵挂,不想再没有看到结果前离开。 同样的,冷猎王也是如此,他的品格代表着症,却死于邪恶,他将有希望成为邪庙守望魂体。 阿帕斯说道。 莫凡还是没有听太明白。 阿帕斯翻起白眼,用比较简单的方式道,这么说吧,你们猜测的没有错,发布这项委托的人,就是第一代红魔一丘。 他发布这个委托书,目的就是为了杀死红魔陆坤。 原因很简单,第一代红魔在积攒邪庙八守望魂,每一个邪庙守望魂代表着这个世界上一种特殊的品格,分别是善死魂的异魂,正魂,中魂,尖魂,还有恶死魂的狂魂,蓝魂,急魂,愁魂。 异魂是一丘。 正魂是冷猎王。 这些魂,对人世间都有着残念执念,唯有斩断了残念执念,他们才会彻底进入邪庙,成为守望魂格。 斩断他们残念和执念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完成他们的遗愿。 冷猎王的遗愿,便是他那份委托书,希望红魔被杀死。 红魔一丘当然不可能为了完成冷猎王的遗愿,来杀死他自己,所以他将这份委托书重新拿了出来,并让你们帮助他杀死陆坤。 陆坤也是红魔,小红魔罢了。 但这已经足够了。 冷猎王的遗愿完成,他将晋升为邪庙守望魂体。 这个守望魂体,便是红魔最需要的。 阿帕斯说的其实也不简单直白,但莫凡能听得懂一些。 所以说,这一次守望明鉴也出现了,他的委托内容,也是帮助一丘完成他的遗愿。 莫凡认真的问道。 嗯,一丘的遗愿是什么,你们应该大致能猜到,或者说一丘的遗愿其实早就完成了,他需要的不过是确认一眼,毕竟一丘是红魔的宿主。 阿帕斯说道。 那么还有其他守望魂体呢? 莫凡有些心惊道。 也就是说,陆坤临死前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 他们所有人,其实都是在为大红魔一丘打工。 而且一开始那个安亚扎说的也没有什么问题,这项委托的确是一个大项目,他们每个人分配到的是大项目的分支,为了防止计划与秘密泄漏,于是坚决不允许互通。 你们记不记得阿尔卑斯山学府,那个叫做尤娜的女孩,她的坟被动过,她的亡魂不翼而飞了。 阿帕斯忽然间提起了这件事。 莫凡愣了下。 这件事莫凡甚至询问过九优后,当时九优后脸色异常严肃,不允许莫凡追查下去。 难道说九优后已经感知到了,偷走阿尔卑斯山尤娜亡魂的,正是红魔这个大魔鬼。 尤娜代表着的是中魂,忠于阿尔卑斯山,但他这份忠诚却遭受到了迫害。 他的血,染在那些花卉上,真相的花卉未开花,他为了表达自己的忠心,一直让鲜血溢出,直到血液流干。 第2402章 义正义邪 一个站在花卉园中的女子,任凭鲜血流淌,代表真相的花未开,最后他倒在血泊之中。 莫凡怎么会记不清这一幕,那个最后被他们找出来的真相,淒美又心酸。 他特殊的品格,使得他的魂同样成为了邪妙守望魂体。 带走了他亡魂的人,也正是红魔。 阿帕斯说道。 莫凡倒吸一口气。 原来自己当初离红魔已经很近很近了。 这么说,红魔现在已经拥有了扇四魂中的三魂了。 玲玲问道。 扇四魂应该齐全了,冷冽王是最后一个扇四魂,小红魔陆坤一死,他的魂格就晋升了。 阿帕斯说道。 这是为什么,莫凡没太明白。 红魔应该是在广撒网,无论是扇四魂还是恶四魂,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备选。 或者说,他也在观望和培养,因为这些特殊品质的魂格要晋升为邪妙守望魂格的概率,不是百分百的,有时候看老天爷的安排。 就比如说尤娜的魂,假如他的真相没有揭开,他的忠诚不被人知,还被整个学府的人唾骂,那么他其实很大概率会成为仇魂,还是极其强大的仇魂。 阿帕斯说道。 每一个魂格,都有不确定性的走向。 包括冷烈王在内,他的魂格未必就会变成正魂,如若陆坤不除,他的魂格就一直不会晋升,等到有其他正魂晋升,冷烈王自然就不会成为了红魔的选择。 所以,红魔在观望的同时,也在培养。 他做推手,将冷烈王的魂格推为正魂。 他将委托书公布,让冷烈王的精神传承下去,并最终得到解决,由此来获得正魂邪妙的认可。 我们是帮了冷烈王,还是害了冷烈王? 莫凡忽然间想起这个问题。 对冷烈王来说,肯定是帮助他的。 哪怕红魔在收集,冷烈王该进入邪妙守望还是进入,只不过会成为红魔蜕变为邪圣王的信力之一。 就像成圣,不仅需要自身圣性,还需要招收门徒,门徒对这个世界做出极大贡献。 每一魂,都相当于是红魔的门徒,他们若列为邪妙守望魂格,等于就是成就了红魔成圣。 阿帕斯说道。 莫凡已经明白了。 第一代红魔如今的境界已经远超小红魔陆坤这种邪祟级别,他的目的是成为邪圣王。 黑暗未面有四王,黑暗王,冥王,影翼王,邪圣王。 如今胡夫成为了唯一的冥王。 影王的情况不为人知。 红魔进击邪圣王,化为黑暗四王之一。 所以九优后坚决反对莫凡去追查尤纳的王魂。 因为莫凡继续找寻下去,就等于是触犯到一名很可能成为邪圣王的家伙。 莫凡不禁倒吸了一口气。 这真是一个大象目啊,红魔真成为了邪圣王,那就是帝王级的存在。 一个帝王,可以撼动一座圣城,当初名王斩空就独闯圣城,杀戮无数,尸横遍野,至高无上的圣城等于是惨圣,因为如果没有两人心甘情愿的离化,那场血雨绝没有那么容易停歇。 你刚才说,红魔擅似魂已经极齐了,真的吗? 莫凡问道。 嗯,还有一件可能你们已经忘记的事情。 是在秦岭的时候,有一只猎鸟,它为了飞上云天层,一次一次重伤,一次次洗髓,它死了,它的魂也消失了。 阿帕斯说道。 不会这么巧吧,红魔难道跟着我们不成? 莫凡一脸诧异道。 阿帕斯摇了摇头,接着道,不是跟着我们,是它在广撒网。 那只猎鸟,代表的是尖魂,但可惜它没有进入到邪庙守望魂阁,因为红魔有了更好的选择。 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告诉我? 莫凡说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 很多关于邪庙都是传承到我们脑海里的,只有成长到一定境界,这些古老的传承神秘才会在我们脑海里呈现。 阿帕斯对莫凡的怀疑很不满,气得鼓着腮。 你的意思是,你冬眠过后,境界又提升了。 莫凡抓住了一个小重点。 阿帕斯一扭头,懒得理会莫凡。 境界提升没提升,莫凡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他本来就是一位顶级君主,莫凡的修为过低,该死的不公平契约压制了他的境界好吧。 关于邪圣王的事情,阿帕斯也没有欺骗莫凡。 他是在冬眠里苏醒了一些古老传承,向邪圣王守望魂阁这种事情,也只有他这种美杜莎女王级别会有,其他小妖小魔压根不懂。 其实,邪圣王的诞生对美杜莎一族也有很大的影响。 美杜莎女王本身也就是邪圣王的候选。 如果红魔集齐了八魂,然后狂妄一些把自己的两个姐姐给干掉,阿帕斯会很乐意看到。 讲道理,我不是很希望看到红魔成为邪圣王。 莫凡说道。 你阻止不了,就像现在你被人家利用了,都不知道。 阿帕斯说道。 这件事,即便我知道是被利用,也还会去做。 这是我答应灵灵的,也是答应冷烈王的。 但红魔若要成为邪圣王,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恶四魂,红魔应该没有集齐吧? 莫凡说道。 没有,集齐了的话,我的两个姐姐不会那么安静的待在非洲。 阿帕斯说道。 灵灵,你怎么看? 莫凡问道。 灵灵一直都没有说话,她明显是在思考,将这些经历和阿帕斯说的古老邪妙传承联联系在一起,从中找寻更重要的信息。 阻止恶四魂这种事情,暂时不是我们该管的,红魔真要成为邪圣王,圣城大天使都可能出现。 灵灵认真地说道。 不追下去。 莫凡很意外道。 灵灵摇了摇头,这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 对冷烈王,对灵灵来说,这都是一个圆满的句号。 大红魔一秋已经踏入到了更高的层次,她甚至一正一邪。 遗留在陆坤身上的这个分身,其实代表的正是肮脏,贪婪。 冷烈王要除掉的,也就是陆坤的这份肮脏与贪婪。 灵灵的意思是,在你没有足够强大实力的情况下,追下去,可能会死。 阿帕斯无情地打击道。 阿帕斯,你越来越不像话了,是不是主人对你太柔和? 莫凡仰起手来,毫不客气地在阿帕斯桥屯上中重拍了一巴掌。 五个手指印,绝对也可以让阿帕斯白白嫩嫩的地方留到明天。 第2403章好大的官位呀。 在乐火小镇守候了一阵子。 柳如从监禁之山的方向飞了回来,吸血鬼西昂似乎已经逃走了。 讲道理,血族对付血族会比较轻松一些,他们的能力可以相互抑制。 而莫凡自己又不是一个专精的吸血鬼猎人,在西方猎人里面就有一个分支是吸血鬼猎人,他们会配置出特殊的圣器和魔药来对付吸血鬼。 毕竟吸血鬼是最难杀死的暗逸生物了。 那家伙不会留下什么后患吧? 莫凡询问柳如道。 他受伤了,以他那年迈的身体,沉睡个十年是至少的。 这十年的时间足够我把他的棺材给找出来。 柳如说道。 年轻的血族就是有这点好处,哪怕受了重伤,恢复的速度也快。 不像是千年血族,一旦本源受创,动辙几年,还有几十年的。 就拿吸血鬼柏拉来说,这家伙有事没事就是沉睡。 嗯,这家伙要拔除了,别给他死灰复燃的机会。 莫凡点了点头。 柳如既然说能解决,莫凡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那种活了千年的吸血鬼老怪物躲藏起来,莫凡要找还真一点线索都没有。 当然,莫凡也会让柏拉去协助柳如。 柳如毕竟还这么年轻,莫凡担心他在追逐的过程中中中了对方圈套。 有柏拉在,那老怪物西昂很难掀起什么大浪。 我该走了,审判会的人来了。 柳如似乎察觉到什么,低声说道。 好,自己多加小心。 莫凡嘱咐了一句。 嗯,你也是。 柳如飞到了空中,他不忘绕着莫凡飞了一圈,留下屡屡相分。 审判会的人赶来了。 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是圣蓝与金黄的交织。 似乎这是高级审判会的成员。 审判会分很多级,像北宇山和南西山这些都是初级审判会。 灵隐审判会是中级审判会。 这一次出现的,竟然是来自于东方明珠魔法协会的审判会,也就是高级审判会。 进入高级审判会的条件更加苛刻,他们的成员要么是抄接打底,要么就是在审判会中已经做了极大贡献的。 想来也是,都出现了军主级战斗,抄接混战,论级别的话也确实该是高级审判会的人来处理。 莫凡一直都只负责干,不料理后事,所以这些烂摊子交给审判会的人来做就好了,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审判会的人将他拦了下来。 你已经破坏了魔法公约,不管怎么样陪我们到高级审判会走一趟吧? 一名审判使说道。 这名审判使身上的金黄色条纹更多,似乎代表着他级别会比其他审判员高一些。 你难道先不问清楚整件事情吗? 莫凡问道。 规矩就是规矩,所有魔法师都要遵守,即便你是抄接也应该遵守。 这名审判使说道。 我是一名七星猎人大师。 莫凡亮出了自己的猎人身份。 抱歉,即便你是七星猎人大师,在城市界内使用抄接毁灭魔法,都定性为恶劣。 何况在离居民地区这么近的地方,你有没有考虑过魔法的波动将带给这些无辜的人多大的伤害? 审判使万童说道。 我打个电话。 莫凡实在不想和这众一副公事公办表情的人费几把话。 抱歉,你现在必须和我们走一趟,在我们做出公正的判决前,你不能与外界做任何联系。 审判使万童说道。 莫凡是为了确保城镇里的这些居民们没有事,特意等到审判会的人来了才走。 谁知道高级审判会来了一个这么蛮横执法的家伙,做了一个初步简单调查,转头就要把自己带走。 不愧是高级审判会,还真没有把任何人放眼里。 不能与外界做任何联系,那是已经定性我未犯人的情况下。 你别在这里跟我耍什么审判会的官威。 在你们的管辖之下,一个城镇的居民、工人、员工全部受到了精神催眠,长达数年时间,你们高级审判会无人察觉任其摧残没有解决,我没指着你们鼻子骂废物,已经给你们面子了,懂吗? 莫凡对这名审判史万童说道。 审判史万童愣了一下。 他没有想到面前的人居然会如此强硬。 他看似念无表情,但眼睛里已经闪过一丝羞目。 调查结果未出,怎么可以听你一面之词? 还有,高级审判会启示你这样一个胡作非为之人可以入墨的,就你这些话,我们就有资格逮捕你,审判史万童语气加重道。 他说着这番话的时候,其他审判员都陆陆续续的围了过来。 那我只能够用事实来证明,你们是一群饭桶了。 莫凡冷冷道。 和这群秉公执法的废物讲那些有的没的,还不如直接打来的简单。 黑暗,刑场。 莫凡浑身泛起了乌光,他脚下误然的出现了一片黑色。 黑色急速扩散,东边刚刚有一丝尘光,正照耀在这座小镇里,可在莫凡黑色眸子闪烁的那一刻,尘光立刻消失。 黑夜重新统治,诡异无比,似乎将整个大地都拽入到了他的海沟深渊里。 一缕缕黑魂浮现,每一个审判员的背后,都出现了一个跟他们完全一致的影子。 这些影子手持着不同的刑刃,缠在了他们的身上。 包括审判使万童在内,这些审判员都呆立在那里,露出了惊恐之色。 你,你敢试杀审判人?万童惊叫道。 话音才落,万童背后的那个影异侍卫便举起了刑刃。 正常情况下,影异侍卫都是直接割喉,但这个影异侍却是将刑刃往万童张开的嘴里塞了进去。 万童嘴里被强塞下了一柄暗影行刃,一时间他连话都不敢再说了,稍微颤抖一下咽喉,都可能被隔开喉咙内壁。 你,你要做什么,我们可是高级审判员。 另外几个审判会人员已惊吓的声音开始哆嗦了。 他们都是审判会里的强者,无论是身份职位还是绝对实力,都足以碾压绝大多数公众魔法师。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遇到了一个更狂的人,轻轻松松将他们全部人都给制服了。 正如对方说的那样,他们跟废物一般。 第2404章即将四系抄接 莫凡,跟他们去一趟高级审判会吧,正好这件事也不是底一些资料和证据就可以说得清楚的。 玲玲对莫凡说道。 玲玲倒不是为那名审判使万童求情,而是他有别的事情要去查。 去,当然可以去,不过不是被他们这样逮捕去,而是我拎着他们去。 莫凡说道。 你们四个,留在这里收集现场,你们三个,还有这个万童,跟我们回高级审判会一趟。 玲玲指了指几个人,开口说道。 审判员们都傻眼了。 这位小少女,为何形式做派犹如一位大领导? 明明是他们袭击审判员的呀。 莫凡真就拎着审判使万童前往了东方明珠魔法塔。 坐上直升电梯,抵达了最高楼层。 审判会是国家与魔法协会共同建立的执法组织,针对魔法师群体,拥有国家和魔法协会双重权威身份。 高级审判会。 在此之前莫凡确实没有怎么和高级审判会的人接触,甚至他们就在魔兜上海,可始终没有见到他们的人。 像什么样子? 你这样在人家的嘴里塞一顶刀子,跟暴徒有什么区别,还跟恐怖分子一般挟持着高级审判员跑到东方明珠法师塔来。 副审判长怒吃道。 来到了副审判长面前,万童就有一种获救了班的感觉。 他差点跪倒下来,直接向副审判长痛诉了。 副审判长,此人就是一个暴徒,属下凭直觉便觉得他是整件事的黑手,逮捕他也是长情,谁知他丝毫不配合,甚至直接对我们审判人员动手。 他这是蔑视魔法协会,蔑视国家,蔑视我们高级审判会。 万童红着眼睛说道。 暗影形刃假在喉咙,这种滋味实在太难受了,万童这辈子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 封判长,这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轻饶,不管他是什么身份,绝不能轻饶。 万童接着怒道。 你先去外面休息着。 副判长风离不耐烦的摆了摆手。 万童恶狠狠的看了一样莫凡,这才走出了大门。 打发了万童,副判长风离目光重新回到莫凡这里。 莫凡却是一脸笑嘻嘻的样子,压根没把这么恶劣的事情当一回事。 现在厉害了,连我做个做老师的都不放在眼里了。 风离瞪着莫凡道。 风导师,要知道你是高级审判会的副判长,我可能会让那个叫万童的家伙喉咙一辈子发不出声音来,就不是那么客客气气的请来了。 莫凡回答道。 风离,国府五位导师之一。 莫凡真的很意外,明明是在帝都就职的风离,怎么就从优秀国府导师变成了高级审判会的判长了。 我本就是全国审判会的总教导师,培育过上千名审判会成员,也兼任世界学府之争国府导师职位。 风离吹了吹胡子,展现出了中老年人特有的板着脸的骄傲。 莫凡仔细想了想。 世界学府之争四年才一次,导师松鹤是帝都学府的院长,兼任国府导师而已。 那么其他几位导师明显也都是另有职位的,只是莫凡没有想到风离导师是高级审判会的副判长。 不过,我刚调来没多久,之前我在帝都最高审判会。 风离对莫凡说道。 风老板,那你这是降职还是升职啊? 莫凡打趣道。 宁将暗生吧,副判长这边坐个两年,我会接管东方明珠高级审判会的第一判长之位。 风离很直接的说道。 听了这句话,莫凡自己也吓了一跳。 风离大导师牛逼啊。 原来是组织上面调来这里做一把手的。 那莫凡今天就是把万童那个嚣张的审判师给打残了,自己都不会有屁事。 好歹是国府成员,又是风离大导师亲自带的国府队,莫凡和风离也算是再铁不过的师生关系了,他一个审判使在自己面前拽什么。 你小子也给我注意点,高级审判会代表的是整个魔法协会,是东方明珠法师塔,你这样搞若是遇到一个蛮横点的审判长,等于是在挑衅整个东方明珠法师塔的尊严。 风离没好气的教训道。 我知道了,风老板。 莫凡点头道。 你这家伙,修为是吃饲料的吗,再过几年,是不是连我都不是你对手了? 风离说归说,看到莫凡揪着一个审判使,心里其实很开心的。 莫凡好歹也算是他国府的学生,当初国府第一名杀出,如今却已经成为了抄街法师。 万童的实力,在抄街里也算不上墙,但莫凡能够这样跟提一条老狗一样把他拖来,很能证明莫凡现在的实力了。 风离本身就是走教育的,从一名年轻时候的高中教导主任,到现在全国审判会的教导师,再到国府大导师,在他看来最大的成就绝不是自己坐上了什么更高的位置,而是能够看到自己的学生在世界叱咤风云。 风老板,你这话说的?我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苦修上来。 莫凡说道。 国府队员们,暗地里都是叫五位铁面无私的导师为老板,敢明着叫的,也就莫凡一个。 你在太平洋那一头干的事情,我也听说了,黑教廷长教啊,风离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 莫凡当时的行动是获得帝都那边最高审判会的批准,摩兜这边的高级审判会是一无所知的。 但风离从最高审判会那边过来,他自然也接到了消息。 我打算回一趟博城,再把掌交的尸骨交给最高审判会。 莫凡说道。 应该的。 风离点了点头。 无苦。 红衣主教撒朗是国内的最大黑暗组织,迄今为止他们审判会积拿到了的最高级别,也就是莫凡现在拿下的无苦掌教。 当然,冷爵是圣财院那边接管的,圣财院的锦旗,和国内没有太大关系。 这一次,莫凡是打算将无苦的尸骨交给帝都最高审判会。 对博城有一个交代。 至于古都的交代,需要的是洒朗的尸骨。 你现在双戏抄接,对吧? 风离问道。 三戏。 雷、火、暗影。 对风离,莫凡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直言道。 风离深呼吸了一口气。 这货,比自己想象的还猛。 都三戏抄接了。 抄接里的中流砥柱啊。 应该快四戏抄接了,我刚得了一个高品质星海天麦。 莫凡接着说道。 风离端起茶杯,准备喝了一口倍感满意的茶,可听到这句话,杯盖都没拿稳,直接滑入茶水里。 咳咳,好烫。 风离尴尬的掩饰道。 烫得自然不是茶杯,是莫凡说的话。 四戏抄接。 别人抄接一共就四戏,按照抄接的民间说法,这都叫小满修了。 莫凡这是要上天哪。 第2405章发布S级悬赏。 监禁之山也算是你们审判会的管辖之地,陆坤可以这样猖狂行事,时有星号是你们审判会里有人给他行了很多方便吧。 莫凡问道。 这件事我这边只有一些蛛丝马迹,没有料到会到这么深的程度。 确实疏忽了。 风离说道。 陆坤应该还有别的项目,希望到时候把他的那些残档也一起端掉。 莫凡道。 放心吧,这件事我明白要怎么处理,倒是你的那个小猎人丫头,要协助我们一番。 风离点了点头。 风离手头上确实有一些小证据,可这个证据只表明审判会里有人给监禁之山行一些方便和特权。 无非是一些裙带关系,风离所获得的信息也无法让他知道里面的真相,只是这次莫凡连根拔起,倒是让风离没有想到会是如此严重。 不得不说,陆坤把他人的一面做得相当出色,无论是在家族当中,还是在他的职位里,所以这么多年来没有猎人和审判会的人揪出他来。 甚至,若没有冷猎王的那份委托书,陆坤可能依旧逍遥无比。 返回到了陆家大庄园,莫凡把事情简单交代了一些陆正新和陆青瑶。 这两人脸色不是很好看,因为他们趁着陆坤对付莫凡的这个时间,闯入到了他们一直心生怀疑的地方。 他们发现陆坤的私人别墅下有一间地牢,地牢里关押着死去几年的人。 死人生前备受摧残,即便死后很久脸上都还印着极致的痛苦。 经过了一番专业的比对,他们意识到在地牢里死去的这个人才是他们的叔叔陆坤。 也就是说,红魔并不是强占了陆坤的身躯,红魔是控制了陆坤,并在不停的汲取他的记忆和思维,经过了比较漫长的时间,才逐渐取代了陆坤的一切。 可以想象得到,在被一个魔鬼逐渐模仿,逐渐窃取,逐渐学习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一种折磨。 不管怎么样,谢谢你帮我们消灭了那个魔鬼。 陆青瑶此时依旧心神不宁。 细想起来,这一切太可怕了。 他们这群陆家的小辈们之所以安然无恙,石有星号是红魔陆坤还需要靠这个身份做隐藏,假如他足够强大,整个陆家怕是早已经被这个魔鬼弄得破碎不堪。 莫凡见识到过很多种极端可怕的生物,红魔确实是一种。 能够将其处理掉,同样让莫凡自己松了一大口气。 看吧,姐,我就说当初一定是陆毅林要谋害人家莫凡,才被莫凡给反杀了。 整个组里就没有人相信,这次人家不计前嫌的帮我们,也算是给我们陆家挽回了一场恨祸呀。 陆正心现在已经完全信服莫凡了。 监禁之山是他们陆家的产业,那里一旦出了什么大问题,还不是他们陆家要背负巨大责任。 红魔陆昆冷血无情,吸血鬼西昂更是残暴试杀,一旦监禁之山密不透风后,天知道他们会做出怎样残忍的事情来。 那个时候,他们陆家往后还怎么在这个社会上获得信任? 确实是我一开始带有偏见,很对不起。 陆青瑶也立刻给莫凡道歉。 莫凡摆了摆手,对这些小事也不计较。 主要是他们两个人表现还不错,不属于那种盯着过去的仇恨死咬的类型,就怕遇到那种蛮横不讲理的,一口咬死是自己谋杀了陆毅林,那莫凡就懒得管他们陆家的死活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尽管说,爷爷虽然不在国内,但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主。 陆青瑶细细柔柔的问道。 那我不客气了呀。 昆山吉士是你们所属吗? 莫凡问了一句。 柳如拥有的只是一些租借权,但吉士的官方所属,却是陆家的。 不仅是昆山,从妖兜广州沿着海岸线到天津,所有的市集都有我们陆家在与政府合作管理。 陆青瑶回答道。 呃,莫凡倒吸了一口气。 娘的,有钱人是真得夸张。 是这样,我有一只老狼罩幻兽,需要能够与之匹配的战魂、海骨、血脉,我已经请里面的一位老商贩帮我收集了,但他的效率和路子,我不是那么的放心。 莫凡说道。 这样吧,你把你需要的幻兽材料写下来,我给你进行三十六个城市魔法集市的官方采购,价格优惠。 只是,那个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财政权利,这个费用,陆青瑶低声说道。 姐,这点小钱,我们出得起啊,对了,你是要强化什么级别的召唤兽? 陆正新抢过话来。 君主急的。 莫凡回答道。 陆正新一听,表情马上就不自然了。 没事,钱还是我自己给,你们能帮我采集和筛选,就是莫大帮助了。 莫凡笑着道。 陆青瑶瞪了自己弟弟一眼。 也不想想人家莫凡现在是什么级别,他需要的材料肯定是君主级别的呀,真以为是路滩上的什么奴仆级狼皮,战将级骸骨啊。 君主级的材料,都特别稀有,即便是我们的产业下收集也需要一些时间,不过齐全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樊雪山去,如何? 陆青瑶说道。 行,那就多谢了。 莫凡点了点头。 答应了老狼,要让他进阶,莫凡自然不能够食言,现在自己的第四系抄阶有了很大的保障,不用再花太多的钱和资源,那正好把老狼的实力给提一提,毕竟谁让自己的第二契约是一个只会莺莺莺的小蛇女呢? 莫凡需要的材料很多,狼族尽管广泛的栖息在森林,原始大山中,但君主级狼生物却相对应的更为稀少。 所以,考虑到狼兽魂这个是最难获得的,莫凡特意前往了上海大厦的猎人大厅,在那里发布了一个S级别的悬赏。 召唤兽进阶的三大必要因素。 战魂 海骨 血脉 海骨和血脉,这些可以通过陆家的官方手段,以及商贩那边广撒网的采购。 兽魂,能买到的概率几乎为零。 莫凡发布了S级悬赏,正式,狩猎狼族君主级生物,获取其完整兽魂。 第2406章 博城要塞 白云似烂花,点缀在宝蓝色的天空。 近处是青色的山丘,远处是错落的紫色之风,乘坐着通往更南方的快车,看着这一座座起伏平缓的山线。 不经意的就想起了当初离开博城的时候。 这次莫凡是自己一个人回博城。 木白正沉浸在那只雪白色的笔杆子上,明显要闭关苦修。 赵满言同样是如获至宝,心思全在怎么让自己的水系防御能力更加强大上。 话说起来,清明节也快到了,莫凡正好带着元凶回博城的南山上扫墓,那里全是一块块白色的排列整齐的墓碑,刻着那些在灾难中过世了的人。 莫凡抵达博城的时候,天气依然很好,换作往常这个靠近清明的季节,整个山林和天空都会变得湿蒙蒙的。 很多博城的居民都已经迁走了,大概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留在了这里。 博城已经变成了一个南部的军事官城,少了许多生活气息。 爸!莫凡敲了敲门。 是当初的老房子。 老街区已经重新改建了,很统一的二层半小楼,粉刷成了淡蓝色,屋顶是颜色跟深一点的琉璃瓦,当然只是仿造的琉璃瓦,不过是让房屋看上去更有几分南方调调。 快进来,快进来,爸包了饺子,马上就能够吃了,你去厨子里调个酱。 莫家兴满脸笑意。 这些年莫凡动不动就跑到国外,要么执行危险任务,莫家兴虽然有去上海几次,基本上都见不到莫凡,多半都是他自己随便逛逛。 而随着樊雪山开始优待博城居民,莫家兴也经常会往樊雪山跑,一方面是那里更近,另一方面是那里有不少熟人。 好香啊! 莫凡已经开始馋了。 舒服的吃了一顿饺子,莫凡踢着牙,往窗外看了一眼,发现远处两三公里外的山栏上,筑起了一道红砖色的要塞墙,封住了更南面的原始山岭。 怎么要塞防御又升级了? 莫凡有些意外的问道。 是啊,到了多世的年岁呀,沿海是海妖,往内地一些是山妖,人手明显不太够,有的时候送货到要塞那里,结果一个星期来都是同一个小哥在守门,根本没有换班。 莫家兴收拾着碗筷道。 形势严峻哪。 莫凡感慨了一句。 好像这年头没有哪里是真正宁静祥和的。 老莫,老莫,打牌去歌。 这时,屋外传来了一位老伯的声音。 我儿子回来了,今天不去歌。 莫家兴在屋里应答道。 你儿子,你哪个儿子? 我还有哪个儿子,你这家伙? 莫家兴没好气的说道。 莫凡嘛,我看看,我看看。 外面的老伯闯了进来,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餐桌前的莫凡。 张老伯。 莫凡笑着和他打了一声招呼。 还真是,莫凡啊,你现在可是大名人了呀,我一个进和我在厦门的亲戚说, 你小时候偷我家的地瓜被我揍过,他们死活不信,来来来,我现在就开着微信语音,录下来。 张老伯说道。 莫凡一阵尴尬,解释道,都是张小猴那家伙怂恿的,我怎么会干那种缺德事呢?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小时候那会可不是人造阁,是真的皮啊。 张老伯说道。 呃,张老伯,您还挺懂梗的。 那是当然,与时俱进吗? 最近我还喜欢看直播呢,那些年轻人的直播蛮有意思的。 张老伯说道。 那您注意身体,保持蛋白质。 莫凡说道。 瞎说什么呢,我又不是看那些女娃娃。 我看的是那些猎人,户外的,可刺激了。 你看,最近就有不少猎人到了我们博城要塞,他们好像承接了一个什么S级的任务,大队大队人马进了山里寻找魔狼。 张老伯说着递来手机给莫凡看。 莫凡满脸诧异。 要不要这么巧。 不过,仔细一想,魔狼一族本就盘踞在南岭这边,博城要塞的建造主要也是应对魔狼大部落,那些承接了S级悬赏的猎人们要找到狼之君主,确实该来博城。 这是一群猎人大师,他们似乎在为一个猎人团寻找狼君主的足迹,都已经翻过宝牙山了。 老伯说道。 使用这些通讯设备,难道不会被妖魔察觉到吗? 莫凡很奇怪道。 户外搞直播,顶多只能够在安界边缘,前往妖魔游荡的山林里开直播就是找死啊。 情况跟发送短信,打电话一样,通讯设备的信号会被妖魔察觉,等于是给方圆几公里的生物发了一个精确的定位。 所以别说是网络直播了,很多时候做一些录制都可能出问题。 据说是军方公开了一些新技术,某些通讯设备可以隐秘传输了,所以手机什么的也可以在外面使用。 张老伯说道。 莫凡打开了一些直播平台。 以往直播平台多是生活方面的,有关魔法一类的直播内容基本上没有,一方面是魔法光难以录制,另一方面魔法协会和国家都有进行禁止。 可如今情况有些不大一样了。 直播平台上竟然出现了许多魔法教程,更甚至有许多猎人,他们直接开启户外狩猎的直播,有人专门录制,包括战斗画面也全部录下来,同步播放。 莫凡陷入了沉思。 尽管只是监管方面的一些小开放,但同时也可以遇见一些大的问题。 那就是国家部门已经不完全去营造一个看上去平和宁静的世界了,而是在有意的将最真实的一切展现给所有人。 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让人们认清世界的残酷,为接下来即将到来的灾变做好一点心理准备。 行事严峻哪。 行事严峻哪。 当地的一些老法师告诉我们,这里是宝崖山,过了宝崖山就算是踏入魔狼部落的地盘了,狼是嗅觉极其敏锐的生物,我们走过的地方,哪怕过去了两三个小时,高级的魔狼只要闻一闻便清楚我们去向,直播的那名猎人说道。 不过没有关系,我们队伍里有很多强者。 有危险,他们也可以从容应对。 第2407章 磁狼王 在寻踪上,莫凡不算特别专业。 在茫茫大山中,要寻到一头君主及魔狼的踪迹同样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有可能一找就是个把月。 直播里的那队猎人,他们不是击杀狼族君主的团队,他们只负责搜寻踪迹。 一般这样S级的悬赏都是一整个猎人团出动的,会有专业的人负责寻找足迹,有专门的战斗人员,也会聘请相应的研究魔狼一族的专家。 说起来,这也是一个十位数的项目,在没有猎王级人物出手的情况下,自然是会出动一个庞大的团队。 承接这次S级悬赏的是乌鸟猎人团,近几年刚涌起来的一个实力极强的猎人团队,有杀死过君主及生物的战绩,并且他们本就在南方山岭活动,对魔狼一族最为熟悉。 陆青瑶和同商贩那边获得的狼族血脉和骸骨,基本上也是从他们手上采购来的。 莫凡在博城住了几天,等到清明前后,这才带着一袋子骨灰,前往了大公墓进行祭拜。 完成了祭拜后,莫凡所幸博城修炼。 手头上有一颗星海天脉,这是用来冲击抄接的好东西,眼下召唤戏,空间戏,混沌戏,土戏都没有踏入抄接,是时候提升一下自己的修位了。 闭关修炼,目标冲击空间系抄接。 时间飞快,莫凡一旦进入修炼模式,很容易就会忘记掉日期。 莫凡的精神力境界已经达到了第六境界,算是非常稳固而强大的了。 空间系是没有灵种、魂种、天种这些的,精神境界便代表着它们。 有学者做过一些大致的对比。 第六境界相当于大魂种效果。 而第七境界,便是相当于小天种级别。 修为若是基础,境界便是成绩。 精神境界要想提升的话,需要更多的魔力,修为提升上去其实一样让空间系强大无比。 不愧是高品质的星海天脉,就在莫凡以为自己会脸比较黑,中了那失败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的时候,它的空间星河壁垒成功星号。 银色的星光长屑,可以看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宇宙海域,容纳着这些银色质谱的光叶,缓慢的按照天体般的轨迹在旋转着。 博城保佑。 莫凡睁开眼睛,轻声说道。 大概是清明节的祭拜,让博城的万灵们都在保佑自己。 这次进入超阶非常顺利,银色的神秘能量充斥在自己的精神领域里,当莫凡目光从周围的物体上扫过的时候,甚至都感觉有一根看不见的精神丝线,与它们连在了一起。 只要自己心思移动,附近的一切都将化为自己的神兵利器。 精神境界应该也有提升,但离第七境还是有一些距离。 莫凡默默道。 到了超阶,很多能力都会发生改变。 念控虽然还是念控,可在过去,莫凡需要集中精神灌注空间念力到某个物体上,才可以操纵该物体。 而现在,莫凡仿佛自带一个空间磁场。 在这片空间磁场范围内,那些物体都在待命状态。 莫凡走在街道上。 小到地面上滚动着的一拉罐,大到一整栋商业大厦,他们在莫凡眼里都镶上了一层银色的阔边,那也是莫凡可以轻易移动他们的标识。 今天几号? 莫凡看到路边走过的一个小朋友,于是顺口问了一句。 三号呀。 小男孩盯着莫凡。 哦,那么说我才闭关了两天。 莫凡自言自语了起来。 莫凡是一号进入专注修炼的。 你今不上学吗,小朋友? 莫凡问了一句。 五一放三天假呀,大哥哥,你是不是傻? 小男孩说道。 小冬,怎么说话的呢? 他的妈妈从旁边的店铺里走出来,气呼呼的教训道。 莫凡一脸尴尬,现在的小孩子怎么这么不友善呢? 五一了嘟。 妈的,自己闭关修炼了一个月。 到了现在这个级别,明修的过程身体机能都会处在一种类似于冰封状态,胡须不见长,肚子饥饿感迟缓,就跟做了一个很漫长的梦一样,醒来不知道几点。 呜? 呜? 就在这时,四耳的警报声响了起来。 听到这种声音,尤其是在博城的街道上,莫凡一阵莫名的颤抖。 当年就是在这样的警戒声下,博城变成了血色。 哎呀,好凡,怎么又是这样,吵死人了。 那个叫做小冬的男孩说道。 怎么可以这样呢? 这是军事演习,也是我们避难的警灵。 要是听到连续三声,就得马上到地下军事避难所躲起来,知道吗? 小冬的妈妈教导道。 呜? 话音刚落,那警戒声响起了第三声。 那声音贯穿长空,久久不散,街道上行人们起初都是一副平静的样子,毕竟博城变成军事要塞后,时常发生这样的演习,可他们从来没有听到第三声响起。 演习只有第一声和第二声。 第三声就代表着那是警戒正式拉响。 妈妈,小冬去扯他妈妈的衣袖。 快,快,我们找地方躲起来。 小冬妈妈抱起他来,有些失魂,但却凭借着一种本能的寻找附近避难所。 刚才和平静的街道一下子变了。 莫凡站在那里,愕然许久。 发生什么事了? 居民们明显有做过各种演习的,他们慌张归慌张,却都有序的往避难所赶去。 街道上有军法师出现,他们指挥和协助,显得训练有素。 没多久,博城街道就空了,看不到几个居民在走动,许多民间魔法师更为了确保有遗漏的,特意一栋楼一栋楼的去敲门,去搜索,防止有人落下。 整个过程都非常迅速。 假如当时血色灾难到来,博城能有现在这种意识,伤亡人数就不会超过五位数了。 这位军官,我是一名猎人,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拉响警戒? 莫凡叫住了一位高兽的军官问道。 哼,就是你们这些作死的猎人。 不久前有一队猎人团杀死了一头熊狼君主,这本来也算是帮我们除掉了一个大隐患,谁知道他们隐瞒实情,将五只狼军幼崽全部掳走,彻底激怒了深山雌狼王。 雌狼王前来报复了。 这名军官说道。 第2408章 饶恕我们 紫色的远山被一层古怪可怕的血给笼罩。 就在那山巒起伏的地方,一头浑身上下都笼罩着一层血毒瘴气的磁狼以极快的速度闯入。 他飞驰的过程,有一道道星红色的闪电,每踩踏一座山峰,便会在那座山峰处留下一大片毒营生物。 那些毒营会吸食一切活物的生命力,茫茫大山,栖息着千百种秒兽,可磁狼王所过之处就像一场可怕的瘟疫随之降临。 毒营疯狂的捕食,植物枯萎,动物成骨,乌鸦鸦的仿佛不久前经历过一场可怕的灾荒。 博城雪峰山要塞 站在要塞的高处,当军法师们看到这骇人的场景后,内心笼罩上了恐怖之霾,一双双眼睛瞪到了极致。 这就是君主。 前不久还晴空万里,山巒秀丽,这一刻万物枯竭,山河如雪,云天死暗。 难以想象的情景,这要是让磁狼王进入到一座人口密集的城市,又该造成一幅怎样可怕的炼狱。 博城要塞建立在两座巍峨的山巒之间,带有荆棘铜网拉出了有七八公里,就是为了防止妖魔踏入安界。 只是那些荆棘铜网真的阻挡得了那头可以在山峰与山峰之间跳跃的磁狼王吗? 血煞与营独如一场风暴那样席卷过来,博城要塞纵然如山墙那样雄伟牢固,却依然带给不了任何人安全感。 他来了。 镇守博城要塞的少军将发出了低沉的声音。 他来了,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可怕数十倍。 见到这家伙携带过来的血煞风暴与独营群席,战意轻易的被摧垮了大半。 男将军,这件事由我们乌鸟猎人团引起的,也该由我们来解决和承担。 请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居民,别让博城再经历一次苦难。 乌鸟猎人团团长周元说道。 那位男将军没有说话,他只是锁着眉。 磁狼王就在要塞之下了。 他没有越过人类设置的障碍,事实上这种障碍对他造不成太大的影响,可他依然站立在要塞下的山谷大道。 他无所畏惧。 哪怕面对人类军事要塞,似乎对他来说,将这里摧毁也耽搁不了他多长的时间。 要塞上,乌鸟猎人团之中,一名身穿着不衣的男子被推了出来。 他的双手被反捆着,正被另外两名乌鸟猎人团的人压接着。 一条粗壮的藤蔓飞了出去,铺成了一条独木道。 那两名猎人将不衣男子送到了要塞之下,送到了磁狼王视线能够看见的地方。 磁狼王双瞳可怕,他呼吸之间,不断的从獠牙中呼出那种带有枯萎效果的血煞之气,漫天的独营飞舞,哪怕只有他一位狼王立于人类城市要塞之下,都有千军万马,气焰嚣张。 他,他是偷走您幼崽的人。 这是您的幼崽,我们没有虐待他们,给他们,他们吃的是最好的肉,喝的是养奶。 两个负责押借的猎人,用一种发颤的声音对磁狼王说道。 君主级拥有堪比人类的心智,猎人们都清楚。 尽管这种行为相当之可笑,但要塞的背后就是一座刚刚才恢复了一些宁静的城市,他们想要用尽一切办法来消除磁狼王的怒火。 嗷嗷嗷嗷嗷嗷。 五只幼狼从要塞中跳了下来,他们身形已经达到荒原成年狼的程度了。 五只幼狼被放回到磁狼王的身边,有几只发出了各种诉苦的嗷叫声,有一两只却仿佛特别得意,不忘记回头冲着满是军法师的要塞骄傲的是微吼叫。 一头全身血煞与毒营弥漫的狼王。 一座人满为患却颤颤巍巍的山巒要塞。 一个被反捆,跪在山谷大道上的三十岁不一男子。 该不一男子也是乌鸟猎人团的成员。 猎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当此生物还存活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窃取幼年生物,更不能带回城市。 那会给当地带来难以想象的灾祸,此生物是最具报复性的,更别说是魔狼这样的种族。 乌鸟猎人团的团长周元是一位理智的人。 当时杀死熊狼王的时候,他们就选择了离开,没有去碰那几头幼狼。 可是,他根本没有想到团队里有其他人起了贪念,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偷走了幼狼。 幼狼自然是活着的才有价值,可磁狼王嗅觉可怕至极,他完全可以嗅着气味找寻过来。 当他到来,那必定是灭顶之灾。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够这样做,希望能够平息磁狼王的愤怒。 周元说道。 不是他们无情,将自己的成员抛弃,懦弱的寄献给磁狼王,向残暴的君主起得赎罪,而是如果不这样做,背后的这座城市就可能再次血流成河。 当初只是一头一苍狼,如今却是比一苍狼强大百倍的磁狼王,这座博城要塞根本抵挡不住。 他们乌鸟猎人团犯下大错。 他们需要向这头君主求得饶恕。 请饶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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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猎人被困在那里,独自面对磁狼王。 君主的争鸣与狂野暴露在他视线内,不到二十米的距离,内心的一切被撕得粉碎,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祈求。 你看,他们真的毫发无伤,我真的没有对他们如何。 不一猎人哀求着。 磁狼王走到不一猎人面前,用鼻子嗅了嗅不一猎人。 似乎在确认,确认是不是这个人类偷走了自己的幼狼。 得到答案后,磁狼王瞳孔绽放出冷光,向他的五个幼崽发出了一声嘀吼。 这时,五个幼崽马上扑向了这名被捆绑住的不一赎罪猎人。 啃脖子! 咬断手臂! 撕开胸腹! 分石,填血! 五头幼崽当着整个要塞的数千名魔法师,将这名猎人给吃了。 要塞上,很多人都别过脸去。 这一幕怕是任何人看了都会不好受。 然而他们不敢有半点愤怒,在磁狼王面前,尊严又是什么? 请饶恕我们。 乌鸟猎人团的团长周元说道。 你们听着。 忽然,一个尖锐怪异的声音从磁狼王那里响起。 要塞上所有人都露出了惊恶之色。 这磁狼王可以口吐人言。 第2409章 博城 它们惹不得。 确实有某些生物,它们可以用人类的语言,但大多数是一些暗逸。 它们本身就有人类的一些血统。 磁狼王有人类的血统。 这绝不可能啊。 成经了,这磁狼王成经了。 就在人们震惊之时,磁狼王的血灰色皮毛后面,一名身穿着兽衣的驼背野人拄着一根骨头拐杖走了出来。 此人着装原始,仿佛山里居住了不知多少个岁月,包括他的语言都有些变质了,宛如狼兽低吼。 狼王让我告诉你们,南岭一直都是他的领土。 哪怕是这座城市曾经也是他的地盘,施舍给了你们,你们却不懂得感恩,不懂得遵守规则。 那名驼背的野人高声说道。 虽然强调古怪,却能够大致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 很显然,这是一名人类。 大概很多年前就迷失在了南岭之中,沦为了磁狼王的奴仆随从。 他站在磁狼王的旁边,对磁狼王卑躬屈膝,对人类的趾高气昂,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他已经被吃了,希望您为我们说情,让磁狼王息怒。 乌鸟猎人团的团长周元说道。 息怒,那狼姓野人大笑了起来。 他要让你们人类铭记这次教训。 他要让这座要塞背后的城市血流成河。 狼姓野人的叫声几乎与磁狼王的嘶吼同步,哪怕听不懂狼的语言,也可以感受到磁狼王释放出来的无穷无尽的怒意与杀意。 不够。 归还了幼狼根本不够。 卑躬屈膝的寄陷了罪人,一样远远不够。 磁狼王之威,不可亵渎。 唯有屠灭,用弥漫几十公里的血腥味才可以让这片南部山岭的所有生灵铭记。 吼吼吼。 血红的发黑,天空彻底变色,瘟疫狂灾般的独营从磁狼王飞舞的毛发中涌出,乌鸦鸦的成团,顷刻间充斥了整个峡谷大道。 要塞上,军法师们的魔法之光轻易的被掩埋。 成群的独营开始汲取人的生命,而磁狼王只不过是迈开步子,将血煞狂吸释放便已经势不可挡。 乌鸟猎人团所有人如临大敌,就连军法师们都脸色苍白。 和熊狼王相比,磁狼王强大了不知多少倍,君主狂吸铺天盖地,等级稍微低一些的魔法师在这样的君主气场下随时可能窒息昏厥,更别说是使用魔法来抵抗了。 跟他拼了,即便死在这里,也不能让这头磁狼王进入城市,乌鸟雍兵团的团长周元怒吼道。 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一言不合就是屠灭。 磁狼王本性霸道与凶残,他们早已经明白这一点,所以才站在这个要塞城墙上面。 敌不过也要抗争。 他们铸成大错,就应该为此承担。 今天我们乌鸟雍兵团可以覆灭,但这座博城,绝不会再有人死去。 周元高声呐喊着。 我们可以覆灭,但博城绝不会有人死去。 南将军终于开口了,他的意志同样坚定无比。 赎罪无用,那就站吧。 不是所有人,都跟那个狼性野人一样,是他们狼部落的奴隶。 以周元和南将军为人类法师核心,几十名高阶魔法师统统跃下了要塞,与磁狼王在峡谷大道上正面厮杀。 吼吼吼。 磁狼王咆哮,喉咙之中喷出了万千气玄融合在一起的抱怨血风,狼王血风简直就是绝堤之虹,将这些跳到要塞下面的魔法师全部打飞出去。 血风成一束束,可怕至极,如钢索那样可以洞穿钢铁坚固的要塞之墙。 几十名高阶法师没有一个完好无损的,他们浑身是血,被甩在要塞墙上,不少都镶嵌在了裂痕之中。 能够稍微承受的也只有南将军和周元。 可是磁狼王的动作极快,他前肢抬起,豁然劈爪,就看到两名超阶级的魔法师先后倒射出去,分别在峡谷大道两边的山壁上留下了冗长的横狠。 就凭你们也想和狼王抗衡,无知。 那名野人奴隶狐假虎威,在那里放肆的嘲笑起来。 磁狼王难以阻挡,他的爪子落在坚硬的岩石山上,山岩马上就会留下一片粉碎的硕大爪痕。 顺着要塞旁的山峰,磁狼王携带着狂野的独营与血煞立于巅峰,云衬又庞大的狼区几乎矗立如魔,一双血红血红的双瞳,更是眺望着那藏在几座平缓矮山之间的驳城。 一些高楼,勉强可以看见。 一条河流顺着山势在流淌。 如蝼蚁一样的人类,他们数量众多确实那般渺小不堪。 磁狼王发出了一声嘶吼,当声音传到博城城区的时候,所有人目光都不由地朝着远处的山峰上看去。 山一座座交叠,最高的雪峰山上,赫然是一头遥远却清晰可见的狼王,半身立起,半身在山后,他瞳孔如妖翼的冷月挂在山头,气息更像是从天边涌来的暴风云。 头皮发麻,全身瘫痪。 明明相隔连绵的矮山,却依然有一种近在咫尺的死亡凝视。 当年出现在博城的不过是一头统领级的一苍狼,如今这磁狼王却是整个南岭妖魔部落的统治者。 你们听着。 你们有人触怒了狼王。 所有人都要拿性命来赎罪。 磁狼王的爪背上,那个狼姓野人得意的高喊。 他是磁狼王的代言者,磁狼王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卑微与弱小。 他是南岭的王,你们不过是最卑贱的奴人。 这个声音伴随着磁狼王的吼叫一同响彻山岭,更响彻了博城。 磁狼王是吗? 一个声音,在磁狼王脚下的山峰公路中响起。 这是一条盘山公路,通往雪峰山驿站的。 公路上,有一个人站在那里,他抬着头注视着山峰顶上霸气狂野的磁狼王。 磁狼王俯下身子,低头看着盘山公路。 人体格真的太小了,磁狼王刚才都没有发现这里还有一个人类。 不过要塞那边人类那么多,不一样也根本不被他放在眼里。 你帮我问问这他,既然他自称是南岭的王,那一苍狼是不是他的部下? 莫凡高声问道。 一苍狼当然是磁狼王的部下,一个弱小的族群之主罢了。 那个狼姓野人替磁狼王回答道。 莫凡双目有锐利之光,身上的气质与之前的那副散漫截然不同。 那很好。 心仗就仗一起算。 哼,真是好大的狗胆,在我莫凡面前谈图成。 今天,我就灭了你们南岭魔狼部落。 南岭的君主不止一个磁狼王,还有其他妖族和其他部落君主。 正好也该让他们凝记。 博承,他们惹不得。 第2410章 图狼王 磁狼王俯视着莫凡,却发现莫凡身上忽然绽放出了带着沙翼的银色光芒,似有成千上万柄银色的利剑刺向了他的毛发。 一个普通的人类可以瞬间激发出如此强势的气场,磁狼王明显被震住了。 等到他意识到对方是一个人类极强者的时候,莫凡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他的背后。 血灰色的尾巴不知被一股什么古怪的力量牢牢的抓住,紧接着尾巴剧痛,伴立在山峰上的身躯直接脱离。 莫凡悬浮在空中,银色的璀璨光笼罩他全身,他如同一个银色神圣斗士,竟然虚空抓起磁狼王的尾巴,狠狠的砸向了山脊尖锐的地方。 崩 山脊粉碎,磁狼王跌入到深谷中,血灰色的毛发飞舞,血液也剑洒到了盘山公路上。 要塞城墙上,军法师和猎人团的人员脸上的震惊之色无以复加。 那家伙是狂神吗,居然把磁狼王这样的君主当野狗来砸。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磁狼王立刻就被压制了,银色的神秘好光下,血煞与狂营都不再盛气凌人。 阁下小心,这处生速度极快,而且狡诈无比。 要塞上,猎人团团长周元急忙高声提醒道。 伤谷里全是大块大块的岩石,他们从山脊上塌落,堆砌在磁狼王的身上。 磁狼王身上有血,看似被压在下面动弹不得,可缝隙之中,一抹狠光闪烁。 乱石爆碎,磁狼王假装受伤,却忽然冲飞而起,全身血煞扩张,血口大开。 如一个鲜红色的深渊长出了密密麻麻的粗壮獠,几座起伏的矮山都被一同吞噬进去。 莫凡看到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不由冷笑。 畜生就是畜生,还真能狡诈过人。 雷阀,十二界劲。 莫凡念出了这雷系魔法。 从九界之劲提升到了十二界劲,无论是威力还是气势都要远胜之前。 下方,深渊獠牙吞噬袭来,莫凡手中紫色的雷电聚集挥舞在手中,猛地画出了一条狭长的深紫色雷痕。 这一击,将磁狼王的本体给打了出来,无数带有强大麻痹的电弧吸附在了磁狼王的身上。 磁狼王朝着山谷的另外一侧闪躲,他稍微调整了一下姿势,又是做事要扑,爪子迎来。 莫凡手中的雷电聚集却是快了一步,直接朝着磁狼王所在的位置抛撕了下去。 带着强有力的晕眩电环,重重的扎在了磁狼王的脑袋上,磁狼王哪里会想到这雷电聚集会如此沉重,生生的被击倒在地上。 滋滋滋滋滋滋滋。 一柄又一柄雷电聚集相继出现,他们每一次击落都带着强烈无比的雷颤,电弧灿烂至极,似有千万条蛇龙在山巻与山谷之间急速的交错。 十二柄雷电聚集,矗立在山巻之间,气势磅礴,震撼至极。 磁狼王被死死的雷进在这雷伐阵中,剑雷疯狂抽打,雷狐不停的贯穿。 很快磁狼王便已经脾开肉战,背上和腹部都出现了许多焦黑的创伤。 好强大的魔法师。 博承要塞处,人们简直不敢相信。 他们几千人面对磁狼王,颤颤巍巍,宛如一群呆宰的羔羊,哪怕奋起反抗也会被轻易击垮。 但这名魔法师,他比磁狼王还要狂野霸道,强盛至极的磁狼王在面对他几分钟的时间便浑身是伤了。 看来是我无知了。 乌鸟猎人团的周园自嘲地说道。 他刚才担心那位强者被偷袭,在力量的对拼上吃亏,谁知道施展出雷系能力的这名强者狂如雷神,直接禁锢住了磁狼王的狡诈反击,让磁狼王施展不出他的速度。 吼吼吼吼吼。 磁狼王吃了大亏,他满身的胶胃,原本藏在皮毛下的那些毒营全部被电死了,没有毒营的气息,他就无法达到快速治愈。 毒营会汲取生命力,但他们飞出去采集后,重新回到他的毛皮下面,便会让他伤口以极快的速度康复,可雷伐太过凶猛了,他身上的这些毒营犬死光了。 愤怒,耻辱,在磁狼王看来踩踏人类这样一座小小的城市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结果踩踏足人土就咬在了一块铁板上。 挪杉 墨凡攻势一波接着一波,磁狼王终于挣脱了雷电枷锁,谁知道不远处一座粗壮无比的山峰猛的断裂开。 山峰断裂,已经是相当骇人的景象,谁知道这山峰居然浮了起来,在墨凡重重一推下,朝着磁狼王的身上砸了过去。 太山压顶 这一座山峰全部由尖岩组成,上面布满了松树,藤蔓,可他狠狠的压在了磁狼王的背上,磁狼王千辛万苦才爬出了电击,这一众压,背骨都断裂了。 吼 磁狼王一声惨叫,山峰在巨大的震动下出现了无数的军裂,承在这落下来的山峰的矮山谷同样惊陷出可怕的地裂,连连了不知几公里远。 将你们的魔法群落施在我的漩涡里。 莫凡忽然高声对博城要塞的魔法师们说道。 周元和南将军一开始还没太明白莫凡说的意思,等到盘山公路位置忽然浮现出了一个逐渐扩大的混沌漩涡之后,他们急急忙忙下达命令。 要塞上也有几千名魔法师,他们无法和磁狼王正面抗衡,不代表他们的魔法就起不到作用。 所有人听令,将自己的毁灭魔法灌入到前辈的混沌漩涡里,南将军高声命令道。 无论是军法师还是猎人团,他们亲眼目睹偷窃者被生吃,敢怒不敢言,更听见了磁狼王要屠灭一座城的话语,凶残暴虐到了极点。 他们如何不愤怒? 明明是一个畜生,却宛如一位残暴的君主,手握着所有人的性命。 难道人类魔法师真得如此不堪一击? 可随着莫凡的出现,随着莫凡暴打磁狼王的这一幕映入眼帘,众人跌落谷底的心一下子腾飞起来。 也不知为什么,血液也随之沸腾了起来。 身上所施展的魔法在最初犹如萤火之光,现在却似烈焰那样在剧烈的燃烧,一颗颗激烈的撞入到了混沌漩涡当中。 我带你们图狼王。 莫凡声音传遍了雪风山。 图的是一头君主,是南岭的狼王,狂妄极致,却无比振奋人心。 第2411章 永绝后患 无数的星芒,四剩下的繁星。 莫凡的混沌漩涡便是浩瀚无银的宇宙,容纳下了这无数的星辰天芒。 漩涡越来越大,可以看到漩涡里一个庞大的十字印在缓慢的转动着,那些坠入近来的魔法星芒触碰到了十字印后,竟然出现了对等分裂。 十字踏印。 这正是莫凡在安地斯联邦军营里学会的重要法门。 几千名魔法师共同施展的力量进入到了漩涡中后。 全部被踏印了一遍。 这意味着几千个毁灭魔法全部多了一倍。 逆转。 莫凡在反转漩涡,他此时双手高举的已经不是一个吸收能量波那么简单了,而是元素破坏能,小型核武器。 能量倾倒。 可以看到一团又一团元素毁灭云腾空。 元素爆破重重叠叠,五颜六色的光辉映染在天地间。 一座座派山化为粉碎,空间剧烈晃动。 磁狼王这一次受创更重,他的一条腿直接被炸成了肉酱,无穷无尽的元素风暴中,他似一条残废的野狗,狼狈仓皇的往深山中窜去。 不得不说,磁狼王缺了一条腿,逃跑的速度也是飞快。 他带着血红色的残影,从能量波中冲出,一眨眼的功夫爬到了要塞的最北端。 踩着一个岩石绍岗,磁狼王高高的跃了起来。 三只腿让他失去了一些平衡,不过在几座险峻的山体之间来回跃迟,让他更快的摆脱了追来的元素风暴,藏于群山深谷中。 他逃跑了。 我们将他打跑了。 要塞的魔法师们都有些不敢相信。 几座巍峨的山巅上,可以看到一道银色的光辉从这边的山间一下子闪烁到了另一处,明明是起起伏伏的山地,困难险阻,在这名可以连续银色瞬息的法师面前,跟公园草地上的不时皆没有什么区别。 银色的粉尘还在山顶上打转,人已经到了远处之色的隐山处,要不是有那璀璨的银色光滑留下些许踪迹,他们甚至都不知道那位强如魔神的法师已经追入深山。 说要图狼王,就一定要图。 莫凡岂能让他逃跑。 你们其他人留守这里,保护好博城居民。 我和团长跟上前辈的步伐,追杀雌王,难将军剑撞,斗志都燃烧了。 追! 死追! 这样的君主级生物,跑来人类的地盘上撒野,还放下狂言要图成,就一定要诛杀到底。 是。 一时间,两名超阶级的领袖离开了博城要塞,沿着莫凡留下的银色粉尘追了上去。 周园和南将军都拥有飞行的能力,他们身下,起伏不一的山岭,峡谷,河流,森林正像一幅绿色的巨大立体的画,不断的在前方铺开,无边无际。 瓷狼王受了伤,沿途都有血迹,他庞大的脚印落在那些松软的山林上,会让山林直接出现陷落崩塌。 他的血液更带有极强的腐蚀性,低落在那些树林和植被茂密的山腰上,马上会让一切枯败。 前辈的修为好强大。 周园和南将军飞出了十几公里,结果仍旧只能够在天边看见一抹残光。 他们在飞行,却始终追不上莫凡和瓷狼王的速度。 莫凡连续使用瞬息移动,抄阶修为之后,瞬息移动的魔能消耗巨幅减少,而且间隙严重缩短。 过去能够连续使用三四次瞬息移动,都很容易头昏眼花,现在莫凡都瞬息了至少十次,仍旧没有精神负荷感。 你给我跑。 莫凡目光灵力,在预测出了瓷狼王逃跑方向后,莫凡不再使用小范围的瞬息移动了。 以更庞大的超阶能量来构架星座,莫凡这一次在原地逗留了比较长的时间,却是完成了一个比平常复杂了好几倍的空间星座。 光线跃迁 一束白光,像是地平线上沉起的杜白,从原本渺小的一个光点一眨眼的功夫扩展成了线。 而这一头的莫凡,宛如穿梭过了这个由白色之光组成的时空涌道,竟然直接出现在了五公里之外。 这五公里,瓷狼王可是差感折了三只腿,差感撞碎了山的屏障,好不容易全速前行才逃离的,可让瓷狼王眼珠子快要爆掉的是,莫凡出现在了他前面。 瓷狼王吓得急停,可惯性使得他仍旧在森林里敞开了一条长长的沟壑,树木倒落,鸟兽轻飞。 跑得掉吗?莫凡眼神凛然。 重力空间 空间魔法再次使用,瓷狼王的三只马上被挂上了沉重无比的枷锁,举步维艰。 无与伦比的狼王速度再难使用,瓷狼王双眼发狠,摆出了一副要跟莫凡与死网破的架势。 吼吼吼,瓷狼王身上血煞忽然铺天盖地。 畜生,还敢猖狂。 莫凡根本不拒,他迎着这血煞气息,转换了烈焰姿态。 一拳,轰出的正是一条可以让一座平谷森林化为灰烬的绒江之河。 赤红色的河川碾过,瓷狼王利用血煞之物来隐藏他的身形,在血煞气场里,他的速度和找力都会得到大幅度增强。 莫凡发现绒江泉河很难击中瓷狼王,于是又转用土系魔法。 大地重力 空间的重力加锁压制不住瓷狼王在血煞雾气中的速度,那就再来一层大地重力,两重施加,看着瓷狼王还能不能蹦。 果然,瓷狼王的速度慢下来了。 事实上,瓷狼王仍旧可以达到夸张的血影飞驰,只是这样做他身体负荷会更大,用不了几分钟他就会脱力。 瓷狼王意识到这块空间重力过强,于是开始转移战场。 无论是空间系的重力加锁还是土系的大地重力,都是区域魔法,一旦让敌人逃脱出这个区域,效果就会消失。 瓷狼王虽然受了重伤,脑子还在。 他现在每行一步都格外小心,急怕再露出破绽给这个强大的人类。 前辈,我们来助你。 前辈,我将他赶回到你的重力空间。 这个时候,乌鸟雍兵团的团长周元说道。 两个超阶级高手已经赶到,也来得正是时候。 好。 一起宰了他,永绝后患。 莫凡点了点头道。 狼,报复性极强,莫凡不可能时刻都在驳城,所以瓷狼王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回山林。 必须永绝后患。 第2412张逼老子用这招。 带着极强腐蚀性的鲜血流淌下来,以瓷狼王的体型,更是轻易的变成了溪流。 瓷狼王起初还有一些战役,想找到机会重创莫凡之后再逃走,但一看到另外两名抄接法师赶到,他眼睛里的狠光马上消退了大半。 被驱赶回沉重的重力空间里,瓷狼王即便藏身在血雾之中,他的行动也开始迟缓。 何况,他身上的伤势一直都没有时间去处理,失血过多的情况下会让他的体能严重下降。 次序颠倒 莫凡再施加上一层次序力量。 次序不仅仅是改变,还可以进行增幅。 如此空间、土戏、混沌三重的重力效果,瓷狼王哪怕是动一动爪子都要使用上百倍的力气,这种情况下他凶猛残暴的攻势立马得到了绝对压制。 这种压制,让南将军和团长周园都有机会使用抄接之力。 君主级生物的强大倒不在于他们不畏惧抄接魔法,而是他们作为妖魔拥有远胜于人类的体魄,君主级不会给人类魔法师轻易玩施展出冗长的抄接力量。 南将军是一名光系抄接法师,这在斩杀瓷狼王这种毒邪生物上起到了更好的效果。 圣觉、行光斧 圣觉的演变,天空金色的灵力闪电滑破,紧接着就看到空间出现了金黄色的龟裂痕。 下一秒,行光斧头从天而降,开天辟地一般的气魄,金色的光运肆意的荡开,一下子让这片大地充满了那金色的闪电和金色的龟裂痕,威力亥然。 不愧是单体威力最强的抄接力量,这行光斧披在了瓷狼王的颈部,险些将他的脑袋给直接砍落下来。 颈被披入了有一半声,感觉只剩下残断的骨骼在支撑着那颗灰红皮毛的脑袋。 嗷呜 瓷狼王的生命力异常顽强,绝了一只腿,满身是雷创,颈部被切开,竟然还能够发狂的反击。 他的愤怒目标主要是莫凡,狂怒下,他的身上涌出了无数血红色的狂营,正盘成了一股血红色的龙卷风暴,朝着莫凡这里扫了过来。 前辈小心,那是瓷狼王的夺命血盈,他们无视所有的防御能力,直接啃视您的生命,周园高声提醒道。 血盈可怕的地方还在于他们狂暴的汲取了生命后,会立刻治疗瓷狼王。 所以如果有人中了这招,等于让奄奄一息的瓷狼王直接复活过来。 莫凡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些血盈的可怕,听到提醒后,他想都没想,以瞬息移动来摆脱血盈龙卷。 血盈龙卷追不上莫凡,他们很快将目标放在了这整片原始山林的一切生灵上。 像巨大的血色龙卷四散成了无数个旋风。 这些血色旋风掠过,无论是最低等的小生灵,还是奴仆、战将,乃至统领,他们全部丧生,触目惊心的鲜红色流淌成溪流。 敖屋 瓷狼王下达命令后,那些血盈迅速的飞回到他的皮毛身上。 果然,血盈开始治疗他的身体,首先恢复如初的就是他全身上下的雷电创伤。 敖屋 瓷狼王速度误然爆发,他瞬间闪影到了南将军背后大概五百米的距离上。 南将军还未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猛然的发现一个骇然无比的画面,像成千上万血爪扑面而来,没有半点闪躲的缝隙。 瓷狼王这略过的爪刃对南将军进行了狂撕乱刺,就连南将军所在的那块地面,都全部是深深的爪痕,各种交错,重叠,密密麻麻。 南将军 周园惊呼道。 瓷狼王向是忽然恢复了战斗力,这闪影牵爪动作实在太快了,南将军站在那里,感觉要被撕成碎片。 我,我死不了,别给他机会。 南将军声音传出。 瓷狼王发狠,打算先杀了南将军,就见他猛的跃到空中,血色的身躯往前快速的翻转,那长满了血红钢刺的尾巴变成了最可怕的切割机。 南将军利用全身的楷模具才躲过一劫,谁知道瓷狼王又杀来。 一条红色的切割裂痕,赫然出现在了自己面前的大地。 切割的地方如一个深邃危险的大裂谷,他正是瓷狼王旋转之纲尾所造成的,此时更以势不可挡之势滚来。 南将军双目瞪到了极致,他身上满是鲜血,刚才血影千爪重创了他,现在瓷狼王的这夺命袭来他有些力不从心了。 呼呼呼呼。 就在这时,一对灿烂猎翼拖拽出了长长的流星燕芒横向撞来。 瓷狼王那旋转纲尾足以将山脉切出山谷来,谁知烈火翼更加霸道,生生的轰飞了瓷狼王,堪比全身烈焰附体的神鸟扑就。 瓷狼王被燃上了火焰,这火焰除了有结盐天火的高温霸道之外,又还附带着猎霞之炎。 猎霞之炎是虫族的克星,一时间瓷狼王后后皮毛下面的血影全部烧了起来。 瓷狼王毛发下着火,越烧越凶,好不容易愈合的一些伤口立马又遍布了全身。 没死,南将军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他的目光立刻落在莫凡的身上,发现莫凡全身上下竟然附着炙焰。 那烈焰不似反火,就连颜色都格外的纯净,狂风吹来,那些火焰便如红色的长愁飘舞,将莫凡衬托得更加俊逸狂义。 非得逼老子用这招,该去死了。 炎姬女王的魂影在莫凡身后,婀娜身姿在红愁一般的烈焰烘托下,完全是愤怒的天女下凡。 火焰网之姿,莫凡甚至不需要和残暴的磁狼王保持安全距离。 或者应该说,此时磁狼王应该和莫凡保持距离,否则他分分钟被烧成灰烬。 砰! 莫凡背后爆裂火一发出轰隆声,以喷射的恐怖速度杀向磁狼王。 拳与大气摩擦,火花飞溅了上百米高。 明明只是握紧的拳头,却如黑夜中冲破一切的烈火运星。 磁狼王才爬起来,脑袋上就挨上了这一拳。 嘎! 力量极大,磁狼王的脑袋竟然从他的断颈位置脱落了下来,冲天之火肆虐,紧刻间将这个盆地变成了一个火焰之尺。 磁狼王没有了脑袋,身体仍旧在行走。 燃烧了一个小盆地的火焰池疯狂的灼烧他身躯,没有了那些血影,他无法再恢复了。 第2413章脱胎换骨 嗷呜! 那颗滚落的头颅发出了啼叫叫。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那磁狼王的身躯像是听到了呼唤一样,竟然猛地扑了过来,用前找抱起了断掉的脑袋。 任凭火焰灼烧毛发和皮肉,磁狼王抱起自己的脑袋以惊人的速度往火焰池子外面逃窜。 君主级的生命力,顽强到可怕。 而且,磁狼王皮毛下那些血影很快就会再生,若是让磁狼王抱着脑袋逃走了的话,相信不需要多长的时间,他可以让自己完好如初。 跑得掉吗,该上路了。 莫凡双臂完全打开,双手成长。 向前大步跨出,双掌重重的合在一起。 阎王善 如有两柄通天彻底的火焰平扇,池子里的烈焰被吹成了如风一样的狂吸,就看无数的火蛇卷向了逃跑的磁狼王。 磁狼王没跑多远,马上又被火焰狂吸给追上。 一时间,他逃跑的地方全是烈焰,通红的四炼狱。 几番挣扎,磁狼王都没有能够走出这片火焰魔法之地,他的生命力本就到了枯竭,现在更没有存活的可能了。 一声声惨叫从他那颗脑袋上传出。 没多久,磁狼王的惨叫声都被火焰的呼啸给掩盖了,他那古怪的残躯不再移动,缓慢地倒在了火毯中。 火蛇一遍一遍地翻卷过,磁狼王的皮毛烧成灰烬,血肉被烧得焦黑焦黑。 南将军和周元跟了过来,他们脸庞被火光映红,那双眼睛也在不停地晃动着。 看着磁狼王彻底死去,两人都有些不敢相信,他们真得能够将这不可一世的魔物给斩杀。 会收集战魂吗? 莫凡询问旁边的猎人团团长周元道。 当,当然。 周元说道。 事实上,乌鸟猎人团虽然杀死了熊狼王,得到了战魂,可那个战魂并不符合悬赏的要求。 用来给召唤兽进阶的兽魂必须非常完整,如果使用了某些黑暗魔法破坏了魂,得到的不完整战魂是很难让召唤兽进阶的。 把狼战魂收了,回头交差给我。 莫凡对周元道。 前辈是,周元愣住了,露出了惊诧之色。 我是你雇主。 只是我没有想到你们乌鸟猎人团狩猎这么不靠谱。 莫凡冷哼了一声。 每一个猎人在进行狩猎的时候,都应该想清楚如何不留隐患。 乌鸟猎人团让莫凡极其失望。 假如不是他们乌鸟猎人团在博城要塞上有誓死弥补的决心,莫凡已经想把他们给废了。 对不起,我们,我们确实让您失望了。 周元低下头来,重气都不敢传。 猎人有猎人的规矩。 在签订悬赏的那一刻,他们就有义务保障不留隐患。 瓷狼王的出现,就是他们极大的失误,差点酿成大错。 前辈,多谢出手,不知道我们军方要如何感谢您。 南将军拖着伤,露出了一个难看的笑容来。 感谢就不用了,博城可是我的家乡。 莫凡说道。 啊,南将军满脸疑惑。 博城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强者? 要说猎杀瓷狼王,他们两个其实没出多少力,根本就是给这位猛人打打下手。 甚至他们觉得,即便没有他们两个人,这位大佬也可以一个人被瓷狼王给斩了。 我是莫凡。 南将军听罢恍然大悟。 原来是莫凡,可,这实力未免也太,别说博城了,放在几个大都也是佼佼者了。 我其实也很欣慰,博城每一任军总都是铁骨铮铮。 莫凡对南将军语气就不一样了。 本质而已。 说来也是惭愧,我的实力远不及一头真正的君主。 南将军说道。 返回到博城,博城要塞上,几千名军人盯着峡谷大道。 当他们发现莫凡,南将军,周园三人拖着一个焦黑的庞大尸体走来时,一个个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真的宰了。 南领的问,瓷狼君主。 他们把尸体拖回来了。 瓷狼王死了。 瓷狼王死了。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高呼了一声,紧接着整个要塞都响彻着这句话,所有人像是获得了最终胜利的士兵狂欢起来,激动的大叫。 若没有亲身体会过君主的恐怖气场,又怎么会明白这胜利是何等可贵,何等的鼓舞人心? 再强的妖魔,在人类面前猖狂也逃不过强者的宰杀。 人,绝对不是渺小的,法师至高无上。 樊雪山,一群守卫围在了大门前,一个个探着脑袋,满脸激动的盯着其中一人的手机。 干什么,干什么,有没有一点规矩,好好站岗。 慕林生走来,发现这群守门玩忽直守,顿时大怒道。 啊,总务,您快来看这个直播视频,太星号帅了,我以樊雪山为荣啊。 其中一名卫兵急忙说道。 慕林生一脸费解,凑了过去。 看完内容之后,慕林生自己也呆住了。 他一把抢过手机,急匆匆的往凡雪山的大厅跑去。 喂,总务,你自己没手机啊,抢我的干嘛? 那名守卫大叫道。 宁雪,宁雪,慕林生哪理会这个,跑到了慕宁雪面前。 将手机递给了慕宁雪,慕宁雪似乎很疲倦,正趴在桌子上小气,可当他点开视频里的内容后,一下子精神了,眸子里闪烁着特别的神采。 大当家也太猛了。 慕林生同样一脸激动的样子。 这个视频,其实是一个直播剪切,貌似有猎人正在全程直播,不仅捕捉了慕狼王狂妄至极的画面,更捕捉了莫凡力拔伤和将慕狼王砸晕的那个场景。 那句慕狼王是吧,今天就宰了你。 实在太过狂野,血液都要随之燃烧了。 这是直播,也就是说事情就发生在前不久。 而更惊人的是,后续直播视频又出现在网络上,正是莫凡,南将军,周园拖着慈狼王尸体归来的那一幕。 真的杀了。 一头正统君主,南领盘踞数十年的狼王被莫凡给宰了。 慕宁雪感觉自己都有些认不得那个家伙了。 从博城灾难中艰难的求得生存,到如今只斩狼王,一人守卫一成,莫凡这事彻底脱胎换骨。 第2414章大当家回来了。 北荒军事基地 一个身上披着军将封衣的男子坐在孤零零的老树树叉上,在他前方是一片黄色苍茫的土地,一望无际,确实不时传来令人心悸的野兽咆哮。 不是说,这棵树信号最好吗,怎么老缓冲。 男子抱怨了起来,手上拿着一个很简单的手机。 过了片刻,缓冲终于结束了,视频里一个全身绽放出银色成光的男子傲力盘伤公路,独占不可一世的慈狼王。 凡哥果然还是这么威武啊。 男子惊呼一声道。 张将军,张将军,三队寻到了一堆比较新鲜的骸骨,都是被踢掉了肉。 我想那头从诅咒大荒中跑出来的邪导魔犬君主很快就会掉入到我们设下的拳套了。 一鸣骑成着天鹰的军官飞来,盘绕在老树的附近。 军帽被男子摘了下来,露出了一张古铜色偏黑却显得几分凌厉俊逸的脸,明明格外的年轻,却有着不逊色于边境老将的沉稳自信气质。 还以为离房哥更进了一步,现在看来还需要多加努力才行啊,不然只会被甩得更远。 张小侯收起了手机,从老树上跳落了下来。 将军,是不是开始部署作战? 那明军官说道。 全面部署。 要让这些杂碎门知道,这块北大荒之地由谁说了算? 全面部署,作战开始。 那明军官立刻对通讯器下达了指令。 短短时间,莫凡影响力又大幅度提升了。 倒是莫凡自己感到很意外。 自己又不小心上电视了。 居然还是因为一个猎人的直播。 可说来也是奇怪,为什么现在一名普通猎人的设备可以纳入魔法画面了? 在过去,即便是很低级的魔法光芒都会引起一切录制软件出现宛如对着太阳拍摄的严重曝光,除非有非常特殊的军事设备,这种设备几乎不民用。 也不知道是人们攻破了这个难题,还是本来的封禁全面开放,众多战斗,妖魔,野外的视频都在网络上流传开来,包括原本禁止的魔法教学,竟然也可以搜索得到。 不小心把实力暴露出去了,这让老子以后还怎么扮猪吃虎啊? 莫凡一阵头疼。 全面开放录制也有坏处,像自己这样帅气迷人的公众人物以后所有的战斗都可能被人录下来,要是被那些一心想弄死自己的人用来做研究,是很头疼的事情。 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转念一想,自己现在有他妈的七个戏,每个戏还在不断的升华与演变,他们把战斗视频研究出花来,也奈何不了自己。 抄接不同于之前的修为境界了,可以说千遍万化。 这是您要的磁狼王兽魂,魂魄非常的完整,用于召唤兽进阶绝对是上品。 乌鸟猎人团的周园公公敬敬的送上一个器皿。 你去猎人大厅结一下吧,悬赏款会打到你们卡里。 莫凡收下了器皿。 前辈说笑了,我们哪还有脸收尾款。 周园尴尬无比的说道。 你们也不容易,往后对猎人人员的品格筛选严格一下。 莫凡并没有因此吝啬。 那是当然。 周园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到头来,完整的兽魂其实算是莫凡自己猎杀的,他手头上那个熊狼王的兽魂算是产品,没法交差。 其实也正是因为忙活了半天,只拿到了各产品,那名猎人心有不甘,起了贪念。 前辈,正好有件事想和您商量商量。 周园想起了一件事,急忙道。 你说。 不久前,你们凡雪山的慕宁雪小姐有邀请我们入住凡雪山,我们当时在座考虑。 我们乌鸟猎人团没有一个像样的驻扎地,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不收入住费用的进入凡雪山,您看如何。 团长周园笑着说道。 你们入住,不是应该我们凡雪山收钱的吗? 莫凡凡问道。 周园脸上的笑容立刻凝固了。 可可,我们乌鸟猎人团有一定的荣誉称号,一般入住私人领地都会收取一定的费用,毕竟要想吸引广大雇主和猎人到一座城市中,首先得有高效的交单率,我们猎人拥兵团人员算是遍布了许多地方,交单率非常高。 团长周园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那可以啊,到时候给你们做好位置的大楼,租金便宜点。 莫凡点了点头。 之前也听穆宁雪说过,樊雪山需要更多的强大组织入住,他也许莫不少优惠给一些颇有实力的团体,但真正看好樊雪山的并不是特别多。 看在这个团长人品还不错的份上,让他们入住也算不错。 这样入住费用和尾款,就算抵消了。 周园说道。 行吧。 返回到樊雪山,莫凡发现无论是飞鸟基地市还是樊雪山,都又变了一个样子。 要不是世界学府之争的时候,莫凡还来过这里,都不敢相信过去这里不过是一个二线三线城市。 由于飞鸟市本身就是新城,老城区偏少,一切看上去都是崭新的。 银灰色的大楼矗立,直插蓝天。 宽阔的街道纵横交错,繁华无比,有一种踏入到魔兜最热闹地带的感觉。 当初出现问题的海战城也进行重新打造了。 海战城离城市地带有大概三四公里的海域,远远看过去会发现整个海战城宛如悬浮在海面上的海市蜃楼之城,壮观归立。 海战城附近的海水都是翠绿色的,想来正是当时曹秦秦海树栽培成功了,垫步了那些海洋站楼下方,成为了整个海战城的根基。 到了樊雪山,莫凡忽然间发现驻守的守卫大兄弟们一个个眼神炙热。 自己的帅如今已经可以不分性别的让人神魂颠倒了吗? 大当家,你可回来了。 牛逼啊,大当家,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像你一样优秀。 不少人已经围了上来,慕林生,白红飞,曹秦秦,少宇,慕宁雪一身简洁的月白短T恤搭配上丝质长裤,那你死人的身段让莫凡直接忽略了面前这些七嘴八舌的家伙们。 莫凡上去就给慕宁雪一个大大的拥抱。 慕宁雪冰雪肌肤上透出了些许红润,当着这么多人面确实有些难为情。 第2415章做个了断。 大当家,就不能别为我们狗粮了吗? 慕林生苦笑的说道。 莫凡哪里管这些那些的,那只泥丘一样的手划到了慕宁雪的腰间,还有意无意的妈撒他的小腰窝。 慕宁雪的这个位置特别性感,每次看到那腰间的两个圣窝就完全把持不住,哪怕大庭广众之下,也要先把手指放在那里,解解馋。 不就是斩了个瓷狼王吗? 莫凡一脸从容的道。 这年头,实实在在杀死一头君主的法师其实并不多的。 白红飞说道。 他们白家,差点倾家荡产了,终于供出他一个抄街,白红飞正有些沾沾自喜的,哪知道莫凡一回来就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把白红飞那埋入抄街的小骄傲打得飞散。 就不应该凡是拿莫凡做对比,会想要拔剑自吻的。 慕林生,那个乌鸟猎人团你知道吗? 莫凡问了一嘴。 怎么不知道? 我们这边提出每年一个亿的资金,希望他们整个猎人团可以入住我们凡雪山,拉一拉我们凡雪山猎人政绩,可惜他们觉得我们妙太小,不太想来的样子。 慕林生说道。 哦哦,他们过几天会搬来,回头你料理一下,钱我已经付过了,五年之内他们都会驻扎凡雪山,并有义务帮助我们完成一些悬赏任务。 莫凡对慕林生说道。 真的假的。 对了,慕狼王出现的时候,不就是乌鸟猎人团在应对的吗?难不成他们是被大当家的个人魅力给征服了? 差不多吧,你们还有事没事啊,没事就不要妨碍我们亲热了。 莫凡说道。 莫凡直接驱赶这群人,大家自然不好久留。 反倒是慕林雪,等其他人走了之后,娇称不已。 哪有这么心急的。 就不能别说后面那句话吗? 慕林雪没好气的道。 不这样说,他们还会赖在这里不走。 走,回屋里坐,哦,回屋里说。 莫凡不经意的暴露出了本性。 什么吗? 慕林雪虽然思想没有保守到非得举暗齐眉的那种地步,也不至于这样刚小别重逢就没修没骚。 跟我到市里走走。 慕林雪坚决不跟莫凡回屋。 行,去大酒店,能看海的那种,总是在家确实会有些逆味。 莫凡一脸兴奋道。 你如果再这样没个正行,我现在就闭关修炼去了。 慕林雪有些生气了。 开个玩笑,走,陪你走走,逛逛街,看看电影,吃吃美食,好久没有像像样样的约会了。 莫凡说道。 总算说了巨人话,慕林雪这才允许莫凡的手重新放回他的腰间。 又是一个格外碧蓝的长空,海的颜色稍微透着一点亚光辉,尤其是海天接壤的位置,给人神秘之感。 海风吹来,将那些路边盛开的树花花瓣吹落在街道上,甜甜的香气也随之入比。 当然,无论怎么香气宜人,都远不如身旁家人特别的体香芬芳来的沉醉。 莫凡承认,自己从很小的时候就被慕林雪最纯粹的美貌给吸引,如今更是痴迷他的身体。 跟他走在一起,脑海里就有一个龌龊的小恶魔,无时无刻不想品尝美味小羔羊。 这种天气,不会持续多久了。 慕林雪轻声说道。 做足准备,尽力就好。 莫凡看得比较开。 反正,担忧也没有用,该来的始终会来。 现在努力坚强的活着对莫凡来说都是平常心了,那么又有什么能够让他忧郁的呢? 我去买两个甜筒。 莫凡说道。 慕林雪刚想摇头,谁知莫凡已经眨到了一群在窗口排队的孩子堆里了。 没一会,他就举着两个甜筒,灵巧的躲开那些吵吵闹闹的孩子们。 这一幕让慕林雪想起了自己小的时候,在广热闹的夜市的时候也是如此。 他伸手去接。 谁知莫凡左边的啃了一口,右手的咬了更大的一口,当慕林雪手掌悬在面前时,他还一脸困惑。 你不是不喜欢吃这个的吗? 说着,莫凡又是左右开弓,一副这两个甜筒都是买给我自己吃的贱人样子。 慕林雪那张脸马上冷了几分,眸子里都带着几分杀气。 莫凡不敢再做了,急忙把只咬了一小口的递给慕林雪。 你舔过了? 没关系啦,我舔过的甜筒味道更甜哦。 我不要了。 走过飞鸟式的市政大道,往旁边拐入便是一条步行街,里面倒是陈列着许多复古的衣裳,每一件都相当有特色。 慕林雪倒是很喜欢这些,主动进去挑选了起来。 莫凡心满意足地啃完了两个甜筒,两只手枕在脑袋后面,拥拥懒懒懒地跟着走了进去。 顺着步行街到了尽头,便可以看到那些装饰的非常有调调的创意咖店和宁静酒吧,精致柔和的灯光给人一种很舒适放松的感觉。 莫凡和慕宁雪也没有进去,只是慢慢地走过去。 渐渐地,到了人比较少的地方了,海风吹过来,开始有些凉嗖嗖,莫凡把慕宁雪搂得更紧了一些,穿过了飞鸟式原本就有的几条老巷子。 最近我打算去牧师一趟。 慕宁雪开口说道。 跟他们算账。 嗯? 我陪你去吧。 好。 有些是压在心里,始终是很难排解的。 慕宁雪并没有觉得在与牧师的这场争斗上要选择退让与忍气吞声。 牧师越来越猖狂,不止一次对他进行阻扰,包括对凡雪山的阻扰。 这样拖下去,只会给凡雪山带来更多的麻烦,如今凡雪山也不是他慕宁雪一个人的凡雪山了,所有人都在为这块特殊的土地付出,努力着。 不能因为自己的恩怨,让他们也受到庞大牧师的迁怒。 该做个了断了。 不过,你别出手。 慕宁雪特意对莫凡说道,这件事,我希望是我自己处理。 好,我陪着你。 莫凡点了点头。 威尼斯水都,牧师咄咄逼人,让慕宁雪变得一无所有。 那场雪鸡之气不会白白落下。 慕青鸾,慕尹凤。 得为他们当初的卑鄙和如今狂妄付出代价。 第2416章 肃骨幻血 陆家的人也是将诚信的,莫凡在博城修炼的这段时间,他们已经收集好了所有的材料递交给了莫凡。 哎,又是一贫如洗了。 莫凡叹了一口气,将钱付了出去。 这些日子,左右忙活,到头来又是没剩下多少存款。 手头上稍微比较值钱的,就只剩下那三颗至真水元晶了。 马上就要上木捅山了,免不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撕笔,还是先让老狼进阶。 莫凡说道。 空间系尽管是到了超阶,可莫凡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练习复杂无比的超阶星宫,要施展出超阶空间系魔法来还有些困难。 倒是老狼这边。 材料齐全了,老狼更在统领极尽阶七卡的快生锈发霉了。 他若是踏入君主级,那是非常直观的增加莫凡的战斗力。 一头君主能挡一对超阶法师。 像牧师这样庞大的士族,超阶法师的数量绝对非常多,既然要去搞大事情,没点狠角色真不大行。 莫凡做好,在修炼室内,这种完全隔绝了外界一切声援的石板非常特别,倒是让莫凡想起了当初在银帽大厦下的地圣权修炼室。 牧卓云也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些西拳,流淌在了座殿旁,轻柔的水声倒是给人一种精神舒缓之感,想来这里的设计是用了一些功夫的。 老狼,我们开始吧。 莫凡说道。 呼唤出飞川矮狼来,这个浑身雪白色毛发的家伙显得特别激动兴奋。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先要诉古,你准备好了吗? 莫凡问道。 飞川矮狼毫不犹豫的点头。 随着莫凡现在的对手越来越强,飞川矮狼早就嫌弃自己这一把持缓,雷弱的老骨头了。 他需要跟强大的骸骨,能够有更快的速度,更爆炸的力量,更耐抗的体魄。 好。 诉古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 莫凡来这个修炼士倒不是怕外界的声音干扰到自己,主要是怕飞川矮狼的惨绝叫声会引来保护动物协会的人士。 爆骨,那是比直接被击碎还要更难忍耐的痛苦。 长骨,这是会刺穿自己的血肉和内脏。 任何妖魔在进阶的过程都存在巨大的风险,舍弃原本的躯体化身为更为强大更为高贵的体骸,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给折磨致死。 飞川矮狼的骨骼在发生巨大改变,他的体型就不大一样了,骨骼变状变粗,块头直接大了几号,和莫凡站在一起,莫凡伸手都未必够得着飞川矮狼的膝盖。 嗷嗷嗷嗷。 白色的骨刺,破开了飞川矮狼的皮囊,这等于是从身体里长出了一根锋利的毛来。 飞川矮狼痛苦的倒在地上,偏偏长骨过程还在继续,更多的白色临寻一股浮现。 撑得住吗? 莫凡看着飞川矮狼,心有不忍。 嗷嗷。 飞川矮狼表示,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那我继续了。 莫凡说道。 莫凡能够看到飞川矮狼在发生巨大的改变,但同时也感觉到飞川矮狼的生命正在飞快的流逝。 这种情况下,谁都帮不了他,没挺过来,原本的屈壳已经被新长出来的骨骼给刺的残缺不已,飞川矮狼也是必死无疑。 稍稍值得庆幸的就是,飞川矮狼是一个斗者,他从奴仆级的时候就一直在奋战,并且不接受莫凡的月色能量来为他疗伤,他更多时候选择让伤口自我愈合。 可以说飞川矮狼这巨身躯经历了各种打磨,在生命力上足够顽强,在自我愈合上也属于狼族的佼佼者。 似乎也正是这份顽强和自愈,让飞川矮狼挺过了最艰难的部分。 终于骨骼不再生长了,飞川矮狼躺地上,那双眼睛跟火炉翠过的鲸铁那样绽放出灼热的光来。 现在是血脉。 莫凡对飞川矮狼说道。 飞川矮狼点了点头。 他身体里的血,其实因为骨骼流淌了很多,血脉的改变这个环节对飞川矮狼至关重要。 从奴仆到统领,从低等到高贵。 狼族,从来都不是每一位生下来便是王的,每一头狼都会被他们的父母强行驱逐,让他们自己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 能够生存下来的,还只是强者。 真正的王,还需要击败所有的劲敌。 哪怕是高等的血脉,一样需要在不停的战斗,不停的受伤,不停的成长中苏醒属于高等血脉的能力。 血脉改变,成不成功更像是一种考核,以飞川矮狼之前的所有精力为加分项。 当分数是优秀级别,就意味着新的血脉会融入飞川矮狼的身体,认可他有资格成为君主。 这个过程,没有痛苦。 要做的就是等成绩当公布。 莫凡其实有些担心,飞川矮狼过去是一直很努力,很好逗,可自从他当了狼老大之后,面对狼山寨里那么多妖艳的母狼。 狼是好狼,正不正经就说不好了。 要他大部分时间花在鬼混上,多半要粮。 血脉开始流淌,莫凡的召唤戏魔能开始急速的消耗。 作为一个高阶召唤戏法师,强化一头君主级生物其实非常勉强。 刚完成了肃谷,莫凡的魔能便消耗干净了,还好慕凝雪给自己征集了一个好东西,可以源源不断的为自己提供召唤戏魔能,不然莫凡就要拖后退了。 熬屋 飞川矮狼忽然仰头长笑,他身上血肉模糊,可泛起了一阵红光之后,他的皮毛似乎再重新生长出来。 看来是换血成功了。 飞川矮狼身体再愈合,他的皮因为血脉的改变,开始再生。 他的毛质也完全不同了,先是一层窝卷的绒毛,紧紧地覆盖在了他的狼皮上,紧接着才是长长挂垂下的毛发,色泽成暗星深蓝。 飞川矮狼的恢复和蜕变速度很快。 刚才还半死不活,现在已经威风凛凛,气势上就与飞川矮狼截然不同,有着之前没有的威严与尊贵,不四狼,没有狡诈,卑鄙,更像是虎,充斥着最纯粹的力量感与野蛮感。 最后一环了,这个魂,是磁狼王的魂。就看你能不能吃下它。 莫凡对飞川矮狼说道。 第2417章毁灭卓文 释放磁狼王的战魂 几乎在打开气敏的那一瞬间,莫凡就感受到了那股血煞狂吸席卷,磁狼王特有的那股欣慰也仿佛充斥了这小小的修炼之地。 磁狼王是南领当之无愧的王者,其绝对碾压于一切狼族的统治气魄即变化成了一缕战魂仍旧没有消退。 飞川矮狼原本自信满满地迎接着战魂洗礼,谁知道释放出来的磁狼王一下子在气势上就彻底压倒了,让飞川矮狼差点匍匐在地上不敢动弹。 种族特性,血统尊卑 磁狼王为尊,卑的正是飞川矮狼。 老狼 怎么才开始就感觉被对方摁在地上摩擦了? 能不能争气一点呢? 如果无法撕碎这战魂,飞川矮狼根本完成不了最后的灵魂洗礼,也成不了正统君主。 然而,飞川矮狼完全没有反抗之一,那是是血液里,骨子里流淌着的恐惧,是狼的本能。 他要站起来,就得泯灭掉自己的天性。 莫凡意识到这样下去,失败是注定了的。 必须唤起飞川矮狼的不屈不饶的精神,而不是见到磁狼王就跟见到爷爷一样。 老狼,我问你,你害怕我吗? 莫凡问道。 飞川矮狼匍匐在地上,很轻微地抬起头来,看着莫凡。 这磁狼王再厉害,还不是被我给宰了。 要说这个世界上你需要害怕的,那就只有你主人我一个。 给我起来,一缕战魂而已,我现在命令你把它给我撕了。 莫凡加重语气道。 听我的命令,撕了它。 别忘了,你最初只是个奴仆级的幽狼兽,躲在洞穴里,独自舔着伤口,屈辱地退让过于强大的生物,面对同级别的对手,绝没有逃避过。 从来就没有天生的强者,与生俱来的高贵血脉,无非是冲破一切阻扰,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与懦弱。 撕碎它,你就是狼王。 莫凡的这番话起到了效果。 飞川癌狼的那双眼睛重新焕发出了灼热的光,更带着几分凶狠之意。 它的爪子从肉质中豁然伸出,锋利的几乎要切开石板。 磁狼王的战魂仍旧带着它特有的高傲与狂妄,它冲着飞川癌狼吼出一声,似乎在让它跪下。 撕碎它。 莫凡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强制的命令,加上内心的鼓舞。 飞川癌狼一直在等待今日,所以短暂的迷失自己,并不代表它会就此低迷和丧尸斗志。 比这磁狼王强大的生物,飞川癌狼见多了,休想以狼族的血脉尊卑来质固住它那一颗除了召唤师莫凡谁都不会屈服的魂。 嗷嗷嗷。 飞川癌狼主动扑出,狼魂与狼魂相撞在一起。 没有其他妖力,鬼术,兽技,有的只是最原始的撕咬。 若是真正的身体较量,现在飞川癌狼和磁狼王已经满身是血了。 好样的,趁他病,要他命。 飞川癌狼是一个星号,他即将化身为一头真正的狼王,继续挑战更强大的敌人,继续争夺更广阔的地盘,而他眼前的这个敌人磁狼王,他的辉煌已经终结。 他到此为止了,飞川癌狼却有更长的路要走,他现在才进入他的起点。 灵魂无非就是意志。 飞川癌狼有的是继续变强即将统率万千族群的王之意志,而磁狼王现在的意志不过是厉鬼一般的怨恨。 这种情况下,飞川癌狼怎么会输? 一咬夺猴。 魂与魂之间的交战,战意滔滔的飞川癌狼最终还是获得了胜利。 磁狼王的战魂被撕得粉碎,而拥有了君主海体,君主血脉的飞川癌狼,可以说具备了真正的阁,君主的魂阁。 磁狼王彻底消逝,但一个新的狼王却诞生了。 毛发根根垂挂,是暗星蓝色,透着神秘与强大的灰芒。 随着飞川癌狼仰天大吼,那些暗星毛发飞舞起来,顿时那些特殊的窝卷绒毛中,蜀之不尽的红色星虫如蒸汽一样涌出,壮观至极。 那些星虫的翅膀与尾巴,像是火焰一样在燃烧,它们肆意的飞舞着,像是寻找目标,又像是在守卫着神吗? 熬乌 飞川癌狼一声长啸,一时间所有的星虫迅速的飞回到了它的窝蓉下。 于是,原本暗蓝色的皮毛,忽然间呈现出了鲜红啄纹,沿着飞川癌狼那充满力感的骨骼脉络书展开,似乎随意的一找一击打,都能够引起可怕的毁灭。 容下星虫 莫凡有些诧异。 在皮毛下面有一大群昆虫的这种能力,不就是磁狼王具备的吗? 磁狼王的是毒营,可以汲取和凋零生命,并将它们收回到毛发下面后极快的治愈本身。 当时磁狼王差点用这能力杀死了南将军,也险些让他逃走。 如此看来,飞川癌狼以磁狼王的魂作为进阶,一定程度上也具备了磁狼王的本领。 呜呜呜 飞川癌狼告诉莫凡,那是毁灭卓纹,可以大幅度的增强自身的破坏力。 毁灭卓纹 说实话这种形态确实有些霸气,每一道张扬跋扈的灼纹都是由之前那些灼热的猩虫形成,哪怕是覆盖在锤挂浓密的毛发下面,也依然鲜艳透亮,仿佛是穿过了皮毛看到的一根根炙热血管。 不错,不错,这个毁灭灼纹,很牛逼的样子。 不过,你能自愈吗,像磁狼王那样? 莫凡问道。 嗷嗚嗚嗚。 飞川癌狼马上长笑一声。 暗蓝色的毛发下,之前那些猩虫忽然间捧了一些,一种宝石蓝的光辉逐渐显现。 毛发再次飞舞,红色醒目的毁灭卓纹立刻退去,就看见窝蟲里那些猩虫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宝石蓝色,它们和之前一样成群如蒸汽一样飞了出去。 在空中飞舞了一阵子,似乎没有什么可裂的,这些蓝猩虫又快速的回到了飞川癌狼的容下。 宝石蓝绚丽的授纹立刻显现,宛如一件由某种特殊的冷清金属打造出来的一件铠甲一样,武装在了飞川癌狼的全身。 之前的毁灭卓纹,让飞川癌狼狼野,凶猛,全身上下都散发着极度危险的气息,而此刻它又好像彻底变换了一种气质,威武,神圣,坚韧不拔。 嗷嗷嗷。 飞川癌狼告诉莫凡,这是星意经文。 第2418章 跪爬上来 两种非常直观的星文效果,都将会在纯粹的毁灭力与坚毅防御力上大幅度提升。 莫凡非常满意。 即便没有雌狼王那种快速愈合和生长出部位的能力,有这毁灭与星意双文就足以让老狼碾压一切君主级以下的生物了。 当然,老狼应该还不只有这些本领。 君主是一种极大的蛻变,估计老狼自己都还搞不清楚这具新身区有什么本领,需要一些时间去挖掘。 你先会召唤卫面吧? 保持状态,应该用不了多久就需要你登场了。 莫凡对老狼说道。 嗷嗷,老狼兴奋而又激动。 大概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有成为君主的这一天。 召唤卫面之中强大的生物相当多,统领级其实也一样是夹着尾巴做狗的,完全不敢在一片辽阔的疆土中放肆,遇到蛮横的,说被吃就被吃。 但化身为君主后,那些强横野蛮的食物链顶端者,肯定不敢轻易挑衅和争夺地盘。 终于可以活得有尊严了,更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地盘了,不再需要担惊受怕,不再需要因为领地被夺而迁徙逃离。 莫凡自然知道老狼有争夺地盘,好让自己的部下们有一个安定的巢穴,所以特意叮嘱老狼最近没有必要进行太大的动作。 前往牧师,免不了一场恶战。 莫凡需要老狼具备十足作战能力。 老狼当然懂,无非是低调一些时日,都隐忍了这么久。 不过,他在召唤卫面的不少劲敌其实都是统领级进阶期,他们占着血统更高,总是欺凌打压着老狼,如果他们近期还来找死,那就怪不得他了。 莫凡走出了修炼室。 他本以为慕宁雪会等待自己一起前往,却没有想到他已经踩上了慕旁山。 牧师士族一直都在帝都,他们不仅拥有古老的兵器传承,更诞生过一名兵器的晋咒法师。 一个抄阶,可以支撑起一个世家,那么一个晋咒,便可以繁荣几代士族。 根据魔法协会的晋咒公约,晋咒法师是不参与俗士的。 所以慕宁雪的敌人并非是这名牧师的晋咒尊主,而是依托在周围兵器尊主之下的庞大、复杂,还无比冷酷腐化的族内成员。 他们掌管着一切,包括一个人的命运。 明明是清明刚过的暖季,整个牧旁山却与整个帝都格格不入,银庄素果,完全是下了一整夜大雪的景象。 高大的雪林高处,几座屋檐张扬的古楼露出一角,在无数银白色冰晶的庄树下,显得更加尊贵神圣。 踏着雪松软的阶梯向山道,慕宁雪过去也从来不坐车顺着盘绕山路到牧师古楼,他会顺着这条向山的街道。 每次走在向山街道,感受着周围一年四季都雪白如化的景象,整个人都会放空下来,哪怕一整天修炼的疲惫,也会随之消除。 就像有人喜欢在一天忙碌之后泡上一个热水澡。 慕宁雪则喜欢沿着没有人走的向山街道,在牧师氏族中常住的整个青春十年里,他都是如此。 对于慕宁雪来说,这里是另一个家。 他十三岁就舍弃掉了少女心,一心扑入到修炼之中,任凭生活如何枯燥,任凭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他的心如冰雪,坚毅而单一。 本以为可以在这里获得足够的尊重与回报,可他绝不会想到自己就是一个傀儡,被牧师氏族给操控着。 当自己没有了价值的时候,便可以像垃圾一样抛弃掉。 近十年 近十年,他听从牧师的强者意志。 可以说将自己的所有包括灵魂都寄献给了伟大恢弘的牧师。 到最后,一文不值。 他们缔造了自己。 又想要毁灭自己。 真得如他们期望的那么简单吗? 向山道,空无一人。 在行车如此方便的时代里,没有人会去登仙人留下的静心阶梯。 慕宁雪以前走着,是放空。 但现在每向上踏出一步,都是一段回忆,让他愤怒不断增加的过往。 呵呵,就知道你会走这边。 一个嘲弄的声音响起。 向上到最顶端,有一个冰藤架门。 那里正站着一个女人,身穿着一件华贵无比的长袍,长袍的下摆几乎要拖拽在地上,雪白精美的胡蓉缠在他脖子上,尽显娇贵。 不知道你为什么始终要装出一副非常独立坚强的样子,到最后还不是靠一个野男人。 只可惜,你依靠的人和我们大牧师比起来,始终只是一只会咬人的疯狗,作为龙一般存在的我们,真得想要摁死他,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慕婷颖依靠在冰藤架上,居高临下,狭长的双眸俯视着从向山街道走上来的慕宁雪。 慕宁雪已经将他一头与四周雪景完美匹配的雪银色长发盘起。 一身带色紧身皮之衣,外面搭着一件再质朴简单不过的长款束腰风衣,飘动着的正红色围巾是唯一的色彩点缀,却一下子将他完美的滋容照亮。 慕婷颖只要一看到慕宁雪就会异常的生气。 很长时间慕婷颖都不知道原因,但渐渐的慕婷颖明白了。 无论是自己身旁的人给自己带来多稀有,多昂贵,多华贵的饰品,衣裳,美妆,无论请来多高明的形象设计师,她和一眉不化,一身素衣的慕宁雪站在一起,所有男人的目光仍旧是在慕宁雪身上。 本来,美丽的皮囊也不代表所有,这个世界上又不是没有其他和慕宁雪一样美尽腰的女人,最最让慕婷颖无法接受的是,她在修位上都碾压了自己。 好歹胜出一项。 慕婷颖哪一项都没有胜出。 而引爆慕婷颖内心这一切原始极度的,便是慕宁雪那从始至终没有把她放眼里的冷谋。 所以一见到慕宁雪,一处碰到慕宁雪的眼睛,慕婷颖内心怒火便肆意席卷,恨不得将面前这女人撕碎。 我父亲呢?慕宁雪言语和她眼眸一样冰冷。 你想知道,那就用你的膝盖来走完最后这几级阶梯。 慕婷颖讥笑道。 用膝盖爬阶梯? 说白了就是跪着。 而且,人在跪着的时候是无法抬高腿的,必须靠两只手撑住更高一级的阶梯,然后将整个身子撑上去。 如果慕宁雪用这样卑微屈辱的姿态的跪爬上来的话,慕婷颖一定会笑得合不拢嘴。 第2419章还不够格。 慕宁雪顺着阶梯,继续迈出了步子。 上面的松软之血被虫踩出了脚印,比下面阶梯上的都要深许多。 看来你不想知道你父亲的下落了。 慕婷颖冷笑道。 你不过是来羞辱我的。 慕宁雪很清楚,即便自己照着做了,他们也不会如自己愿。 他以前的遵从,不敢有丝毫的违背牧师意愿,和跪着没有什么区别。 现在怎么可能还让他屈膝? 是又怎么样,你还不是的听从? 你不跪是吧,那就有人来跪。 来人,去把慕卓云的两条腿给卸了。 慕婷颖咄咄逼人道。 慕宁雪眼神一领。 雪白色的山林,无数带着冰晶之牙猛然生长,眨眼之间他们化为了漫山遍野的冰冷刺柜,宛如锋利的尖牙,规律中透着灵力杀气。 打一开始,慕宁雪就没有打算和这个女人多说。 今天,他慕宁雪不是来跟慕试谈什么。 你敢对我动手。 慕婷颖大怒道。 慕宁雪手一扬,那些尖牙刺柜更疯狂的生长,并且快速的集结在一起。 刺柜龙莽 一条条刺柜藤蔓缠结在一起,豁然组成了庞然冗长的龙莽之躯,由半山腰的位置一直沿到了这山坪,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那些尖牙刺柜。 轰轰 刺柜完全就是冰锥,随着龙莽击驰,那场面骇人至极,慕婷颖险些连一个防御冰盾都释放不出来。 砰 慕婷颖被撞上,身子倒飞出去。 衣裳被扎破,鲜血外溢。 慕婷颖有些有些不敢相信,艰难的爬起来时。 却发现之前的刺柜龙莽朝着空中急声,躯体翻转。 这个翻转,使得刺柜龙莽的尾巴劈碎了平地,直直的往慕婷颖脸上甩了过来。 因为刺柜龙莽的尾巴在半山腰,事实上这伟大的如长满大刺的追锤,慕婷颖呼唤出楷模拒来抵挡,可这一次他如炮弹一样射了出去。 山坪上有一座石楼,巍峨坚固,可以算是牧师氏族山府的前哨大门。 可随着刺柜龙莽尾巴倒劈,石楼泡沫那般粉碎,这片山林也跟着颤了起来。 慕婷颖继续往前走去,他踏过了石楼的残骸,顺着慕婷颖飞落的方向走去。 也走了有一会,终于看到了一片血肉模糊的慕婷颖。 他手臂和肩膀都错开了,那张特意打扮过的脸上被刺柜划开了一条身痕,脸骨都可以看得见,丑陋不堪。 慕婷颖根本爬不起来了,他眼珠子要从眼眶中爆出来。 就在不久前,他成为了牧师最年轻的抄接法师。 他甚至想过将慕婷颖击败,踩在脚下。 可他绝不会想到自己在他面前,竟然连一招都抵挡不住。 慕婷颖现在的修为,到底达到什么境界? 你凡事都喜欢与我计较。 你凡事都要与我比个高下。 现在如愿以偿了,滋味如何? 慕婷颖站在慕婷颖旁边,那冰冷平静的愤怒令人不寒而栗。 真是可笑。 慕婷颖的想法,还停留在世界学府之争前后。 当真以为他的实力与自己相差不大,甚至认为踏入了抄接就可以和自己较量。 过去,慕婷颖不如自己,现在更不堪一击。 从一堆残骸废墟中踏过,慕婷颖没有再多看慕婷颖一眼。 可怜可悲,又无知无能。 慕婷颖从始至终都没有将慕婷颖当作是自己的对手,仇敌,他要抗衡的是这座慕旁山上坐在族会里的人。 他们代表着慕氏氏族,当初威尼斯水兜上的那个处决,便是从族会中做出的决定。 慕婷颖,你好大的胆子,竟然在慕旁山神圣山前行凶,就在这时,一名没有头发眉毛却似见的冷峻中年男子怒道。 慕婷颖听声音便知道此人是谁。 慕氏氏族内有一个戒律堂,专门承见那些犯下过错的族内子弟。 戒律堂地位特殊,甚至在魔法协会和国家约束里,慕氏的戒律法师直接刑杀了族内弟子,都不会被过问。 所以在威尼斯水都,慕婷颖身为国府成员,慕氏戒律法师要废除他一身修为,国府导师也无法出面阻止。 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你们的一切是慕氏给的,慕氏收回是理所应当。 当初潘西正式带着几名慕氏的戒律法师,要对慕婷颖进行废除魔法的处决。 此时大声呵斥的人就是戒律堂的主人,葛雄,毋庸置疑的,没有他的同意,戒律法师不会出现在威尼斯水都。 牧室里不是所有人都姓慕,族会内一样会招揽其他戏的高手进来。 葛雄就是其中之一他,他也并非兵系法师,而是一名土戏修为极高的抄接者。 尽管外姓,但葛雄却是让所有牧室子弟对他毕恭毕敬,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年轻小辈他面前说一些叛逆的言语,更别说是族内行凶了。 我们不过是请你父亲来与我们商谈一些事,即便有为难他的地方,又能如何? 葛雄看了一眼慕婷颖的伤势,隐隐作目。 让更有资格说话的人来吧。 慕宁雪对戒律堂的主人葛雄说道。 葛雄听到这句话,那张脸紧绷得都可以看见甲骨了。 即便是如日中天时期的慕宁雪,也不过是族内的后辈,地位根本没法和他这种掌握牧室实权的人相提并论,何况他现在还是戒律堂的要饭。 他还不够资格。 你以为迈入到抄接,就可以到牧旁山来放肆了吗? 你根本就不懂抄接真谛。 在我的超然力面前,你依然弱小如文盈。 葛雄自然知道,寻常高阶的戒律法师不是慕宁雪的对手了,那么他戒律堂的主人亲自出手。 正好,这件事早该有个结果。 没有哪个牧师子弟可以逃脱过他戒律堂的处决。 说要废除一身修为,便一定要执行到底。 吐戏克制兵戏。 葛雄直接动手,他可不想因为一个慕宁雪让牧旁山闹出大动静,这样上头只会觉得他戒律堂无能。 脚闪言,万军卧。 葛雄右手一开始呈半握状,手指微转猛握。 顿时山平俱颤,黑色的脚闪言充斥慕宁雪所在的位置,一个巨人眼掌拔地而起,同样是半握,同样是手指微转,对着慕宁雪以万军狂力握紧。 第2420章 风之超燃力,万痕 这一握,力量极大,怕是一辆全金属打造的战车也会化为粉碎,更别说是一个人了。 并且和以往那些威力惊人的魔法不同的是,他出现的速度相当快,完全就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平常的手势。 慕宁雪反应速度很快,他的风系魔法一样出众。 慕宁雪和莫凡走的是不大相同的路线,莫凡是在众多魔法系的支撑下,达到各种力量的变化的强大,而慕宁雪却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只专心在冰系和风系。 他的风系修为并不会比冰系低,当那恐怖的岩石聚卧席来时,他身体灵动的向后飘出,行走的轨迹上更有一道若隐若现的风痕。 风痕灵影 慕宁雪不乏倾挪,身姿优雅的在雪地上急速尺闪。 他并非是时刻的保持着这种飘动的姿态,而是只有在戒律堂的主人葛雄使用岩系魔法的时候才会发动。 轻盈风巧,就如同一只在风中尽力的蜻蜓,每当妄想用手去抓住他的时候,会发现他灵巧的闪过,随后又静止在另一处,永远都无法真正触碰到他。 葛雄异常的愤怒,他的脚闪延还是太慢,无论是以众卧,颜突,失落还是正面袭击,都伤不到慕宁雪分毫。 风痕弦 慕宁雪出现在了葛雄的后侧,他修长的手指拨动着。 一根紧绷的白色风弦,细如钢丝,就横在了慕宁雪的面前,并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拉伸成了一个完全续弯的极限状态。 灯! 如琴声重播,尖锐刺耳地传出。 这一根白色的风弦狠狠地打向了葛雄所在的位置,本是纤细到极致,可弹激起来的力量却使得平静的空气翻腾起锯气波涛。 葛雄在这锯气波涛中被轰退了十几米。 他身体有些摇晃,要不是及时用脚闪延化作铠甲保护住自己,他很可能断上好几根骨头。 这轻描淡写的一波纸,竟可以形成如此强劲的气涛。 他是如何做到的? 即便使用风系魔法,你也无法与我抗衡。 葛雄心中所想与他口中所说截然不同。 他自然不会将自己的吃惊表现出来。 事实上,他也不需要为慕宁雪的这些小能力担忧,在炎系超燃力面前,他的兵系和风系魔法都不值得一提。 超燃力,奔沙河。 葛雄立于广阔的山坪中,他举起双臂。 龙龙龙龙龙。 先是阵阵巨响。 紧接着一些细细的沙粒,从半山腰上面滚落下来。 声音越来越磅礴,沙粒越来越多,布满了雪的山林上方忽然间涌下了一条沙江,狂放奔走,顺山势剧烈滑落。 那是黑色带着玻璃闪光的沙粒,宛如有一座连绵几公里的大沙丘从半山腰上面倾倒而下,流沙飞沉,浩浩荡荡。 慕宁雪速度再快,也逃不开这样的覆盖范围极广的震撼土系魔法,葛雄的超燃力,完全是将沙盒搬运了过来,充斥了整个广阔的山坪,甚至还将慕宁雪走过的像山道都给侵吞了。 奔走的沙盒咆哮而来,慕宁雪在其中渺小如片青叶,随时都会被这可怕的超燃力给绞碎。 白色的气痕交织成钝,在慕宁雪的面前形成一个秒钞形状。 这些气痕并非是静止的,更不是纯粹的封闭杖结界,它们以极大的力量在不停的舞动。 随着奔沙袭来,这些倾倒过来的沙粒被疯狂的弹射出去,宛如弹片撞击在金属上产生的片火花。 葛雄是想将慕宁雪冲下山去,在葛雄看来,他根本没有资格再踏上这座神圣的木旁山,要上来,也是以一个罪人的姿态,绝不是如此盛气凌人。 只是,慕宁雪除了一开始向后滑行了有近百米的距离后,他的身影竟然屹立在木藤架子门处,哪怕浩瀚气魄的奔沙已经从他两侧涌向了山下,他似激流中的磐石,纹丝不动。 给我滚下去。 葛雄暴怒的吼道。 这个族中被废除的后辈,也当赶到木旁山来撒野。 说牧师是中国的皇室也不为过,那么族内会议上的任何一个决定,对牧师族内子弟就是皇权旨意,没有人可以违抗,更不容许有任何人前来挑衅牧师皇威。 杀力更密集,完全就是一座黑色的沙漠降临,葛雄将自己的超燃力发挥到了极致,主宰着这个黑色的死亡沙盒。 风支超燃力,痕。 那是由超强气体压缩成的刃旋风痕,猛然扫过。 一共四半,分别以木宁雪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强力展开,在他的脚下留下了一个四字的裂痕。 这字痕大有接近小半个山坪,就看见那气势滔天的黑色沙盒再次冲刷过来的时候,那深邃冗长的裂痕下涌起了无比强劲的气流,豁然形成了惊人的白色气墓。 四道裂痕,白色气墓,以脚下的字状呈现,木宁雪立于其中,身姿绰约,绝世独立。 这片地带就好像彻底成为了他神圣境地,任凭狂杀如何倾倒,任凭沙盒如何奔走,他窥然不动。 奔沙盒和等破坏力,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大山出现了恐怖滑坡,黑色的沙盒更从半山腰一直灌溉冲刷到了山脚,多少古树林被折断,粉碎,残骸在肆意奔流沙盒中被吞没。 可这样都无法撼动木宁雪,他和他脚下的狠,一尘不染。 不可能,不可能,葛雄看到这一幕,完全难以接受。 超燃力,不应该是老牌超阶法师的专属吗? 他木宁雪在没有牧师氏族的支持下能迈入超阶已经极其艰难了,又怎么会领悟风系超燃力? 这才过去几年的时间。 他的修为,为何会提升得如此恐怖? 我说了,你还不够格。 木宁雪目光灵力如有银色闪电。 他重重一踩,只见那裂痕豁然扩大,依然是自行,只是白色气幕不再是守卫在木宁雪身边的庇佑屏障,而是恐怖蔓延并肆虐切割开整个山平的神风利器。 第2421章 现在你什么都不是 啊! 一声惨叫,葛雄胸膛上出现了利刃割开一般的伤口,血雾喷洒。 他身体也在这一瞬间脱离,缓缓地跪倒下来,五股那般趴倒在地上,鲜红的血从他的身下继续溢出,血泊一滩。 不远处,几名戒律法师正扶着重伤的穆婷颖。 穆婷颖坚持不离开,忍着剧痛,要看到木宁雪落得和自己一个下场,然而他想看到的根本没有发生。 葛雄败了。 他作为戒律堂的主人,算得上是牧师氏族里排的上号的强者,连他都不是穆宁雪的对手。 穆宁雪根本没有再理会葛雄,他顺着山平继续往前走。 前方是一片被修缮得非常精致的半山园林,四季长青的谷竹种的漫山遍野,他们树枝,树叶全部都是清脆色,但由于上面都落了许多雪花的缘故,使得这片竹子园林更有湿化意境。 过了这片雪竹林,就可以看到牧师氏族的主楼了,作为在帝都陈殿不知多少代的最强盛氏族,他们的主楼堪比古代宫雀。 高耸的梨墙,青色的石板,红透着金色的瓦顶,一条清澈的山泉流淌,整个一直通向主楼的道路就在这山溪上,踩着这冰玻璃长道,一边走还能够一边欣赏西里渔群兮兮。 牧宁雪此时就走在这条冰玻璃溪上道上,周围那些高的可以遮盖了天空的竹林叶随着风摇摆不断,宛如青色的波澜就在头顶上四五十米。 越来越多戒律法师出现在他周围。 可惜,他们戒律堂的主人葛雄刚刚被击垮,搞在地上不省人事,这些戒律堂的弟子们当然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够像一群乌鸦那样。 马上就得到了金碧辉煌的主楼了,牧宁雪看到一名身穿着干青色五岭衫的男子站在了自己面前。 戒律法师们都不敢挡在牧宁雪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只是在背后跟着,在侧面,因为任何阻扰牧宁雪前进的人,都会被他中创。 此人明显是牧师派来对付牧宁雪的高手了,他看上去也非常年轻,俊逸的脸上带着自信的淡笑,即便看到牧宁雪带着几分杀气,他神情不变。 了不起,能这么短的时间击败葛雄。 这些年戒律堂确实有些不景气啊,大概也是因为葛雄这样废物的存在。 该从上至下都换一轮了。 青色五岭衫男子说道。 他的这番话,似乎是对那些戒律法师说的。 牧宁雪,你其实一直都很出色,假如没有发生那些犹辱我们牧室氏族的事情,相信你有希望成为下一个我。 男子平静的说道。 你也没有必要对牧室心存怨念,牧室氏族能够这么多年来始终处在最高地位,正是因为我们舍得在每一个有前景的子弟身上投入资源和心血,也因为我们敢于在氏族受到一些外界威胁的时候,果断明智的舍弃掉该舍弃的。 干青五岭衬衫男子继续对牧宁雪说道。 猴泽。 牧宁雪认得此人。 牧室遍布整个国家各个城市,每四年就会由一群专门负责培养族类子弟的人到各个地方去筛选。 被选中的人,便会送到牧旁山来,与其他成百上千的牧室子弟竞争。 猴泽算得上是牧宁雪,牧婷颖这一批人的师兄,更是每每需要一个学习榜样的时候,猴泽一定会被那些牧室导师们挂在嘴边。 当初牧宁雪鸭群雄时,他都被比喻为这一批牧室子弟的女版猴泽。 猴泽同样不是牧室族内直系子弟,是从天南海北中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脱颖而出,最终站在牧室子弟巅峰的。 只不过猴泽比牧宁雪幸运。 他不仅没有遇到被牧室直接舍弃的这样挫折,更屡屡立功,成为了牧室真正如日中天的人物。 如今,猴泽进入到了族会,是庞大牧室氏族内部会议中的一名重要成员,甚至地位已经非常接近牧青鸾这种领军人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猴泽就是四年前的牧宁雪,他碾压同辈,一路高歌,享受着牧室最极宠于一身的资源,哪怕是同一期的许多天才都迈入了抄阶,可那些抄阶法师仍旧无法与他抗衡。 你的事情我一直在关注,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蛮佩服你的勇气,若是外人,或许还会大言不惭地说出对抗牧室氏族的话,毕竟他们根本不了解牧室氏族有多庞大,拥有怎样的权势,猴泽接着说道。 身在牧室,猴泽深有体会。 哪怕他当初如何远胜同期,最终踏入牧室氏族族会,可事实上进入族会的那一刻,他等于才刚刚迈入到牧旁山的权势山门。 仍旧有那么多比他更强的牧室成员,仍旧有死死操控着他命运的鼎位者。 牧宁雪,是在以卵击石。 即便是我,在面对牧室里某些族内领袖的时候,都要卑躬屈膝,你牧宁雪又凭什么敢大闹牧旁山,一连打伤两名牧室重要成员,你真觉得即便失败了,也不过是变成一个没有魔法的废人那么简单吗,你真得太小看牧室了。 猴泽语气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猴泽与牧宁雪,过去也算是以师兄妹相衬。 当初猴泽看中了牧宁雪的角色与潜力,确实有意接近和指点。 牧宁雪心情冷淡,眼里只有修炼。 猴泽不是有耐心的人,对他来说,世间角色美女并不只有他牧宁雪一个,没有必要在一个冰山美人上浪费过多的时间。 所以两人勉强算是熟人,但族内会议上决定废除牧宁雪修为的时候,猴泽并没有持半点反对意见。 当时,他的反对权能起一些作用,至少可以让戒律堂的人在世界学府之争过后再执行,猴泽没有那样做。 他自己都不知道原因。 或许,是希望牧宁雪变成一个普通人后,没有了傲气更好上手,亦或者,他有些担心,再过些年,这个天生灵体的兵系超天赋魔法师,在获得牧室庞大资源倾注后会威胁到自己。 刚到牧室,我以你为榜样,期望能有那么一天可以与你比肩。 慕宁雪对猴泽说道,现在,你什么都不是了。 第2422章绝对境界 我,什么都不是,猴泽听罢神情变得很怪异,想笑,又想怒。 如果我什么都不是,那被牧室驱逐的你,又算什么? 没有了牧室,你以为你可以站在魔法的顶点吗? 击败一个饭桶一样的葛雄,根本代表不了什么。 猴泽本来想让慕宁雪知难而退,主动接受责罚。 没准他还有希望重新回到牧室。 可他太自以为是了。 直接拿出你最强的本领吧,刚才我对你说了那么多,纯当是我这个师兄最后的一点情义了,接下去我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手下留情。 猴泽语气加重道。 最强的本领。 对付一个猴泽,还远没有到要使用那柄弓的时候。 慕宁雪现在更加的清楚,一个真正站在至尊顶点上的魔法师,该是不断的退生自己。 每跨出的一步,都明白其中的艰难,更是对自身的一重考验,从最初难以承受到习以为常。 每获得的一份力量,都深知来之不易,更明确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又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中完善自身。 名门常出强者。 可绝大多数至高无上的法师,都是从草根中崛起。 在牧师,慕宁雪很多时候都会遇到瓶颈,很多时候都会迷茫,分不清究竟是自己真得强大,还是慕室赐予自己的。 离开了慕室,两次前往天山,让慕宁雪彻底寻找到了方向,坚定不移的攀登,每一份收获都与自身的改变,努力密不可分。 这样的力量,才属于自己,一伤还比一伤高又如何,过去的艰难险阻只会让自己在征服下一座山巅的时候更加自信。 而引领自己走上这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的人,正是莫凡。 莫凡的强大不是无缘故的。 猴泽是一个遵循牧师道路的强者,他代表的就是选择之前路途的自己。 慕宁雪要此时面对的敌人,可以说正是没有发生那件变故的顺风顺水的慕宁雪。 正好,见证一下谁更强。 其他较量毫无意义,就以兵系分晓吧。 兵系超燃力,兵脉珊瑚。 猴泽自信无比,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超燃力特征。 可以看到一种带有色彩的冰玄出现在了古竹林上方,无数极动寒气降落下来。 地面上,冰晶如透明的矿石凝结,它们成不规则的形状在生长,蔓延,没过多时,这片古竹林里莫名的出现了无数冰体珊瑚。 珊瑚硕大,不少居然生长到了五六十米高的竹林上,有些更如一块石台那样凸起。 冰珊瑚临巡,繁多,堪比一片海洋下的奇景被搬到了这半山上,与无数竹林混搭在一起,山与海迥异,流漫陆离。 使出你最强的本领。 猴泽再一次说道。 唯有重重的踩碎慕宁雪自傲的能力,才可以令她懂得今天的行径有多愚蠢。 她应该负惊情罪,那样还有希望让族会里的人对他们网开一面,绝不是像现在这样公然杀上木旁山,挑衅牧师至高权威。 这就是你的兵系超然力了。 慕宁雪重新迈出了步伐。 因为猴泽的出现,他停顿了。 但现在他又继续往主楼处走,主楼之前,都算是山门,山门被人踢了,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哪个势力不会受到类似这样自以为是的挑衅。 可让挑衅者踏上了主楼,无疑是证明该势力的无能。 戒律堂的葛雄无法制止慕宁雪,族会便派遣出了猴泽。 猴泽当然不会让慕宁雪再往前走,他对慕宁雪这幅冷傲的样子极度不满。 你慕宁雪算什么东西? 我猴泽都还没有在牧室大声说过话,你一个被逐出去的人,哪来的自信与自傲杀入神圣木旁山,哪来的勇气挑战自己? 再往前一步,你连祈求的余地都没有。 猴泽大怒道。 我不是来乞讨的,是来讨债的。 慕宁雪顺着冰玻璃长道,那双冷星之灰的美眸透着坚定。 威尼斯水都,他泪如冰雨,是要摧垮牧室皇朝。 尽管这一天提前到来,他绝不会后退半步。 你如何与我的超燃力抗衡,冰壶一千。 猴泽高声叫道,他立于那一大片茫茫巨型临寻冰脉珊瑚中。 更多庞大至极的坚硬冰珊瑚从地面下涌出,已有的珊瑚山更是在移动变迁,所形成的破碎,碰撞,撕裂之力仿佛可以摧毁一个种族生命。 冰脉珊瑚世界天塌地线,慕宁雪前行的道路更是一派九死一生景象,珊瑚山陨落,冰壳重裂,经历着的是上古冰河地脉的沉沦之劫。 禁界,雪神灭。 瞳孔光辉绽放,映射的是浩瀚无比的星空璀璨,慕宁雪在无尽的冰脉珊瑚世界的摇晃中步伐平稳,一身戴色,姿态傲然。 一轮似雪白银月的光轮,赫然扫过前方。 光轮掠过,那冰天末日的景象竟然立刻静止了。 时间仿佛因为这光轮定格,可也只是稍稍的一停滞,归立壮阔的冰脉珊瑚世界猛的化为了粉尘。 无论是那些巨型珊瑚山,还是参丝的珊瑚林,亦或者是不断产生撕裂力量的冰壳,统统化为了冰的粉尘。 粉尘又怎么会有破坏力? 无非是气浪翻滚的时候飞卷上天空,飞向远处。 慕宁雪可谓一个眼神,碾进了猴泽的冰系超然力,而这冰系超然力却是猴泽引以为傲的本领。 禁界,禁界,绝对禁界。 猴泽那颗骄傲至极的心也在冰脉珊瑚化沉下立刻跌落谷底。 兵系禁界。 慕宁雪,他竟然拥有的是天极兵。 真正的天极元素种将赐予魔法师一种绝对禁界能力,在这个绝对禁界下,再强大的魔法师都必须遵循绝对禁界的法规。 绝对禁界,雪神灭。 慕宁雪的禁界法则便是蔑视一切元素之欲。 无论是领域,还是元素立场,更或者是别人的元素种的加持,都将在慕宁雪的绝对禁界下化为元素尘埃。 慕宁雪的这超然力,无非是扩大,强悍好几倍的一种兵物领域,撞上慕宁雪的天种禁界,就必须绝对遵循法则。 于是,一切恢弘的兵域在一瞬间成了粉尘。 这就是兵系天种绝对禁界。 中阶灵种时期,慕宁雪因为先天兵器灵体便可以施展唯有魂种才具备的领域力量。 如今更高一个强大级别的绝对禁界,在慕宁雪这里早已经掌握。 何况她现在持有的是正宗天级兵种。 第2423章 她才是主人 猴泽呲牙,内心的不甘与恼怒全部表现在脸上。 这使得她之前儒雅俊逸的模样彻底变了形,有些丑陋,更有些怪异。 她猴泽作为整个牧师子弟的领军人物,凭借着兵系超燃力彻底蜕变,站在了牧师族会之中,她付出的比任何人都多,包括多次卑躬屈膝。 她慕宁雪,凭什么可以获得天级兵种? 超阶领域里超燃力与天种二者选一的话,所有人都会选择天种。 天种来自于外界,是可遇不可求的神物,对魔法师的提升巨大无比。 哪怕没有绝对境界这样一个统治本领,天种一样可以碾压绝大多数对手。 至于超燃力,那是魔法师自身通过苦修得到的一种专属蜕变,尽管这个世界上某些人的超燃力同样无解无敌,但那是极其特殊极少数的存在。 兵器超燃力,对上兵器天种。 可以说胜算极低。 只是猴泽怎么会就此认输? 他现在终于明白当初族会上要废除慕宁雪的时候,自己没有战反对了。 就是担心这一天,担心他会超越自己。 兵雨 猴泽怒声道。 似乎海平面上误然浮现的一座兵雨,更似在恐惧深海下冲击而起的白色巨兽。 他在高速的移动,撞向了慕宁雪。 谷竹林高有四五十米,可这兵雨却如碾在杂草之上,遮挡住了木旁山更高的峰顶。 猴泽这一击完全代表了他所有的愤怒与嫉妒。 隆隆 冰雨撞来,慕宁雪稍稍往后退了几步,避让开那些飞溅过来的冰岩。 忽然,他又止住了步子,手腕位置有晶莹的寒霜在如柳枝那般延展到手心和空气中。 很快晶莹的寒霜凝塑成了一柄修长纤细的冰柳刃,可随着慕宁雪重重的往空气上猛甩。 啪! 就听见一声爆响,原本如边刃一样的冰柳刃豁然崩直,竟然变得刚一笔直,上面有双光闪耀。 冰柳枝几乎与慕宁雪的手腕,手掌结合在了一起,这使得整柄冰柳双剑更碎心应手。 恐怖的冰雨已经到面前,慕宁雪极快后跃,舞动风痕。 人在半空,背炫一盏,一抹惊艳的湖光以慕宁雪为原心豁然化开,也是这道冰柳剑湖,释放出了更加强大的冰剑双气盏。 这一剑威力极大,慕宁雪自身都因为迸发的力量向后急速滑行,而这正好也避开了冰雨最前端的冲撞力量,之前留在地面上的那些冰尘埃随之飞腾了起来。 双气盏与慕宁雪被盗而驰,却狠狠地削开了前来的冰雨。 冰雨上下一分为二,行动的轨迹也发生了变化。 慕宁雪后滑停止,却在一次后翻落在了一根古竹竹身上,竹身弯曲下去,形成了一座纤细的竹拱桥,拖住了慕宁雪轻巧的身姿。 立在竹上,慕宁雪不再移动。 但冰雨虽然分开,却仍旧在急迟撞来,他只是注视着还在前行的庞大白色冰雨,镇定无比。 忽然,下弯到了极致的谷竹开始回弹,慕宁雪在竹子重重甩回的那瞬间猛的一踏,苗条如柳的身子更似一柄雪白色的飞剑噬出。 冰雨还在前撞,而慕宁雪竟然以极致之速穿过了那道冰雨裂痕,似咽雁雀过骨。 三子因为过于强大的气流滑落下,一头盘起来的发丝煞时劈散开,银色如星光瀑布,再加上他鱼冠飞植的婀娜身姿,可以说美到至极。 只不过,他手中的剑却是杀气凛然,冰雨裂缝尽头外,便是狂妄自大的猴泽。 猴泽说过,他不会手下留情。 慕宁雪更没有必要心慈手软,当初在族会上的每一个人都逃脱不过这复仇之剑。 刷! 剑纤细如柳,却锋力刚硬。 他从猴泽的左肩膀位置斩向了右腰下,因为是双剑的缘故,猴泽一滴血也没有溢出来,可触目惊心的伤口留在了他的身上,清晰的看见他的骨头,更清晰的看见霜冷蔓延到他身体内部。 猴泽像雪雕那样立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的血液,器官都因为伤口涌入的庞大霜气而凝固。 那张脸,暂时没有被冻住,但因为疑惑不解和震惊之色死死的僵着。 我,我败了。 猴泽艰难无比的吐出了这两个字来。 从一开始自信的道说着慕宁雪不自量力,到此刻凄惨败下阵来,猴泽感受到巨大的屈辱,更感受到无穷无尽的惶恐。 为什么他会如此强大? 一个被逐出了牧师的人,他失去了牧师丰厚的魔法资源,为什么他还能够超越自己? 难道这些年自己付出的努力还不够多,对牧师还不够不低声下气? 你,你是怎么,你是怎么做到的? 猴泽艰难的抓着慕宁雪的剑,剑的双气更肆意的蔓延,只是猴泽不松手,任凭双气冻结在自己的手上。 慕宁雪一个字也没有说。 他平静的将剑往上提了起来。 不是剑刃化开猴泽的手心,而是剑拔起拽碎了猴泽的手掌。 哎呀呀! 猴泽痛苦的嘶喊了起来,他的手,就那样碎了,凝成冰的血块,骨头全部掉落在地上。 那张脸扭曲着,猴泽跪伏在地上,眼泪涂在雪粉尘里。 挣扎的余光里,他看到了慕宁雪继续往前走去的乌色斜根。 他猴泽今天的使命就是阻止慕宁雪踏入主楼。 可他阻止不了。 曾几何时,慕宁雪在猴泽的眼里不过是拥有绝色滋容的小师妹,性情偏冷,却也不是不能够把玩。 但今天,他领教到了这位小师妹最真实的一面,那是与他性格极其相符的残酷与强大。 假如不是牧师将他逐出,他会站在牧师的最高统治阶层上,因为他的一切气质都与残酷、无情、强大的牧师顶层太相似了。 猴泽瘫在那里,甚至过了友谊会,那些戒律法师都不敢上前来将他扶走带去治疗,在外界被人崇敬无比的牧师戒律法师,也有如虾兵蟹将只赶在龙虎之争旁边徘徊的可飞。 慕宁雪的气场,强到让人觉得,自己才是无知愚蠢的入侵者,他是这里无可匹敌的主人。 第2424章 牧师族会,每一次召开都非常的庄重严肃,所有成员都必须遵从族会的一切礼仪,一是,哪怕是没有进入族会资格的人,在没有事务的情况下都必须在门外等候。 族会开启时,族会内的成员是完全封闭的,不能与外界联系,更不允许有他人干涉与闯入。 从下午一点开始,一直到下午五点,月族会才会结束。 当族会大门开启,那些与整个家族息息相关的人才会涌上去询问他们的族会表率,是否争取到了更多的资源分配,是否坚韧了多年来争取的职位,是否因为上个月的失误而遭到责罚。 所以说牧师一直都被称之为国内的兵器皇朝,他们的族会都如同古代早朝一般,牧羽更衣,准备言论,小心翼翼又利益力争。 不过,今天的族会还没有开始。 所有族会成员都在族会大楼用餐,准备下午的午朝。 你说什么,牧宁雪打上了主楼,牧青鸾听到手下的汇报,勃然大怒。 牧青鸾是族会内的长老之一,他主管整个牧师的内务。 牧师年轻子弟们的安排,管束,培养,惩罚,也都是牧青鸾一人说的算。 像牧宁雪的事情,庞大的牧师有那么多的分支那么多的世家附庸,也不可能所有牧师长老都清楚来龙去脉,至于要怎么决定去留,都是牧青鸾说的算。 当初做出要废除牧宁雪决定的人,自然是牧青鸾。 潘西是牧青鸾的手下,他从博城中选中了牧宁雪,将牧宁雪推荐给了牧青鸾,牧青鸾觉得牧宁雪有希望成为那一批子弟的领军人物,那牧宁雪当时便如掌上明珠,是所有人都羡慕的人。 但牧青鸾说,牧宁雪要废除,甚至将它修为彻底剥夺,牧宁雪就不能有丝毫的反抗,所有人都得照做。 将牧卓云请来牧旁山,自然也是牧青鸾的意思。 只是一切完全出乎了牧青鸾的预料。 首先,牧宁雪的修为没有被废除,其次牧宁雪现在也没有赴京请罪,接受牧宁的回召,最后牧宁雪也没有在山门前被制服,竟然还打到了主楼。 主楼再往深处一点,那就是族会大楼啊。 要是牧宁雪真的打到族会大楼来,族长怕是会在族会内将他牧青鸾给狠狠问责一顿,那么这一次在族会的话语权会大幅度减少。 最重要的是,偌大的牧旁山,他牧青鸾手底下那么多高手,挡不住一个小小的牧宁雪。 岂不是要被整个牧室笑掉大牙,牧青鸾脸面尽湿。 真是白养了猴泽这条狗了,连咬人都咬不清楚。 牧青鸾骂道。 牧宁雪这一次看来是真得疯了,竟然在牧旁山动手,哼,我看这一次族会里还有谁能保他。 牧尹凤说道。 这些年之所以没有对牧宁雪出手,自然是因为世界学府之争。 牧宁雪是国府人员,牧室与国内众多高层又密不可分,族会里有一些老长辈,他们比较看重世界级名望,更担心牧室戒律这边太过强硬,会落其他人口舌。 所以这件事才搁置了一些年,牧青鸾和牧尹凤没有对牧宁雪直接下手,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来打压。 眼下世界学府之争都结束有些年了,新的学府之争都快开始,牧宁雪的声音下去了,他们牧室也该和他算清楚这笔账了。 放心,他这次这样肆意妄为,就地费了他,到族会上我也有说法。 牧青鸾发狠地说道,潘西当初留下的隐患,到头来竟然要自己亲自来处理。 可惜,费了他,他还是有一张好容貌呀,某些蠢男人就特别吃他那故作清高的一套。 牧尹凤说道,妹妹,月族会事关重大,他既然选择今天杀来,怕就是为了大闹族会。 无论如何你都得帮我把他在主楼园那边将他拿下,到时候,你想怎么处置都可以。 牧青鸾对牧尹凤说道。 哼,又叫我做这些脏活累活,到头来你在族会里风生水起。 牧尹凤小友不满地说道。 你不是看好南容妮那小丫头吗,你这次帮哥哥解决了牧宁雪,我自然会在族会上给南容妮争来下一个族会成员的位置。 牧青鸾说道。 那还差不多。 牧尹凤满意地点了点头。 其实,即便没有牧青鸾的这个许诺,牧尹凤也打算好好收拾牧宁雪。 有些女人,在族内的话注定会把整个氏族搞得乌烟瘴气,仿佛偌大的族里除了她就没有其他女人了。 牧宁雪这个名字,牧尹凤已经听得很烦躁了,那个女人的女儿,果然也是一个不让人省心的东西。 不过,他牧尹凤既然能够将他母亲废到南风山野之中,将牧宁雪废掉也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男容你,要不要跟姑姑去一趟主楼? 牧尹凤问道。 好,我刚才听说,亭颖被打成重伤,脸上都是血。 男容你点了点头道。 我出手,可不是废除他修位那么简单了,牧尹凤得意的笑着。 正愁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对牧宁雪下重手,现在牧宁雪自己送上门来,还破坏牧师铁律,没有族会里那些保守的老家伙说三道四,自己总算输心输心了。 主楼是由大大小小二十多座宫阙组成,从外面看,宛如穿梭到了古代帝王将相的领地,但楼房的内部,却是有电梯,落地窗,地暖大理石这些设施,一灯一室都昂贵无比,一化一连都非凡品。 主楼附近,就有牧室子弟们使用的斗场。 这些小斗场被铺成了一大片草坪,修整得非常整齐,上面还有一些落雪,点缀着所有的场地。 当牧宁雪走入主楼的时候,却有另外一条道路被开启了,上面更有如钻石光泽的彩灯指引。 过去牧室有什么重量级的决斗,才会开启这条特殊的贵宾道路,让来宾直接抵达牧旁山大斗场,旁风战场。 这次显然不是用来迎接什么贵宾,而是让牧宁雪直接到旁风战场上,显然有人已经在那里等他。 旁风战场离主楼很近,在主楼甚至都远跳到战场的状况。 看了一眼那有指引的战场道,牧宁雪没有犹豫,直接踏了上去。 不管谁在那里,牧宁雪都会将其击垮。 第2425章 最强天赋兵凤女 步入到了旁风,这里已经是落雪高度了,长空上见不到云彩。 唯有灰蒙蒙的一整片,无数细细如白沙粒一样的雪飘落下来。 旁风战场里已经站着一个女人,身穿着华贵翡翠色的长袍,系着一件有雪都冒的短款风衣。 那人正是牧尹凤,他在这里等着牧宁雪。 牧宁雪的发色本就银白,任凭细腻的雪落在发丝上也不会违和,反而透着些许晶莹。 牧室子弟遍布整个国家,无论是先天资质还是后天努力,都永远不缺。 牧尹凤在那里夺步着,他的复古绣花鞋在雪地上踩出了浅浅的脚印。 你牧宁雪,何苦觉得自己是最独一无二的那一个? 更何况,你真觉得你的先天天赋非常强大吗? 牧尹凤语气一点一点的加重。 这个世界上有先天天赋的人确实是魔法师中的少数,可是天赋也有强弱之分。 兵凤女,先天天赋排行第二。 牧宁雪平静地说道。 牧飞鸾和牧尹凤,他们两个人拥有最强大的先天兵系天赋,纯粹在这一块上,他们就是兵系之中不可取代的强大天赋法师。 这也是为何,这两人修为没有到达超阶的最顶尖,仍旧拥有现在牧室的统治地位。 牧室看好的正是他们绝世天赋,兵鸾与兵凤,同级别的法师遇到他们,连出招的机会都没有便可能败下阵来。 这两个人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同时,又具备任何人都需要仰望的强大兵系天生之力。 也因此,牧尹凤这些年来从没有败给过任何一位兵系魔法师,哪怕是国外一些古老的世家,他们的兵系法师在他面前一样不堪一击。 牧宁雪可以打败猴泽,牧尹凤不算太过吃惊。 本身牧宁雪就具备其他兵系法师无法相抗的天生灵种,猴泽却什么都没有。 但在牧尹凤面前,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牧尹凤的先天天赋,除了远不如已经死去了的秦宇儿之外,这世上没有几个人能比他强。 这注定是一个不需要去揣测结果的对决。 很多陈年就是,我想你还不太了解吧,正好今天我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的给你说来,尤其是关于你母亲的,牧尹凤带着些许笑意。 多么相似的情景啊,当年就是你母亲不自量力的在这里挑衅我兵凤,结果被我狠狠羞辱了一番之后,抛到了南方山野里,一遇而终。 如今,你又来到了这里。 牧尹凤仍旧在来回夺步,他甚至并不怎么去看牧宁雪,自顾自说。 有的时候我也挺同情你的,搭上一个那么没有用的母亲,我能够想象得到他有多不甘,有多想重回牧旁山,可惜他已经是一个废人了,他只能够把期望全部施加在你身上,变本加厉的让你强大,让你为他夺回失去的东西。 他自己夺不回来。 你更做不到。 这个牧师,没有哪个女人敢站在我的对立面。 当年,我也算是对你们手下留情,这一次,够你慕宁雪死上摆回了。 说完这些,牧尹凤背后误然展出了一对对凝结着兵语的修长银翅。 从一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妇人到气势如女军那般也性凛然,只不过是一个眼神的变幻。 说话时,她的神情里全是轻蔑,现在却全是杀意,甚至有一股无形的长银,在脑海之中猛然的炸开。 头昏目眩,兵锥刺骨。 此时的牧尹凤,根本不像是一个人类法师,更像是一头随时可以翱翔九天的凤军,一怒谋杀伐之势连绵十里。 牧尹雪捂着自己的太阳穴,尖锐的凤提升还在脑海,让他痛苦不堪。 可是,牧尹凤已经展开银翅杀来。 凤是比鹰更加强大的空中霸主,牧尹雪却雷若似吐,这飞来的搏杀,极其致命。 赤兵银精。 牧尹凤速度快如一道水晶银色的光线,直到牧尹雪面前。 那带有锋利语间的冰赤豁然煽击,抽打出来的强风携带着可怕的灌骨冰霜,顷刻间席卷出了半公里的范围。 牧尹雪精神遭到攻击,只能够后退,可这灌骨冰霜一展范围惊人,他利用风很灵影都逃脱不开牧尹凤的能力范围。 天凤散雨 牧尹凤一下子冲飞到了高处,他的身影其实非常渺小了,可那一对华丽惊艳的冰凤银翅却依旧清晰无比。 他众多银翅豁然响斩,顿时漫天的银色的锐雨从天空中降下,密密麻麻的锐雨垂落的过程更在灰蒙蒙的天幕下留下银色的光痕,似乎白色的思雨。 牧尹雪根本没有半点喘息的机会,那些漫天而落的锐雨就是一饼饼杀人利器,不仅可以轻易的将岩石山打成窟窿,更会在牧尹雪的附近击起无数冰丁。 冰丁让牧尹雪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落脚,他不得以下只能够飞到空中。 风之翼为牧尹雪提供一层气盾守护,那些继续落下来的锐雨被弹开,发出了类似于金属的响声。 给我下去,你只配在地上爬行。 木尹凤张开嘴来,口中发出了响彻天际的啼叫声。 又是那凤银,它直入脑海,冲击着牧尹雪的精神世界。 风之翼在这样的精神冲击下莫名的散去,牧尹雪从百米的高度跌落了下去。 它的下方,正是由那些锐雨铺满的钉床,这样必定会被扎出几十个血窟窿。 关键时刻,木尹雪手中的戒指闪烁起了水蓝色的光泽来,一层特殊的水结界柔软如气球一样包裹住了木尹雪,不仅帮助它缓冲了落地的摔痛,更格掉了下方的锐雨冰钉。 不愧是姑姑,这么快就逼迫它使用了威尼斯之戒。 南戎尼站得远远的,脸上洋溢着暖洋洋的笑容。 木尹雪在世界学府之争上获得了最特别的威尼斯之戒,几乎成为了他一次性命关键的护身符,南戎尼自然清楚这件宝物的存在。 才刚交手,木尹雪保命的魔气就没有了,下一次,他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安然无恙。 容雪,你说你不大喜欢红色,但今天怕是要穿着这样一件全身鲜红的衣裳了。 总是有人说,你天生励志,穿什么都很美,想来这也可以驾驭吧。 南戎尼用言语刺激着木尹雪 第2426章 女武神 南戎尼比穆婷颖聪明,那是因为她从来不会自我感觉良好的认为自己能够低得过木尹雪。 穆婷颖心胸狭窄,同时又可以称得上心思单纯,傻乎乎的去与木尹雪正面对抗,结果弄得一身重伤,凄惨无比。 南戎尼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她很清楚木尹雪的实力,坐拥凡雪山,她没有可能达不到超阶的级别。 选择站好队,该躲在强者后面的时候,就躲着。 木尹雪再厉害,那也不过是她南戎尼在木尹凤耳边说上几句好听的话和挑刺的话就处置了。 这个世界上强者那么多,她木尹雪能轻而易举的击败木亭颖又怎么样,能出乎意料的重伤葛雄和猴泽两大高手又如何,她能强得过木尹凤这样的牧师志强之一吗? 当年在威尼斯水都,木飞鸾是许诺了自己冰晶沙公的继承,可惜让木尹雪给逃跑了。 现在,木尹雪自己送上门来,等木尹凤将木尹雪拿下,该属于自己的还是自己的,她南戎尼便会成为最后的获胜者。 所以木尹雪之前多风华绝代,多备受瞩目,在世界学府之争上有多光彩夺目,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南戎尼已经给她设了一个死局,她会血染衣襟,丑陋,恶心,凄惨的倒在自己面前。 威尼斯之戒确实强大,就连木尹凤的攻击都无法提前将她破除。 这给木尹雪一些喘息的机会。 她脸色有些苍白,即便是天生兵体质,在面对木尹凤这样强大杀势的凤兵一样浑身发冷,如有锥肩刺着全身。 重重的呼出一口气,这口气都很快变成了白色的兵器。 绝对境界,雪神灭。 木尹雪双眸焕发着璀璨之光,美轮美奂。 一轮月白色的光团闪射,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月银满环急速荡漾开。 遍地的瑞宇和之前的灌骨冰霜像是遭受到什么绝对摧毁震荡一般,竟然全部化为了白色的粉尘。 绝对境界,即便是木尹凤的奉兵之力都要遵循这里的规则。 很快,木尹凤的所有攻势都被木凝雪的雪神灭给瓦解,漫天晶莹的尘埃随着狂风卷成了瑰丽的天杀。 我说呢,猴泽再不济也不会在兵器修为上被你一个后来者给超越,原来是天种境界。 木尹凤见到自己的攻势都起不到作用了,脸上露出了小亚裔。 天种境界,哪怕猴泽修为比木凝雪高处一个阶段,都会被死死压制。 很不错了,这个年纪可以有绝对境界,但你可知道,你早早的将一张王牌给打出来,是很难取得最后胜利的。 木尹凤一点都不着急。 他甚至不再使用兵器魔法,只是挥动着自己的多重兵银翅盘旋在天空中。 木尹凤可不是那些普普通通的魂子抄接,他比木凝雪更有对战这样级别的敌人的经验。 绝对境界,可以将他称之为该使用者的一个绝对强盛状态,除非在实力上能够碾压数个层次,不然没有人会愚蠢的去与一个使用绝对境界的法师硬碰硬。 木尹凤不介意让木凝雪多喘息一会,他甚至改用其他系的魔法,好让木凝雪的反击各种不舒适。 他要做的,不过是等到绝对境界结束。 绝对境界不可能一直持续的,那只会大幅度的消耗魔法师的精神力。 一旦精神负荷,抄接法师都无法衔接一个星图星轨,那样的对手又有什么好畏惧的。 可惜,这个距离下木隐凤无法使用凤银,不然可以让木凝雪在绝对境界期间占据不了半点上风。 木凝雪抬起头,看着远远飞翔在顶空的木隐凤。 不得不说,凤冰实在太过强势了。 过去,木凝雪这样兵器天赋的人,他面对强劲的对手时往往可以拖延时间,好让冰霜之力持续渗透,持续变强,当这片战场彻底被冰霜给覆盖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与自己抗衡。 但现在面对木隐凤情况截然相反。 他才是那个掌控时间的人,自己的天级兵种也弱势于他的凤冰,一旦让他将凤冰撒遍天地,冰封千里,被牵制,被冻结的那个人会是自己。 而论修为,木隐凤还比他强一阶,掌控上更没有丝毫胜算。 先是威尼斯之界撑了一会,随后更是要靠绝对境界来赶走木隐凤,单纯靠自己的实力终究与这个层次的人相比有极大的差距呀。 只有这样了。 木凝雪喃喃自语。 关于木隐凤之前的那些言论,木凝雪根本没有听进去半个字。 况且他的母亲,远没有木隐凤说的那么不堪。 小的时候,木凝雪确实也记恨过,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些属于母亲自己的恩怨要强加到自己的身上,修炼真得很辛苦,天生灵体与饲养那个奉物更是折磨。 但成长之后,木凝雪明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出身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弱小即是奴隶。 母亲不是要自己复仇,也不是要自己去夺回什么失去的东西。 而是他比谁都清楚木氏是一个怎样的嘴脸,终有一天他们会像剥夺他一样剥夺自己。 母亲只是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在自己身上再发生,他深知那份屈辱,那份无奈,那份痛苦,那份绝望。 他要自己修炼,要自己继承兵精沙工,是希望自己强大,强大到可以自己做出选择,强大到遭遇不攻时可以有能力反抗,而不是像他当年那般任人宰割。 或许,母亲从始至终都明白,自己终有一天会站在牧师的对立面。 与失去一切包括所有尊严的蹲在地上气不成声相比,当年苦修与折磨带来的痛苦根本算不上什么。 慕宁雪记不起自己妈妈的容貌了,只记得她的严厉,她的焦虑,她的咆哮。 而这些,不是因为她根本不爱自己这个女儿。 她宁愿把自己变成女儿厌恶嫉恨的人,也要换取今天这份冲破一切束缚,枷锁的自由。 冰晶沙工 一声长吟,慕宁雪一头血银色的发丝在这纯白色的湿化世界中飞舞起来。 凤和其高贵,展翅祥天圣光圣天芒。 而慕宁雪,持起那由璀璨冰晶构成的魔宫石,彻彻底底化为了那个敢于与这神圣黄泉厮杀的女武神。 身似柔柳雀气吞伤和。 第2427章 慕雪冰宫 银色的晶莹颗粒如无数钻石被碾磨,随着慕宁雪将她的手指悬于这柄弓箭上的时候,这些雪钻粉尘筒筒腔扬了起来,并且凝聚在了慕宁雪的指尖。 这些不规则的精力映着的是雪白的天空和雄伟的木旁山,当数以万计的这些晶莹共同漩涡式势入闲处时,慕宁雪所在的区域宛如水晶万花筒那般瑰丽鬼幻。 天地被切割成千上道,山鸾与漫天的飞雪伴在其中,最终仿佛有无数个区间重叠与拼凑在了一起,映射出来的又是更浩瀚壮丽的万千雪世界。 飞翔在白色的高空中,木隐凤往下看去,仿佛看到了一个万花轮盘,上千道傲然的戴色身影持着冰宫。 完全没有一点躲避的余地。 偏偏这一切鬼幻,仅仅是因为一根遍体冰晶颗粒组成的箭矢。 当木凝雪开始舒展开纤细有力的手臂,当她的食指与中指半弯紧紧的捏着箭矢末梢,当冰晶沙弓被彻底拉成了满湖的时候。 雪白的天空,磅礴的山巒骤然寂静。 似这个躁动的世界在为天地之间一身带修身衣一柄弓箭的女子平住呼吸。 下一刻,箭矢飞出。 与之前的宁静截然不同的是,箭身一离开弓弦的那一刻,整座庞峰化为了粉碎。 嗡! 弓弦荡声迟于飞箭。 长空若是一面广袤无垠的灰景,这一箭穿破的时刻,裂痕一下子遍布了所有。 茫茫苍穹,碎了一般。 木隐凤傲然飞翔,可当她注意到这样毁天灭地的一箭迎面而来时,脸上的骄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濒临死亡的恐惧。 身后的冰凤雨碎成了冰沙,她从高空中跌落了下来,如坠充满冰冷利剑的万丈深渊,外面的风衣与里面的翠绿色袍子被割开,更里面昂贵雀黄霓裳,一样碎成了玻璃。 鲜红的血液溢了出来,木隐凤落在了倒塌的山峰缝隙里,远远看过去,一动不动,像是摔得粉身碎骨。 滑坡的山崖处,南戎尼难以置信地盯着木凝雪。 他没有全身血染,反而是咕咕木隐凤鲜红一片,假如不是木隐凤身体刚才稍微蠕动了一下,南戎尼甚至以为木隐凤死了。 太可怕了。 这一箭。 他是直指苍穹,却让一座山峰从此消失。 这样的力量打在自己身上,有千百箭防御法宝也难逃一死啊。 冰晶杀功。 终究是兵系绝世圣物,当初费尽一切心思都要夺取到手,如今握在木凝雪的手上,显然逐渐被他掌控了。 嘎吱,嘎吱,嘎吱。 木隐凤身子都有些变形了,他强忍着剧痛将自己的胳膊,腰身,盆骨给扭震过来。 冰凤转身。 艰难的吐出这几个字,木隐凤被重创的身上忽然有冰蓝色的火焰在燃烧。 蓝色没有温度的冷火近乎将他全身焚了个变,可这种冰火却重塑着他面目全非的身躯与骨骼。 鲜血消失,断骨重塑,烂成将的肉恢复成了最初的样子。 冰冰奄奄一息,转眼间变回了寿创前的模样,若不是他的风衣和翠绿色的袍子破烂不堪,甚至感觉他根本没有重剑。 南戎你脸上笑出了花来。 不愧是姑姑,这种情况下都安然无事。 冰凤女,名不虚传啊。 用手摸了摸脸颊,木隐凤确认自己完全康复过来,那双眼睛简直要喷发出烈焰来。 这个木凝血,竟然毁掉了他一次转生。 所谓的转生,其实就是一次重伤垂死时的急速治愈。 这是木隐凤的冰凤超燃力,且需要耗尽无数兵器的天才地宝才可以让这冰凤转生能力恢复。 此时此刻木隐凤终于明白木凝血为什么敢一路杀上木旁山了,纵然他修为达到超阶,纵然他天级兵种, 木旁山上高手如云,他来都是送死。 冰晶沙弓 这件被木是一望封存的禁术之弓,所有的禁制终于被他给解开了。 没有冰凤转生,木隐凤觉得自己已经是半个死人了。 今天你休想活着离开木旁山。 木隐凤远远的对着木凝血尖叫道。 木凝血手中的冰晶沙弓没有消失。 过去他哪怕耗尽一切,乃至透支自己的灵魂,也只能够让冰晶沙弓飞出一箭。 但现在这柄特殊的魂弓已经不再是吞噬自己的魔鬼了,他逐渐被木凝血给掌控,为他所用。 木隐凤的实力,可以说远圣木凝血自身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去与对方应拼,等于是给自己增加负荷。 所以木凝血直接唤起冰晶沙弓。 今天,他要踏上木旁山。 那些一心要自己沦落的人,木凝血都会毫不客气的从他们身上踩过去。 木隐凤的狠话,隔着一片粉碎的山峰残骸。 木旁山虽然大,可一座山峰消失了,在后之后绝也不可能不清楚大敌当前。 主楼阵的险些塌落,更远处的族会大楼,显然有族内高层眺望向这里。 是什么人,敢大盗毁我族圣山? 长老木道大怒道。 坐在窗前,木道感觉到了远处剧烈的震战,本以为是某个抄接法师开始胡乱使用自己的能力,哪知道一扭头,圣蓝色的旁风没有了。 这件事我会处理好,各位请继续,我去去就来。 木飞鸾此时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了。 飞鸾,事情闹到这种地步,你很让我失望啊。 一名不知是闭目似睁眼的牧师老者说道。 我一定会妥善解决。 木飞鸾重重的说道。 木飞鸾含恨起身,此时他不得不破坏原本的族会规矩,临时出场。 旁风断残处,山石滚落,险些将主楼都给推平了,幸好有一群戒律法师们在那里拼死阻挡。 主楼要是和旁风一起没有了,他们这群饭桶估计也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木飞凤嘴上说着狠话,但当他看到木凝雪手上的冰晶沙弓没有消失的时候,他脸色发青了。 没有冰凤转生,他是有可能死在这柄弓箭下的。 木飞凤不甘归不甘,却非常果断的扬起了冰凤雨,以最快的速度朝着族会大楼的方向逃去。 他能够感受到木凝雪凛然杀意。 待他缓个刚才那一剑的气息来,下一剑必定夺他性命。 姑姑,等等我呀。 南戎尼见到最大的依仗木饮凤逃走,吓得魂都快没有了。 第2428章 鸾凤联手 木饮凤的能力,木凝雪知道一些。 可惜,没有一剑将他射杀,不然他是不可能完成冰凤转生的。 深呼吸一口气,木凝雪并不为此懊恼。 这一仗还长着,木饮也远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有些人,是该还回给他了。 南戎尼之前为了观看木凝雪染衣红,到头来却忘记了自己其实就落在木凝雪眼下。 没有木饮凤,南戎尼和木挺影又有什么分别。 你喜欢这柄冰晶沙弓,作为多年的朋友,我自然亲手赠你。 木凝雪笑了起来,邪性凛然。 再一次拉弓,这一次却远没有必要像之前那么贯注全力。 一只非常寻常的箭矢,随着木凝雪的松手,似一抹冷冷的流星,急速的滑破,远看美轮美奂,但近处呼啸磅礴。 刷! 箭矢直刺南戎尼的腹部,并衔着他飞向了一面旁风锻炼而成的山崖。 扑! 雪花似箭,染红了南戎尼的全身,包括他那张看似人畜无害的脸。 剑尖钉入山崖,末梢却还在南戎尼的腹外。 他像一具标本,悬挂在了那里,动弹不得,背后是巨大蜘蛛纹裂痕的山断面。 痛苦,使得南戎尼带血的脸不停的扭曲变化着,最终化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木旁山,回荡许久。 南戎尼没有死亡。 他只是被木凝雪一剑钉在了悬崖上。 悬崖面向着主楼,主楼所有牧师成员都可以看到,可谓触目惊心,更令人毛骨悚然。 这个牧师,又有几个人会不认识木凝雪呢? 可绝大多数人都只记得他沉鱼若燕姿荣,却从未见到他这幅模样,邪美,冷酷,明明没有丝毫情感却将内心的仇恨不留余地的宣泄在曾经的背叛者身上,是一位真正的冰山女王。 木凝雪没有去追木隐凤。 他很清楚木隐凤将会去找谁。 而那个人,才是把自己彻底打入深渊的罪魁祸首。 至于南戎尼,就先挂在那。 等他们两兄妹亲自来领。 山崖上,南戎尼腹部的伤口开始结冰,血液也不再无休止的溢出。 痛苦开始减少,可当他发现整个主楼的人都在看着自己的时候,他内心的痛苦要比这一剑造成的伤强烈百倍。 还不如一剑杀了他,现在的他屈辱,无能,丑陋的被盯在高处。 过去没有人敢说他是一个背叛者,可现在他甚至能够听到一些人的嘲笑声。 慕宁雪为何重创慕婷影后便不予理会,偏偏将他一剑钉在这里,静候慕飞完。 这就是背叛的下场。 都是抄街,哪怕相隔一两座山也用不了多长的时间。 慕尹凤不敢与兵精杀工的慕宁雪单独对抗,他搬来了自己的旧兵。 而慕飞完,作为整个慕室子弟的最高领军人,当他看到自己亲点的族会候选人被盯在了山崖市中,那张脸因为愤怒抖动了起来。 慕宁雪 慕飞完绝没有想到慕宁雪敢这般胆大妄为。 而慕尹凤,同样气得咬牙切齿。 他这哪里是在羞辱南戎尼,分明是在狠狠地善他们两兄妹的耳光。 本来还能够勉强留你性命,但你这样行径,在慕旁山将你无马分尸也不为过。 慕飞完怒火不止。 慕宁雪从一开始就不想和慕飞完谈条件。 他们强行拘禁了慕卓云,现在是生是死慕宁雪都不知道。 他不会愚蠢到认为,自己好生询问,放下尊严,慕飞完便可以放了慕卓云,放过自己。 本就是一个你死我亡的结果,慕宁雪何必心慈手软? 你当真以为掌控了冰晶沙弓,就可以对抗整个慕室。 我慕飞完从来就不屑这样的东西,一顶破旧魔宫如何与我冰鸾相比。 慕飞完说道。 慕飞完的修为要高于慕隐凤,否则他如何掌控族内大权,朝着整个慕室族长之位培养。 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单独的冰凤天赋或者冰鸾天赋已经羁押群雄了,他们兄妹联手,鸾凤相容,更将蔑视世间一切。 否则当初对付天生魂体的秦宇儿这样离栽者,义才愿又怎么会请来慕青鸾和慕隐凤两人? 慕飞完不惧冰晶沙弓。 而且,慕宁雪正好将冰晶沙弓的残缺给补全了。 若是夺来冰晶沙弓,寻找一个合适的继承者,他慕飞完倒可以多一位强力的铸臂。 哥,还是要小心,我刚才被他一箭重创捶死,要没有冰封转生,怕是被盯上山崖上的就是我了,他已经做出这样行径,不如让其他几位长老一起出手,保证他这次插翅南飞。 慕隐凤对慕飞鸾说道。 只有品尝了那一箭的滋味,才会在内心里刻下那份恐惧。 失去了重要的冰凤转生,慕隐凤确实有些害怕了。 要是让他们出手,岂不是让他们以后在族会里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无能。 慕飞鸾冷哼一声。 冰晶沙弓是强大,但远没有到可以统治整个抄阶领域。 慕飞鸾和慕隐凤联手,抄阶之内敢说立于不败之地。 慕隐凤雪的事情最终到需要自己亲自出手来解决,已经是丢尽颜面了。 慕隐凤想了想,也确实没有必要惧怕冰晶沙弓。 无非是一剑被遗弃的协议器皿,慕隐雪能够掌控了,又能如何? 有大哥慕飞鸾在,慕隐凤自己的实力提升巨大,他想要再用那一剑伤到自己,绝没可能。 何况,当时慕隐雪耍了一点小聪明,他利用绝对禁剑来逼退自己,迫使自己无法使用凤银。 其实慕隐雪使用冰晶沙弓的时候,凤银可以对他造成极大的阻扰。 现在慕隐雪这么短时间内无法再使用绝对禁剑,慕隐凤有信心不给他施展出半剑来。 那就一起出手。 慕隐凤说道。 慕飞鸾也点了点头,当然是联手。 都说你们牧师的人无耻,我今天算是领教了。 声音从主楼附近传了出,一道白色挺拔的身影走了过来。 一个洁体中年圣归脸,加一个更年期丑怨妇,这样的老杂狗兄妹欺凌一位妙龄如花似玉的年轻盛艳女人,你们牧师到底还是这么不要碧脸? 那是一件慈白衬衫,本是儒雅时尚的的一件衣衫,却因为胸前扣子解开了好几个,显得几分脾性。 但莫凡无所谓。 要打架了,扣子能不多解开几个吗? 第2429章 苍鸾俯看 你又是什么东西,神圣木旁山岂是你这种无身份的人能随随便便上来的。 木飞鸾一看到莫凡,立刻想起了当初那块满是小白虎口水的石头。 木飞鸾,你脑子是有问题吗?来你们牧师,我当然是打上来的,难道拿着你们的请帖? 莫凡感到好笑。 说着这句话的时候,莫凡还特意瞟了一样背后。 木飞鸾愣了一下,目光往主楼和山道的方向望去,发现众多牧师子弟横七竖八的倒在那里,不是昏迷不醒就是满地打滚。 一群饭桶,木飞鸾气得蹊跷生烟。 偌大的牧师,主楼到山道大部分都是由牧师子弟在看守,到头来竟然没有人拦得住莫凡和木凝雪,每年拨下去的那些庞贵的修炼资源全都是未诸了吗? 大哥,也就木凝雪的冰晶沙弓能够对我们构成一点威胁,莫凡这种下三滥掺和进来,就是找死。 木尹凤对木飞鸾说道。 解决掉他们。 木飞鸾说道。 莫凡与木凝雪眼神交汇。 我们也很久没有联手了。 莫凡对木凝雪说道。 嗯? 要小心,他们非常强。 木凝雪神情专注。 莫凡没有再多言,此时不是你浓我浓的时候,兵卵者与兵凤女都是国内兵系法师里面最杰出的,想必兵笔者白报在他们面前都要逊色许多。 你帮我护航,我的火系和雷系对他们一样可以造成。 你为我护航,小心木饮凤的凤银。 木凝雪打断了莫凡的话,那一直在身侧的冰晶沙弓瓶举了起来。 莫凡一看到木凝雪这件魔器,嘴里那些话全部咽了回去,自觉往他身后站了一些。 论破坏力,当木凝雪的冰雪之息达到一个极致的时候,莫凡的毁灭魔法未必有木凝雪的强悍,毕竟木凝雪也有神印里赞。 至于冰晶沙弓在手的木凝雪,大魔王莫凡觉得自己还是做好贴心小辅助,击垮敌人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女武神附体的木凝雪好了。 能用几件? 莫凡特意询问道。 冰晶沙弓每一件都会透支木凝雪的灵魂,不到万不得已,木凝雪也不会轻易使用。 木凝雪没有来得及回答,因为冰玩者与冰凤女已经在向他们两个人施压了。 冰空苍乱 木飞丸高呼一声,灰白色的天幕误然间变成了冷冷的青色。 莫凡一抬头,这才发现那青色并非是苍穹一变,而是有一头青色的神鸟,其展开得一如苍天那般无边无近。 一双青色的眸子,比三伏天的艳阳还要刺目,就那样俯视着在尘土大地上渺小不堪的自己。 起初莫凡以为是某种气势压迫过来产生的心理幻觉,可明显其他人也能够看到这只苍穹青鸾。 漫天飞落的雪,也变成了青色。 这大雪覆盖了有好几十公里,似乎正是这苍穹青鸾震怒下的细容,足以风扇凝合,冻结万灵。 不仅仅是冷意传来,莫凡更觉得头顶上有一个法力无疆的死神鸟,只要自己稍有放肆,死无葬身之地。 皮! 精神上已经承受巨大压力,一声在脑海之中炸开的凤银声险些让莫凡无法站稳,直接重重地跪倒在这样的鸾凤神物之下。 重重地呼吸着。 莫凡在做调整,这两个敌人气场未免也太强了,若不是自己作为一名空间戏法师,精神境界高一些,换作识别的这个级别的魔法师,没有开打就败下阵来。 能撑得住吗? 木凝雪目光注视着莫凡。 在面对木隐凤的时候,木凝雪一开始也受到了这样强大的压制,几乎半个魔法都施展不开。 看来是一开始就得拿出真本领了。 莫凡回答道。 无论是木隐凤还是木飞鸾,都明显到达了兵器的第三级,这样的强敌,莫凡很难指望自己的其他系魔法能与他们周旋。 对方根本不给你周旋的机会。 一旦撑不住,立马败下。 小颜机。 莫凡神情严肃无比。 一轮纯净的火焰,在莫凡脚下结冰的地面上如种子一样发芽。 芽火急速的成长,顷刻间蔓延到了莫凡的全身,就连头发都好像化为了摇曳的烈焰。 莫凡的背后一个震撼的火魂影,天火守护的神者在庇佑着,天地一片青,金块,冰枝,飞雪,正常情况下一株小小的火苗都不可能在这样极寒的世界里生起,但莫凡的截炎天火却仍旧剧烈狂野,随时可以燎原。 无需多言,直接火炎妄之态。 在目飞鸾目隐凤这样的顶尖强者前还藏着噎着,根本活不过一分钟,莫凡绝不能让自己在气势上就输给对方。 震灵剑。 慕凡雪手指虚空一捏,就看见一只遍体通吟的冰晶箭矢出现在了他手上。 没有搭在魔宫上,慕凡雪反而用尽全身的力量将这根阵零件插入地面。 剑尖没入大地,修长的剑身在外,顿时深邃冰蓝色的连衣以剑尖为新气式灰红的荡开。 冰漆如持续在空气中的蓝色闪电,在剑尸末梢射向了那一圈连衣之结界。 莫凡和慕凝雪身在阵零件的冰溪阵地中,头顶上那可怕的苍蓝的威胁感才明显减少了几分。 同样的,慕尹凤还想用那凤银也起不到作用了。 在这支阵零件下,一切嘈杂都会被镇压。 有老子在的地方,一定得是红色。 莫凡精神完全康复,他整个人爆炸式冲了出去,卷起的正是一片惊世骇俗的红色海啸。 慕飞鸾所在的位置全是青色冰晶,自主蔓延,凝结的冰支甚至让他如冰冻僧王国的王,所到之处必定轻冰临耸立。 随着莫凡的红色海啸冲来,这些青色的冰临开始膨胀,崩裂,破碎,融化。 红色翻滚的当然不是普通的液体,正是最炙热滚烫的岩浆,莫凡是这场战斗里唯一一个非兵戏者,可在火炎网形态下,莫凡无所畏惧。 天地极寒,不妨碍结盐吞噬大地。 即便是冰苍鸾,一样让他品尝焚烧的滋味。 第2430章 火神炎骄 起初木飞鸾觉得莫凡就像是一个弱智。 冰天地惊吓竟然使用火系魔法,跟在湿地上生活有什么区别? 只是随着结盐扑面而来,木飞鸾脸上的不屑逐渐消失。 这火势不减,反而越来越猛,木飞鸾现在就如同站在一个广阔无比的海滩上,灾难式的海啸呈现触目惊心的赤红色,铺天盖地,吞噬一切。 木飞鸾有些惊愕。 这个莫凡,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要知道木凝雪是依仗着冰晶沙弓才能够勉强与他们抗衡一二。 不动如山。 木飞鸾惊讶归惊讶,却没有惧怕。 他立在那里,头顶上那头苍蓝之影就仿佛是他本人倒映在冰镜天空的魂形。 庞大的烈焰海啸翻滚,木飞鸾的身上却凝结起了一层厚厚的矿晶,他们整体呈现出青色,将木飞鸾所在的位置凝成了一座临巡的矿石金山。 赤红色的天浪打落下来,炙热的可以将钢铁融化,可是这座矿石金山却只有外层化开,在里面的木飞鸾甚至感觉不到外界的半点温度。 他也开嘴笑着,相对于猴泽,葛雄那种抄接法师,莫凡和木凝雪的本领确实能够死死的压制他们,可抄接领域更像是一片一眼望不见尽头的山脉。 当你以为自己攀爬上这座山峰就是顶点的时候,却总会发现在云层之上有着更难以逾越的山巅,你所在的高度,不到其半腰。 木飞鸾之所以笑,那是因为他清楚自己所处在的位置,还有莫凡和木凝雪所处在的位置。 他们永远逾越不了。 容将全合 莫凡整整四道全合,全部轰在了木飞鸾的青矿金山上,到头来这样的急温,仍旧很难在木飞鸾的防御上打开一个缺口。 甚至能够持续很久造成战场分割效果的容将全合正在快速的被冷却。 小炎鸡,火力还不够啊。 莫凡说道。 炎鸡女王当然不服,她开始淬火。 天地结盐也有好几个层次,淬炼过和没淬炼过的盐一样有区别。 不就是一座冰矿金吗,一样给你融成一滩水。 莫凡 就在莫凡打算强攻的时候,背后木凝雪的声音传来。 莫凡回头一看,发现木尹凤不知道何时飞到了木凝雪的上方。 他不停地盘绕着,有树枝不尽的冰晶瑞宇在地面上和半空中卷起,居然形成了两层冰窝环。 在地面上的那一层冰窝环由锋利至极的瑞宇组成,他们不停地旋转着,搅动着。 更上面的却是凤崖状的冰晶,他们时不时地旋转闭合,如猛禽在撕咬着嘴边的猎物。 木凝雪此时正处在这瑞宇与凤崖窝环中,他的阵灵剑明显是作用在精神上的,并不能提供什么实质性的防御。 忘记自己是个辅助了。 莫凡一拍脑门。 一开打莫凡总是是像个炮筒里的烈火爆弹,轰在敌人的阵地里,可今天的局面明显不大一样。 刚才莫凡自己也尝试过了,木飞鸾的那冰矿青山要撼动确实要耗费很大的精力。 赶忙利用空间系魔法,返回到了木凝雪的身边。 木飞鸾其实正在酝酿反击,看到莫凡急速的消失在了自己面前,一时间也阻拦不住。 空间系法师要离开,除非早已经布置好了一些拥有隔绝效果的禁制, 不然再厉害的人都休想留住。 木凝雪脚下出现了白色风痕,用来阻挡木飞鸾的强势攻击。 原本以为莫凡很难第一时间回来帮助自己防守,可很快木凝雪就看到一束白色的光似晨曦出现,紧接着一个身影连续的在这晨曦白光线中闪烁。 一次闪烁就是三四百米的距离,两三公里的距离,莫凡仿佛在一瞬间抵达,真正意义上的四光速。 我来,你拔剑。 莫凡站在木凝雪的面前,刚触到满是冰晶冷霜的地面,所有寒冷之物统统融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簇簇簇从军裂的地表下面冒起的熔江火焰,逐渐烧成了一片烈焰松林。 火神柱。 莫凡一拳打向大地,四勇全力贯通了地壳下的熔江河脉,就看见近百个地裂口位置,炙热通红的熔江井喷而起。 井喷的熔江在莫凡和木凝雪的上方汇聚成了一道晴天火柱,山腰之粗,贯穿天幕与地线。 木尹凤的瑞宇和凤芽全部融化,凛燃之冰随之化解。 原本以为这就是结束,但莫凡的这火神柱明显没有那么简单。 随着莫凡脚下的烈焰熔将燃成了一大片火红的熔海,可以看到近百条在这熔海中盘踞的岩胶翻腾几千层火浪。 这些岩胶似是寻找到了一条通往天庭龙门的神路,正从四面八方聚向了莫凡这里,稍稍等待了片刻,百条岩胶赫然结伴遨游,顺着莫凡这轰出的火神天路冲飞向更高天际,可谓是直扑木尹凤。 木尹凤大惊失色。 下方百条岩胶,庞大冗长,错综盘取,即便他是一头冰凤面对这样恐怖景象也会一阵头皮发麻。 要知道,说莫凡实力平平不足为惧的人可是他木尹凤,现在见到这样惊天动地的火系魔法,他哪里还会这样认为? 不动如山。 一座浮空的青色冰矿金山在木尹凤的面前急速的凝结,林寻的青色坚硬冰体立刻阻挡着那百条岩胶飞扑。 木尹凤长输了一口气。 还是大哥出手及时,不然这强势无比的天极火焰肯定可以烧伤他。 妹妹,不能太大意,这家伙背后的魂影,怕是君主级炎击。 木飞鸾出声提醒了木尹凤一句。 君,君主级。 木尹凤看了一眼莫凡,这才恍然大悟。 君主级元素圣灵,并且可以附体于契约法师的身上,大幅度的增强魔法师该属性的能力。 也难怪,莫凡明明自身修为不如他们,却可以造成这样可怕的毁灭力,原来是依仗君主炎击。 炎击是天地圣灵,出使之火又怎么会惧怕其他元素? 哪怕他们冰乱者冰凤女是世间最强的冰天赋,一样克制不了炎击圣灵火焰。 哥,小心。 木尹凤刚缓了一口气,忽然间想起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第2431章一剑成谷 冰晶沙宫 木凝雪已经借着莫凡为他护航的时间将箭矢搭在了冰晶沙宫上面。 之前木尹凤和木飞丸都感受不到什么特殊的气场,可随着那完全由冰晶钻力组成的斑斓箭矢触触碰到魔宫的时候,一种来自于灵魂的冷意紧接着传来。 拉弓 是死神正望向了自己这里,心脏加速跳动。 瞳孔聚焦,于是刚才那种淡淡的冷意一下子在全身荡开,从头到脚的冰冻感。 木凝雪站在一大片烈焰之上,扬起的间隙将这些红色的元素吹拂到了半空中,远远看去像是一位发丝银白的绝色女子注立在无数艳丽的枫叶中。 木凝雪发出了一声长凝,只见遍地火蜂飘舞如幻,一根银色的箭矢裹着无数银色的风丝,笔直的飞向了木飞鸾。 木飞鸾神色马上就变了。 似乎不久前他才说过,冰晶沙弓其实不足为惧,在他的至尊天赋面前,魔宫就是邪魔外道。 可他现在的模样却一点都不像是没把冰晶沙弓放在眼里。 他急忙将那些衣服在木飞缝附近的兵器力量给收了回来,一边向后退去,一边凝出一座青色的冰矿金山来。 刷。 剑矢冷酷掠过,冰矿金山出现了一个细细的窟窿。 可下一秒,无数裂痕从这个贯穿过去的窟窿往整座冰矿金山上扩张,起初还细如夜经纹理,很快变得如老树粗根。 崩。 整座冰矿金山轰然倒塌,变成了一堆废渣。 躲在后面的木飞缆吓了一跳,自己的防御,连天火都挡得住,却拦不住这一柄小小的冰晶箭矢,这箭矢被魔宫赋予了多大的威力。 乌钢棒盾。 木飞缆的手臂呈防护姿态,他的左手背和右手背上,分别有半个棒图案,当这两个图案凑在一起的时候,乌光闪耀,木飞缆的面前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乌钢巨盾,沉重的没入到地面下。 裹着白色风丝的冰晶箭抵达,刺入乌钢巨盾上的时候发出了刺耳的金属响声。 木飞缆与他的乌钢巨棒盾不停的倒退,巨盾上开始布满了纯净的寒霜。 该死。 本以为这昂贵的盾模具可以帮自己拦下这一剑,可木飞缆发现自己的乌钢棒盾居然被冰寒之力渗透。 乌钢可不是一些普通内置松软的岩石,寒霜说侵入就侵入的,可这冰晶箭矢箭尖释放出来的寒意轻易的渗透到了整个盾模具里面,让里面最刚硬的结构变得跟冰霜一样脆。 随着木飞缆被箭矢击退到了一座室内训练场处,乌钢棒盾在震动下彻底碎开。 凶猛的寒气肆虐的扑打在木飞缆的脸上。 木飞缆站在碎掉的乌钢棒盾上,扭过头去看训练场上出现了那一个冰川裂谷,过了许久才敢吐出那一口气来。 幸好最后乌钢棒盾碎裂前改变了冰晶箭矢的角度,不然没有了任何防御下受到箭矢剩剩下的力量,他木飞缆很可能会一分为二。 太可怕了。 难怪木飞缆被他一箭射出了冰凤转身,他木飞缆其实在防御上更为突出,到头来还是非常惊险的挡开了这一箭。 妹妹,不能再让他拉弓了。 木飞缆沉声道。 乌钢棒盾已经是木飞缆最强的防御模具了,下一箭要是不能够准备充足的情况下飞来,他必死无疑。 这场战斗就在主楼后方这片木飞训练场地进去,大大小小的训练场加起来有超过三十个,哪怕是小一些的都接近足球场的级别。 就这样一个开阔的山上土地,却出现了一条冰川裂谷,这个裂谷从木凝雪所在的位置一直劈到了最远处的是训练场,简直是在山地上开出一条山谷来,冰霜冻结,似高原雪山原始险峻。 木是其他子弟哪里干干涉这场战斗,他躲在远远的地方。 可木凝雪这一剑后,所有人又不自觉都在挪出了很远。 这一剑,简直经天地气鬼神,恐怕包裹在剑矢周围的那些封丝,只要触碰到任何超阶修为以下的人,都会将其撕成粉碎。 现在就连木飞轮都冷汗淋漓。 他开始考虑,是不是要接纳之前木尹凤提的意见,让自己族内的其他长老级出手了。 你在他们高处,一定要牵制好。 木飞轮不想被别人看出自己的巨异,于是故作愤怒。 木尹凤保持在足够高的位置,他其实有些庆幸这一剑不是对着他来的。 你休想再使用这柄魔弓。 木尹凤发出了尖锐的叫声,那声音在长空中回荡许久,入脑后便会如冰锥针刺那样挣扎精神。 莫凡皱起眉头来,这个木尹凤的这种能力太恶心了。 阵灵剑没有了,他开始嚣张起来。 又是那些冰寒锐雨,像暴雨那样打落下来。 木飞轮那多重冰凤雨幻化成了层云,每一次山洞都会有无数锐雨钉落下来。 这锐雨不会消失,他们始终扑满脚下。 起初莫凡没明白木尹凤为什么总喜欢用这种能力,等到他看见木飞轮忽然间从另一侧飞过来的时候,莫凡第一时间用意念组成了气墙,守护住自己和木凝雪。 冰雨暴 青色的冰雨落下与冰凤之前的那些遍地锐雨一处碰在一起,便立刻产生了极强的冰爆效果,无数个冰雹冲击波叠加,更有锋利无比的冰雨钢锥飞射,莫凡的钢铁意志完全抵挡不住。 研磨之铜,天门 莫凡知道空间系承受不住,又再加上了土系魔法。碎石圈连通星座一起使用,这一座天种土系天门高高雷起,可才没几秒钟就已经满是窟窿。 木凝雪见状,立刻要凝结冰系魔法帮助莫凡抵挡。 莫凡却摇了摇头,对木凝雪道,我能行,你继续赶快掉膝,下一剑至少要解决掉它们一个。 说完之后,莫凡忽然握住自己的手腕。 亭莫之手 开启这件魔器,将一切毁灭之能转化为雷电。 强大的冰亲在穿过这件无比特别的魔器时,威力并没有任何减弱,毕竟这本来就不是防御装备,它只是一转转换。 可以看到爆来的冰锐利与毛途径这片亭莫漩涡的时候变成了一道道闪烁着灼光的电锥。 第2432章 血世 最强之姿 你这样还是会受伤? 慕凝雪看到这一幕,急忙道。 我命硬,别分心了,好好续下一剑。 莫凡道。 电锥打来,莫凡衣裳直接爆碎,铜色的肌肤上一次又一次出现了雷电胶痕,似被无数鞭子抽打那般。 莫凡倒吸一口气。 比想象中得要他娘的疼。 这都是用钢铁意志与炎天门两个防御魔法削弱过的,化成自己最熟悉的雷系毁灭力击打在自己身上,居然还跟遭受古代鞭形那般痛苦。 这两个敌人,确实强得离谱,以现在的实力与他们对抗有些勉强啊。 不过,都已经站在这里了,夫妻同心,其力断金。 莫凡很清楚自己的职责。 雷穴,唯我所用。 身体负荷越来越重,莫凡开始在转换,将鞭策在自己身上的转换雷电控制在自己的手上。 双眸乌黑,确硬闪电狂忙,莫凡仰起头来,可以看到两道苍白的闪电光窜上云霄,冰天雪地下,群雷四芒,暴电穿云。 雷龙尾。 怒吼响起,莫凡全身雷穴闪烁,以自己的身体穴位连成了一个璀璨绝丽的星座宫殿。 木隐凤在空中,还试图用自己的凤银来打断莫凡,却不料莫凡这一次的魔法不是以精神世界铸造星宫,是在身体里的雷穴维星鬼星图衔接。 遮天浓雾内,巨型闪电时隐时现,透着可怕的毁灭红光。 越来越多这样的毁灭红光闪电交汇,最终组成了一条龙之尾,蔑视拍落,山巻都在刹那间化为了粉末。 雷龙尾打的正是木隐凤,木隐凤速度极快的想要躲避,可龙尾实在恢弘庞大,几百道那种巨型闪电组成的,又怎么可能轻易飞得出他的拍击范围。 嗡嗡嗡。 天地震战不停,雷光让整个木旁山的人都难以失误。 木隐凤背后冰凤雨都要折断了,到头来还是被打落下来,无穷无尽的雷电像芒那样卷在他的身上,带着他跌入木凝雪那一箭制造的冰川裂谷里。 裂谷本是狭长,但现在多出了一道龙尾尘坑,有山地湖泊的大小,即便是躲在远处的木氏子弟都可以看得清楚。 本以为木飞鸾、木隐凤、木凝雪三人是神仙斗争了,哪知道这个莫凡的破坏力一点都不会逊色于他们,就这样的雷系魔法,随随便便轰杀千百只妖兽。 看着跌入湖泊雷龙尾坑中的木隐凤,木飞鸾也有些呆滞了。 还以为莫凡会遭到重创,哪知道莫凡能够做出这样惊骇的反击,就这雷龙尾的威力,怕是要达到超阶第三级的境界了。 更夸张的是,这家伙的雷还不是天种籍。 等每一天,莫凡这家伙走了天大的狗运,得到了天种籍的雷,那么他一个这样形式的魔法,简直毁天灭地。 这两个人,怎么可能这么强,从世界学府之争到现在又才过去了多久? 假如不是他强硬的将木卓云给携到木旁山,逼迫木凝雪来木旁山,那再过一些时间他们岂不是不需要冰晶沙公也敢和他们叫板了? 嘿,又挡住了。 莫凡露出了一口白牙。 主要是他整张脸都被电黑了,这牙显得特别亮节。 木凝雪也不知道莫凡为什么还有心思笑,只是看到莫凡为了承受夏木隐凤和木飞鸾的这合击暴雨满身是伤,很是心酸。 这些年来,总是莫凡不顾一切地站在自己这边,无论是遭受屈辱,还是面对难以战胜的敌人。 自己却只是在为了自己,从没有为莫凡付出什么。 包括年少的时候无法吃苦,无法理解母亲的用意,选择了逃跑,都是莫凡带着自己逃离。 那个时候,你明知道我们逃不走的,对吗? 木凝雪问道。 莫凡起初还没听明白。 毕竟至始至中木凝雪都没有和自己谈论过当年那个很幼稚的私奔。 穷小子带着富家小姐私奔。 莫凡其实算早熟的,他当然知道那个行为很蠢,而木凝雪也不可能真的跟自己逃走浪迹天涯。 他仍旧会回到他的公主城堡,最多被家里人骂几句,而莫凡的下场却远没有那么简单,换作古代,人把你打死都正常,至于现在,不至于死,却尊严尽师,毕竟穷人永远都是在为富人工作。 当然知道。 莫凡回答道。 虽然不知道木凝雪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说起这件事,但反正说话又不影响掉兮。 那为什么还要这样自己毁虔诚? 木凝雪问道。 当时确实是因为自己的任性,差点毁掉了莫凡连魔法学校的机会都失去了。 不那样做,怎么会知道差距? 不那样做,怎么会用咬着牙拼尽一切去争取? 毕竟你心已经属于我,而我欠缺的是实力,话说回来,我还是不够强啊,不然早已经把这两个狗娘养的摁在地上擦鞋底了。 莫凡说道。 牧师,不只有他们两个,族会里有不少更恐怖的存在。 木凝雪低声说道。 没事,我不是没准备的,大不了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恶魔。 莫凡往自己嘴里倒了一大口帕特农神庙圣药。 有祝福尼南加持过的圣药,喝下去就跟有治愈戏法师给自己使用了治愈精灵蝶一样,伤势会很快恢复。 本身就有雷属性强抗,再加上恶魔体质,这种伤势不会留在身上太久,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莫凡扭引圣药这会儿,木凝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将地上那根失去作用有一会的镇灵剑给拔了起来。 看来这会他恢复了。 剑尖放在手掌上,木凝雪重重的在手心上一化,烟红无比的鲜血马上渗了出来。 莫凡愣愣住了,不知道木凝雪在干嘛。 但木凝雪却重新用那染上了血的手握住了剑矢,并划过整根剑身,直到剑末烧。 吃吃吃吃。 看上去非常平凡的镇灵剑引了血后,忽然间变得炙热起来。 明明是一根冰晶剑矢,上面的灵纹却狂热无比,像是上古之力正在复苏。 确实是这柄弓最后一层封印。 虽然现在使用最后一层封印的冰晶杀弓还太勉强,但我不想你再为我受伤。 木凝雪全身发红,包括他手中的那柄魔宫也是妖艺至极的邪红,似魂力在他身上燃烧,锯齿状舞动。 这红色浑然没有半点温度,却足以让大地长空刹那间坠入邪冷,似整个世界被打入万尺冰寒深渊。 第2433章冰渊 图灵剑 无尽的含义,将木飞轮彻底包裹了起来。 周围一片可怕的漆黑,能够看到的竟然只有那全身释放着红色斜光的木凝雪,魔宫在他手中,变得磅礴如天,迫使木飞轮战都站不稳,好像要跪拜下来。 你休想再动用这魔宫。 木飞轮勃然大怒。 他愤怒自己竟然会因为一柄魔宫,因为一个木凝雪而产生惧怕沉浮之意。 他的冰轮天赋,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冰系能力,只有别人沉浮于他的脚下。 背后冰轮甲一浮现,木飞轮全身更被一层尖硬如钢铁一样的冰矿物质给包裹住,这使得木飞轮有一种穿着厚重冰寒击甲的感觉。 冰轮现世 他不似木隐凤那种冰雨飘飘,全身上下都由那种冰铁打造而成,肩厚,雄壮,充满精密机械的十足力感。 木飞轮靠近木凝雪,他深知接下去木凝雪的每一剑都将造成怎样的毁灭,所以他绝不能让木凝雪完成血势,更不能让箭矢搭在那柄泛着斜红光的魔弓上。 木飞轮化身机甲冰卵时,木隐凤也从裂骨之中窜了起来,无数的冰晶落雨随着他扬起的寒冷气流在营绕。 当木隐凤看见木凝雪手中那柄红弓时,脸色一片惨白。 要知道他们现在的能力,抵挡木凝雪的冰晶杀功全力一件都小有难度了,更别说是血是魔宫。 那可是会直接将他们灭杀的可怕邪力。 木凝雪这一次是不计一切代价了。 木隐凤不能再顾及他身上的雷电伤痕了,他振斥而起,呼唤出了更多冰晶锐语来。 这些冰晶锐语不再像之前那么生硬,反而一片片粘在一起,变成了一头头拥有锋利羽毛和冰镯的冰云雀。 冰云雀越来越多。 几乎遍布了墨房和木凝雪头顶,他们发出嘈杂无比的叫声,在木隐凤的统帅下疯狂的对木凝雪发起进攻。 木凝雪将那燃烧着魂力的魔宫插入地面。 似一根树芹,木凝雪重重的拨动了那邪红邪红的弓弦。 嗡! 什么都没有射出,但这弓弦却荡出了一圈又一圈的魂光连衣,天空中密布的那些冰云却堪比某些妖魔的部落群,可在木凝雪的魔宫弹弦下,这些冰云却似心中杂念那般在这一个空灵的弦声中消散。 那可是木隐凤极强的力量,配合上了超燃力。 可却如此轻易的被化解。 相当有趣的是,木隐凤误以为木凝雪要拔弓射它,下意识地往远处逃窜闪躲,变成了一只真正意义上的惊弓之鸟。 木隐凤又怒又恼。 它只能够扭动着身上的两条冰凤锁尾,试图用这冰凤锁尾将木凝雪困住。 与此同时,木飞鸾那重甲冰鸾也从空中俯冲下来,可以看到青色的一抹力光破开云霄斩向木凝雪。 冰凤锁尾冗尾冗长无比,可以从云空一直伸展到木凝雪这里,而且这缝猥琐非常诡异,无论怎么避让都摆脱不开。 冰凤锁尾牢牢的困住了木凝雪的红色魔宫两柄。 头顶上,又使木飞鸾重甲冰鸾如宇宙冰尘抵达人间,木凝雪要么舍弃冰晶沙弓,要么就会承受木飞鸾的冰尘撞击。 舍弓? 木凝雪当然不会那样做。 他紧紧的握着这柄彻底发红的魔弓,手心上的血液渗出了更多,之前那可怕的深渊冰寒气势更强盛。 忽然,他的右手不再去握着魔弓。 他退了一步,将自己的先红手掌摁在了那看不见的弓弦上。 凤尾正缠住了弓身,并且使出巨大的力量将魔弓往高处拽。 那么木凝雪索性双手都落在弦上。 脚踩大地,稳如磐石。 弓身被拉拽,木凝雪顺势往后倾倒,身姿如柳那般纤细柔嫩,血银色的发丝随之扑在了地上,散成了沙衣。 嘣。 忽然间,弓弦释放出了恐怖的能量。 一根通红通红的冰晶箭矢飞出,纤细修长同时充满杀气,竟然直接飞逝上了云霄。 木飞鸾还以为木凝雪这一箭是冲着自己来的,可古怪的是,这红色的箭矢与俯冲下来的木飞鸾擦身而过。 木飞鸾一脸惊讶地看着这准度有些问题的箭矢,一眨眼的功夫,红色的箭矢已经遥远无比,如一道深夜里的红色星辰。 木飞鸾也没有多想,重重地撞向了木凝雪,这一撞,更是让山地豁然裂成两半。 只是,威力再强,木凝雪的身体都立在那里,滋如弯弓,风华绝带。 怎么会没有受伤,木飞鸾万分愤恼。 木飞鸾不甘心,正要打算再进攻木凝雪,忽然天空中响起了木隐缝的一声尖叫,似被什么可怕的物体给惊吓到了。 木凝雪此时也仰起了头。 它没有再握着弓箭,红色的弓箭悬浮在它身旁,像是一个守护之灵。 目光注视着遥远的天幕,而不知道什么时候,天幕变成了彻彻底底的深渊黑色。 半点星辉,月盲,日光都没有,仿佛所有的光线都被吞噬了一样,天不知何时化为了一个无穷无尽的深渊,人往深渊天空望去,看到的是灵魂颤力的恐惧。 嗡! 一声古怪颤响,一张红色的燃烧着斜力的弓,缓缓的在天空深渊中浮现。 这弓从天德西面一直舒展到了东面,就那样横在深渊天空的最底部,狭长似魔鬼的一抹微笑。 灰红,庞大,堪比天际线。 木隐缝惊呼的,正是因为他们头顶上的天,有一柄红色冰冷燃烧的魔弓。 终于,箭矢出现了。 又是红色,鲜红似血,又血一冰冷。 这箭矢大的恐怖,好像可以贯穿这整个黑色深渊,用开天辟地来形容都不为过。 天地寂静,魔弓悬挂,箭矢指向的根本不是某个敌人,完全是指向这天地间亿万生灵,统统屠灭。 冰渊,屠灵剑。 木凝雪吐出了这几个字。 灰红天地魔弓重颤,屠灭一灵的剑极速落下,还未触碰到木旁山,木旁山那些高低不一的山峰一座接着一座的泯灭。 木隐缝在空中。 他以缝自居,可在这屠灵剑下,他和最渺小的也却又有什么区别? 第2434章 绘众墙 木飞鸾此时就站在木凝雪附近。 他怒到极致,恨不得马上将木凝雪给撕碎。 可他动弹不得,他最引以为傲的冰丸之躯,木是皇者一般的血脉,到头来因为惧怕,全身僵硬,连挪动半步都做不到。 就好像是立在一个黑色的断头台下,木飞鸾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天地再大,竟然没有一处可以容得他逃生。 这就是冰晶沙工最强的形态。 这柄魔工,当初那么多人费尽心思要将他复苏。 木飞鸾却感到几分不屑,只是更相信如今自己这超然天赋。 到头来,他才是被蔑视的那一个。 山鸾近毁,木旁山可是一个大山脉,堪比名门豪派,任何一座山峰都称得上名圣古迹,更作为牧视子弟们的闭关修炼之地。 但那些山峰消失了,红色的箭矢没有触碰到任何物体,可他坠落的那个水平面,都没有完整的。 这样的深渊屠灵箭毁灭明明一瞬间,木飞鸾和木隐凤却感受到了可怕的漫长。 完全就是时间被某个毁灭神明给停下来了,世间万物都在被消灭,并马上就会轮到他们两个,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等待降临。 牧视子弟匍匐在地上,他们一样有这样的感受。 但木凝雪并非是来血洗的。 山巻尽碎,大楼碾沉,林园皆毁,惊吓瘫软在地上匍匐跪趴在地上的人都没有遭到创伤,伤的是他们的内心,差点被这一箭毁天灭地的气势给震碎了。 莫凡呆呆地立在木凝雪旁边。 举目四望,全是破败景象。 总是以毁灭魔法倍感自豪,总是自居破坏大魔王,可和木凝雪这一箭相比。 人家是翻江倒海的龙女,自己就是踢踢浪花的小龙虾。 不知过了多久,一切才平静下来,有柔和的风吹到脸颊上,这才感觉到几分真切。 木凝雪脸色苍白到了极致,也不知是湿血导致的,还是灵魂过于虚弱。 他没有让莫凡福。 而是走向了木飞鸾和木隐凤这两人。 屠灵剑没有指向所有牧师子弟,但却是指向木飞鸾和木隐凤这两人。 他们可不是安然无恙,可不是只受到大惊吓。 你若杀我,你若杀我,你将见到你父亲的尸体,木飞鸾满头的血污。 和之前气宇轩昂的模样相比,此时的他狼狈到了极点,一双腿没支撑起来的力气,却不停的往后爬。 木凝雪也很意外。 木飞鸾没有死。 他身上大概还有一些特别的保命手段,所以才可以在这一剑中存活下来。 至于木隐凤。 木凝雪只看到一滩烂泥,是死是活也不需要去关心了,牧师用尽神丹妙药,他最后也不可能再是个健全的人。 木凝雪,住手。 远处,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木凝雪已经站在了木飞鸾的面前。 木飞鸾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竟然撑起身子,手脚并用狂奔向了那位老者。 大长老救我,木飞鸾哭喊道。 木凝雪手一扬,指尖幻化出了几条前端带着尖锥的锁链,直接贯穿过了木飞鸾的四肢。 重重一扯,穿过木飞鸾四肢的锁链上还有道沟,卡在木飞鸾的骷髅上,并被木凝雪给如一条拴住的死狗一样拽了回来。 木凝雪,你若杀了他,那位牧师大长老带着几分威胁的口吻,非常强硬。 只是不等大长老话说完,木凝雪旁边悬浮的那柄仍旧散发着红色斜光的魔弓马上飞到了他的手上。 血是冰晶沙弓举起,尽管没有剑,却更像是有一柄尖锐之时指向了那位位高权重的大长老。 你再多说一个字,你和他一起死。 木凝雪魔弓拉开,冰冷脸庞上全是寒意。 那位大长老呆立在那里,纵然愤怒得满脸通红,但他真得不敢再说话了。 大长老可以肯定,木凝雪若再使用图灵剑就等于是在自杀。 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木凝雪与木旁山同归于尽也不是没可能的。 大长老实力达到超阶满修,可他也没有绝对的信心挡下木凝雪的图灵剑。 上古魔弓,牧师曾经最强大的尽力,现在却被木凝雪掌控了,这对于牧师氏族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噩耗,尤其是木凝雪现在与牧师站在对立面。 莫凡走来,看了一眼憋着不敢说话的牧师大长老。 与此同时,牧师其他族会人员也陆续赶来了。 看到这一张张作威作福的老脸,莫凡不禁觉得恶心。 之前打了那么久,他们不出来,现在木飞鸾要死了,他们就跳出来了。 老东西,还不赶紧去把木卓云给请出来,最好安然无恙,不然这里就是牧师三千子弟的坟场了,至于你们这群东西,能拉一个垫背的是一个。 莫凡指了指牧师的大长老,毫不客气的骂道。 莫凡,莫凡,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做下来好好说呢,何必这样你死我活的。 这时木道走了过来。 你这老货,让我把无苦的骸骨交给你们最高审判会,到头来却只使人绑架我老丈人,真不是好东西。 莫凡对木道说道。 这个时候知道跑出来和解了,可能吗? 那你们想怎么样? 难道是要与我们整个牧师族会抗衡,真以为兵精杀工可以无敌于是吗? 一位身穿青蓝袍的高兽男子冷哼道。 木方舟,你少说几句。 还不赶紧去把木卓云给醒出来。 木道横眉道。 没多久,木卓云被带了过来。 很明显他身上被人临时换了一套干净的衣裳,面容憔悴而又苍老,但看样子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看到了木卓云无事,木凝雪情绪才有了一些缓和。 凝雪,我没什么事情,我没什么事,走吧,我们走吧。 木卓云显得几分紧张不安。 木凝雪是掌控了冰精杀工,实力强大,可木卓云清楚,他怎么都不可能对抗得了整个木氏族会的。 木飞鸾和木尹凤的实力,在整个木氏族会里前十都排不上,更别说木氏还有一位晋咒老祖。 第2435章 废掉木飞鸾 走 你们以为我们木氏是别人家的蔡原子吗,跑进来糟蹋了一番说句抱歉的话就可以安然无恙的离开了。 木方舟重怒道 当着众多族会长老的面,别说你们只是年轻一辈里面比较出类拔萃的人物,即便是整个世界最顶级最尊贵的魔法师来到我们木氏,也不敢这样放肆。 另外一名身穿着中山装的中年老者说道。 说话的人都是木氏族会里长老级别的人物,暂且不说他们在国内地位超然,即使他们的实力也远非木飞鸾和木尹凤可以相比的。 至少木方舟和中山装老者都是超阶满修。 你可能误会了,我们并没有道歉的意思。 莫凡淡淡的说道。 木方舟听到这句话,气得差点直接动手。 一旁的木道却拦着他。 各位,木飞鸾既然将这件事搞砸了,那就由我来处理可好。 木道开口对其他族会长老,成员说道。 你来处理,只会让我们木氏颜面尽失,把他们两个拿下,如何处置再做决定。 木方舟根本不想再多说。 绝对的实力面前,没有必要和对方讨价还价。 打一开始,木凝雪就没有打算跟这群人多说无用的话,木飞鸾确实全权经兽废除自己这件事,可没有整个族会的同意,他也不敢随随便便对他人做出这样的决定。 血氏依然在绽放着斜红色的光,木凝雪目光锁定了打算动手的木方舟。 瞳孔一阔,那血冷的力量再一次释放,深渊之寒传遍了族会里所有人,尤其是敌意十足的木方舟。 木方舟脸上带着怒意。 这个木凝雪当真是没有把木氏最高长老放在眼里。 其他族会长老自然不会放任墨房和木凝雪这样为所欲为,他们纷纷祭出了自己的兵系能力来,可以感受到这些人庞大的气魄似一座又一座远古冰山,内心随时都会被压垮。 他们在动用兵系魔法。 可以看到他们铸造星宫的速度惊人,仿佛只是很随意的本领,涌起的兵器场丝毫不会逊色于木凝雪的冰寒深渊。 几位,几位,要动手前能不能先看看身后,木道一脸无奈的说道。 这些长老到底是舒服日子过久了,那么明显的君主威慑感受不到吗,要是人家直接偷袭,他们这些所谓的满羞抄阶一下子死上两三个。 到底人类至尊强者还是远不如妖魔呀? 木道这样提醒后,那几位和木方舟一样打算出手的长老这才往后头看了一眼。 这一看,让他们浑身一寒,顿时有一种落入到庞大蛇口中被咽入深喉的恐惧绝望感。 什么时候出现的? 这条大蛇? 山鸾众多被毁,倒也不是彻底倒塌,在那些参差不齐的破碎山鸾之间,一条庞大无比的冗长身躯填满了山与山只见的空缺区域。 一片片蛇林清晰可见,秘孔无比。 一颗巨大如大厦的头颅,正跨过一片山谷探向了这里,离众位长老不算太远。 蛇童凝视着长老们的后脑勺,这样一条庞然巨蛇没有发出一丝丝的声响,就那样冰冷的,巍峨的盯着几个打算出手的牧师长老们。 所以,这几位长老扭过头来那一刻,差点吓得魂飞魄散。 到了他们这个修为和年纪,能被惊出一声冷汗的事情少之又少了,更别说是这种窒息的死亡感。 有那么一瞬间,其他人豁然明白,牧道为什么说有什么事情不能做下来好好谈的意思了。 干什么呀?这里是帝都?是木旁山?为什么要把杭州的图腾守护神放出来? 这摩天巨蛇,经历了上一次褪皮后,气息更加强大了,只不定再过些岁月,就飞升成了帝王。 莫凡,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大闹帕特农神庙,擅自将国兽带到希腊搅起血雨腥风,现如今你想在木旁山上重演吗? 当真以为有图腾玄蛇为你撑腰,就可以这样为所欲为,木方舟算是长老里面最镇定的一个人,怒斥着莫凡。 木飞鸾,木尹凤这两东西有你们这群族会老东西撑腰,老子就没有吗? 真是一群老不死的狗东西,助纣为虐,不知廉耻,废修为这种恶毒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告诉你们,今天谁敢动我家血血一根头发,我先饶不了谁。 解决不了你们牧室整个族会,能拉几个垫背的是几个。 莫凡也怒骂了起来。 骂完这些,莫凡转过头去对木宁雪接着道,雪雪,他想废你修为,那你就把他修为给废了,看以后牧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再欺负你。 木宁雪正有此意,他刚才使用的那些兵锁式贯穿和勾着木飞鸾的四肢,兵侵入魂,再过个几分钟时间,木飞鸾一身的修为也就被废了,很快他就会变成一个废人。 当然,这种能力也不是所有人都会的,为了以牙还牙,木宁雪稍微了解了一番,最后木许棉教会了自己如何用兵器魂力废人修为,木许棉他曾经在戒律堂。 木方舟当然知道木宁雪在使用戒律堂的废魂所。 所以即便对方兵精杀工对着自己,他也要出手,不然木飞鸾是彻底废了,木氏族会当年培养木飞鸾也耗费了巨大的财力。 可其他几位长老不敢动手了。 他们背后有一头图腾玄蛇,图腾玄蛇依旧不发出任何声音,毒物也不使用,只是那样盯着几个长老。 你出手,他张嘴就咬。 所以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可好。 木道再一次询问众位长老。 损坏的东西,照价赔偿,私人恩怨,自行解决。 总之我不过问族内小辈之事。 一位白胡须的长老说道。 对于这位白胡须的长老来说,木飞鸾和木尹凤一样是小辈。 看来木飞鸾确实做了一个很愚蠢的抉择,至少他现在用自己的惨败来证明了。 你木飞鸾当年要费人家木宁雪,觉得难容你,木亭颖会比木宁雪更出色,木宁雪可以被取代,并强制夺回冰晶沙工。 如今,木宁雪才击碎,他木飞鸾和木尹凤又是什么年纪? 事实证明木宁雪比他们两个所谓的绝世天赋强多了。 莫凡冷笑,这般老东西,图腾玄蛇没现身的时候,怎么不见他们这样说? 到头来,谁强说有话语权? 还好莫凡早看清了,来之前特意换上了图腾玄蛇。 第2436章 她是你的人 木道一番简单的劝说,其他长老自然也不好当着图腾玄蛇的面爪墨房和木宁雪的麻烦。 他们为高权重,享用无上的荣华富贵不说,底下更有无数人敬仰,效力,如果为了一个已经被废的差不多的木飞鸾拼杀,指不定就有性命之威。 图腾玄蛇说好听点是守护神,可到头来就是一处生,她吃人不吐骨头,杀完人逃之夭夭回到西湖,有整个杭州市民和当地魔法协会,官员为她说话,到最后还是要不了了之。 图腾玄蛇没半点事,他们冲动的人却死了,谁愿意做这样无意义的事情。 木道也不知道在牧方舟和大长老耳边说了些什么,这两个人情绪才有一些平缓的样子。 过了一会,木道又走向了墨房和木宁雪。 他先是朝木卓云作一,表达了一点虚假的歉意。 随后又对木宁雪道,能够掌控牧师魔宫,你也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奇才呀。 可可,你也是在牧师有些年的人了,应该清楚所有牧师子弟都由木飞鸾这个内务在管理,你的事情,木飞鸾一手操办的,他在整个族会里有说话权,却离统治整个牧师还远着,倘若不是有族会其他成员和长老牵制于他。 这些年你又什么可能安然无恙的呆在凡雪山呢? 木道这番话倒也没有说错,至少当年世界学府之争的时候,木宁雪的事情他是持反对态度的。 可牧师弟子如何发落由木飞鸾说的算,木道没有必要去和掌权的木飞鸾为这件事争斗。 现在不一样了,木飞鸾已经像一条死狗一样被木宁雪拽着,是死是活就一瞬间的事情。 雪雪呀,木道老哥说的没有错呀。 我被带到这里来,族会其他长老也是不知情的。 木卓云此时最害怕的就是打起来。 和木飞鸾抗衡,与木是整个族会抗衡,这是两个概念哪。 收起魔宫吧,再消耗下去,你可能也活不了几年了,哪怕你不承认,你依旧姓木,我们已经损失了木飞鸾和木尹凤这样的兵器天才,可不希望你也很快陨落,那样对我们牧师族会才是巨大的损失。 木道说道。 说完这些话,木道瞥了一眼木飞鸾。 木飞鸾全身清白清白,见到整个族会竟然没有人站出来救自己,他那张脸扭曲得更厉害。 木道,你这个虚伪的东西,木飞鸾带着几分嘶吼。 你既不如人,别人以牙还牙,你又有什么好说的。 木道冷笑道。 大长老,木方舟,你们难道就这样看着他们两个在我们牧师横行霸道,我们牧师难道就是这样若诺无能的吗? 一头图腾悬蛇而已,照杀不误啊,木飞鸾声音越来越尖锐。 他已经感觉到了,身体正在因为冰心而严重衰竭。 大长老和木方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有的话,图腾悬蛇也会有。 你不能废我,你不能废我,木凝雪,木飞鸾再一次发狂的吼叫。 木道当作没听见,他走向了莫凡,开口道,莫凡,你也知道我们牧师脸面比什么都重要,图腾悬蛇是可以一时镇住那些个长老们,长老们一把年纪了也不想跟这样级别的生物较量,可这个愁大家肯定会记下,到时候整个牧师族会发力,你们凡雪山肯定别想有半克安宁。 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哪那么多弯弯绕绕的。 莫凡说道。 你这家伙,懂不懂得尊重长者,我和风离是多年的老友,你叫他一生老师,我也是你长辈,知不知道。 木道大声道。 莫凡掏了掏耳朵,纯当没听见。 木道走进了几步,声音压低了一些,牧师要脸,你打了他们的脸,他们要夺回来的。 你想我今日帮你摆平此事,无苦骸骨,送到我手上。 木道如今是最高审判会的一员。 他需要无苦的骸骨,来将黑教廷在国内造成迫害以及对最高审判会的信任弥补回来。 毕竟撒朗一天不落网,最高审判会一天难以安生,更被全国人民质问。 有一个无苦,勉强平息一些怒火。 要是什么都没有,最高审判会的超然地位怕是迟早会被这样的人民潮水给淹没。 成交。 莫凡很爽快的答应道。 木道脸一黑。 小兔崽子,刚才还一副要和牧师整个族会站到天昏地暗的傲然模样,这会自己一提条件,他就应了,刚才的铁骨蒸蒸呢。 他们这些老狐狸有的时候够不要脸皮了,没有想到莫凡这家伙更胜一筹。 木飞鸾可以废,但不能死,这点很重要,不然大长老和木方舟不会让你们离开木旁山。 木道接着说道。 你刚才跟他们两个说了些什么,他们愿意就这样罢休。 莫凡有些好奇。 问那么多做什么,赶紧带着你的玄蛇走人,等把一些老东西心里的火给勾出来了,你们想走都走不了,这蛇怎么也得扒掉一层皮。 木道说道。 那就这么定了,钱我是不可能赔的,我没钱。 莫凡说道。 莫凡说走就走,讲道理和这些木式老东西斗下去,没有半点好处,只是气势上不能让人觉得你可以随意欺负。 还有一个人的遗骨,我要想你要。 木道语气忽然发生了变化。 莫凡眉头一皱。 其实莫凡也分不清木道是赞美一边的。 蓝蝙蝠。 木道声音很低很低。 莫凡愣了一下,目光注视着木道,有几分不敢相信。 蓝蝙蝠的事情,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个木道又怎么会。 怎么,我这副老坚俱滑,混迹全世的老脸,就不像是会做出一点有良心事情的人。 木道反问道。 他是你的人。 木道没有回答,只是摆了摆手,是以墨房和木凝雪可以离开了。 他们两人走出了几步。 木道蹲下身子,将已经修为被废的木飞鸾给扶了起来。 木飞鸾魂都没有,当初心高气傲的做出废除木凝雪修为的决定时,便绝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天。 他木飞鸾,天赋一柄,牧视地位如此之高,就这样当着族会的面被人废了修为。 这样的事,怎么可能会真的发生? 第2437章 没有人逃得过 莫凡一离开,图腾悬蛇全身化成了浓浓的山雾。 过了许久,这蛇形状的山雾都没有散去,让那几位长老族会都有些开得不安心,搞不清楚那条蛇到底还有没有在木旁山。 大长老范宁坐在玉石一般堆砌起来的密室中,整个人半躺在椅子上,一盏昏暗的照明灯在他头顶上悬挂着,却使得他整个人看上去更加阴暗冷酷。 尹凤如何了? 大长老范宁问道。 残了,下辈子只能够躺在床上度过,除非送到帕特农神庙,大贤者级别的人亲自为他复苏。 木方舟沉声说道。 那就随便送到一座山清水秀的地方,好好养着吧。 大长老范宁说道。 他呢? 木方舟指着躺在玉石床上的木飞鸾。 木飞鸾已经清醒了,他那双眼睛紧紧的盯着大长老,充满了愤怒与恶毒。 你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能保住你性命已经很不错了。 大长老范宁说道。 大长老,我们牧师什么时候这样不堪了,被两个小杂碎这样凄凌,哼,等我搜罗了康复密钥,我一定到凡雪山将他们所有人涂个干干净净,木飞鸾说道。 牧师既然有废除人修为的法子,自然也有恢复修为的办法,只是千年天山圣连这东西有些难寻。 还好牧师才大事大,天山圣连一样可以摘得。 这件事你就不用太过操心了。 大长老范宁摆了摆手。 难道大长老要亲自出手,木飞鸾眼睛里立刻闪烁起了兴奋的光来。 之前在山上,图腾悬蛇震慑,大长老确实不好出手,倒不是怕了图腾悬蛇,而是图腾悬蛇和大长老这样级别的人战斗,必定引起巨大毁灭波,这样对木旁山一点好处都没有。 而且,大长老范宁最大的本领可不是他深不可测的修为,还有他残酷甚人的手段,连其他大士族的老狐狸都斗不过他。 木凝雪的冰晶沙弓已经小成,这样的神物,可不能落在一个不受牧师掌控的人手上。 大长老范宁说道。 冰晶沙弓的威力所有人都见识到了,可以让修为远不如木隐凤,木飞鸾的木凝雪成为超阶至强存在,就连大长老范宁自己也很忌惮。 哈哈哈哈,大长老出手,他木凝雪迟早还是一个死人,若是这样,飞鸾现在受点屈辱就不算什么了。 木飞鸾大笑了起来。 飞鸾啊,你可能还要再受点委屈了,毕竟你也算是给我们牧师树立了这样一个棘手的敌人,我们牧师本就被多个大士族觊觎,明面上做出太不符合我们牧师士族身份的事情,也很难做得出来,他们肯定也会在木凝雪这件事上做文章,撤走我们牧师。 范宁说道。 大长老只要有心搞死他们两个,飞鸾自然全力配合,只是现在飞鸾修为备费,可能还需要劳烦长老助我恢复。 木飞鸾诚恳无比的说道。 你能懂大长老就好,你放心吧,这个仇大长老肯定为你报了,接下去你只要全力配合木方舟,事情很简单。 大长老范宁说道。 木飞鸾有些疑惑不解。 自己要怎么配合,暂且把自己族会的位置交出来。 这个倒没什么问题,毕竟现在需要养伤,没有人修为,说话也没有人听。 在牧师,大家看似衣冠楚楚,其实每个人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弱肉强食,胜者为王。 是这样的,方舟,我们早年在北方设立了一个私军营,做了一些尽数的研究,可惜一直没有成功。 包括废除修为的兵系法门,其实不过是我们私营的副产品,真正的成效,是一种更强大,更霸道的,木方舟对木飞鸾说道。 是什么? 木飞鸾隐隐感觉到几分不对劲。 忽然,木方舟身上泛起了一层黑色的魔器,魔器之中可以看到一些类似于触须一样的东西飞了出来,分别扎入到了木飞鸾的额头,手腕,脚腕,腹部,心脏。 木飞鸾经得双目都要瞪出来了,他想要嘶吼,可大长老范宁随手将手杖堵住了木飞鸾要嘶吼的嘴。 木飞鸾全身抽搐,那些触须像是在汲取他生命一样,让他本就虚弱的身体继续干枯。 与此同时,木方舟的背后,一片片华贵的冰鸾羽书展开,这些羽精致华丽,每一根都带着特殊的鸾纹,蕴藏着古老神秘的冰皇者之力。 冰鸾之羽越来越清晰,木飞鸾躺在那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自己与生俱来的天赋。 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兵系天生天赋,竟然尝到了木方舟的身上。 这怎么可能? 木凝雪的冰晶沙弓可以夺取,是因为那是一柄与灵魂捆绑的模具呀。 将灵魂摧垮,把魔宫抽离,让另一个人继承便可以了。 可冰鸾之力,那是自己的天生天赋。 这种东西如何可以夺走,如何可以嫁接到他人的身上? 飞鸾哪,你也清楚木是一直以来遵循的生存法则,你若胜了,你还是木飞鸾,可惜你败了。 木凝雪比你强。 冰晶沙弓比你更有价值。 而你,如此举世无双的天赋也不能浪费,就作为木方舟为你报仇的筹码吧。 为了我们木是氏族的辉煌,你这点委屈,是能接受的对吗? 放心,你不会死,正好你可以和你妹妹做个伴,木是还是养得起你们两个植物人的。 范宁将手杖从木飞鸾的嘴里拔了出来,并在地毯上随意的擦了擦。 木飞鸾轻筋布满了全身,他感受到了极致,和之前的英俊昂然模样相差极大,险些让人认不出来。 生在木是,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没什么好恨的,恨就恨你自己。 你的仇,我们会为你报,木是需要你牺牲的时候,你也该做出牺牲。 从始至中木是氏族就是如此,残酷,冷漠,只为更加强大。 木凝雪,猴则在这个残酷的规则里,木飞鸾为何又能逃得过呢? 木是对败者,从来就没有同情心。 当然,背叛者是另一种处置。 第2438章 炎系小天种 青涩的枫叶布满了山林,静谧的小道上,偶尔可以看见几个尘跑的年轻人,戴着耳机,沉浸其中。 山的更高处,有一座可以看到繁雪新城景色的风亭,两个中年男子正在那里下棋,一人一壶茶,饮得路人频频侧目,就连树枝上的松鼠,都专心的啃着松果,观其不语。 老弟呀,合着以前下棋你都是让着我的呀,我这才多长时间就被你吃了僵。 木卓云一脸无奈道。 怎么不说是我这些年起义建长呢? 墨家兴笑着,给木卓云侦查。 木卓云急忙用手去拦,道,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没事,没事。 墨家兴依旧坚持,给木卓云倒了个半杯,接着道,也是我家墨凡啥事都不懂,不管怎么说那些年,卓云老哥都对我相当照顾。 算起来,两人相识有二三十年了,很多习惯很多喜好都是相投的。 讲道理,忙活了这么多年,争这个争那个,还不如好好向你学习,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对儿女倾心倾泽。 木卓云感叹了起来。 我这叫窝囊,哪能跟卓云老哥相比,对了,今天怎么想着换我过来下棋,哦,哦,我想起来了。 墨家兴也喝了一口茶,茶里有一些树上落下来的叶梗,他也没留意,一口喝下去了。 当年还多亏了你,不然我就真的迟到了,你在盘山路飙车的技术,怕是博城无人可比了。 木卓云回忆道。 都是年轻时候的事了,其实啊,现在看到宁雪,也总能够想到他。 他当年对我们这个小博城来说,真得像一只凤凰,我们那个年纪的男孩子都喜欢,你当年也有不少竞争者。 墨家兴回忆起过去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苦茶都喝起来有滋味了。 可说起来,你才是最后的赢家呀。 你儿子,把我家宁雪骗走了。 木卓云说道。 哈哈哈哈,你这个当爹的不舍得了。 以前总觉得,女儿好,跟妈妈一样可爱,漂亮,长上明珠一样呵护着。 但现在想了想,还是生儿子好啊。 木卓云道。 都是一家人了,说这种话。 以后莫凡那家伙要再叫你木老鬼,你就给我揍他,他绝对不敢还手。 墨家兴说道。 对了,老弟,你年轻的时候不是总说想去见见这个世界的风景吗?趁着海妖还没有大肆活动,你赶紧去逛一逛吧,再过个两三年,这个世界不知道会变成什么个样子啊,你当年集游,集图的那些城市,指不定就消失了。 木卓云说道。 这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我哪还有那个心? 墨家兴摇了摇头。 就当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呗,正好过阵子我也要去几个国家谈点金礁石的事情,你和我们一起去,只不过我这边应该没有太多时间可以逛,到时候我让个小职陪你。 木卓云说道。 这个,墨家兴有些犹豫。 其实别说出国了,国内很多地方他都没有怎么去过。 我马上给你办好证。 墨卓云笑着。 行,去就去吧,不过赔就不用了,多麻烦别人。 我自己逛逛,不会外语,我能跟人家比划呀,实在不行下个翻译软件在手机里。 墨家兴点了点头。 那就这么说定了,来再杀一局,我还不信邪了,今天赢不了你一局。 墨凡在山更深处。 于诗诗依旧如一位世外桃源之女,平日里晒晒红豆,清淡无比的过着自己与如今都市格格不入的生活。 红豆汤。 于诗诗给墨凡递了一碗,接着问道,凝雪伤势怎么样了? 估计要养一些时间,燃烧魂力,等于透支生命。 我看他是嫌自己老得不够快呀。 墨凡没好气的说道。 墨凝雪的冰晶杀弓有几个解禁状态。 他现在其实就掌握一个小城,大势都非常勉强。 一剑将墨引凤给射出冰封转身的,正是大城,一场战斗下来用不了两剑。 至于血氏,完全就是用生命在射箭,墨飞鸾被废,他墨凝雪自己其实好不到哪里去。 灵魂的伤是最难以修复的,莫凡还真害怕他年到三十,人就严重衰老。 我这里还有一小片天山雪莲的花瓣,回头我弄成餐一些灵草给他服下,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 于诗诗说道。 那就好,我靠,你怎么还藏着天山雪莲,不是说都用来给我做天重了吗,你吃我回扣啊? 墨凡道。 你还要不要凝雪康复了? 以后你说话,我只信一半。 墨凡说道。 你的言戏小天种差不多要成了,这你真得好好感谢宁雪,他可是一直在调用凡雪山的资源给你收集材料,他自己还亲自出海寻找,你也知道现在海妖多凶残,于诗诗对墨凡说道。 墨凡一听,心中更生起一丝暖意。 这么多年了呀,终于将慕宁雪身体兼内心一起完美征服了,他越来越有小妻子的样子了。 你的言戏修为,赶紧提升提升啊。 天种是强,可没有庞大的魔法星痕做支撑,也跟路边硬石头没什么区别。 于诗诗叮嘱道。 你以为我容易呀,你试试一个人养这多戏,我现在四戏抄接已经绝旷世奇才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我还得多上份星海天脉。 墨凡说道。 你要不要这么没文化,我一个身居俭出的女人都知道,星海天脉一人只能够使用一次,往后效果减弱十倍。 于诗诗无比嫌弃的道。 啊? 墨凡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星海天脉只能够用一次。 也就是说自己还有那么多戏要想迈入道抄街,就必须另寻途径。 墨凡有些晕了。 召唤戏要怎么突破道抄街呀? 言戏和混沌戏,都欠缺一些火候。 对了,小白虎被他妈带回去了,你知道吗? 于诗诗说道。 我说呢,来这里就看见小月鹅皇自己在玩。 恩,天山兵融化了,大雪解山,一天夜里,我听到了一声很远很远的唬啸,紧接着小白虎过来填醒了我,不情愿的告别走了。 于诗诗接着道。 第2439章 倒贴的图腾 没有了搞事情的小白虎,这个风居好像少了很多火力呀。 小月鹅皇乖乖听话的趴在旁边,显然因为没有了小伙伴的声音变得有些小不开心。 小炎姬在旁边,像个大姐姐一样安慰着小月鹅皇。 不如你想想办法,让慕宁雪把小白虎签了,其实小白虎若是能和慕宁雪签订契约,对慕宁雪自己也有好处的,毕竟他那种先天体制,异于常人,要是没有调和,于诗诗说道。 我试试吧,不过慕宁雪不太喜欢小白虎是真的。 若是有了契约,小白虎要从天山逃出来就容易多了,一个契约召唤魔法,虽然不是隔着多远都可以传送过来,但让小白虎有了一个说得过去的身份,让他妈可以放心放心。 那你答应了? 于诗诗问道。 答应说服慕宁雪,跟小白虎签订契约。 于诗诗语气奇怪道。 莫凡没太懂于诗诗的意思,免为其难的点了点头。 可点头后,莫凡马上又嗅到了一种阴谋的味道。 出来吧。 于诗诗笑了起来。 这时,一个白色如马鼠一样的圆滚滚小家伙翻了出来,紧接着就看到他那一对洁白的虎牙,露在空气中,一副奸计得逞了的得意与开心。 莫凡无语了。 合着小白虎没被带走啊。 莫凡再将目光转向几分无精打采的小月鹅黄,小月鹅黄急忙转过小身子,一副自己做错事的害羞样子。 这群家伙,居然群眼来骗自己。 是这样的,小白虎的妈妈确实从天山下来了,隔着有好几千公里的路途就发出了一声唬响,让小白虎跟他回家。 小白虎不想走,他的意思是,只要他和人类签订了契约,就算是在人类这边落户了,他妈就不能为难他了。 于诗诗解释道。 莫凡一阵无语。 这头小白虎成精了是吧,坑蒙拐骗都会了,而且还打感情牌。 令 小炎姬却非常开心,飞到了小白虎身边转了几圈,一个兵一个火,相处起来倒是很融洽。 没一会,小炎姬就飞了回来,就悬在莫凡脸前,一副稚嫩小工具模样盯着莫凡,那意思是,爸爸不答应,伦家就离家出走。 哎,都被这小东西给收买了。 莫凡无奈。 小白虎眼睛溜溜的转,脚狭又可爱,有小白虎在的这座山,确实热闹很多,充满了生气和活力。 对了,凝雪的魂伤,和小白虎有签订契约的话,应该也会得到一些康复,小白虎吃的天山圣莲比我们吃的青菜还多,它强大的魂魄会让慕凝雪体质有所改善。 于诗诗说道。 小白虎在那里点头如捣蒜,本小脑虎很厉害的。 你说你,能有点图腾之尊的气势吗,知道霸夏吗,别人都是嫌弃自己的守护主,你倒好,想尽鬼主义倒贴。 莫凡指着小白虎的脑袋说道。 一一嗷嗷,小白虎不服气,扬起了自己满是小白虎须的脑袋。 小白虎既然可以让慕凝雪的魂魄变得更强大和健康,莫凡当然一万个希望签订契约,冰晶沙公对他的灵魂造成太大的伤害了,过去留下的创痕怕是在未来岁月里会陆陆续续的呈现。 莫凡可不希望慕凝雪跟他妈妈一样,早早的离开人世。 所以这次,莫凡一定好好好说服慕凝雪,即便慕凝雪不太喜欢小白虎。 慕凝雪对小动物兴趣不大,而且他也说了,他不喜欢小白虎,宁愿召唤戏里没有一个强大助力,也不勉强的选择不喜欢的。 小白虎作为天山圣虎,拥有的是四大图腾圣瘦的血脉,到头来算是混得最惨的,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个守护者,人家压根不要。 哎,图腾倒贴,好在如今存活的图腾不多了,不然说出去肯定被笑话。 雪雪,我这也是为了你的身子着想,你要是不喜欢他在你身边吵来吵去,就扔他在于湿湿的月娥山上也被,反正他在那里也挺开心的。 莫凡端正的坐在慕凝雪面前。 一旁是小白虎,他也端端正正的坐着,两个长长的小耳朵搭拉着,一副非常没有底气的样子。 他也不知道为啥,慕凝雪就是不喜欢他。 可能嫌他脏兮兮的,今天他特意洗了个毛白皮静,保证和慕凝雪那圣洁气质很搭配。 话说起来,明明小白虎来自天山圣痕,从小吃醉灵的雪莲长大,在世界最纯净的山中修行,却感觉慕凝雪更有那里的气息,小白虎就泥潭里摸爬滚打,肥兮兮,啼里脾气的。 好吧。 但我们只有契约。 慕凝雪终于还是答应了。 慕凝雪的这语气,充满了勉强和小不情愿。 就有一种我们可以要个孩子,但孩子你来带的女强技识感。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慕凝雪也是看在莫凡为自己着想的份上。 其实也不是慕凝雪不喜欢小白虎的样子,主要是小白虎太熊了,典型白虎里的熊孩子,慕凝雪不喜欢这种性格的,如果不是莫凡太过特殊,慕凝雪自己都可以冰心欲净的一个人过玩一生。 相比于小白虎,慕凝雪更偏爱小月鹅黄一些。 至于小颜姬。 小颜姬不喜欢慕凝雪,慕凝雪也不喜欢小颜姬,跟性格没关系,纯因为属性相斥。 行,她的事情,我来处理,你就管签订契约。 莫凡说道。 虎孩子,我来带。 其实小白虎成天跟莫凡私混,莫凡一回来她一定会出现,无非是给小白虎上一个户口,其他情况也没什么太大的改变。 成功签订了契约。 莫凡也看到慕凝雪的气色有明显的改变,看来这一点于诗诗和小白虎没有说谎,小白虎特殊的体魄让慕凝雪冰魂也健康强大起来。 慕凝雪要专心修养了。 莫凡带着小白虎出来,小白虎如是重负。 也不知道为啥,小白虎天不怕地不怕,连他妈天山圣虎都赶框赶骗,唯独在慕凝雪面前像个乖宝宝,大气不敢喘。 倒贴得图腾圣兽,好没尊严哦。 不过,总算可以不用回天山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了,很嗨森。 第2440章 杂龙还是尾龙 一一嗷嗷 小白虎忽然间想起了什么。 忽然咬住了莫凡的裤管,将莫凡往回拖。 干嘛,干嘛,反悔了吗? 莫凡美好气道。 小白虎毛发繁多,用力的在那里抖了抖,紧接着就听见金银落地的清脆响声,也不知道这厚厚的白色毛发里面藏了多少东西。 咿咿呀呀 小白虎那里比划着。 小言姬,你翻译翻译,这是什么惊喜? 小白虎低下脑袋,叼着其中一件小小的琉璃镯,往目凝雪静仰的屋子里跑了过去。 他小心翼翼地把那特殊的琉璃镯放在了目凝雪门前,然后撒开腿又跑了回来。 啥,你跟着我们去了木旁山,莫凡瞪着眼睛,这些,全部是你从木旁山的宝库里偷的。 小白虎露出了小羞涩的表情。 他告诉莫凡,他其实偷偷跟着木凝雪,打算有什么紧急状况就跳出来帮助的,至少能帮木凝雪逃跑。 谁知道木凝雪魔宫一出,谁与争锋,他没啥事情做,就溜到族会大楼那边去,烧了一些宝贝走。 要不是牧师内有一位半晋咒级别的人物察觉到了他的气息,他能把牧师族会大楼宝库一锅端了。 莫凡哭笑不得。 小白虎,你是天山圣虎啊,怎么专门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 刚才那个琉璃兵拙,对他休养有好处是吧,那这其他东西孝敬我了。 莫凡说道。 小白虎立刻点头,这次能够有了凡雪山的户口,多亏了莫凡,东西他就不私藏了。 难怪你妈要喊你回家,他多半是怕你在外被人打死。 莫凡说道。 小白虎的眼光是狠毒的,不是宝贝他不拿。 剩下的四件小宝物,虽然没有那个琉璃兵灼有价值,可都是一件能买一个小企业。 正好自己最近又缺钱了。 一一嗷嗷。 小白虎又表示,他知道冰山天横里有一只无比稀有的圣莲,过了下一个冬天就正好千年修行了,回头给慕宁雪采回来,补补身子,保证延年益寿,青春永驻。 莫凡很满意,算小白虎有心了,解决了莫凡最担心的问题。 在樊雪山待了一些日子,莫凡还是回魔都去了。 青天列索毕竟是在魔都,闲侠下来接点悬赏赚点钱,补充一下自己现在的资金黑洞。 总觉得做了魔法师,自己会家财万贯,可到了抄街莫凡发现没有不花钱的地方,一花都是超大数目。 莫凡,有好东西进来,要不要去看看。 刚到魔都,赵满言就打电话过来了。 这家伙,终于是结束苦修,看来是把无苦的纳水佛珠掌控差不多了。 木白最近也在魔都。 他是南易法师,南易法师现在总部在魔都这里了,最近估计是在总部那里走动,具体做什么就不了解了。 不会又是什么特殊的地下所谓人体艺术表演吧? 莫凡问道。 当然不是。 赵满言道。 那不去了。 叫上木白,跟我走起。 赵满言是老魔都子弟了,有一些特殊的途径。 他神秘兮兮说的好货,绝大多数是一些特殊女郎,但这一次却完全不是,很让人意外。 一群横穿了魔都上空的天鹰惊起了无数人的惊呼,毕竟和乘坐直升机不一样,能够直接驾驭者驯兽飞翔在城市领空的,不单单是受人尊敬的法师,更是地位非凡的军官。 天鹰雄壮,羽毛洁白如雪,官上的羽毛更呈银色张狂的垂到脊背上,透着完美的流线感。 他们整齐有序的穿过了魔都,一直飞到了一座靠近陆地的半岛上。 落到了半岛训兽坪,很快就有几名穿着西装的男子和礼服的女子迎了上来。 想必您就是张军将吧,这边请。 为首的黑燕尾服男子恭恭敬敬地对一位中年男子说道。 你误会了,那位才是我们军将。 那位中年军官笑了笑,指了指随后走来的一名年轻有黑的男子道。 男子称不上有多俊逸,但自有一股鹰气在,有黑的皮肤没有使得他形象有多受损,反而在这股鹰气上更添几分酒精磨练的成熟魄力。 燕尾服迎客主人露出了惊讶之色。 这位军将居然如此年轻。 资料上说,对方可是在秦岭,北江长期驻守,那些都是国内有名的凶险之地,可他驻守时期,妖魔部落丝毫不敢入侵。 张军将,我们接到消息,您对我们到来的这些珍贵训兽很感兴趣,所以我这个白家主办人特意在此等候,就是不知道张将军您是代表了秦岭军方,还是私人。 白氏主人问道。 我们将加入紫禁军。 每一位紫禁军成员都需要除天鹰之外更强大的训兽做齐,所以想看看你们这次主办的训兽展。 张军将露出了一个比较和煦的笑容,看上去并不似绝大多数高级军官那样铁面高傲。 紫禁军,白氏主人有些惊讶,毕竟这是一支不会随随便便出面的强大特种军啊,人数虽然不多,都是执行一些非同寻常的任务。 里面请,里面请,其他一些贵客没有到齐,这位将军不会介意多等一会吧,毕竟我们这次训兽展也非小项目,面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 白氏主人说道。 没事,好久没些口气了,麻烦准备一些房间给我和我的弟兄们休息。 那是当然。 白氏主人马上给旁边的旗袍女子递去一个眼色。 旗袍美女面带桃花,吩咐其他姑娘们在前面领路。 这位将军,有什么尽管吩咐,我们这里可是很少能够有您这样身份显赫的客人。 旗袍美女笑盈盈的,眼睛转起来如流动溪水一般灵美,风情万种。 哦,你们这次将出现龙兽,真的吗?张将军问道。 旗袍美女眨了眨眼睛。 原来对方不是老司机啊,这么明显的暗示都不知道。 是的,我们与英国最有名的驯龙氏族合作,他们最新的龙驯兽将问世。 杂龙还是伪龙?张将军问道。 旗袍女子笑了起来,把仙仙之指放在自己烟红性感的唇边,过了一会才道,商业机密哦。 第2441章龙兽坐骑 咚咚咚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就看见一个系着一根军皮带的女军人朝着屋子里面低张将军行了一个礼。 旗袍美女看了一样女子,见她眼神带着几分绿色,马上就懂了,笑盈盈地离开了房间。 旗袍美女走出去的时候,特意回头看了一样女军人,发现这女军人的腰身相当细,那皮带估计差点能够在她腰身上细两圈了,想来一身笔挺军依下肯定也有着一具妙慢勾人的身段。 那就不打扰两位军爷休息了。 旗袍女子顺手带上了门。 女军人没有回头,但等她离开后,却从摇鼻里哼出气来。 现在女人,真是没几个要脸的,大半夜了还在男人屋子里待那么长时间,不知廉耻。 有什么事吗? 张将军认真的问道。 没事。 女军人道。 没事你跑过来干嘛,好好回屋子里休息吧,上一个任务大家都很辛苦。 张将军道。 刚才那女人在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赶她走? 女军人华月竹问道。 我不是在问她关于龙兽的事情吗? 张小猴回答道。 他们真有龙兽。 华月竹有些不大相信。 很多商人就是喜欢搞噱头,宣传上多么惊天动地,真正到了那一天糟粕不堪。 应该吧,只是价格上可能不太好处理。 张小猴有些头疼起来。 真有龙兽,肯定多方势力出高价争抢,即便他们是代表着军方也一样的跟他们竞价,最重要的是,这笔钱上头也不会给他们报销多少。 真能够拿到龙兽做驯兽的话,上次我们就不会追丢了邪导魔犬君主,天鹰在这样的生物面前,还是太过软弱了,一嗅到君主的气息就吓得不敢在空中飞。 华月竹说道,军方和猎人在野外行动的时候,方式会有一些不大一样。 猎人人数少,活动比较自如,哪怕遇到一些危险大家分散开再会合都没有什么问题。 军方行动就不一样了,人数庞大,要是一遇到妖魔巢穴就绕道,他们时间都花在躲避妖魔群体了。 尤其是拥有座棋,迅兽的军方部队,他们一般可以仗着足够强大的实力直接横跨兄弟,只要不是遇到类似于亡灵那种无脑的生物,多半是会退散。 要为了一路更顺畅,迅兽就非常的关键。 迅兽本身就有一定的气场,可以震慑那些游荡生物,当遇到不想要缠斗的妖魔群体,军方迅兽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可以在沿途上大大节省时间,体力,精力。 迅兽的体质远比人类强大,军方要千里追击,紧随足迹的时候,即便是风系魔法师飞行个一两个小时也会好干魔能。 遇到危险,迅兽也可以迅速做出逃离的反应,不至于撞入到群山之中迷失方向。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迅兽拥有一定的战斗力。 他们的契合度虽然无法和召唤戏的召唤兽相比,可经过了长时间驯化的这些迅兽一样可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充当一群强有力的潜盾和近战,牵制住某些过于强大的生物。 天鹰是国内比较标准的军官配置,天鹰里面也有一些高血统的,数量太过稀少了。 在迅兽方面,英国领先整个世界,尤其是迅龙世家,也就是爱玲公爵的大贵族,他们在不久前发布了一个举世震惊的消息,便是驯服了某种龙兽,并可以大量的投入到军事之用,势力之用。 驯服一两头龙兽,绝大多数高级的心灵系法师都做得到,可要将龙兽量产孵化,形成一个源源不断的产业,供给所有法师使用,这就是相当惊人的魔法高科技了。 难得英国的迅龙大贵族来中国做展示,张小侯听了消息便代表着紫禁军过来,要是有合适的话,他也希望买上一些龙兽坐骑,让自己的小部队脱胎换骨。 就怕是一些蜥蜴混了点不知什么鬼龙的一丝丝血脉,然后就夸张大肆宣扬,真要是龙,英国迅龙大贵族不是无敌了吗? 华月竹说道。 看看吧,其实哪怕是一丝血脉的杂龙,对我们也有极大的帮助。 张小侯说道。 经常野外执勤的军队没有好做齐,修为再高,人数再多,都很难施展出力气来,那些狡猾的妖物往山里,洞里,大荒野里一钻,他们跑断腿了都别想将他们给找出来。 我们这次要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偏偏拨给我们的资金却那么少。 华月竹有些抱怨道。 别说了,我们本来就是在这里歇息几日,要真有缘的话,就买,实在拿不下来,也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耽误任务。 张小侯道。 嗯? 你回去吧。 张小侯道。 华月竹行了一个礼,身姿挺拔。 她是一个非常有身高的女人,行李时身姿的前倾,其高度都和张小侯差不多了。 走出了房间,关上了房门。 铺着红色地毯的走廊里,华月竹看到了一个金色头发的俊美男子,那双眼睛极不老实的盯着自己,放肆无比的上下打量着。 嘖嘖,这姓白的,明明有这样的服务,不给我来一套。 金发男子小声的嘀咕了几声后,于是走向了华月竹,一脸认真的问道,怎么个收费,随便开个价。 你说什么? 华月竹起初没听太明白,可看到这家伙色迷迷的眼睛,立刻明误了什么,那张脸顿时凝结上了冷霜,怒道,无耻,找死。 哇哇,干嘛动手? 金发男子叫了起来。 华月竹无比愤怒,他听说过现在有些男人,为了追寻各种各样的刺激,对军制服有着无比特别的痴迷,于是某些失足妇女就打扮成那个样子供给他们幻想。 可他华月竹是堂堂正正的军官,神圣不可侵犯。 华月竹才不管这里禁不禁止毁灭魔法,他得将这个下流男子给轰成渣。 我靠,一出手就星座。 金发男子吓了一跳,没有想到对方轻而易举的完成了一个高阶毁灭魔法。 还好金发男子也是强大的法师,手拨动起来似搅动水池,迅速地将对方的高阶火系魔法给压制了下去。 第2442章国家发的女侍卫长 姑娘,有什么话好好说,这样直接甩大招是几个意思啊。 金发男子擦了擦冷汗。 华月竹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 没有想到如今连流氓都会魔法了,而且修位这么高。 给我去死。 华月竹经归经,手上大杀招可没有停下。 高阶不行,那就动用抄阶。 赵满言本来还一脸洋洋得意的,可看到这位女军官身边出现无比璀璨的星宫时,下巴都差点跌到地毯上。 什么愁什么愿呢? 月竹,你干什么? 忽然,那个房门打开,一张有黑的脸叹了出来。 将军,这里有一个下流东西,调戏军人,我有权力击毙他。 华月竹说道。 你当这里是北疆荒帝吗? 你这个抄阶魔法不仅会杀了他,还会杀了住在这里的其他人。 张小侯命令道。 华月竹不敢违抗上级命令,强行憋下了这个抄阶火系星宫,可气是难以消除的,胸脯高高的起伏着,感觉会撑开。 赵满炎一脸呆若木鸡。 现如今出来做这行的,都是尼玛抄街法师了吗? 咦,赵哥。 张小侯一眼就认出了那人来,一头金色骚包到不行的头发,再加上那张俊秀无比的脸。 张小侯。 赵满炎也认出了那个黑炭脸,诧意道。 可可,赵哥,你还是老样子啊。 张小侯看了一眼华月竹,再看了一眼,瞬间明白什么事了。 他,赵满炎用手指着面前凶煞无比的女军人华月竹。 我是卫长,华月竹。 张小侯笑了起来,请赵满炎往自己屋里坐。 我靠,你小子可以啊,国家还有发这么英姿神武的女侍卫长吗,我也从军去。 赵满炎羡慕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华月竹除了皮肤不如都市姑娘们那么白皙之外,其实整个气质都太特别了。 记得男爵是算是长得比较美的,可男爵那是中性美,这个华月竹明明神器威武,姿态傲然,却又一点都不影响他身上透出来的那种独特女性魅力,尤其是那不逊色绝大多数男子的挺拔身高,男人一看不仅要心生自卑,更会激起强大的征服欲望。 赵满炎也不是那种路边看到妖艳女人就问价格的,她品位极高,所以这华月竹确实有物,不是城市里那种高档护肤品腌制出来的精美,而是在大荒,旷野中经历各种磨练的桀骜不驯的荒漠之花。 月竹,这位是我哥呢,他不过是跟你玩笑,别太介意。 张小猴对还在气头上的华月竹说道。 哼!华月竹根本不觉得那是玩笑,冷傲的离开了。 赵满炎一阵尴尬,也不知道自己是眼力越来越差了,还是惊虫上脑。 你既然来了上海,怎么不和我们几个说一声呢? 赵满炎问道。 就一两天休息时间,估计眼睛一睁就得执行任务去了,所以想着回来后再跟你们聚一聚的,哪知道在这里遇上了。 张小猴显得很激动。 自从那次秦岭分别后,张小猴就往北疆去了,北疆信号确实不好,他很长时间都没和莫凡联系了。 莫凡前阵子还跟我说起你呢?赵满炎拍着张小猴的肩膀。 凡哥还是挂念我呀。 张小猴有些惭愧道。 到了北疆后,联络过于不方便,确实没怎么报平安了。 是啊。 他说,不出意外的话,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会听到从北疆那边传来你的死讯,叫我到时候一起给你收尸去。 张小猴内心那点小惭愧荡然无存。 北疆确实凶险,胜过秦岭。 秦岭平静之后,张小猴被主动申请前往北疆,真正意义上的与妖为伍,与魔共眠,能活着熬过助手期,也是一个奇迹了。 所以,莫凡说的那些话也没什么问题。 你现在是将军了,不是少将了。 赵满延回想起刚才华月竹的话,诧异道。 北疆的将军被一头闯入安界的魔犬杀了,我就临时担任他的位置。 我杀了魔犬,上头就让我转正将军。 张小猴说道。 秦岭和北疆都被你安定了。 赵满延知道的东西可不少,军方的一些内忧外患他都清楚,张小猴能够将这两个胸的给稳住,那会缓解沿海巨大压力。 嘿嘿。 张小猴憨笑了起来。 牛!国家也该给你发个那样的侍卫长。 赵哥,你别老往奇奇怪怪的地方想,华侍卫长也是名将之女,实力并不会逊色于我,主要他在军功上比较欠缺,在我这里无非就是跳板,他比我有潜力多了。 张小猴谦虚的说道。 那更应该好好争取,啊,顾着和你说这些有的没的了,走走走,莫凡和木白都在天台呢。 赵满延说道。 他们买股票了。 什么呀,天台喝酒呢,这里空气好,适合登高饮酒。 哦,你不会有任务在身不能喝酒吧? 赵满延想起了什么? 不影响,我们来这里是来买训寿的,顺便歇一两天。 哦! 你们军方对龙兽有兴趣。 赵满延挑起了眉毛。 张小猴摇了摇头。 天鹰毕竟是军官们的标配,天鹰体系也在整个国内军方更为成熟,只是像张小猴现在的级别,天鹰有些不太适用了,需要更高级别的训寿。 我听说几个中东富的流油的国家,他们已经下了大单了。 这龙兽训寿多半功不应求啊。 赵满延说道。 赵哥,凡哥也有兴趣。 就过来看看,如果有品种不错的亚龙,我会考虑入手。 倒是莫凡那家伙,之前我跟他说龙兽的时候,他还两眼发光,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没那么大的兴趣了,一副过来尝尝见识的样子。 赵满延说道。 两人说着话,已经登上了露台。 这个露台是开放式的,靠近楼的是橱窗酒吧,靠近海的那一面是座椅,吹着海风,饮着酒,本是很有调调的。 不过,莫凡和赵满延向来无拘无束。 他们想吃烧烤了,于是把人家户外木制的座椅都搬到了海滩上,弄起了烤肉架,熏得酒吧里的服务生们一脸惆怅,他们这样一搞,格调上拉低了不知道多少个档次,紧追路边烧烤摊。 看看,我把谁带过来了。 赵满延呼了一声。 莫凡正用人家的龙兽宣传策善探火,看到张小猴和赵满延一同走来,惊得那嘴能塞下一根大鸡翅。 第2443章 麦龙 凡哥,你一个火系魔法师,何必自己辛苦的煽探呢? 张小猴笑了起来。 自己钓起来的鱼,吃起来特别香,这个道理懂不,不然去市场上买又有什么意思? 莫凡言简意该道。 一旁的赵满延却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接着莫凡的话道。 我也喜欢吃鱼,主要自己钓,偶尔也去市场上买,选择多吗? 这就是你喜欢嫖的理由。 木白给赵满延补了一刀。 放你娘的狗屁,你一个连鱼肉是什么味的神圣鸭子,有个当好骄傲的。 赵满延骂道。 张小猴在那里干笑。 不久前赵满延还问自己是位长价格呢,木白话也没有说错。 别嚷嚷了,过来尝尝我的秘制考试。 莫凡俨然一副大厨驾驶,用烤肉插一人给窜了两个,四人立刻啃了起来。 吃得满嘴是油,被烫到口腔了也无所谓,来一口冰镇啤酒,哪是痛快可以形容。 夜开始深了,这边沙滩上篝火却更旺。 四个人喝了不知多少酒,东倒西歪的在沙滩上,安排好的酒店房间也不去了,就浑着沙子睡了过去。 一大清早,晨曦洒下,平静的海面上渐渐有了一缕炽热的红光,缓慢的打开,没多久便烧得青海一片烟红,波浪层层叠叠,烟红的光也荡起了无数涟漪。 四个宿醉者浑浑噩噩的爬了起来,到酒店用了早餐。 迅兽展在早上八点就开始了,他们这一睡差点就睡过头了。 还好入场的时候,整个展示才刚揭幕。 本来莫凡对龙兽没有太大的兴趣,主要原因是他穷,没有那个闲钱买迅兽做起。 但一想到小白虎给自己偷来的那些赃物已经处理了,钱也在昨晚喝醉的时候到了账,那么自己还是有那么一点底气去竞争一下自己满意的龙兽。 大家请看,现在暂时的是一头的牙龙。 尽管他是一头尾龙,可他全身上下都被坚硬无比的牙骨武装着,包括他自身的骸骨也达到了牙龙的级别,没有任何妖术,魔法,却懂得各种格斗兽技,是冲锋,摧毁,近战的完美训兽。 地牙龙,外形威武猙獰,从脑袋的鸡脚开始一直到尾巴,全是锋利的牙骨,显然这样的尾龙在统领级领域里面是随意碾压的。 其实战胜这样的地牙尾龙,在场很多魔法师都可以做到,可要将他们驯服,并且听从人类的命令这就是最困难的地方了,尤其是的听从买主的。 关于驯服技巧,一直都是心灵系法师的专属。 这头龙,怎么样?赵满言马上发问道。 莫凡直接摇头。 这地牙尾龙,听上去和看上去蛮强悍的,可估计连自己的一道超阶雷都承受不住。 即便作为坐骑用来赶路,追逐,这家伙怎么看都给人一种坐不太舒服的感觉。 张小猴也摇头,如果这次展示的是这种尾龙,那他就有些失望了。 他考虑的驯兽坐骑,主要是灵活,何况这地牙尾龙根本就不会飞。 在战场上,作为冲锋军团,这地牙尾龙应该是无敌的存在,女侍卫长华月竹说道。 果然,这地牙尾龙还是有很多势力感兴趣,他们下了大订单。 这次驯兽展,可不是一头一头买的,那都是一群一群购买,甚至可以预定每年的数量。 比如说来自北方的一个氏族,他们就买下了现存的三十头的牙尾龙,来年的三十头的牙尾龙他们也全要了。 英国驯龙大贵族是有产量的,这驯龙的本领比其他金矿,银矿都值钱。 这是鹰凯龙。 驯幅度达到了六星级别,他不仅继承了龙族强大的龙翼,更具备了鹰族的骁勇善战。 这鹰凯龙没有龙脚,却是鹰官,他的爪子也跟那些雄壮无比的魔鹰非常相似,胸膛,脊背,翅膀却是西方巨龙的样子。 一样是尾龙,可张小猴身旁的那些军官们一个个眼睛都亮了起来。 驯服度达到六星,岂不是和我们天鹰驯服级别一样? 那位中年侍卫长说道。 英国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能够让这种有龙血脉的生物乖乖听话? 血统越高,驯服难度越大。 西方巨龙,真龙是最难驯服的生物了,它们天性高傲,凶猛,真龙和巨龙更是以高于人类的地位自居,那些拥有龙血统的生物与妖魔魂血后,也继承了巨龙的这点,也性难驯,蔑视其他族类。 将军,这个鹰凯龙可比我们天鹰强了不少,要不下手吧? 再看看。 张小猴说道。 接下去要暂时的是我们这次展示的主打。 大家请看。 人们目光很快就落在了展示的大场地上。 原本人们以为驯兽展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会给这些驯兽加上镣铐模具,防止现场出现一些意外。 可是,这头走出来的龙兽身上没有任何的枷锁,龙牙暴露在空气中,闲夜流下,让坐在最前排的那些贵客们差点吓昏过去。 该龙兽体型魁梧如一座小山丘,身上的鳞片简直是一块又一块被打磨得非常精细的铠甲片,随着该龙兽的前进张开收缩,显然后时间顾却一点都不妨碍该生物的行动。 一对翅膀由龙皮包裹,充满力量感的翅竹骨清晰可见,此时这龙翅正贴在龙背两侧,是与他的前爪相连在一起的。 后肢粗壮,身躯成远古巨蜥,只是在拥有明亮的龙鳞覆盖后,却远比那些皮质粗糙的远古蜥要威武高贵,令人无法和蜥蜴的笨重与丑陋联系在一起。 全场贵客看到该龙兽出现的时候,纷纷屏住了呼吸。 这是龙兽。 这怕是一条真正的龙吧。 无论是龙驱,龙翼,龙爪,龙鳞都和巨龙相似度达到百分之九十,更重要的是他的气息,分明让人觉得有一只君主降临场地,尊贵的寺这里的主人,完全不是用来展示和贩卖的训兽。 卧曹,艾琳他们家是要卖巨龙吗?赵满言惊呼了一声。 除了体格上会比巨龙小很多,眼前这头龙兽已经脱离了尾龙的范畴了,甚至比某些亚龙都更接近巨龙。 第2444章 买不起买不起 这是一头飞龙,同样驯化级别为六星,所以大家并不需要害怕他,他比一些召唤兽还要温顺。 当然,需要他残暴的时候,他的战斗力甚至可以超过一些契约兽,是如今我们英国大贵族驯龙大师最成功的作品。 飞龙问世之后,必定是对我们驯兽领域的一次载入史册的革新。 主持人根本没有对该飞龙做任何多余的减少,什么力量,什么体能,什么防御,什么作战力,他就是一头飞龙,被驯化了的飞龙。 事实上,这种飞龙用作契约兽来出售,都是最炙手可热的,现如今却以驯兽做齐来卖,实在颠覆了如今人们对驯兽的认识。 驯兽是可以与任何人进行主仆捆绑,即便不是召唤戏的魔法师,一样可以控制驯兽。 所以这种飞龙,意味着任何戏魔法师只要出的起钱,都可以将这头飞龙给带走,并驾驭使用。 要知道连召唤戏魔法师都很难获得一头龙兽为契约兽的情况下,那些非召唤戏法师都可以拥有飞龙驯兽,这是对召唤戏,对整个魔法领域造成怎样的冲击。 变天了,要变天了,爱琳大公爵这是要变成欧洲龙族,统治全世界呀。 赵满言已经呼出声来。 莫凡此时也不禁深呼吸起来。 记得在奥霍斯圣学府的时候,有人问学生会主席沙家,为什么会对莫凡的融合魔法感兴趣? 融合魔法若是实现,并且普及于是,那么该魔法理论绝对可以让人类跨魔法时代向前猛跨一步,大幅度的提升全民的实力水平,能力变化。 有可能很多魔法师在初阶和中阶,就可以出现许多魔法变招,不至于能力看上去那么机械和模板化。 同样的,这驯龙本领,可以将龙兽驯化,并普及到所有魔法师身上。 玉兽不再是召唤戏法师的专属,所有人都可以拥有一头战斗力强悍的生物,保驾护航,飞天入地,若这种龙兽数量足够多,何愁灭不掉那些妖魔帝国? 你们这是概念龙,还是真的可以买走,亦或者我们下订单的话,你们可以有货。 一名同样穿着军服的男子站起来问道。 此人应该是其他军部的,级别也非常高。 您若竟拍走,交完钱,滴血认主后这头飞龙就是您的,另外我们不久之后会公布飞龙售价,并接受全世界的飞龙预定。 白氏主人露出了自信无比的笑容。 预定了,就一定有。 您出的起价格,我们就会在规定的时间里给您送上,数量自然是有限,但大公爵向所有有益者保证,飞龙不会是寥寥几支,每年都会有一定的数量供应给全球各大势力。 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啊。 为了体现出飞龙的战斗力,白家特意将所有人带到了一个地势宽阔的海处,现场让一些修为达到超阶级别的魔法师自行上去挑战。 经过一番势斗,这飞龙实力达到了成熟亚龙的级别,即便面对一些君主级生物都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能够飞行,是空中绝对霸主。 更夸张的是它的龙林,居然真的继承了龙族的最强大特质免疫魔法。 高阶以下的元素魔法,全部免疫,打在飞龙身上彻底无效。 这是相当变态的能力,意味着成立一个数千人的军团来对抗这样的飞龙,飞龙可以无视元素群法的攻击,当初要是有一只飞龙出现在安地斯山的战场上,无论是叛军的封建军团还是联邦的十字军团,噩梦般的存在。 本以为这次训兽展,这飞龙训兽是压轴,仅此一头将会被无数势力争抢到一个非常夸张的价格。 让所有人震惊的是,这次主办方一共有七头这样的飞龙训兽。 第一头被之前那位穿军装的男子买走。 第二头被牧师的一位族会成员给买去。 第三头,第四头都被肇事的人买走了。 最后剩下三头,女侍为长华月主咬着牙买了一头。 张小猴觉得价格太高,始终犹豫不决,但女侍为长华月主坚持拿下。 第六只,莫凡尝试着叫了一下价,后来看了一眼自己账户上的钱,最后选择了放弃。 这群人太猛了,每个人钱都跟抢来的一样,价格叫得非常高,随随便便一次加价就是过亿,莫凡表示自己还是用两只腿来跑吧,蹭一蹭别人的一模具什么的。 最后一头了呀,我们还是拿下一头吧。 赵满岩说道。 我们三个人凑钱买一头倒可以。 木柏苦笑道。 这样的飞龙,绝对有价无事,赵满岩觉得自己是不可能觉醒召唤剂了,所以一头匹配自己身份的做骑士必须的。 哎,可惜自己家产被赵有钱给夺了,不然七头全买了,他都敢。 凑钱买,可以考虑考虑,毕竟一头飞龙仔我们三个是绰绰有余了。 莫凡也点了点头。 莫凡,你不是和爱琳熟吗? 这龙从英国运过来,又到白家这边,白家是代理商,交税什么的,从中肯定要增一大笔钱。 我们直接问爱琳,等于从厂家拿货,肯定能便宜很多。 赵满岩说道。 莫凡挠了挠头。 要知道爱琳大公爵是这样的存在,当初就应该多巴结巴结。 熟归熟,可还没有熟到人家会把自己家稀有产品贱卖的程度吧,这样的飞龙驯化起来,代价肯定也很大。 心下和他更熟一些,回头我让心下帮我们问问吧。 莫凡说道。 还是张小侯有钱,直接就买了。 木白说道。 木白话刚说完,就听见那位女侍卫常华月竹霸气的说了一句,将军,英凯龙我们全要了吧? 恩,全要了。 莫凡,赵满岩,木白三人表情更复杂了。 到底是自己干,穷一生,效忠国家,付一辈子啊。 背后有组织,这种需要大钱的场合下才彰显谁是真穷逼。 你们说,图腾能卖多少钱,回头我们把小月鹅黄绑了,能换一窝飞龙吗? 赵满岩说道。 第2445章这个要吗? 说实话,看到了这次训兽展,说不心动是骗人的,可这飞龙的价格确实太高了。 家里要没有矿,真不是随随便便买得起。 赵满岩对龙就特别的痴迷,无论如何都要莫凡去联系一下爱琳,或者联系一下心下。 穆白表示也对近期飞龙的出现很感兴趣。 穆白并非是召唤戏法师,但这家伙却养虫,赵满岩见到过穆白召唤过一种类似鱼龙模样的折兽,想来他的折兽要是能够浑上一些巨龙血脉,实力也会大幅度增强。 看看,人家张小猴都飞龙做齐,手底下了一群的鹰铠龙,这出行在外要多拉风有多拉风啊。 赵满岩开始泛酸起来。 你就那么喜欢巨龙? 莫凡问道。 那是当然。 女人,车子,驯龙兽,可以骑的我都喜欢,而且得上得了档次。 赵满岩回答道。 我打个电话,恩,算算时差,应该能打通。 莫凡掐指一算,这会正是心下梳洗睡觉觉的时候,换做其他时间,基本上接听电话的人一定是那个老太婆塔塔。 心下? 莫凡哥哥。 心下往常的声音都挺精神的,可这一次带着几分小幽怨。 莫凡一阵尴尬。 刚才看了一下通话记录,自己可能有很长时间没有关心人家了,心下这语气,已经表明了他要化身小怨妇了。 没办法,莫凡不是一个喜欢熬电话包的人,真想念了,就直接往希腊一趟。 莫凡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先把心下的小情绪给哄好来。 一聊就是大半个小时,赵满延过来了三次,那眼神里透着不耐烦。 别磨叽了,赶紧说飞龙的事情,赵满延吼了一嗓子。 这一吼,电话那头的心下都听见了。 莫凡这才说起这次的训兽展见闻。 爱琳大公觉得这次训兽展对整个世界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莫凡其实还有几分不敢相信,他们究竟是如何获得那么多飞龙,又如何将这些飞龙训化的和军用天鹰一样的听话级别。 飞龙和天鹰,这两者之间级别相差甚大,飞龙这么高傲的血统,想要将它签订为契约兽都是难度极大的,那么心灵的训化为什么可以实现? 黑教廷颇为强大,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掌握着黑触妖这种诅咒术,可以让所有加入黑教廷的人无论是否是魔法师,都可以获得一只黑触妖协助作恶。 同样的,黑触妖也无法和飞龙相比。 除却飞龙,还有其他一些级别的尾龙和杂龙,是不是每一天,世界各地的军方都会舍弃之前的那些特色训兽,让所有人成为训龙法师? 莫凡哥哥,你想要龙做齐的话,帕特农神庙有一头半血赤龙,已经驯化到了四星,等驯化到五星就送到国内。 心下说道 莫凡张大了嘴 好半天没回过神来 怎么越发觉得自己是吃软饭的了? 赤龙是什么级别? 莫凡问道 巨龙疾啊 心下说道 可可,半血赤龙,是指有二分之一是巨龙血统的。 这个家伙比飞龙厉害吗? 莫凡问道 嗯,二分之一巨龙血统,另外二分之一是一头亚龙,现在的实力在小君主的级别,可惜就是驯化程度不够高。 心下找来了一本剑书,特意翻阅了一遍,确认了一下信息。 驯兽有好几个驯化程度,根据七星来衡量。 五星是驯兽可以使用的最低标准,但不允许在城市地界使用,不排除五星驯兽叛变,受到惊吓袭击人的可能性。 六星是最为安全的级别,天鹰就是这个级别。 所以当时杭州天鹰叛变,可以说是极大事故了,很难预料得到。 总体来说,六星是国际标准,在拥有权限的情况下甚至允许这种驯兽在城市飞闹市中行走。 七星是指召唤戏法师的次元兽。 就是从次元位面中呼唤出来的次元召唤兽,类似于老狼这种,属于召唤戏法师完全可以控制的级别。 而弃约兽,那就不在这个衡量标准范畴了,弃约兽就是召唤师自己,出了问题,那也是该召唤法师自身的问题。 驯兽来说,能够达到六星级别就很完美了,很少会追求到七星。 五星是合格驯兽。 四星的话,意味着他们不怎么听从人类的命令。 三星,不主动攻击人类。 一星和二星,顶多是被施加了安抚技能,随时还会恢复兽性。 心下说的那条半血赤龙才四星,这意味着主人必须得做好这驯兽鸟都不鸟你的心理准备。 莫凡哥哥,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驯化,只是这需要一些时间。 心下说道。 心下自己就是心灵戏法师,要确保这条赤龙不会出什么状况,心下当然会选择自己亲自驯化半血赤龙。 半血赤龙基本上算得上巨龙直系血脉了,这种生物高傲至极,即便是帕特农神庙的一些高修位的大贤者也未必可以将它驯化到五星,心下必须借助帕特农神魂,用神威来驯化这头半血赤龙。 那还是算了,你本来休息时间就不够。 莫凡立刻摇头。 为了一头不一定肯为自己战斗,纯粹就是做起赶路装逼的东西,耗费心下那么多精力,而且是动用神魂。 想当初心下为了复活小炎姬,就祭出了自己的心脏,与小炎姬共心,所以一听到会用到那个神魂,莫凡坚决拒绝。 哪有自己开着宝马,让老婆抽血卖钱的道理? 光明独角兽,莫凡哥哥要么,其实龙也不是非常友善的生物,帕特农神庙信仰殿的独角兽并不比龙差的。 心下问道。 光明独角兽? 莫凡没太听过这种生物。 这时一旁的赵满颜和木白嘴角已经在抽搐了。 光明独角兽? 纳尼玛是欧洲最有名的神圣兽了,某些大士族清尽家产都未必能够获得一只。 岂止是需要家里有矿,得有各国家才行吧。 话说起来,帕特农神庙也是世界名列前三的训兽势力,为啥还要去问爱琳大伯爵呢? 阿波罗神鸟呢? 不喜欢呀,威武一些的狮邪王。 我刚才查了一下,五星训兽还有银月泰坦,五色宙斯雀,波赛东九头蛇,影翼独角梦兽,雅典娜龙鹿,十鹰翼虎王。 莫凡哥哥,你怎么不说话了,都不喜欢吗? 那我还是问问爱琳,男孩子果然都还是喜欢龙呀。 莫凡还好没有重复心下面出来的这些训兽名字,不然赵满颜和木白药口吐白沫了。 第2446章 率领龙兽 莫凡觉得有的时候做一个软饭男也没什么大问题,就随便选一头出门,往这些顶级训兽背上那么一座,看哪个混蛋敢多看自己一眼。 莫凡哥哥,这个我来想办法吧。 心下说道。 不用,不用,主要是我们三个都需要一头做齐,飞龙应该确实是现在最为合适我们的,等往后我们实力更强了,再换一些强大做齐也不迟。 莫凡说道。 训兽不比召唤兽,实力若不能大程度的碾压,即便是五星训化程度也一样会造反。 主要是越高级的训兽,智慧越高,当他们内心的那个训化夹锁随着与主人接触的时间变长,会越来越松弛,总有一天训兽会叛变,逃走。 再加上训兽不能够像次元兽和契约兽那样收纳到空间里,等级太高的又不会允许放在城市地带,莫凡如果真让心下把那些五星训化程度的训兽弄过来,还没地方安放。 六星的级别会好很多,凡雪山至少可以安放一下,不然自己得因为这些五星训兽坐骑驻到山里去。 嗯,六星训化确实很重要。 心下点了点头。 训兽,最重要的还是听话。 帕特农神庙六星训化程度,实力又强大的就相对比较少了,唯有光明神圣独角兽这种是六星的。 可惜,光明神圣独角兽是因为帕特农神庙女闲者特有的祝福气息,才会愿意甘当做齐,寻常人很难能够靠近光明神圣独角兽。 心下自己有一只,莫凡用手去摸,光明神圣独角兽都一脸嫌弃。 挂断后,赵满言很着急地询问情况。 到了抄阶这个级别,出行没有像样的训兽确实不方便。 莫凡虽然是召唤戏法师,可老狼属于次元兽,他不是二十四小时午休待命的,在召唤卫面里,老狼有自己的征战。 更何况,老狼以战斗为主,跋山涉水这种事情也不那么合适,他耐力没有那些专门的训兽强。 讲道理,莫凡有些后悔第二契约签了阿帕斯这小妖精。 骑又不能骑,光用来看,成天还耍点小心机,除了鹰鹰鹰什么都不会,不然第二契约拿下一头强壮有力的契约寿来,啥问题都解决了。 爱琳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做客。 莫凡说道。 啊? 又出国,老子还没有在国内待舒服呢? 赵满言道。 我是召唤戏法师,我对训兽这东西可有可无,实在不行我次元召唤一头会飞的,凑合能用。 莫凡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妈的,什么意思,去就去,不就是去一个比我们赵家更有钱的英国氏族吗,我怕了吗?赵满言为了飞龙,也不知道怎么就急引了。 木白对飞龙驯化技术很感兴趣,尽管别人一万个会设为机密,可去增长一下见识,没准可以让自己的养虫思维更开阔也说不定。 爱琳好像有事情要我们帮忙,我感觉的。 莫凡说道。 没钱,只能见卖劳动力,没啥问题。 赵满言说道。 那我们人手一只飞龙,有戏了。 木白眼睛微亮。 他说,有比市面上更高一个档次的。 赵满言和木白两人都精神了起来。 对了,最近航空封闭,很多国家去不了。 木白想到了最近的新闻,开口说道。 让爱琳叫架私人飞机过来接我们呢,而且,有了飞龙,以后我们机票都剩下来了,而且想飞哪飞呢?想飞哪个国家飞哪个国家? 赵满言道。 爱琳也是一位女中豪杰,听说航空已经进行严重管制了,马上替他们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第二天一早,一条飞龙已经等候在了起降坪上,一位身穿着英国贵族管家西服的中年男子等候在那里。 三位可否是爱琳公爵的贵客? 管家男子问道,脸上带着笑容。 呃,这私人飞机,也不错。 莫凡说道。 走,去趟英国。 我们将横穿几个著名的山脉,沿途可能会出现一些危机情况,不过三位请放心,飞龙拥有龙威,寻常妖魔是不敢轻易上来挑逝的。 那位西服管家说道。 好,出发。 大地如一幅平坦的巨大画卷,正一点一点的向前方铺开,偶尔也能够看到一些青灰色的丝带,蜿蜒的延伸向东面。 白色如泡沫海的云团在下面,浓稠无比,有一种可以踩在上面行走的感觉,更高处一抹穷光,惊艳无比。 高空的空气中透着几分冷意,但却有着云下浊气无法相比的清新与纯净。 飞龙可以在云层上方飞行,它们虽然外部覆盖着坚硬无比的龙鳞,但龙鳞与龙皮几乎是融在一起的,高空如冰刃刮来的狂风很难伤到它们的皮层。 要在更高空域,自身的外皮非常关键,而在这样的高度上,也可以过滤掉许多没有脑子的腰群,避免一路上尽是麻烦。 张将军,这龙兽当真比我们天鹰强大太多了,过去我们飞个两三小时就得到地面上休息,喂养。 一路上光是找安全的落脚点就耗费很大的精力,现在有了这些龙兽,感觉它们可以连续飞个一天一夜,没多久便可以抵达目的地了。 左军助谈风说道。 可不是嘛,刚才有一大群捕食魔雕,我都做好了战斗准备了,谁知道它们一看到我们的龙兽队伍,直接下得四处逃窜,这真是太爽了,一路绿灯的感觉真爽。 一名军官激动的说道。 张将军,你怎么不说话呀?另一位军官问道。 张小猴这才回过神来,目光不由的望了一眼身后。 鹰凯龙,尽管只是尾龙,它们全身都覆盖着坚韧的林羽,拥有高级魔鹰的爪子,力气大到可以将一头重甲统领生物抓到千米高空。 而此时它们这一队的军人,每个人骑成的都是鹰凯龙,五十多只鹰凯龙在穷光下震翅,整齐,肃然,当真威武无比。 张小猴之所以没有说话,是因为他恍然间回想起自己最初的想法。 其实从军的时候,张小猴第一个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成为军官,哪怕是最小的那种,只要可以获得一只天鹰,骑成着天鹰。 这个天鹰梦,正是当初斩空教官与他的十位部下斩杀一苍狼时烙印下的。 现如今,骑成着的却是飞龙与龙兽。 骑成飞龙,率领一队龙兽军官。 第2447章 渤海小龙王 到了北方,多是辽阔平原,张小猴等人是沿着东海岸线在往北部飞行的,可以看到一条黑色蜿蜒的悬崖线,将广阔无垠的大地与蓝色浩瀚的海洋给分开。 悬崖与海洋接触的地方,白色的浪花不断的浮现,温和的地方是一圈又一圈扩散开渐渐散去的白莲,猛烈的地方便是占开到七八米高白色水瓣。 海岸线开始往便是往东了。 侍卫长华月竹说道。 那我们已经在渤海了呀,没多久就可以抵达秦皇岛了。 弹风长长的吐出一口气。 从魔兜一直飞到了渤海以北的秦皇岛,这些龙兽竟然只落地歇息了一次,在耐力体力上,龙兽实在要比天鹰优秀太多了。 假如国内也拥有英国驯龙大贵族这样的存在,相信整个军部都会脱胎换骨吧? 有城镇县村了,奇怪这里都没有设立海洋堤坝,怎么好像还有人居住啊,他们不会害怕海妖的吗? 一名负责侦察的军官一脸疑惑地问道。 南方在夏季常年会收到台风侵袭,暴雨,大浪乃至海啸,海妖现在大部分还是集中在东海,渤海这边相对平静一些。 左军驻谈风说道。 可还是很危险啊,毕竟世界各地的海域都拉起了橙色境界,某些国家的所有海岸线都是蓝色,红色境界。 我们人类活动的安界范围急剧缩小,耕地,农业,果林受到了严重影响,等将来基地城市计划彻底执行,试问一个基地是好几千万人口,没有可种植地的我们,吃什么? 谭风说道。 情况一点都不容乐观,事实上只要海洋的脾气变得暴躁一些,全国上下的海产都会地减,各个地区纷纷受到影响,更何况是大面积的种植地面临荒废。 所以为了更多的粮食囤积,一些农作企业并没有马上进入到警戒计划之中。 下面是什么地方? 张小猴询问道。 应该是卢宁县,这个地方以水产为主,向全国供应海鲜产品,算是一个企业县。 谭风回答道。 来之前,谭风都做好了功课,对秦皇岛还算比较了解。 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了。 张小猴自言自语了一句。 张将军看到什么了? 一旁的侍卫长华月竹问道。 张小猴用手指着一座靠近海边的粉尘团,说道,刚才我明明看到那是一栋面海的宿舍建筑,很宽很长的那种回形楼,可这会。 为了能够看清楚下面的情况,张小猴特意让飞龙往低飞了一些。 他们在高空,从这里望下去看到的全是一堆小如积木的房子,街道更是非常微小的线痕交错,所以张小猴也不能完全确定,有可能是看错了。 飞龙开始往下滑翔,翅膀完全倾斜与水平线,因为风阻骨障开,却相当之平稳,张小猴没有感觉到一点点的摇摆。 好像真的塌了,全是一堆废墟,有可能是该建筑不需要了,有土系的爆破人员在进行爆破。 谭峰说道。 都是橙色境界地带,这些楼房哪怕废弃,也是将来法师们一个比较有优势的战斗平台,何必花那个心思和财力去爆破掉呢? 华月竹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张小猴也是这样想的,靠近海的任何建筑物,都是魔法师的一个落脚点,将来可以对付海妖入侵的。 张将军,快看。 忽然,那名侦察队长指着另外一片楼房区。 那是灰色的楼房,有些陈旧,但阳台上,天台上都挂着许多衣裳,明显都是有人居住的。 此时从高处望下去,会发现楼房区下面,如同小沙利一样的人群正在朝着陆地的方向缓慢的移动。 事实上,这些人是在逃散,张小猴等人在高空的缘故,看下去那些人的奔跑就显得极其迟钝。 又是一大堆粉尘,那些水泥砖石楼房开始倒塌,一座接着一座,明明是一片类似于小区的楼房区域竟然在短短一两分钟的时间全部塌落。 这个塌落并非是截断,也非是崩碎,而是所有的楼板,承重墙,泥柱都变成粉末,扬起的尘埃从高空看下去就是一大团灰色的云球。 有妖雾吗? 华月竹显得精神了几分。 明显不是认为的爆破了,因为那些居民还在临时逃离。 所幸楼房都是粉末倒塌,不然那些杂落的部分会造成极大的伤亡。 田队长,下去看看。 张小侯说道。 是。 侦察队长驾驭着英凯龙俯冲下去,途径的地方更出现了一道冗长树植鱼长空的螺旋乱流,倒有几分华丽。 在空中等候了一会,侦察田队长便回到了队伍。 田队长行了个军礼,道,将军,没有发现妖物。 张小侯刚才一直盯着地面和那大面积的湿地区域,确实也没有看到海妖行动的迹象。 那些居民怎么说? 华月竹急切地问道。 一旁的弹风瞪了华月竹一眼,华月竹意识到自己多言了,低下头一副做错事的模样。 那些居民怎么说? 张小侯无奈地重复了一遍。 居民说,他们这里以往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过去当地居民还会在海边摆设一些侧柏木做的木屋,让海水卷走,说是渤海有一条小龙王,喜欢侧柏木房子,将其收走用来修缮他的海底龙宫。 田侦察队长说道。 什么渤海小龙王,除了海妖,哪有龙王? 华月竹又忍不住开口道。 龙王的说法在东海、南海、渤海都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传说。 谭峰说道。 所以那属于渤海一带常见的现象了。 张小侯问道。 是的,居民们是这样说的,他们说,近几年越来越多人忘记了这个老传统,以至于渤海的小龙王发怒了,将一些楼房摧毁却又不伤人,以示警告。 田侦察队长接着道。 张小侯露出了疑惑不解之色。 不过,这个世界上解释不了的东西太多了,假如过去这里就发生了类似的情况,那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没有伤亡就好了。 第2448章龙王罪魁 张小侯还有任务在身,不方便在这里多逗留,于是让田队长归队打算继续前行。 飞龙开始震翅升空。 飞龙飞行一般都是万米以上,达到许多航空的程度,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生物都可以承受得了万米高空的冰冷。 刚要穿梭到云层上面,张小侯不放心的看了一眼地面。 有云层的遮挡,张小侯只看见了县城的一半区域。 那些小如积木的房屋整体呈现灰色,地势开阔的缘故比较零星的分布在靠近一座平缓山处,那里应该是县城区域了,会比海边那些楼房更密一些。 可就在他们要被云层完全遮挡的时候,张小侯看到这些楼房莫名的被一团又一团灰色的地面云球给笼罩。 高空寂静无声,地面异象发生,张小侯再一次以为自己眼花了。 飞下去。 张小侯忽然命令道。 其他军官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却见张小侯勒龙绳,驾驭着威武飞龙猛的坠下。 飞龙翅膀并非是收拢俯冲,而是往尾巴的位置合拢,使得脑袋,身躯形成一个倒修长三角的特殊俯冲姿态,可以看到有两条空气流线在一两侧化开,没多久便俯冲到了云层下面。 其他人马上跟随,纷纷俯冲向地面,但英凯龙的速度确实没法和飞龙相比,被甩开了一段很长的距离。 地面渐渐清晰,可以看到道路交错,大片的种植地,湿地养殖,以及那些惊慌失措四处走动的人影。 可是,最让人浑身寒颤的是,那些原本疏密不一的楼房,统统消失了。 四倍什么天神恶力,将凡土屋房全部移为平地,无数粉尘云球笼罩在了这个县城,几万人站在街道上,废墟中,噩梦未醒地看着四周,完全不敢相信,更惶恐呆滞。 一栋都没有剩下,哪怕是那些一层的矮楼。 即便是一场最强烈的地震,也无法请客间将所有的建筑物化为粉末,最重要的是地震会有极强的地面波动,地面裂痕。 偏偏大地完整的,没有任何受损。 一个现成的楼房就这么诡异惊悚,骇然惊魂的化尘倒塌了。 张小虎此时也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能够制造出这样恐怖景象的,必定得是无比庞大的力量,大军主级生物恐怕也没法这么干净利落,无声无息。 偏偏张小虎寻遍了整个光秃秃的县城,什么都没有看到。 没有强大妖魔的气息,更没有强大妖魔的足迹,这个县城就这么消逝了,在这里居住的人们毫发无伤。 有些居民是住在高层,可楼房倒塌变沉,反而形成了柔软的棉纱,人跌下去也不会有性命之忧。 这,这到底是这么回事,难道真有龙王神怒不成,华月竹许久才吐出了这句话来。 华月竹联想到了渤海龙王,那些久居这里的居民又怎么会没有意识到。 于是很快那些大难不死的居民们纷纷跪在街道上,面向着海洋的方向,也不知是彻底被未知的恐惧给惊吓的失去了理智,还是发自内心感谢龙王不杀之恩,许多人开始磕头,场面也勉强能用壮观形容。 如今摄像全面开放,卢宁县的惊世一幕很快就在网络上传播。 没有妖魔痕迹,更不像是法师行为,完全就是神明手笔,于是渤海龙王之说更受到了广泛议论。 张小猴离开了卢宁县。 没有妖魔,他又能做什么,而且他根本也解释不了这一现象。 不过,张小猴能够感觉到一种诡异的气氛笼罩在秦皇岛一带。 能够一瞬间碾去一线屋房,比这些房屋更脆弱的人了,是不是这一次真的是渤海龙王的警告,下一次他又会进行怎样的神怒行为? 抵达了秦皇岛市。 张小猴仍旧心事重重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次自己要执行的任务怕是与这龙王怒传说有关。 北戴河区 大概是刚刚发生如此惊动全国的事情,原本这里还是一片风景圣地,如今也见不到多少有闲情意志在海景附近走动的人了。 一位披着军褐色风衣的中年黑须男子缓慢的行走在景观道上,海风撩拨着他的黑胡须。 北疆的是我听说了,你做得很好。 黑须男子说道。 军手,卢宁剑的事是否与这次任务有关? 张小猴忍不住发问道。 你很敏锐呀,龙王神怒,呵呵,人哪,总是愿意去相信那些鬼神之说。 黑须男子叹了一口气道,小猴,你又如何觉得的呢? 是一件极度可怕的事情。 城市是我们人类的根基,安界依仗着驿站,绍港,堡垒,要塞,海战城依托海楼林立,海岸线更需要海地守护,否则海妖来去自如。 如果存在什么,可以一瞬间将他们全部划埃,我们居住之地将成为海妖,魔物的狩猎场。 张小猴认认真真的说道。 看来你比某些老将领有危机意识多了。 黑须男子难得露出了一个笑容。 两人继续往前走,即将到海战道。 黑须男子忽然停住了步子,指着从这里可以向远处眺望到的一切海域和一切岛屿。 你能看见多远? 黑须男子问道。 几十公里吧? 你现在看到的,和你看不到的更遥远的海域,都遍布着摧毁着卢宁县的龙王罪魁,这种东西一直都存在我们的领海,他们企图摧垮我们两万公里海岸线一切防岩,一切楼城,一切堤坝,渤海,是他们的巢穴。 他他们将在这里滋生,壮大,然后侵吞渤海,东海,南海。 黑须男子的话语沉重有力,甚至带着些许震慕。 张小侯能够感觉到这位军手的气魄,滔滔海浪竟然到达,无穷无尽的海水莫名退去。 不等张小侯询问,黑须男子再一次开口。 从此刻开始,山海关区的谷钟将进入倒计。 张小侯更加困惑不解,目光不由的望向了山海关区,一座古山上立着一座谷钟,恢弘而又庄重。 军手,我们要倒计何事? 张小侯问道。 晋昼的降临。 第2449章 循迹 张小侯对这次任务有诸多猜测,也知道这次行动的隐秘性和重要性。 只是,他绝对没有想到此次竟然是与晋昼有关。 晋昼倒计时,难道这个栖息在渤海里的龙王罪魁已经强大到需要动用晋昼了? 晋昼和寻常魔法绝非等同概念,晋昼比超阶魔法的威力可以强上过百倍, 而这不过是最初的威力,更可怕的是晋昼会对该地带,该栖息环境造成无法愈合的破坏。 所以每一个晋昼,都必须无比慎重,更可以说不到生死存亡之计,五大洲魔法协会与世界各国都是禁止任何组织,势力,国家,个人使用晋昼之法。 军手,是您亲自执行吗?张小侯难以抑制内心的波澜。 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魔法呀。 不管龙王罪魁究竟是什么,他必定湮灭。 晋昼将由兵地来完成,引导已经开始,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印记坐标。 黑须军手说道。 印记坐标,张小侯很快就明白了这次军手换自己前来的用意了。 引导晋昼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绝大多数晋昼法师是无法独立的完成一个完整的晋昼之力的。 更多时候晋昼法师是一个主导者,需要无数引导者和引导法阵来提供晋昼所需的庞大无比的能量源泉。 包括晋昼本身,铸造不是单纯的一个2401颗星子的星宫,可以说是要创立一座神阙,连成一片金灰的星宫殿同样需要无数超阶法师合力完成。 张小侯不是兵器法师,他手底下也没有几个在兵器上造诣上非常出彩,那么自己会被调派到此次晋昼工程之中,肯定是负责其中一项。 晋昼,最困难的在于引导。 引导过程,整个渤海都会被惊动,不过这方面并不需要你来担心,我们做好了万全准备,并然不会让渤海之妖阻碍这次晋昼引导。 其次,完成引导之后,晋昼之力需要一个印记坐标,那里将作为整个晋昼的玉林点。 晋昼的破坏力是无法准确估计的,数量级实在太大,在引导过程中又由一名晋昼法师和无数超阶、高阶、元素钻法阵合力完成。 会覆盖多大的范围? 降临之后是否会与当地的产生其他类似于海啸、山崩、地震、冰雹、熔江等更剧烈的灾害? 晋昼波会持续多长时间,该时间里又将会产生多少级别的元素风暴,元素风暴又将朝着什么方向刮去? 晋昼足以破坏时空卫面,一旦卫面破碎,卫面黑洞也将产生,当空间开始修复,这个卫面黑洞逐渐缩小的过程又将吞噬多少平方公里的物体。 一个晋昼,需要考虑的太多太多,甚至对于人类来说,任何一块领土都异常宝贵,一旦晋昼洗礼,该领土就是诅咒地,难以栖息,无法靠近。 那么多不确定因素,这使得晋昼降临点变得至关重要。 龙王醉魁危害巨大,乃至影响整个国家的海洋防线,降临点若偏离了龙王醉魁的巢穴,龙王醉魁就会有大量的残余。 而如果龙王醉魁的巢穴离人类栖息领土又过近,那么降临点就要在龙王醉魁的巢穴和安全范围之间寻找这终点。 晋昼玉临点 这就是此次张小侯这对紫禁法师将接受的重要任务,可谓艰巨无比。 小侯,晋昼之威,连主引导法师自己都无法估计,此次任务,倒计时一旦结束,晋昼就难以终止,所以无论如何你们都要在完成了御林坐标之后离开。 军手,小侯一定完成任务。 我要你完成任务,安全归队,军手中重道。 是。 返回的驻扎点,张小侯有些心潮澎湃,也有些不安沉重。 这是他从军以来接到的最高任务指令,关系到的是一个国家危机,更关系到这个世界上最巅峰的晋昼之法。 望着被黑夜笼罩着的渤海,无银的昏暗与潮水,掩藏着多少强大的妖物魔怪。 尽管还不能够了解龙王最鬼的真面目,可有晋昼之法这样的强大后盾,张小侯心中的惶恐也渐渐的消除。 星辰坠满,耀眼夺目。 都说星河之中,最蔚蓝最深邃的那一颗,是一个人的眼睛,这个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离开,活在心底。 若心宁静如夜空,这个人的目光也会随之浮现。 过去只能够抱头痛哭,现在他可以守护一片渤海。 下次请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 自言自语的道了一句,张小侯将军帽的茂颜拉低了一些,朝着灯火明亮的营地处走去。 天微微亮,丝丝清晨的寒意与福来的海风一起。 用清水泼了泼连,睡意很快就散去了,张小侯特意看了一样那股山上的海中。 海中做过了调整,变成了十二天制,也就是说纷针的一圈,代表着一天的时间,当海中从这个十二点转一整圈后,就是十二天结束,晋昼也将在分秒十三针指向十二的点上降临。 只有十二天的时间,算得上非常紧迫了。 所以更不能够浪费一分一秒。 将军,关于龙王罪魁的机密情报已经传达到了,需要向全部队员攻读吗? 侍卫常华月竹说道。 恩? 飞龙阵翅,卷起了无数白色的浪花,阵阵狂风盘绕而起,一群龙兽紧随着威武强壮的飞龙冲上了云霄。 渤海海岸线很长,他们需要沿着海岸线不断的搜寻,甚至有可能到大连。 资料上表明,龙王罪魁是栖息在海岸线附近的,也有可能是比较临近大陆的岛屿。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陆地失地,毕竟龙王罪魁殃及的地带并不仅仅只有渤海,在东海,南海都陆陆陆续续有出现类似的神秘倒塌,包括魔兜上海。 我们先去卢宁县。 张小侯看完资料,开口对其他将士们说道。 终于要将那个让整个渤海一带惶惶不安的家伙给揪出来了吗?哼,故弄玄虚。 田队长说道。 卢宁县出现如此庞大的倒塌,龙王罪魁再隐秘也一定会留下什么线索,只是这些线索不容易被察觉。 第2450章 晋咒下行军 卢宁县的局面已经开始转移,但由于人们对渤海的敬畏与恐惧,仍旧有很大一部分人宁愿搭建一些简易的房屋,都要留在这里。 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是在请求渤海小龙王的宽恕。 当张小侯等人再一次来到庐宁县时,在海滩边已经可以看到一大片用侧摆木搭建的木屋。 这些木屋面向着海巢,有些甚至经过了一些非常细腻的雕刻,粉刷上了鲜红的油漆和蓝色的龙纹,让它看上去更符合古代龙王的模样。 值得一提的是,卢宁县周边的一些乡镇上,同样也有一些坐落在海滩边的木头房屋,而这些木头房屋却没有受到一点损害。 这就使得人们更加坚信了关于侧摆木屋的那个传说。 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封建迷信? 华月竹说道。 算不上是迷信吧,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情,每个人承受的心理压力都非常大,这种简单的仪式其实也是为了寻求一种心理慰藉,并非是人们真的就相信渤海龙王的存在。 谭峰做出了比较理性的解释。 落在了卢宁县的临海区,这里地势会比海平面高出大概一百多米,那些楼房留下来的粉末还残留在街道上。 将军,这次我们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您还没有跟我们说明呢? 田队长询问道。 其他军官们同样非常好奇,要知道昨天张小侯可是建了军手,由军手亲自指派的任务,一定非同寻常。 事实上,我们军部这边很清楚这龙王罪魁究竟是什么。 张小侯开口说道。 那是要我们寻找足迹,并将它消灭吗? 张小侯摇了摇头,拿出了军方的密函文件。 这一次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海洋妖物,暂且可以称它为龙王蚁。 张小侯说道。 龙王蚁。 众将士们纷纷露出了恶然之色。 如此说来,卢宁县当时真的有妖魔侵入,可为什么他们什么都没有看见,而这个龙王蚁又是怎么个形态? 张小侯知道大家心存疑惑,他让谭峰去江附近海滩上取十吨海水过来。 谭峰是水系法师,他操控着足够分量的海水,并按照张小侯的要求灌入到一个用岩石围起来的坑中。 他就在里面。 张小侯很肯定的说道。 大家统统为了上来,瞪大眼睛去看这岩石池子里的海水,但他们什么都没有看见。 难不成这龙王蚁是浮游生物,小到肉眼没法看到。 此时张小侯从密汗里取出了一瓶有紫色浓稠的药水,并将它慢慢的倒入到这十吨海水里。 紫色浓稠的药水很快就扩散开,没多久将整个岩石池子里的海水全部染成了深紫色。 不过,池子里却有非常一小部分的海水并没有被浓稠紫色药水侵染,反而是保持着原来的颜色,只是这透明水的部分,由于整个池子的紫色液态使得他们看上去更像是一条海柱巨椅,不停的在游动。 这,这是,华月竹惊得捂住了小嘴。 这就是龙王蚁,他们身体几乎透明的与海水一致,哪怕是在路面上蠕动,看上去也非常不明显,近乎透明。 张小侯指着在紫色海水里快速游动的物体,一脸严肃的道。 事实上张小侯也是第一次目睹这个东西的真面目,军方递给了自己龙王蚁的资料,也教会自己如何从海水中将龙王蚁给揪出来,可真的看到这样一个可以完全溶于海水,身躯透明的怪异生物,还是不禁一阵后怕。 也就是说,这种龙王蚁早在人们没有发掘的时候就顺着海水,湿的爬上了人类的栖息之地。 唯一庆幸的是,他们并不肯咬活人,而是对钢筋水泥这些有着更大的兴趣。 他们其实就是海洋中诞生的魔鬼蛀虫,会眼中破坏我们现在的岩房、楼石、钢材结构的建筑物,只要一只这样的龙王蚁,不需要一天的时间它们就会让一座石藤居民楼塌落。 而在海洋里,这些龙王蚁泛滥到根本无法计算,现在我们只掌握了一个可怕的信息,那就是很快渤海将会涌现出庞大无比的龙王蚁军团,他们将在一两个月的时间摧垮我们海堤防线,滨海城市,到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国家两万公里海岸线将失去一甲,任由海妖侵入。 张小猴也是知道了龙王蚁的全部信息后才明白,为何国家要动用尽重。 整个渤海辽阔至极,而仅仅十吨的海水里面就存在一到三头龙王蚁,据秘密情报表明,在靠近龙王蚁的巢穴一带,十吨海水里龙王蚁的数量可以达到几十头,上百头。 它们完全就是海洋中无处不在的石蚁军团,啃视着人类最重要的生命屏障。 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昨天我还在海水里游了几圈,现在浑身都有些不自在。 田队长田成说道。 资料上说,这东西对活物是没有兴趣的,暂时是这样,只不过海平面上升了之后,世界各地某些繁衍泛滥的妖魔都发生了可怕的变异,一直对整个太平洋都造成巨大威胁的白色妖云便是最可怕的变异,大概是组织担心这种龙王蚁也会发生变异,才决定使用晋咒吧。 张小猴说道。 众人都很认真地听,并一边点头。 可听到晋咒这两个字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瞪大了双眼,一副无比震惊的样子。 张将军,您刚才说的是晋咒。 恩,晋咒。 张小猴重重地点了点头。 说完龙王蚁,张小猴这才将晋咒之势告诉手底下的将领们。 这一次,他们任务可谓沉重,尽管并不完全是由他们一支紫禁军去完成御灵点,可一想到那个正处在倒计时的时钟,便觉得心始终是悬着的。 如果我们没有按时离开,岂不是会和那些龙王蚁一起湮灭? 华月竹问道。 是的,所以我们在执行完成后,也要制定好撤离计划。 张小猴说道。 众将士们纷纷沉默了。 晋咒之下行军,这是在刀尖上行走的艰难使命啊。 第2451张炎血液 飞龙是吃生肉的,这种做其确实强大无比,可光是要填饱他的肚子都是一件相对麻烦的事情。 几名军官从附近的魔法市场中买回来了一些妖兽之肉,逐一开始喂食。 而刚刚让飞龙和鹰凯龙们吃饱了肚子,侦察队的田成就带回来了好消息。 田成在团队中负责侦查之外,也专注于妖魔物质调查,无论是妖魔掉落的雨林、皮屑、唾液、囊虫、田队长都可以将他们找到,并对其进行非常精细的分析。 在北江的时候,魔岛犬君主在辽阔的北荒中不断的转移,逃窜、躲避,若没有田队长锁定犬军的唾液遗留,他们根本不可能在茫茫北江中将这头君主给找出来。 这次他们要找寻的是龙王蚁的巢穴,而龙王蚁最强大的本领就是他们身体跟海水一样透明。 这种透明,还并非是纯净的液体状,他们会根据海水的浑浊程度进行一些相应的改变,再加上它们是完全的软体生物,可以轻易钻入到高密度的掩体内,找寻难度极大。 所以张小侯本以为会在卢宁县这里耗费一些线索时间,谁知道田城有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张将军,这是一种有色海盐,我在靠近湿地的地方发现的,这几天正好烈日暴晒,残留在一些坑坑洼洼之地的海水被晒成了海盐。 田城摊开手掌。 华月竹凑过来看,怎么看都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 这种海盐,很特别吗? 张小侯问道。 是的,会形成这种有色海盐。 是由于在海浪往这个方向冲刷的某个地方存在盐花石,海水的流动不断的侵蚀着这种盐花石,使得海水中富含这种盐分,再经过了暴晒,变成了现在这种海藻青的海盐了。 田城解释道。 可是这和我们要寻找的龙王蚁又有什么关系? 华月竹问道。 我分析过龙王蚁,它们体液含盐度比寻常海水高出了很多倍,甚至超过了最高溶解度。 我猜测,这些体液类似于龙王蚁的血液,用来提供它们身体机能的。 田城很认真地说道。 田城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军人,他做出了这样的猜测之后,立刻又抓了几只海里的龙王蚁,经过了几次实验,他发现龙王蚁是无法在淡水之中生存的。 没有盐度的水,对它们来说就跟失去了氧气一样,甚至会在十分钟后死亡。 更有趣的是,当田城将一些砖块,硬泥,尖盐扔进去,给龙王蚁进行啃食,龙王蚁吃进去的这些盐物统统变成了那种高盐度的血液,使得龙王蚁又可以自如的在淡水中活动,并携带攻击性。 由此田城就更加断定了,龙王蚁身体需要庞大的盐分。 海洋是他们的完美养殖场,因为海水就富含盐分。 可即便如此,盐分还是不够高,它们会寻找那些盐体,石体,混凝土,钢筋来作为食物,最后化为身体里的盐分。 盐层都可以吃,那这种生物不是无敌了吗?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石头,海水呀。 华月竹说道。 所以它们一定存在什么致命的弱点,或者它们是有选择性的吃,而不是都吃。 总而言之,盐分是龙王蚁生命特征,盐分就是它们的能量,我们可以去富含盐花石的岛屿,半岛,海峡那里去看看,应该可以发现大量的龙王蚁。 田城非常有自信的说道。 普通海水的盐分是不足以支持龙王蚁的暴行,所以盐分高的地方,一定会有龙王蚁聚集,甚至就是巢穴。 那我们可以询问询问当地人,看看他们知道哪里有盐花石。 张小猴点了点头。 我已经问过了。 田城拉开了地图,正是渤海和渤海沿岸,上面有几个地方备用红色的圈画出,离这里七十公里,有一座盛产盐花石的半岛,附近还有许多村庄和工厂。 好,出发。 这座盐花半岛其实几乎是与陆地割离了,他们之间仅仅是依靠着一条潮湿的海路,连桥梁都没有,车子几乎难以通过。 随着海平面上升,潮湿的海路都很多时候被海水浸泡,唯有在退潮时分,这块陆地才显现出来。 半岛也很大,上面零零星星的村庄都有二三十个,大大小小工厂更有四五座,最大的工厂人数过千。 盐花半岛处在的位置没有国道,高速,铁轨,破破烂烂的公路更是在那片湿地就算是尽头了,所以很多不知道的人根本不会想得到那座几乎脱离了陆地的荒岛上竟然还居住着那么多人。 不是当地人告诉,还真没法发现这个特殊的半岛啊。 弹风感慨了一声。 半岛相对于大多数沿海地区比较落后,宫殿都不依赖大型发电厂,岛上就有一个风车发电厂。 白色的风车是整个盐花半岛最具现代化的东西了,手机信号都非常弱,更别说是网络覆盖。 不过,盐花半岛并不是原始的,他们有自己的运作规律,跟外界的沟通虽然很不方便,却不算完全的封闭,只是比较缓慢。 为了不惊扰到盐花半岛的居民们,众人特意等到了夜里才飞入到了盐花半岛,寻找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小山谷,留下几位负责后勤的军官留守飞龙与鹰凯龙,其他人便随着张小猴前往半岛。 其实这里要是能够架一座海桥,这座世外桃源的风景还是很不错的。 一名年轻的女军官说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开发旅游业呢?好难闻的味道啊,不知道你们闻到了没有。 一位对气味比较敏感的军官说道。 张小猴深吸了一口气,很快就嗅到了一种略微刺鼻的气味。 可能是工厂排出来的废弃吧。 继续往更深处走,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灵星的灯火了。 他们比较分散,几乎在一座小山头,几乎在半山腰,另外几乎在半岛小公路边。 还有一些在更偏远的地方,被一些茂密的林子遮住。 那边好像是工厂。 田队长,你带一队人去海边做分析。 谭风,你带一队人你去工厂。 张小猴说道。 两队人很快就分头行动了,只剩下张小猴和华月竹两人在原地。 第2452章 假扮情侣 其他人都执行任务去了,华月竹保持着一个优秀的站姿,立在张小猴的身边。 华月竹本身就是侍卫长,只负责张小猴的人身安全,其他事务是不参与的。 我想去那些村子里了解下情况,但如果我们穿着这样的装束,怕是很多村民会有些害怕,我们最好折变装。 张小猴对华月竹说道。 害怕?这些村民干嘛害怕我们军人,难不成他们有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华月竹说道。 也不全是,民众多有一种对警察和军人敬畏,谨慎的心理,如果披着身份去和他们攀谈,只会拟问一句,他们答一句,得到的答案往往不是我们想要的,若是便衣的话,他们会把我们当作路人,说的东西会比较随性。 当然我们需要分辨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他们自己虚构的。 张小猴说道。 在秦岭的时候,张小猴也负责过很多有村落,城镇有关的事件,魔法协会不方便处理,只能够交给国家和军人了。 所以张小猴有了经验,在与当地人打交道的时候,公事公办很多时候没有太大效果。 换上了便装,两人假装成了那种文艺青年,骑行旅行看世界的那种。 村子有通电,但大家都睡得非常早,还只是八点多一些,整个村子就看不见几个行走的人了。 张小猴一身挡风遮阳皮大衣,里面也是很普通的保暖打底,海边夜里偏冷,尤其是四五月份还带着几分湿冷,没有件外套根本抵挡不住。 华月竹则是换上了牛仔裤和一字尖衫,外面套了一件比较贴身的修身卫衣。 张小猴认识华月竹的时间也不算很长,过去看到的华月竹都是一身笔挺的军装,还并非是军纹蜜的那种军裙,都是比较宽松尼龙裤。 可换上这一身之后,华月竹气质立刻变了,少了军人的鹦鹉,锐气,更添几分都市利人的温婉妩媚。 怎么了? 侍卫常华月竹一脸疑惑,不明白张将军为什么用不一样的神态看着自己。 就是第一次见你穿军服以外的衣裳,觉得你还挺符合我们文艺青年设定的。 张小猴如实说道。 华月竹还以为张小猴会夸他好看,结果听到这么一句,于是板着个脸。 这里应该没有什么旅客的,连住宿的地方都见不着。 他们只能够找了一户用石头砌成小院子的人家,走了进去。 这户人房屋很老旧,是木头似的,已经有一些年月的样子,那些木头都发黑了。 哇哇,走错门了吧。 院里有一位老汉,抽着一袋烟,喝着茶。 这时院里的狗狂吠了起来,老汉凶了狗一声,又将目光落在张小猴和华月竹身上。 张小猴露出了憨笑,挠着头对老汉道,老伯,我和我同学骑行长途旅行,觉得这里很漂亮,就跨过那片湿地进了岛,哪知道海水涨起来把路给淹了,我们回不去了。 哦哦,我说你俩看上去怎么那么面生呢,是不是没地方过夜呀? 老汉说道。 对,对,我们也没找到旅馆。 张小猴急忙道。 正常,我们这里很少来外人,你们不嫌弃的话就住我这里吧,我让我儿子把楼上的屋子收拾一下,那个,睡木地板可以吗?铺点暖和的床垫。 老汉抖掉了烟灰道。 可以可以,谢谢老伯。 谢谢老伯。 小事小事,过来喝茶吧,看你们也累了,坐,坐,哟,小同志,你家媳妇很漂亮啊,有福哦,有福哦。 老汉说道。 华月竹听到别人夸赞,还是很高兴的,特意瞪了一眼张小猴,觉得张小猴之前也应该说类似的话才对。 老伯呀,我们刚才一路过来,发现这里有很多工厂,还有一些坑地,都是干嘛的呢?张小猴顺势问了起来,就寻常聊天的样子。 晒盐呗,还能干嘛?我们好多个村子的人,除了种甘蔗的,多数都是晒盐农,管好自己的地,晒好盐,厂里的人就会来收,凭着盐的好刺来订多少钱一斤。 老伯倒了几杯茶。 这些盐哪来吃吗? 华月竹问了一嘴。 老伯马上哈哈大笑了起来,开口说道,你们还学生呢,不知道实用盐和工业盐有区别呀?我们这是海盐,需要经过很复杂的处理才能够实用的,我们晒的海盐是别的用途。 别的用途?张小猴觉得自己问对地方了。 老伯没有再说下去,明显是不会轻易和外人道来的样子。 华月竹有些着急,想要马上追问下去,张小猴马上用眼神阻止了他。 这样问下去,人家肯定会有所怀疑的,既然不说,肯定有不说的原因。 不过,这更让张小猴质疑这里的工厂了。 盐的用途虽然很广泛,可这里根本没有交通运输可言,所以农户们制作出来的这么多海盐,都是他们自用。 爹,房间收拾好了。 一个二十七八岁左右的有黑男子说道。 去休息吧,明天你们可以附近转一转,看一看,那条路啊,这几天估计都不会显出来了。 老伯说道。 好。 张小猴领着华月竹到了屋子的二楼,而那位老伯的儿子,那双眼睛全程都在注视着华月竹,似乎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姑娘。 结果老伯一烟斗打在了他脑门上,训斥道,看什么看,那是人家媳妇,有能耐你也娶回来一位啊,村口的三丫头你说你看不上,那你去大城市啊,大城市你能做什么,你除了晒言别的什么都不会。 爹,我这不是想留在这里孝敬您吗,我要是去了大城市闯荡,您孤苦伶仃的,我可是舍弃掉了大好生活在这里陪您啊。 老伯儿子说道。 父子俩说话很大声,到了二楼的屋子里还能够听见,华月竹听到老伯父子俩在院子里斗嘴,扑哧笑出声来。 他们可真有趣。 这个老伯,应该知道蛮多事情的。 张小侯说道。 您怎么看出来的,我觉得就是很普通的一位老伯呀。 他是一位法师。 啊,华月竹一头雾水。 他可没有看出来那样平凡朴实的老伯哪里像一位懂得使用魔法的法师了。 第2453章 捕捞龙王蚁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华月竹很是困惑。 张小侯笑了笑,却没有给华月竹解释。 他们自然不可能真的早早的入眠,让华月竹留在屋子里,张小侯自己从后门出去,前往其他地方。 现在没有太明确的线索,只能够这样随意的收集信息了,主要还是看侦察队长填诚和谭峰那边的情报,才能够做下一步决定。 关于龙王蚁的情况,军方已有的资料上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了,他们是一群喜欢生活在靠近海岛和路面的海洋生物,深海反而不需要去考虑。 将军,经过检测,附近确实有大量的龙王蚁,但是他们似乎是从其他地方游过来的,并非在这里作窝。 填城前来汇报情况。 工厂那边倒是有些特别,首先他们绝非是将海岩制作成某些工业用品进行售卖,所有的海岩都堆积在他们的工厂里,夜里的时候还有很多工人在将他们进行加工,分块。 谭峰将自己从工厂那边打探来的消息汇报上来。 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张小侯越发好奇。 趁着夜色,张小侯干脆直接前往谭峰打探的那个工厂。 工厂里灯火通明,有许多夜班工人还在工作,似乎之前老伯也说过,他们这里的工厂工人大部分也是在晚上上班的。 他们怎么把那些盐睛筒筒撒到了海水里啊? 张小侯认真地盯着。 此时工人们正在将从盐农们那里获得来的海岩全部抛回到海水里,这个行为就相当怪异了,好不容易晒出来的海岩, 扔回去不等于是白做工吗? 有人在转动机器,好像有钢索。 田城小声地说道。 此时海面上出现了两辆起重机,起重机上捆着厚厚的钢索,而钢索的另外一头却是海里。 起重机的声音非常大,功率也相当足,海水开始出现浪花。 很快,有什么东西被拉出水面了,竟然是一张缝合的非常密的铁丝网,拖拽出来的过程,那些高颜度的海水也在迅速的渗出去。 然而,有一部分海水非常的古怪,它们竟然能够被那些有鱼网孔的钢丝网给束缚着,并且就那样诡异的被拖上了岸边。 张小猴等人看得都呆住了。 捕捞海水。 不对,它们这是在捕捞龙网蚁。 它们知道海洋里有龙网蚁存在,并且熟知它们喜欢盐,所以它们收集大量村民们制作的海盐,又将它们集中的撒在了一片规划好的水域。 这就好像是在朝海水里的鱼群投放鱼饵,等到鱼群足够多的时候再猛的收网。 那些能够在巨型钢丝鱼网中蠕动的海水,分明就是上百头龙网蚁。 极含胶银做的银丝网,是龙网蚁无法啃释开的特殊物质,这个岩花半岛的居民们竟然比我们军方都更了解这些龙网蚁。 田成队长惊讶无比的说道。 胶银,龙网蚁少数无法啃释的物质,这个信息可是军方非常顶级的学术者刚刚才获知的,谁能想到这样一个落后甚至有些封闭的村子,居然掌握了。 况且,从他们捕捞龙网蚁的娴熟手法,设备来看,他们远比军方要更早了解这个特殊的生物。 果然高人在民间呢。 不久前卢宁县还在为龙网罪魁震惊,全世界都为此事惶恐之时,民间早就有自己的土办法对付龙网蚁了。 这些村民们捕捉龙网蚁做什么?难道是他们在饲养龙网蚁? 原来是一群邪恶刁民,我们现在就禀报军部,让军队过来铲平他们。 张小侯眉头一皱,瞪了一眼说话的这两个年轻军人道:"没有了解事实前,不要妄下定论。 将军,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田成说道:"你们继续监视着,弄清楚他们不做龙网蚁的目的。张小侯说道:"是。张小侯返回到了老伯的家里,心中更多谜团。 这个岩花半岛,并没有想象中德那么简单,既然老伯都说工厂收海盐很多年了,就表明他们捕捞龙网蚁也有一些岁月。 龙网蚁现在泛滥成灾,已经可以威胁到国家的海岸线了,也不知道是否与这些村民有关。 而且这些村民,究竟是看上去那么的质朴,压根不了解龙网蚁的危害与可怕,还是确确实实与龙网蚁危害有关。 回到了二楼屋子里,华月主满目无聊的在那里等待着。 看到张小侯进来,他的眼睛马上闪烁起了光来,张开了一个艳丽的笑容。 将军,我打探到了,你一定不敢相信那些工厂收海盐是为了做什么。 华月主有些小雀跃。 捕捞龙网蚁。 张小侯说道:" 华月主立刻张开了小嘴,道显出了难得一见的可爱。 当下张小侯将不久前的所见所未告诉了华月主。 原来是这样,不过我知道他们捕捉龙网蚁的目的。 华月主脸上马上又有了笑容。 你是如何知道的? 张小侯问道:"我下楼去打水喝,正好看到在院子里边银色渔网的老伯儿子,老伯儿子比老伯思维简单多了,没几句就被我骗出了所有的信息。 华月主说道:" 你确定没有用其他手段?" 当然没有。 张小侯一脸无奈。 到头来怎么循序渐进,怎么去慢慢的挖出岛屿的真相,都远不如华月主这样美丽的女孩随便卖下萌。 老板儿子告诉我,他们捕捞的东西血液里富含海银沙,是那种小到比海绵沙还小,几乎看不见的海银沙,纯度极高,经过提炼,他们可以获得深海浇银,这种东西在市面上卖的价格比钻石还要高好几十倍,他们整个研花半岛基本上就是靠这个来发家致富的。 别看他们现在居住在岛上,其实不少城市都有大房子呢。 华月主说道。 张小侯听后沉思了片刻。 老伯儿子说的这些暂且不能完全断定真实性,唯有等到其他人的侦查与调查结果。 但愿只是如此吧,不然这整个半岛就是危害到整个国家的罪魁祸首了。 第2454张海沟 第二天一早,张小侯和华月主就借口出去逛逛,离开了老伯家里。 与监视的谭峰会合,谭峰马上给出了和华月主打听道的一样答案。 这里的工厂,他们确实是捕捞龙王蚁,不过他们捕捞龙王蚁纯粹是提炼他们血液里的寒银沙。 这种做法称不上违规违法,顶多要吃一些环保罚单。 看来这个岛上的居民根本不知道龙王蚁的巨大危害,由于消息封闭的缘故,他们似乎也不太清楚卢宁县发生的事情,而且也没有把卢宁县的事情与龙王蚁联系起来。 张小侯说道。 村民们和工厂也算是为国除害了吧,尽管他们打捞的数量和我们要消灭的数量差距甚远。 田城说道。 这片渤海究竟有多少龙王蚁,根本无法数进,龙王蚁的计算方式甚至都要变成一千升海水里多少只了,而海洋的容积,哪怕是一千升为单位,也仿佛沙漠里的沙子。 田城,村民们提炼出来的深海浇银,这东西又是从哪里来的? 张小侯询问道。 深海浇银,这似乎是少数龙王蚁不能够消化的物质,既然这里不是龙王蚁的巢穴,只是一个小型的食堂,那么找到深海浇银矿,说不定有可能寻到龙王蚁的巢穴。 这个要做标记寻踪的话,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只剩下十天了。 田城说道。 龙王蚁活动范围那么广,遍布整个渤海,要从他们肚子里的残余物质来锁定他们游过的地方,途径的岛屿,栖息之地,不仅需要漫长的时间,更需要大量能够交叉的信息。 深海浇银矿本来就藏于海底,深海,哪里可能那么容易找到。 将军,我觉得我们可以坦诚的去询问老伯。 昨天老伯儿子也说了,他知道的只是一些皮毛,他爹了解更多,我们将龙王蚁的利害关系告诉他,想来他再有什么顾虑,也不至于置国家安危而不顾。 华月竹说道。 张小侯点了点头,只能够开门见山了,但愿老伯那边能够有一些更有价值的信息。 他们也算来对了地方,因为这个岩花半岛的人确实要比其他人更清楚龙王蚁,还多年进行捕捞。 这一次,张小侯带着田城队长,谭丰左君柱以及华月竹一同前去,他们统一换上了正式军装。 老伯在院子里,当他看到大门前几位军装威武的人踏入时,脸上却保持着几分出人意料的平静。 坐吧。 老伯抖了抖烟灰,看得出来也是一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 老伯,不好意思说了一些假话。 张小侯坐了下来。 年纪轻轻,军将之位,多年不在外面走动了,没有想到我们国家已经出了这样的人才呀。 老伯感叹了一声。 其他三人都站在张小侯的身后,也没有坐着,保持着军人的站姿。 爹,他们想干什么? 整件事与我爹无关,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老伯的儿子从厨房跑了出来,高声喊道。 别误会,我们是军人,不是环保局的。 张小侯说道。 大呼小叫什么,坐下来,他们是军人,你拿着菜刀想做什么,对抗国家呀。 老伯没好气的骂道。 老伯儿子这才老实了一下,凳子都不拿就蹲在旁边,一副有些后悔的样子。 他就知道,做这种事情是不合法的,迟早有一天会出问题,这一天还是来了。 老伯,你们知道工厂捕捉的生物是什么吗? 张小侯问道。 这东西和最近发生的大事有关。 老伯说道。 嗯,卢宁县就是他们摧垮的,数量远比你们捕捞得要庞大很多。 而且,根据我们军方的调查,整个渤海里还有几千倍数量的龙王蚁,他们一旦聚集在一起冲向海岸城市,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里让我们国家海岸线的上百座城市全部垮塌。 张小侯说道。 老伯听到这句话,那张满是褶皱的脸上露出了惊恶之色。 显然老伯也没有想到这种生物危害会如此巨大。 早年我就和厂里的人说,这东西很危险,希望他们上报到市里。 可大家太穷了,捕捞了他们这里的人才终于不用过那种苦日子。 哎,谁知道还是出了这么大搂子。 老伯满脸的愧疚。 老伯,这也不怪你们,毕竟魔法协会的严丝会都没有完全研究透这种在海里完全透明的生物。 现在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们的巢穴,在他们对我们海岸线发起全面冲击前把他们彻底消灭。 张小侯说道。 怎么消灭? 老伯马上追问道。 张小侯没有回答,有关禁咒的事情依旧是机密,暂时不会对民众公开。 老伯也懂,正如张小侯猜测的,他是一名老法师,他很清楚会派遣一名将军来执行的国家任务,必定是机密行动。 这东西,确实很难发现,我们岩花半岛的居民也是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捕到的,一开始我们所有人都不相信水里有东西,他们不啃木头,不吃活物,生物,也不咬庄稼果园,虽然后来我们发现了他们能消化钢材,岩石,但我们也想出了用胶银做网来对付他们的办法。 老伯叙述道,做捕捞龙王蚁的事情,要从五年前说起了。 纯粹众多巧合柔杂在一起,他们才发现了龙王蚁,假如没有那么一次机遇估计他们这辈子也不会知道岩花半岛附近有成千上万的龙王蚁在徘徊。 这些龙王蚁应该是栖息在一条比较靠近陆地的海沟里,海沟的最深处有大量我们人类力量难以采集的深海胶银,说来也是很奇怪。 龙王蚁明明没法消化掉这些深海胶银,却总是会吃进去。 老伯接着说道。 张小猴让田城拿出了渤海的细致的图,放在了老旧的茶桌前。 老伯,能帮我们标出这条海沟的位置吗? 张小猴说道。 在地图上找,怕是很难找得到。 老伯将地图卷了起来,还给了张小猴。 就在张小猴露出几分沮丧之色时,老伯却站了起来,继续道,我带你们去,如果我还没有老得分不清海路的话,应该可以找到这条海沟。 老伯说道。 第2455章 海藻森林 天空湛蓝,淡海却显得有些灼岸,靠近陆地的海水并不是特别干净,尤其是渤海海岸附近有许多工厂和泥沙悬崖。 越往远处飞行,海的颜色才慢慢地呈现出了一点深绿色。 得先找到一片海藻池。 真老伯开口说道,没有记错的话,就在前面大概。 老伯话音刚落没多久,就看见田城驾驭着英凯龙从前方飞回,英凯龙的亮片羽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给人一种威武神勇的感觉。 将军,前方出现大量悬浮海藻,里面有可能藏余危险的海洋生物,我们最好保持飞行高度。 田城陈述道。 张小猴看了一样真老伯,在这茫茫大海里要锁定某个特定的位置其实难度非常高,即便地图上准确标记,要找到又是另外一回事,毕竟海洋很难找到参照物。 老伯没有靠任何仪器,却一路指引着他们到了这里,没有偏离,已经表明老伯对海洋相当熟悉。 如此张小猴就放心了。 晋昼到来还有九天时间,如果能够确定那条海沟就是龙王椅的巢穴,这次任务便可以圆满完成。 过了悬浮海藻池,继续往东大概三十海里,就可以看见海洋草场了。 真老伯说道。 一开始张小猴还没有弄明白真老伯说的海洋草场是什么,可当海平线上逐渐浮现出一大片摇曳的绿色植物时,张小猴不由露出了惊讶之色。 很难想象在这样一片辽阔浅蓝的海水之中会有一大片草地,这些绿草当然不是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杂草,而是青绿色的海藻。 大部分要么生长在海石、椒盐、珊瑚、海底附近,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海藻统统生在在海面上下。 一些生长得比较茂盛的海藻甚至已经露出了水面,要不仔细看,甚至误以为是一块长满了潮湿青草的平整岛面。 鬼沟就在下面,由于这片海藻的遮挡,很多负责勘测的人都不知道在这下面有一条极深的大陆坡裂痕,它比某些太平洋深海海沟还恐怖。 甄老伯说道,这条大陆坡裂痕究竟有多深,老伯自己也不知道,他也是早些年在这里勘察时发现的。 甄老伯,这附近有什么可以让我们龙兽歇脚的地方吗,最好可以扎营的。 谭峰询问道,这个不好说,暗交室友,就是得临时去找。 甄老伯说道,同队长,你带暗影系和水系法师先下去初步探查,锁定龙王鬼沟的准确位置,预估妖魔密度和妖魔等级。 张小猴对那位年轻的军官说道。 是。 填城,寻找扎营帝。 是。 找到了位置,几个小队立刻分工行动。 扎营最为重要,像这样一个未知的海陆滑坡中的大裂痕,即便没有强大的妖魔气息,其恶劣的水下环境也必须探查清楚才能够下水。 不然遇到特殊情况没有及时做出应对措施,全队都会葬身。 将军,附近并没有可以扎营的暗交,现在有三个方案。 第一,使用冰冻法阵,在海洋草场上面冻结出一块足球体育馆大小的冰面来,作为扎营。 第二,利用龙兽来扎空中营。 鹰凯龙伦替悬挂藤蔓,我们在空中铺开藤网。 第三,我们直接到水底下扎营,让水系魔法师形成结界,维持氧气。 这里海水并不是特别的深,不需要布置太过高级的水结界。 填城很快给出了几种方案,由张小猴来定驳。 张小猴看了一样真老伯,他对渤海最为熟悉,究竟选择哪一种扎营方式可以听取一下真老伯的意见。 水底扎营 这片海藻面积非常大,相当于海洋里的一座森林迷宫,大量海洋妖魔栖息在里面,水面上并不是特别安全。 真老伯说道 海底没有大量海藻,比较干净,水也清澈,出现什么特殊的情况可以及时做出应对,只是不知道这些龙兽能不能下水。 飞龙可以下水,他无法在水下自如战斗。 鹰凯龙则坚决不下水,他们拥有羽毛,下水的话等于叫他们自杀。 将军,鹰凯龙是六星驯化度的,他们可以自行在这片海域,岛屿不实,他们的级别这么高,再加上飞龙的存在,想来没有任何妖魔群体敢招惹他们。 谭峰说道 差点忘记了,他们并不需要我们照看。 张小侯说道 六星驯化度的驯兽让他们自如活动都没有关系,随时发出命令,他们随时会飞回来。 那么他们在海底下扎营就没有问题了。 很好,下水扎营。 深邃的地方是海沟,这片海域并没有到深海位置,不需要下沉到多深。 设立好结界,很快海洋的底部便出现了一大块有空气的特殊区域,军用设备迅速的铺张开。 架设感知塔 张小侯对后勤的队长说道 感知塔是相当重要的魔法仪器,它可以释放非常广的感知波纹,由此来侦测附近的妖魔。 在妖魔横生的野外,尤其是一些红色,紫色区,如果不能够摸清楚妖魔的动向,胡乱的行走就会有杀不完的妖魔。 将军,感知塔完成了,现在波纹范围是2.5公里,需要继续扩大吗? 后勤的队长询问道 这里离海沟口多远? 张小侯问道 平行距离2公里 后勤队长回答道 这么说可以探测到海沟深度1公里的妖魔 将军,不是这样算的。 我们的感知波纹是个圈,可以探测到海沟口往下1.5公里。 后勤队长说着将监测图给张小侯看 张小侯一脸尴尬 到底了吗? 他急忙转开话题道 没有,这个海沟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深很多。 后勤队长说道 那先探测这1.5公里的深度,对里面的妖魔进行评估。 张小侯说道 将军,初步感知扫描,海沟内生物相对比较少,倒是我们头顶上的这片直径达到20公里,后有300米的海藻森林里妖魔数量极多,达到了血色的级别。 后勤队长一脸严肃地说道 第2456章幽暗魔底 血色级别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妖魔的密度达到这种程度,基本上是一个部落层次了。 他们这些人在一个海洋海藻森林部落下头扎营跟坟头蹦迪没有区别。 我们做了隐蔽处理,低等的妖魔倒不会大规模来袭,只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发起更高的感知波纹,仪器产生的波纹妖魔也会察觉,那个时候这片海藻森林就会知道我们的位置了。 后勤队长说道 头顶上一片海洋草原,他们的军用仪器已经很高级了,可这种感知塔和那些元素探测仪一样,运作功率过大,就等于是向周围妖魔发出信号。 妖魔都是极其厌恶这种信号的,他们会成群结队的涌过来,直到将这里的人杀干净,将发出这个信号的东西摧毁才会罢休。 但愿这1.5公里的探索范围里就有我们要的结果吧。 张小猴祈祷道 佟队长已经率领一些水系法师和暗影系法师开始初次探索了。 他们保持着与营地的联络,尽管不能够直接使用通讯仪,却可以用其他办法来告诉营地一些关键的信息。 经过了一天的探索,佟队长探测到了一公里的海沟深度,已经遭遇到了一些比海洋中强大数倍的海底妖魔了。 第二天,陆续有人受伤,探测到的深度只有1.4公里。 第三天佟队长与其他人无比沮丧的归来,脸上满是愧疚。 杨夏捷被卷入到了碧列里,我们又遭遇齿妖袭击,只好选择撤离。 同队长说道 深度 张小猴问道 1.6公里,碧列位置属下做了标记。 同队长说道 后勤的老甲打断了同队长的汇报,对张小猴说道 将军,到了那种深度,活动的海妖帕都是深海大妖了,只是关于碧列的强大吸入,有些难以解释。 如果启动更高探测,你们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张小猴询问道 最多两天 张小猴皱气没来 时间只剩下了七天了,到现在张小猴还不能肯定这海沟究竟是否是龙王马的巢穴,拖延下去只会晤了大事。 田城,华月竹,你们留在营地,守护好营地。 谭峰,同队长,你们带上其他人与我下去。 张小猴说道 感知塔是极其重要的存在,若不能够在如此可怕的妖魔之地里了解到妖魔的动向,他们就跟一群瞎子闯入到虎林之中。 现在他们必须探测1.5公里以下的鬼沟区域。 我们倒是能够坚守,只是将军您若是下去,出了什么危险,我们难以支援呢。 谭峰说道 没有任何支援,一旦遭遇困境,就只能够等死。 这样做太过冒险。 将军,我是您的侍卫长,怎么有不跟随您的道理? 华月竹说道 你守好营地,让我们了解那些大妖的动向就是保障我们入海沟的所有人的安全。 张小猴语气加重道 华月竹哑口无言 没有再浪费过多的时间,张小猴率领着两位队长和其他小队成员潜入龙王鬼沟。 真老伯实在不大放心,最后选择跟张小猴一起下去,他的水性很好,而且还是一名高阶法师。 捕捞龙王以的工厂创办,他算是创办人之一,只不过后来与其他合伙人有了冲突,便退出回自家养老了。 张将军,早年我也当过兵,现在一身魔法虽然因为救急荒废了许多,但关键时候还是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真老伯诚恳地说道:"你们几个,保护好真老伯。是。直接入海沟,海沟几百米深度都还有一些微弱的光,能够看见两侧那些黑的岩壁。在海底中的裂痕岩壁可要比山地中的多上一层幽深恐怖感,更别说往海沟深邃如渊的下面去探查了。 越往下,内心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仿佛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人对山林,高峰,冰河,荒漠往往都会产生敬畏,这些都还是人类探索和了解过的。可深海魔沟呢?这下面很可能涌现出超出人类认知的物体,于是恐惧会随着人狭隘的想象和对未知的探索不断的放大。用不了多久,内心就会被黑暗,忧深,恐惧,古怪,冰冷给彻底填满。 张小猴和他的部众们穿过最荒芜的北疆,那里是大自然最狂野最原始的面貌,他觉得自己已经是锻炼出了极强的内心。 可到了这深海魔沟下后,他才意识到这里远比北疆的原始恐怖,岂只是渺小和卑微? 如果死亡是无限可怕的,那么在这深海魔沟下的感觉,大概和真正的死亡也没有多大区别了,不见天日,无限幽暗。完完全全的被整个遗弃。 将军,老甲开启更高感知了,现在可以探测到2.5公里深的地带。 弹风用手语来表达自己要说的。 其实到这个深度,已经没有丝毫的光线了。 有一名光系法师在用自己的魔法照亮有限的区域,可光芒形成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圆,圆外的区域是恐怖级的黑暗。 张小猴点了点头。 这时同队长前来汇报,并用手不停的指着靠近海沟壁的方向。 这是上次做的记号,杨夏捷就是在下面200米的位置被吸入的。 同队长脸上再一次露出恐惧之色。 张小猴让全队保持最高戒备,并在下探200米。 也是诡异,他们找到了那个壁裂,可这一次壁裂没有产生那种强大的吸扯力,这反而让众人感到更加不安。 我进去,你们在外面等。 张小猴用手语告诉其他队员们。 其他人马上反对。 同队长更是道,杨夏捷已经死了,您进入这么危险的地方若是出了什么事? 你亲眼见他死了吗? 张小猴神情严肃无比的用手语问道。 同队长犹豫了起来,其实贝希进去的时候,杨夏捷还活着。 可是,贝希入到那种地方,可能活吗? 没有确定死亡,就不能抛下。 可以暂时撤退,但绝不能放弃救援。 张小猴用手语告诉了这位同队长,在自己的部队里的行事准则。 第2457章 深渊鬼裂 碧裂非常狭窄,人几乎要侧着甚至顺着裂痕的走势才可以穿梭进去。 说来也是诡异,当张小猴游入到碧裂之中时,那刺骨的冷意反而消失了,就连水的阻力也不怎么存在,就好像是在空气中。 福利仍存在,张小猴现在更想是在一个裂痕里飞行。 里面漆黑至极,张小猴只能够打开自己的光碎戒指,勉强照亮前面的裂痕。 此时,张小猴感觉自己现在身处在一个地底极深的深渊窟窿中,一种莫名的窒息感从四面八方黑壁位置挤压过来。 哒哒哒 张小猴用手时不时敲打着旁边的海底石壁,发出军方的救援节拍。 这个节拍是有特定旋律的,也就他们这群北疆过来的军人有使用,这里很难开口呼喊,也只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杨夏捷,有支援赶过来。 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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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多久,在前方传来了同样的回应。 张小猴心中一喜,杨夏捷还没有死,他在回应自己。 张小猴立刻加快了速度,他如一条海鱼那样摆动着身体,灵巧的避开那些裂痕中比较尖锐的岩石。 前方终于开阔了一些,不过这里的海水,跟不存在一样,张小猴完完全全有一种漂浮在引力缺失的星球上的感觉。 打开光碎戒指,戒指里的光线成碎状射向四面八方,很快将这里给照亮。 只是,当张小猴能够看清楚眼前物体的时候,他感觉全身的皮肤遭受着冰针狠刺那样,不由自主的浑身肌肉紧缩。 这? 这怎么可能? 张小猴内心卷起巨大波澜。 他看到了杨夏洁。 可是,杨夏洁身体早已经四分五裂,就零零散散地漂浮在这片稍微成穴的区域。 若不是他的头颅正好就在光线照耀的地方缓慢转动着,张小猴甚至怀疑之前有人到过这里,这是其他人的尸体。 更令张小猴毛骨悚然的是。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哒哒哒,哒哒哒。 他们被将部队特有的节拍敲打,由于环境的封闭,使得这敲击声更加清晰。 他即可的响起,让张小猴最后一个想法也破灭了,那就是杨夏洁是在刚刚被杀死的,之前回应自己敲打节拍的人确实是他,只是自己来慢了一步。 这里感觉不到海水的阻力,也没有海水的冷意。 张小猴却全身发寒。 他敲打的是,前来救援的节拍。 而回应自己的,正是杨夏洁本人才知道的求救,我这里的节拍。 所以也根本不是有什么东西在模仿张小猴敲打。 他不知道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杨夏洁分明死了,还死了一阵子。 龙王鬼沟1.5千米深度,地裂中,一个身影鱼贯而出。 谭峰,同队长等人看到张小猴安然无恙回来,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 杨夏洁呢? 将军! 谭峰立刻用手语问道。 死了,我带回了他的遗骸。 张小猴摇了摇头。 您没有受伤吧? 没有,只是,算了,我们继续往下吧。 张小猴没有在提壁猎里面发生的事情。 他解释不清,同时也感受到了深海下的黑暗未知侵袭,他并非是丑陋、猙獰、凶猛地冲击人的内心,而是像寒毒那样慢慢地渗透,让人渐渐失去知觉,让人在麻木中迷失自己,当整个人彻底被恐惧包裹,束缚感、窒息感、绝望感随之奔涌而来。 张小猴已经感受到了一次浑身发冷的可怕。 他不想提,是因为他知道将这份可怕传播给其他人并没有任何好处。 大概是什么实力强大的深海之妖吧,你们都保持着警惕,随时战斗戒备。 张小猴这样说道。 是。 他们这样的部队,死亡不算是多么无法接受的事情。 只是如何死亡,和死亡之后留在这个世界的,会摧垮他们意志力。 将军,2.5公里深的妖魔动向已经传达过来,绝大多数都达到了统领级。 谭峰用手语告诉张小猴。 难怪上面的海藻森林的海妖们都不敢在这海沟里面徘徊,这下面的都是大妖栖息地啊。 一名老将说道。 避开他们。 张小猴说道。 是。 队伍继续往下潜,他们不敢再轻易使用光源魔法,但即便什么都看不到,仍旧感觉到有庞大有力的兽影在不远处活动,他们摆动身躯时传出的阵音和海水的强烈波动,都让人格外不安。 所幸的是深海妖兽们的势力也不怎么样,他们主要依靠海水的不寻常波动来锁定目标,只要控制好水的涌动,便不容易被发现。 还是将军老道。 下潜了五百米了,没有撞上那些可怕的东西。 张将军也是侦察军人出身的,如何避开妖物,他比田队长更出色。 田城擅长的是追踪、寻觅、妖魔的物质分析,张小猴却更擅长深入、隐藏、躲避。 同队长也是侦察军官,和张小猴担任军官的时候是一个类型,但同队长在1.5公里深就遭遇到妖魔各种袭击了。 同队长此时非常自责,假如可以做得再出色一些,杨夏洁就不至于死去,他们也能够及时救援。 将军,两公里了。 将军? 将军? 营地侦察到君主及生物的心阵? 在什么位置? 张小猴眉头一锁,立刻问道。 他的速度非常快,在朝着我们靠近,弹风神色异常的用手语道。 众人都是一脸愕然。 这下面,果然是一个可怕之地,君主及海妖。 一般情况下,君主及海妖都不会出现在前海的,即便这是一条海沟,要知道陆地离这里并不算太远呢。 以君主及生物的活动能力,很容易对陆地造成可怕的破坏力。 别慌,发射诱导魔器。 引开他。 张小猴命令道。 海妖比陆地妖魔更强,基本上实力达到三倍。 他们这支北疆队伍虽然杀死过君主及生物,可这在这深海海沟,人家的地盘上撞见海妖君主,那就不是等同概念了。 第2458章 海底地下河 冰冷的海渊之水开始剧烈的搅动起来,众人紧紧的贴在海底石壁处,感觉心跳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那是君主。 一头体型并不是很庞大,可在黑暗之中却释放着齿剑状的冷光,就好像有无数并没有剑柄的含剑倒叉在他的全身,那诡异,甚人的光辉在这幽暗无比的水底世界里更增添几分悚然之感。 六岛之物已经释放出去,那是一团纯净的魂能,是比较稀有的亡灵物质,绝大多数高级妖魔对纯净魂能都会产生很大的兴趣,因为它们需要让自己的灵魂变得更为强大。 噜噜噜。 寒光君主鼓动着两侧的腮,释放出了一些类似于墨汁的东西,很快就扩散到了水里。 可是,墨汁没有侵染多远,寒水开始冻结,可以看到黑色的洞兵如藤蔓之鸭那样在这条海沟之中梳展开,并呈现生长出各种各样的古怪形状,似珊瑚,似海藻,似花絮。 这种东西还在水里凝结式生长,眼看就要逼迫到那名八脸老将面前了。 老将趴在石壁上,他没有移动,因为现在挪动无疑是告诉那头寒光君主自己的位置。 不仅如此,其他人也会受到牵连。 吃! 一条墨色尖枝,黑兵那样刺入到了这名老将的大腿。 老将紧咬着牙,疼痛让他五官挤在了一起,可他仍旧保持着静止。 一旁的谭峰看得无比焦急,那墨之动气明显是会渗透的,他已经看到这名老将整条腿都变成了黑色,腿上的肉可怕至极的脱落下来。 没多久,老将的腿只剩下腿骨了,谭峰看着这名老将,打算施救,但老将很轻微的摇着头。 他不想因为自己,害得整个队伍被这头君主生物屠杀。 君主远离离,正追逐诱导魂物。 同队长急忙将这个信息告诉众人。 谭峰和老将同时松了一口气。 谭峰马上游到老将面前,直接将老将的腿斩了下来,并第一时间用光细魔法将他的伤口结加封死血管。 现在没法给你复原,你怎么样,能行动吗? 谭峰对这位老将用手语问道。 没事,暗影戏法师,少调腿也影响不了移动,不用担心我。 老将露出了一个难看的笑容。 还好,那种黑寒毒蔓延速度不是特别快,一些毒性强大的君主,会在极短的时间让人全身充斥他们的毒性。 继续下潜,让众人惊讶不已的是,这海沟的最底部竟然开阔的出人意料。 这种开阔不是那种从一个深渊井坠入到底部洞窟的那种豁然开朗,而是穿梭过了一个黑暗之道,进入到了另外一片海洋底部世界的感觉。 没有泥沙,没有沉积物,只有坚硬到了极点的岩壳,寒冷至极,有些位置甚至特别的光滑,像是金属矿物。 将军,这里的水,好像是流动的。 谭峰说道。 张小猴也感觉到了。 按理说深层水的流动变迁是极其细微的,对于此刻众人来说更应该是静止。 可海沟最底部的深层水,它们是在流动着的。 偏偏海沟位置的水,又保持着不变。 海底地下河 沉默了两久的真老伯忽然用心灵之音对众人说道。 海底地下河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名词了,毕竟海洋表层之下就全部都是海水,表层海水,深层海水。 但真老伯的这个形容却又与面前这种情况相当贴切。 海沟里的水静止的,如带有极强阻力和压强的空气,而海沟最底部却似一条开阔和冗长的地下河,海水再从一个方向流向另外一个方向,并且水流积极。 它们又流向哪里? 最底部的海水这样流动,说明这海底地下河是与某处相通的。 将军,我们还要下去吗?这深层流动海水带有极强的冲击力,比寻常大疆的强烈几百倍,我们若是下去不知道会被卷到什么地方。 谭峰很不放心的说道。 张小猴神色凝重无比。 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找寻龙王椅的巢穴,可经过多次检测,这里龙王椅的数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的这些古怪知识都与龙王椅没有太大的关系。 再探索下去会发生什么,很难预料。 真老伯,你说的深海银矿,这里似乎并没有看到。 张小猴用手语询问道。 绝对是来自这里,你们自己看。 真老伯说道。 说着,真老伯将手掌往下方的深海暗流指去,一道乳白色的光射向了海底暗流之中,流动的暗流中,立刻闪烁起了无数微小的碎片晶莹。 暗流发出了繁密无比的光,斑斓梦幻,全部都是银色,宛如一条坠满了银精的飘带在这漆黑可怕的世界里。 暗流里,全是深海银精,这里或许不是龙王蚁的巢穴,但这下面的海底地下河却明显连通着海洋另外一片区域,逆着这个暗流方向寻去,多半可以得到答案。 真老伯用心灵之声告诉众人。 这水的力量,怕是可以把山鸾都给移平了吧,怎么可能逆游过去呀? 谭峰道。 同队长,用紫叶测试一遍。 张小猴道。 他们是来找龙王蚁的,必须先确定这里龙王蚁的密度。 将那种可以识别出龙王蚁的紫叶打开,任由紫色渲染着周围的海水。 不过,因为下方的海水是快速流动着的,紫叶侵染下去之后,很快就会被冲散开。 倒是海沟井这里的海水,倒是彻底变了一种颜色。 再用光一照,顿时附近龙王蚁的轮廓全部显现了出来,这些龙王蚁身体里还携带着那种碎银精,起初大家以为是不小心飘上来的,谁知是龙王蚁从海底地下河中游到了海沟井。 将军,你看海底地下河,甄老伯忽然用心灵声音提醒张小猴。 张小猴低头看去,发现这快速涌动的海底暗流地下河中,无数龙王蚁如过江之际,在下方闪湿而过。 若没有使用紫叶,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下面这海底暗流里会有如此数量庞大的龙王蚁。 偶尔会有一小部分被挤到海沟井中,于是他们缓慢的往上游去,想来这部分的龙王蚁,就是被吸引到岩花半岛的,身体里含有银碎精的。 不过这海底地下河中的更庞大数量的龙王蚁都含有。 之前被甄老伯照耀出来的那般蓝星梦之景,实际上就是他们,他们身体是透明的罢了。 第2459章 海底鬼妖 你们在这里等候,我进入到地下河去看看。 张小侯说道。 这里有大量的龙王蚁,但很显然龙王蚁只是顺着海底地下河往某个地方游去,这并非是巢穴。 会不会太过危险,那头寒光君主随时都可能返回来。 谭峰说道。 所以需要你们去想其他办法将他支开。 时间已经不多了,张小侯没有再犹豫。 他启动了自己的手镯。 一缕特殊的琉璃光充斥在了张小侯的全身,变成了一件紧紧贴着他身体的琉璃光衣甲,光滑的甲面可以大幅度的减少逆流的强大阻力。 钻入到那深海地下河中,很明显这深层水的密度更大,冲击在身上跟被庞然大物撞击没有什么区别,没有琉璃光铠保护的话,全身骨头都要散架了。 龙王蚁明显对活人没有什么兴趣,他们从张小侯的身旁顺着深海地下河的流向游过,甚至迎面过来的龙王蚁都会有意的绕开。 渐渐的,龙王蚁已经看不见了,张小侯明知道周围全部都是这种特殊而又奇特的生物,却仍旧跟在涌动的暗流中活动没有什么区别。 琉璃光可以勉强照亮前方,深海碎银的光同样也会被照耀,张小侯感觉自己是在穿梭一个无银的星空隧道,前方一片漆黑,银星又密布周围,偏偏永远都见不到尽头。 这些龙王蚁从哪里游过来,又游到哪里去呢? 张小侯暗道。 很漫长,河流的冲击感也没有停止过,张小侯已经不知道自己游出了多远了,与部下们的信号也彻底断了,前方有什么,又通向哪里,全部都是未知。 完全凭借着那谷子军人的信念在坚持,坚持到时间究竟流逝了多久,张小侯也感觉不到了。 我不会游到深海了吧,这条深海地下河怎么会这么长?张小侯开始怀疑,这条海底地下河根本没有尽头。 他有些想要折返了。 最终还是咬着牙再坚持了一会。 忽然,前方那种银色的碎光变得密集了起来,张小侯急忙从自己的空间手镯中取出了一颗照明珠。 将照明珠朝着前方重重地甩了出去,一团赤白光朝着四面八方散射出千万条光丝,光丝绚丽地照亮了周围的一切,让久久不见到光明的张小侯终于感觉到一丝丝暖意。 周围还是那种黑漆漆的光滑海底岩石,形成一条冗长狭长的海洋地下河道,但就在张小侯的前方大概两三百米的位置上,一座银色的庞然身影立着,正晃动着纯色的光泽。 起初张小侯以为是自己遇到了什么深海银色巨兽,正心惊胆颤的时候,却误然地发现那不是活物。 面前,是一座银色的巨矿。 它镶在了那些黑乎乎的海底光滑岩石之间,也卡在了这个海底地下河中。 这银矿体积应该相当庞大,不单单延伸到了海洋更方,甚至还扎入到了海底岩石更下面,宛如一个岩石隧道中出现的一座钢银闸门。 如此庞大的深海银矿显然是天然形成的,可惜人类是不可能到这种深度的地方进行采集的,不然可以利用这种深海银矿打造出无数深海银模具。 银矿位置,有一个窟窿,强大的地下暗流也是从银矿的窟窿中涌出来的,在窟窿与深海地下河之间还形成了螺旋状的横窝。 难道这个银矿里面,就是龙王蚁的巢? 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晋咒也未必可以将他们全部杀死吧,这深海银矿等于是给他们撑起了一个天然的保护洞穴。 应该不对。 水还在流动,这说明银矿窟窿也是通的。 都到了这里,张小猴并不想放弃。 而且这里龙王蚁的数量明显巨增了,张小猴觉得自己离要找的东西很近很近了。 他没有再犹豫,直接钻入到了那个银矿窟窿里。 可就在这时,一个古怪的影子映在了银矿光泽的表面上,那是许多常常扭动的东西,要不是银矿的镜影,张小猴甚至都察觉不到有东西在自己脑袋后面。 咻! 那长长的物体猛的甩动过来,如莽的众尾。 张小猴立刻翻身躲开,并快速的完成了水系魔法,在自己面前凝结出了一个水花天幕结界。 在水里的水花天幕,其实是将附近的海水进行极限压缩,变成一个很难打破的夜墙。 可是,那乳莽的东西数量众多,接二连三拍打过来,很快就将张小猴的水系防御给击垮了。 不得已下,张小猴只能够贴着海底岩石,一掌打在海底岩石上,岩石立刻出现了诡异的涌动,并迅速地化作了柱状,朝着那个深海怪影撞了过去。 叽叽! 那怪物发出了狠尖的声音,这是在陆地上从没有听过的古怪叫声。 随着岩石柱撞去被怪物给拍碎,张小猴才终于看清那种长长的物体。 那是长满了类似于海藻须的触手,每一根都有十年树木粗壮,柔韧灵活,强壮有力。 怪物的本体,藏在了这些交错繁杂的藻须触手后面,张小猴暂时没有看清。 就在张小猴以为这是一种类似于乌贼的妖物时,那些在自己面前肆意舞动的海藻触手渐渐地回归到了怪物本体处。 一个挺拔巨大的身躯,高傲尊贵,宛如一位立在深海之中的女巨人,全身蓝皮,脑袋尖细。 只是这是她的上半身。 怪物的下半身,统统是那些强壮猙獰的触手,它们长在这个半身女妖巨人的腰部,随着所有的触手收拢,威张,看上去宛如她的裙摆在水中舞动。 这可不是什么看上去还算楚楚动人的画面,这只妖物古怪,机翼,猙獰到了极点,哪怕整体轮廓像女人,其实更和深海女水鬼接近一些,模样远超出人类的认知范畴。 哒哒哒,哒哒哒。 忽然,这怪物伸出了其中一根触手,轻轻的敲击着旁边的海底岩石,发出一种只有张小猴懂的节拍。 张小猴瞪大了双目,有些无法置信。 第2460章 这是一个陷阱。 是这怪物杀了杨夏洁。 不仅如此,他还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嘲弄挑衅张小猴。 张小猴带着愤怒,却也不敢鲁莽行事。 在陆地上从没有这种生物的记载,甚至海洋联盟也从来都没有发布过有关这样人形触手妖鬼的半点资料。 他拥有什么诡异的能力,可以获取到杨夏洁的那种军用节拍。 他的触手力量奇大无比,杨夏洁正是被他的这些触手给搅得四分五裂的。 这深海妖鬼明显是在阻止自己进入到海底银矿中,那么里面就一定藏着什么海妖不想让人类知晓的东西。 张小猴神经高度紧张着,他可以感受到这个生物强大恐怖的气息,犹如一块无时无刻不再散发着极寒冷意的冰渊,明明还没有和对方交手,张小猴已经全身泛起了鸡皮疙瘩。 哒哒哒 哒哒哒 这个圣人的妖物,还在用触手敲打着旁边的岩石。 但是,这一次敲打节拍却截然不同。 张小猴作为军人,自然能够听懂这种节拍语言。 让张小猴更为惊恶的是,这个圣人的妖物拍打出来的语言竟然是,将军,快逃。 快逃。 这个妖物在让自己逃跑。 张小猴越来越震惊。 而就在这个时候,妖鬼变得愤怒起来,他那张丑陋蓝色雕塑的脸忽然扭动了起来,时而膨胀,时而紧缩。 他身下那些其他触手开始疯狂地捆住了那根拍打出将军,快逃。 这个节拍的触手,仿佛是在制裁他们之中的一个叛徒。 该触手被其他触手鞭策的鲜血淋漓,绿色的血液不停地往外溢出。 看着这个妖物自残,张小猴起初还困惑不解,但很快他联想到了某种可能。 这个怪物既然学会了军方的节拍语言,这意味着他很可能一定程度上吞噬了杨夏洁的灵魂与记忆。 但是任何灵魂与记忆在被同化的过程都会遭到原来生命的抗争,于是其中一个代表着杨夏洁残念的触手,他击打出了一个危险信号,让自己尽快逃离这里。 这个海底怪物,极度危险,极度恐怖。 空。 妖物发出了另外一种粗狂无比的吼声,可以看到那条给张小猴敲打节拍的触手被其他触手。 他触手似的四分五裂,就如同杨夏洁自己之前的身躯那样。 这一幕,震撼着张小猴的内心,同时也激起了怒火。 这个残忍的海底妖鬼,不仅杀死了杨夏洁,更囚禁,折磨着杨夏洁的灵魂。 空。 忽然,这海底妖鬼打开了所有的早须触手。 这些触手肆意的伸展开,轻易的穿梭到了张小猴的身后,并且还在不停的扑展开。 触手从张小猴的头顶,身旁,身侧纷纷掠过,他们也不直接攻击着张小猴的身躯,就这样不停的舒展生长。 不知不觉,周围的一切都被这些触手给遮盖了,看不见那座巨大的银矿,也看不见周围的岩石。 感觉像是被吞入到了一个肠子蠕洞的巨大胃里。 张小猴尝试着使用毁灭魔法,可不管动用什么手段,就是难以摧毁这些触手交错的世界。 很快这些触手封锁的地方又有了变化,开始呈现五彩斑斓之色,张小猴看到自己脚下莫名其妙的被铺成了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开满了各种鲜艳的花。 而头顶上更是一片稻垂下来的丛林,各种鲜艳色彩的树木,叶片飘零,如梦如幻。 前不久还处在一个恐怖的魔鬼位里,这会却立刻色彩斑斓,唯美迷人,张小猴当然知道这是海底生物的置换本领。 海洋中不少生物的毒性都会影响人的神经,让人产生极其真实的幻觉,比较鲜明的特征就是色彩相当的鲜艳,让人深陷其中反而开始怀疑真实世界的单调与丑陋。 张小猴心中一沉。 显然这个海底妖鬼是一个擅长攻击人精神与灵魂的生物,它在海底最深处编织出一个看上去美丽幻境,但在人迷醉的时候将人四分五裂,就像对付杨夏洁那样。 将军 将军 一个声音在张小猴耳边不停地徘徊。 张小猴转过头去,发现被撕碎了的杨夏洁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自己背后,他没有本来的身躯,而是由无数色彩斑斓的叶片组成的。 将军,不能让尽咒落下。 不能让尽咒落下。 叶片组成的杨夏洁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张小猴盯着这个致幻出现的部下,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他究竟是杨夏洁残存在海底妖鬼中的灵魂碎片,还是这个海底妖鬼故意利用他的灵魂来欺骗自己? 请您相信我,这个怪物虽然吞噬了我的灵魂,但它要彻底将我同化需要一些时间,您及时地出现,让我可以与您说上最后这一段话。 无论如何不能让尽咒落下。 这是一个陷阱。 不要低估海妖的心智与智慧。 将军,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这是一个陷阱。 叶片组成的杨夏洁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着,他重重地跪在张小猴面前,那张不同颜色叶片组成的脸,甚至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是一种真实到了极点的祈求。 张小猴看着这个杨夏洁。 他坚信自己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是那个怪物给自己制造的幻觉,但眼前这个依靠着一种残魂意念在存活着的部下。 他也是在欺诈自己吗? 啪! 忽然,一条巨大无比的触手,带着海藻之虚,猛地砸落在了杨夏洁的身上。 杨夏洁再一次四分五裂,变成了一堆没有任何生命的叶片,四处飘散。 张小猴有些出神地望着这一幕。 陷阱。 这是一个陷阱。 杨夏洁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夏洁,我能够感觉到你的痛苦,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安息,所以我一定会杀了这个妖物,让你的灵魂得到解脱。 张小猴对杨夏洁说道。 我,没有痛苦,我无怨无悔,海妖具备极高的智慧,请不要低估它们,我将会用尽我的一切阻止这个怪物袭击您,您进入到银矿里,会知道一切。 杨夏洁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这一次,杨夏洁的脸浮现在了那个巨大的触手上。 第2461章 这个我更喜欢。 张小猴看着触手上那张面孔。 忽然,周围一切花花绿绿的物体开始消失了,就像有人用一个巨大的橡皮,将这些所有的色彩给擦去,画面诡异无比又荒唐至极。 那些触手密布四周,很快这些触手又快速的缩回到了那个海底妖鬼的身下。 海底妖鬼的脸,一变再变,甚至几次都呈现出了杨夏洁的模样。 这个怪物开始在与他自己做斗争,身下的触手扭打在了一起,鲜血淋漓,断触手不停的落下。 张小猴双眸中透出了一轮明亮的光泽,他在确认自己看到的这一幕,并非是幻觉。 高明的心灵攻击的妖物,它们会故意制作出一些真实的幻觉,让你以为自己脱离了幻觉,就如同梦中梦那样,在梦中醒来,人却还在梦中。 而张小猴也不是那种容易欺骗的小法师,他有自己的鉴别方式,那就是他这双与众不同的眼睛。 真实的。 此时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这个海底妖鬼,他确实在同化杨夏洁的灵魂与记忆,试图通过杨夏洁来了解人类的体制、计划、能力,但这个同化的过程会不停的遭到原主人的抗争。 于是杨夏洁三番两次的破坏着这个海底妖鬼的行动,甚至在妖鬼自己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向张小猴发出信号。 张小猴也清楚,杨夏洁自己的身体已经被撕碎了,他不过是有一些残魂在斗争,这个斗争无法在海底妖鬼身上持续多久。 再过一阵子,杨夏洁会被彻底同化。 化作残魂,却依旧斗争到底。 张小猴朝着杨夏洁行了一个军礼,趁着他为自己争取的这点时间猛的钻入到了那个银矿窟窿之中。 这里究竟藏着什么? 不要低估海妖的智慧,那么海妖们又在谋划什么? 海底营地。 水之结界外,树枝不尽的暴雷连组成了一张恐怖巨大的海底雷电网,正笼罩在这个海底营地之中。 数量实在太多了,我们承受不住了。 他们回来,快到水面上。 呼唤龙兽,我们赶紧离开。 成群成群的暴雷连,他们身上的每一颗鳞片都会产生极强的电弧,当全身都激起雷电时,便会形成一组足以击穿岩石的深水闪电。 他们全部都是从那片悬浮海藻森林中涌来的,为了搜寻到张小猴的生命信号,华月竹让后勤老甲扩大了几十公里探测范围。 可惜,不仅没有张小猴的生命信号,方圆几十公里的海妖全部杀了过来。 英凯龙 众人冲杀到水面上,一群英凯龙贴着海面飞来,抓住了水里的众人后立马升空。 英凯龙升空速度很快,而下方的海水忽然产生了一个恐怖的雷暴,掀起了一个几百米高的海球浪,差一点将所有的军官们全部吞卷回海里。 将军的飞龙 众人到了空中,其他英凯龙纷纷归队。 体格强壮,威武神郡的飞龙也飞向了这里,但是他没有在这里逗留,而是忽然阵势,朝着海洋的更遥远处飞去。 他,他要飞离渤海吗? 他飞向太平洋深处了。 难道将军真的死了,飞龙因此放生了? 一群人盘旋在海洋上空,每个人都失魂落魄。 谭峰等人原本是在海沟最底部等待,可没多久张小猴的生命信号就消失了。 于是谭峰立刻让营地的人扩大搜索范围,谁知达到了几十公里,仍旧找寻不到张小猴的信号。 就在谭峰等人要进入海底河中救援的时候,之前那头寒光君主出现了,险些将他们全部留在了海沟之中。 华月竹驻守的营地,也因为信号过强,遭到了海藻部落的无休止攻击,在与撤退的谭峰等人会合之后,必须升空。 立刻回去请求支援,一定要把将军找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侍卫长华月竹重重的说道。 飞龙放生,恐怕已经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不过是一个背叛的畜生。 谭峰语气也强硬道。 记住,可以暂时撤退,但绝不能放弃救援。 蓝色宝石,白如冰雪。 孤零零的一座海礁石岛屿上,一个被海水浸泡得有些发肿的人趴在岩石上,下半截身子还在水中,却没有了半点气力。 他艰难地往上爬,艰难地翻了一个身,这时才终于脱离了海水。 日升日落,身体都已经被晒干了。 忽然,一股强劲的风从上空袭来,张小猴睁开眼睛,就看见一对巨大的翅膀遮蔽了阳光,正缓缓地落在自己身旁。 小小的礁石岛似乎都有些容不下这样一个强壮威武的身躯,看到这只飞兽的模样,张小猴脸上裂开了一个难看无比的笑容。 我们才相处几天,就有了感情吗?张小猴问道。 飞龙张开嘴来,将唾液滴落在张小猴的身上,张小猴那些脏兮兮的伤口开始缓慢地愈合。 你飞了多久才找到我的?张小猴接着问道。 呼! 飞龙用爪子在岩石上画出了两道痕。 两天。 中间几乎没有怎么休息,张小猴诧异道。 以飞龙的耐力和速度,如果顺着一个方向飞向没有停歇的话,两天的时间说不定可以绕赤道一圈。 能尽快带我到附近的城市吗? 飞龙低下头颅来,让张小猴爬上来。 等张小猴坐稳,飞龙展开了翅膀,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飞去。 当张小猴发现离自己最近的城市竟然是夏威夷时,他脸上露出了几分苦涩。 太平洋中部。 自己抵达了太平洋的中部。 从渤海到太平洋的中部,这相差了有九千多公里。 假如不是自己亲身经历,张小猴自己都不愿意去相信,毕竟杨夏捷要告诉自己的,实在太过荒唐了。 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 张小猴来不及整理自己,也来不及去做过多的思考。 在这样一个境况下,他能够想到的人就只有一个。 电话打通了。 张小猴深呼吸了一口气。 凡哥。 没死吧? 差点。 张小猴苦笑,接着道,凡哥,我需要你的帮助。 说吧。 我们可能要做一件看上去大逆不道的事。 张小猴道。 这个我喜欢。 莫凡回答道。 还有三天,有我们国家军手授意的兵系晋咒会降临渤海,以此消灭一个渤海巨大隐患。 我们要做的事,破坏引导,阻止晋咒。 张小猴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对面沉默了。 张小猴也知道,这话说出来荒唐到了极致。 他清楚,这件事没有人可以帮助自己。 这个,我更喜欢。 那边回答道。 第2462章全屏猜想。 英国,一座靠近咆哮海牙的城堡。 富丽堂皇的走廊尽头有一间奢华的套房,套房的厅内,宽阔的沙发上正躺着一个疲惫不已的人。 沙发的地毯上,也有一个人瘫在那里,唯有身穿着一身浅灰色西装的大背头目白,端正的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瘫在地毯上的人,手边正有一只手机。 当他听到对面说的那些之后,立马作证了起来,一脸严肃。 我们现在回国。 莫凡对另外两人道。 开得什么玩笑,我们才给爱琳那个小巫婆打完工,累成狗了。 陷入到沙发里的赵满言立刻叫了起来。 莫凡,你先说事情。 木白睁开了眼睛,刚才通话他也听了一些。 我们一边走一边听猴子戏说。 莫凡说道。 戴上耳机,要了一条速度最快的风罗亚龙,三人立刻冲上了英国乌云密布的天空,朝着西方向飞去。 是不是飞错了方向? 赵满言忽然问了一嘴。 此时这条风罗亚龙是往大西洋的方向飞去的。 地球是圆的,智障。 莫凡这个地理白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机会喷别人,马上到。 张小猴在下威夷。 木白问道。 嗯,先去那里和他见个面,这条风罗亚龙要多久可以抵达。 莫凡询问道。 二十个小时吧。 木白回答道。 这条风罗亚龙正是爱琳送给他们的酬劳,比飞龙多一个风的属性,在飞行上也要出色于市面上的飞龙,其驯化程度也到了六个星。 不过,爱琳也很小气,就给了这一条风罗亚龙,多送两条飞龙他都不肯。 还好风罗亚龙体型虽然比飞龙小那么一点,承载三个人类是绰绰有余了。 海洋飞行会比陆地飞行安全许多,毕竟大部分海洋生物是七夕海洋里,高级海洋生物在深海之中,他们对天空并不是很感兴趣。 在陆地上却有需要制霸天空的部落,种族,他们就不会随随便便让级别低的飞兽经过他们领空。 当然,风罗亚龙这种级别,大部分陆地区域也一样不会受到影响,巨龙之威摆在那里,妖魔鬼怪都需要退散。 二十个小时空中之旅,也正好可以让他们三个人休息休息。 抵达了夏威夷,莫凡有些奇怪,美国人是怎么让夏威夷存在太平洋中部,而又不被强大海妖围攻的。 据说是夏威夷岛上存在一种天然的矿石,会释放一种特殊的禁制,这种禁制海妖非常的抵触,所以他们对这里一点都不感兴趣。 木白展现出了他学霸该有的学识。 那这种矿石铺满我们海岸线,不是海岸线安全了。 莫凡说道。 你觉得可能吗,都说是天然的了。 在一个公园里找到了张小猴,看到张小猴的时候,莫凡忍不住骂道,你一个抄街法师,至于像个流浪汉一样躲在公园里吗? 可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我身份,手头也没有一分钱。 张小猴尴尬道。 莫凡对张小猴更加无语。 都要干那么惊天动地的坏事了,还在意偷点东西来用吗? 现在呢,其实我很累,有点想在这里镀个假,以前就想过来这里了。 赵满言问道。 四人在草坪上席地而坐。 赵满言甚至非常有雅致的跑去旁边一栋饮料商店买上几瓶冰镇啤酒,可以听到晋咒行动后,手上的酒瓶子全落在了地上,碎出了啤酒泡沫。 你们疯啦,赵满言大叫了起来。 破坏引导,阻止晋咒。 赵满言也想过这次可能是要干一票大的,千里迢迢地跑来这里四人合伙,以他们现在的实力,合伙起来确实也能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可怎么想都想不到会是阻止晋咒。 晋咒啊。 晋咒之下,人人平等。 什么超阶,高阶,中阶,初阶,都要化成灰。 那到底怎么回事,晋咒不是为了解除隐患吗,你们军方应该全力协助才对。 木白问道。 我现在只知道,海妖之中存在着一种比我们想象中海妖可怕的生命,它们不仅拥有与我们相等的智慧,甚至早已经在利用各种手段觊觎着我们人类,窃取我们的作战策略,了解我们人类的魔法能力,以及利用某些特殊的人群给我们设下一些对它们有利的陷阱。 张晓侯很认真地阐述道。 人类尽管在力量上要逊色于妖魔,但人类的团结与智慧,使得妖魔妄想侵略人类领地的时候也会忌惮无比。 所以在应对海妖的时候,人们下意识觉得可以凭借着智慧来牵制海妖,控制海妖,抑制海妖的进攻,事实却并非如此。 这个,一些学者是有提出过这种理论,兴许在我们不了解的深海海域里,海妖拥有他们自己的文明,只是我们真的对海洋了解太少。 木白点了点头,很赞同张晓侯说的这番话。 不出意外的话,晋咒计划早已经被海妖洞悉了,并且他们在利用这次晋咒的力量。 张晓侯接着说道。 小猴啊,你好歹也是一名将军,假如你有真凭实据,把自己的经历和论证呈献给军方领袖,相信这件事可以用更和平的方式解决,何苦让我们大家做孤儿呢? 赵满言说道。 张小猴苦着脸,摇了摇头道,问题就在我没有任何真凭实据。 也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都是你的猜测,木白也愣了下。 还以为张小猴掌握了什么相当惊人的秘密,到头来却是没有半点依据。 就为了一个猜想,去破坏晋咒引导。 换作古代,这跟谋反有什么区别呀,要诸连九族的。 放心,我不会让大家为了我这样的一个猜想拼命的。 我觉得自己的这个决定确实草率。 所以到时候我们可能要兵分两路。 张小猴看着三人,脸上露出了几分惭愧之色。 怎么个兵分两路? 莫凡问道。 我得去求证,那个地方就在另外一支部队架设的晋咒御林点。 假如御林点也有一样的银矿海底地壳轴,那么可以肯定这次龙王罪魁就是一个陷阱。 第2463章干完这票死路一条。 你去英证,哪其他人呢? 赵满炎问道。 当然是破坏晋咒引导,这不是废话吗? 木白不屑的嫖了一样赵满炎,他发现赵满炎只要一遇到危险困难的事情,智商就会急剧下降。 张小猴点了点头,道,我需要得到一个最真实的证明,这个证明只有等到晋咒御林点出现的时候,我亲自前往御林点才能够得到答案。 所以兵分两路,你去御林点证实,我们到秦皇岛待命。 一旦你证实了你的猜想是真的,我们立马动手,破坏晋咒引导,对吗? 莫凡问道。 是。 张小猴立刻点头,很肯定的回答。 可是,我们就不能坐在旁边看吗,既然是陷阱和不是陷阱的概率只有二分之一,我们就顺其自然好了,何必要这样作死? 赵满炎坚决摇头反对这个计划。 太尼玛荒唐了。 好不容易到了抄街,以为可以横行于世。 天不怕地不怕,都没有过足抄街的瘾,就要去惹晋咒的事情。 晋咒的事情,是他们需要关心的吗? 五大洲魔法协会干什么去了,国家神秘组织干嘛去了,世界各大权威组织干哈去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张小猴目光注视着三人,从未有过的严肃和认真。 房哥,赵哥,木白,我,我也不太会逻辑推理,也不太会整合信息,我自己的经历都有些讲述不清,包括我自己都不能肯定这件事,究竟是那个海妖妖鬼故意扰乱我的思维,还是我内心最真实的强烈预感。 可我只是无法这样坐以待毙,任由一切就那样发生。 我必须去求证,这个陷阱究竟真实还是虚假? 而且,愿意相信我这个跟疯子一样想法的人,只有你们。 张小猴此时脑子也是一片混乱。 海底妖鬼拥有扰乱人心的本领,杨夏洁的残念,一样可以是海底妖鬼虚构的。 这个海底妖鬼,就是想让他去破坏晋咒,好让龙王已存活。 究竟是诱骗,还是事实? 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他才必须去寻求真相。 樊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总之,我得这样做。 张小猴低着头,看得出来他感到很惭愧。 因为这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情,他等于是让其他三人跟他一起跳入刀山火海。 我能明白。 莫凡拍了拍他肩膀。 这你都能明白,反正我没明白。 赵满言哭笑不得道。 老赵,我给你讲个简单容易懂的。 很多警匪片里不是许多匪徒一听到警笛声马上就逃走了这种事情吗? 莫凡说道。 你扯这个干啥? 赵满言一头雾水。 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感到不解,甚至骂警察,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去抓人就去抓人,不能把警笛关了,几条街外都能够听见的警笛声,这不是反而给匪徒逃跑的时间吗? 莫凡接着说道。 木白,张小猴此时也看着莫凡,仍旧一脸的困惑。 这个例子和现在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但讲道理,警匪片里的警笛声确实很蠢,匪徒老远听见了,早就跑了,警察一道,人去朝空。 可你们想过没? 这个警笛声真正的意义其实是在于,阻止犯罪。 假如警笛声会比警车提前一分钟抵达犯罪现场,那么这一分钟的时间就有可能让受害者存活下来。 从大概率上来讲,匪徒未必就一定是刚好在警车道的前一分钟里行凶,但如果警笛声能够起到警示,下退,惊动匪徒的作用,从而极小概率的救下受害者的性命,那么这个警笛声就值得想动。 毕竟,罪犯逃走了,可以再抓捕。 生命失去了,就无法挽回了。 这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 莫凡说完这番话,用手拍了拍张小猴的肩膀,露出了笑容道。 别说二分之一的可能了,即便是百分之一,你也一定会找寻真相。 这是你对每个人生命的最大尊重。 存在可能,就值得去做。 莫凡太了解张小猴了,他这份赤子之心,从来就没有变过。 假如他什么都不做,莫凡反而会觉得他受到了那个深海妖鬼的蛊惑。 放手去做,从现在开始,凡哥我就是你的士兵,任你调遣。 莫凡虽然不是军人,但却很端正的朝张小猴行一个军礼。 张小猴紧抿着嘴,深呼吸一口气。 当自己浸泡在太平洋无人交道上醒来,举目似望,无助而又绝望时,想到的人就是莫凡。 还需要多说什么,放手去做。 有这样一个兄弟,赴死也无憾。 反正出了什么问题,到时候就告诉军事法庭,你是主谋。 莫凡补了一句。 那我们怎么分路,张小猴自己行动,我们三个一起行动,穆白开口问道。 他还受着伤,自己肯定处理不好。 两人一组。 莫凡说道。 赵孙子,你先选。 穆白瞥了一样旁边还在假装这件事与他无关模样的赵满炎。 我跟莫凡一组吧。 赵满炎很快就选择了莫凡,毕竟莫凡可以开无双的。 恩,行,那我们到时候去闯入到秦皇大中山,当着几千名法师和一名浸咒法师的面破坏掉引导,我们得制定一下合理的计划,浸咒引导肯定戒备森严,高手如云。 莫凡点了点头道。 赵满炎听完,脸跟猪肝一个色。 那个,我和张小侯一组,总觉得高危险的动作,我搞不来。 何况我一个主修防御魔法的人,不太适合弄破坏。 赵满炎立刻改变主意了,决定跟张小侯去浸咒御林点。 穆白已经笑出声来。 张小侯却一脸肃然起敬,对赵满炎刮目相看的样子。 好,那就决定了。 我和穆白一组,埋伏在秦皇岛大中山。 你们到御林点,我们等你们准确消息。 莫凡说道。 赵满炎弩了弩嘴,选完之后,他仍旧觉得自己并不赚,就好像死刑犯选择狗头闸和绞刑架一样。 别人都是干一票大的,金盆洗手。 现在,这一票。 干好了,死路一条,没干成,死无全尸。 第2464张生无可恋 张小侯还在等待。 大概到了鲜红如血的晚霞燃烧了整片辽阔海浆的时候,一个神秘的电话拨到了张小侯所在公园的电话亭里。 张小侯接听了,随后点了点头,并且快速地用手指画出封片,在草地上写下了几个数字。 晋咒御林点已经确定,我们现在就出发。 张小侯对赵满炎说道。 莫凡与木白已经骑乘着风罗亚龙前往了秦皇岛。 御林点迟迟没有选出,所以张小侯这边也不能够动身,现都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了。 骑乘上飞龙,张小侯叫上了赵满炎,也不管飞龙是否会对威尼斯造成惊慌,他们直接窜上了满是火焰之霞的天空,朝着渤海的方向飞去。 飞龙已经已经养精蓄锐,以最快的速度前往了晋咒御林点。 不断往海平线下沉入的红日就在前方,飞龙的速度也是快的惊人,竟然追逐上了落日的速度。 已经过去了不知多少个小时,夕阳还挂在海平线上。 终于到了渤海,夕阳在彻底沉入到了远处略微起伏的地平线之中,黑夜终于降临。 赵哥,看不出来,平常你一副很珍惜自己性命的样子,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深名大义的。 张小猴扭过头去对赵满炎说道。 什么意思? 赵满炎反而有些疑惑,张小猴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神看自己? 之前我们在商量的时候,你没有在听吗? 张小猴问道。 听什么? 赵满炎跟一头雾水。 玉林点印记一旦出现,就意味着晋咒引导接近完成。 晋咒覆盖的范围非常广,并且还可能出现一种晋咒引力窝圈,使得那些被晋咒之晕笼罩的生物难以脱离晋咒窝圈范围。 张小猴解释道。 赵满炎一听,整个人跟只受到惊吓的野猫一样,若浑身都是毛,也随之炸了起来。 卧曹,你的意思是,如果墨房和木白没有能够阻止晋咒引导,那么晋咒就会落在我们头上。 赵满炎说道。 张小猴点了点头。 所以他才去晋咒玉林点,如此危险的事情,张小猴必须自己亲自去做。 让张小猴想不到的是,赵满炎竟然也有这样的胸襟,所以当赵满炎选择跟自己一组的时候,张小猴是由衷的佩服。 赵满炎目瞪狗呆。 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前往晋咒玉林点,其实就是深入晋咒袭击区域啊。 他可不觉得自己一身的防御就可以从晋咒底下活过来,所以他跟张小猴一组,意味着墨房和木白一旦任务失败,他们两个就将面临晋咒席卷。 草挖草,自己脑子是坏掉了吗,为什么要选和张小猴一组? 这比去破坏晋咒引导更没活路啊。 现在重新分组还来得及吗? 赵满炎刚说完这句话,忽然云天之上,无银无尽的穷空顶端一束神迹冰光豁然释放出一道又一道纤细却又清晰可见的天芒湖。 他们呈一种无比标准的几何分区,将这片海域与天空彻底割分。 本是黑夜,却莫名的笼罩上了一层一芒,似有一层薄薄的天地光沙,朦胧浅幻,又似这一片空间变得虚无几分,远远望去带着几分海市蜃楼那样的半真半假。 又怎么了,又怎么了?赵满炎像一只惊弓之鸟,慌张的说道。 张小猴苦着脸,开口道,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禁咒存在着禁咒引力窝圈。 我读书少,你给我说清楚这个引力窝圈是怎么回事。 赵满炎越发不安。 这个景象确实太震撼了,说是天地之变都不为过,要说下一秒自己目所能及的一切直接被拽入到卫面深渊里,赵满炎都会相信。 就像我们地球存在着强大的引力,除非速度达到一个极限值,可以彻底摆脱引力,不然是无法飞往其他星辰的。 禁咒也拥有一个引力窝圈,除非我们的速度和力量足以打破那个极限,不然我们一样无法摆脱禁咒的覆盖区域。 禁咒的引导确实是缓慢的,但禁咒又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给敌人逃脱的机会。 所以禁咒的第一威便是这个引力窝圈。 张小猴倒是很耐心的给赵满炎解释道。 别给我扯那么多,就告诉我,我现在跑路还来不来得及。 赵满炎问道。 来不及了。 引力窝圈笼罩了这方圆十几海里,假如禁咒是一个死神的话,我们这些在引力窝圈之中的生物,已经写在了他的生死簿上。 张小猴说道。 禁咒引力窝圈。 不同的禁咒,其引力窝圈强度不一样。 张小猴也只是从军方资料那边了解了禁咒的一部分威能。 假如引力窝圈用地球引力来比喻的话,还有些不够明了的话,那么可以将这个引力窝圈看成是一条无形的束缚链链。 天芒湖光覆盖的地方,小到一只蚊蝇,大到巨型海兽君主,都被这样一条引力铁链给紧紧的系着。 除非速度超越禁咒引力窝圈的束缚极限,扯断引力铁链,不然一定会被狠狠的拽回去。 这个挣脱速度,张小猴达不到。 绝大多数超接法师也都达不到,包括飞龙、风罗亚龙,以及那些强大的海妖君主,都无法达到。 所以他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仰望天芒湖光,要么等待着禁咒在完成引导前被破除,要么全部接受禁咒的洗礼。 张小猴很清楚,自己选择这条路是没有任何退路的。 他将自己的性命交给了墨房和木白,而且…… 那么要想活下来,第一,这是一定北视海妖的陷阱,第二,墨房和木白必须成功阻止禁咒,赵满言瞪着眼睛问道。 是的。 可万一这不是海妖的陷阱呢,墨房和木白就不会去阻止禁咒。 禁咒会如期降临,而我们两个已经在禁咒引力窝圈里,岂不是? 所以我很佩服赵哥的身名大义。 张小猴露出了一个笑容,一副即便死了也不会寂寞的豁达表情。 心如死灰。 生无可恋。 赵满言的内心不过如此了。 第2465章 晋咒山 华丽无比的天芒湖线下是一片躁动沸腾的海洋,水下无数形象万千的海妖鱼怪似乎受到了什么惊吓,正在拼命的朝着远处的方向游。 哗啦啦啦。 几头全身鳞片泛着银色光芒的海鱼如一饼饼打磨得非常精致的长剑,纷纷钻出了海平面,并张开了如剑翼的塞翅。 它们速度相当快,应该是在水中不停的加速,即便那些剑塞翅非常短小,依然可以让它们在空中完成飞剑穿空的感觉。 本以为它们会很快就进入到远海,飞向更远的地方,可但它们即将脱离这片晋皱引力窝圈最边界的时候,立刻遭到了一种极强的拉扯力,将它们生生的从半空中拽回到原来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它们以怎样的速度去冲飞出海平面,冲飞出晋皱引力窝圈,它们就以怎样的速度被拽回去。 赵满炎看到这一幕,感觉像是在看一个镜头倒放,古怪至极。 大概它们之前在海里尝试过,不能游入到它们想要到的海域,于是尝试着从海面上,这些常见鱼妖倒是有点小想法的,可惜晋皱是覆盖了天空,海平面,深层海洋,沿层的,根本没有投机取巧的可能。 张小侯对赵满炎说道。 你能别说了吗?赵满炎早已经泪流满面。 秦皇岛大中山 大中山面向整片波澜壮阔的海,山顶上屹立着古铜大钟,钟架就达到了许多高楼的水准,再加上铜钟的话,有接近三十米的高度。 所以无论是从秦皇岛城市位置看向大中山,还是在周围海域行驶的渔船,都可以看见这古老海钟楼。 早在古老铜钟启动晋咒倒计时的时候,一些有可能受到晋咒的海岛,半岛都得到了迁徙的通知。 现在时钟马上要转弯一整圈了,只剩下一天半的时间。 末房和木白就在山脚下,他们抬起头眺望过被海风吹的摇摆的山林,便可以望见辉红雄伟的古老铜钟。 现在每过去一个小时,这个古老铜钟都会敲响,这是秦皇岛的一种特殊的预警,并非是用来告诉人们现在是什么时节,是什么时间,而是预示着海洋灾害的到来,让人们及时寻找避难所。 嗡嗡嗡。 钟声雄魂,山脚下的末房和木白都感觉到一种威严之势,通过这沉重古老的钟声传遍整个秦皇岛和附近的海域。 你们来了。 一个女子的声音从旁边的树丛中传来。 末房和木白寻声望去,见是一位身姿挺拔却曲线优美的女军人,她神情严肃,眼神灵力,像一头桀骜不驯的词录。 你是,哦哦哦。 末房似乎懂得了什么,没有明着说。 别误会,我只是不巧被你们这些恶人打伤,丢失了一份军用图纹。 华月主走了过来。 嘴上说着这些话,他却直接将手中的一份图纸递给了末房和张小猴。 末房打开了图纸,木白立刻凑过来看。 两个人皱着眉头看了友谊会,硬是没看懂这个图纸要表达的意思。 能不能顺便给我们讲解,哦,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在我们的胁迫下,你被逼无奈的给我们说一点关于这个图纸的事情。 末房很配合华月主的生硬表演。 这个是阵岗,整个晋咒有365个元素钻能源点,阵岗上至少有一位超阶法师在守卫着,每个阵岗理论上是看守15个元素钻能源点,但阵岗之间其实还有特殊的相互守望。 你们惊动了一个阵岗,另外两个阵岗也会知晓。 华月主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要破坏掉几个元素钻能源,这个大机器才会停止运作。 莫凡询问道。 40个以上。 莫凡记得去天山的时候,有问过那位来自美国的猎人,元素钻是做什么的,他当时就有透露一些。 现在莫凡才完全明白,元素钻就是人类可以作为魔能来使用的一种能源。 魔法师释放魔法,除却一些特殊的魔器之外,基本上都要靠自己星辰里面的魔能。 而可以将物体里的能量直接转化为魔能的物品少之又少。 元素钻是最纯净最特殊的魔石,它的作用不是给魔法科技里的发电,机械之用,正是在晋咒引导过程时提供整个晋咒的魔能。 一个晋咒浩大无比。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被称之为晋咒法师的,并非是他可以独自一人完成一座星神殿便可以让晋咒降临。 晋咒法师,是开启晋咒法门的人,至于晋咒所需的庞大魔能,更多的是靠外力。 这个外力,在秦皇岛上所体现的便是一次巨大的工程,从山脚下到山顶上,聚能踏出力,魔法阵遍布,正港众多,魔法设备无数,总参与人数超过了三千人。 为了这个晋咒,甚至需要专门盖一个食堂和住宿大楼,好让参与晋咒的这些人能够不离开这座山的情况下保持温饱。 所以华月竹将整个大中山的晋咒军事分布图给墨房和墨白看的时候,他们两个一脸猛的同时,更为这项巨大的魔法工程感到震惊。 就为了一个魔法。 需要这么多人,如工匠一样在这里封闭管理近半个月。 我们真的可以完成吗,如果是这样的规模,我想总指挥不会没有想到有一些人前来破坏,阻止。 墨白心里已经有些胆怯了。 长这么大,他一直都是三好学生啊,忽然之间就要做这样的事情,还是有点不太适应的。 倒是墨凡,感觉这种事情他没有少干一样。 我们时间够吗,四十个元素钻原池,有没有更简单粗暴的办法? 墨凡问道。 墨凡看似稳如泰山,正认认真真的询问应对策略,但内心慌的一批。 这晋咒工程,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大大大大的多呀。 要简单粗暴的。 华月竹带着几分冷哼声,这才告诉墨凡答案,你们去把那位晋咒圣法师给打晕就好了。 对了,提醒你们一下,晋咒法师在吟唱晋咒是不影响他魔法使用。 墨凡,你负责山北面的二十个能源点,你负责南面的二十个,没问题吧? 墨凡扭头一脸正色的对墨凡说道。 第2466章收尸难度极高 有动静。 忽然墨凡眼神一领,目光望向了数从的方向。 墨凡和华月竹同时往那里看了一眼,正想要躲避的时候,却不料有两位身穿着军装的巡逻法师已经走了过来。 你们是什么人? 这两名巡逻法师之中,其中有一名竟然修为不低,能够感觉到他们身上不寻常的气息。 没什么,我的两个部下,再跟我汇报一点情况。 华月竹很快反应过来,神色不露一丝慌张的对那名高级军官说道。 此时,那名高级军官靠近了一些,发现华月竹肩上是有军衔的,而且还不低,于是行礼。 请问是汇报什么情况? 这名高级巡逻将领显然非常古板,而且对待在大中山一带徘徊的人都特别的谨慎留意。 华月竹皱了皱眉头。 这位巡逻将领似乎对他们产生了怀疑,大概是一位拥有心灵系能力的魔法师,他们这种寻常的演技是很难瞒得过他的。 只是华月竹仍旧不得不还是公事公办的回答道,我们的张将军寻找玉林点落难,尽管上头已经派出了增援去搜救,但我还是希望能够有两位对渤海更加熟悉的人前去,于是找了他们。 有修为境界存在的话,即便是心灵系法师也不可能光凭双目观察就知道他们别有目的。 高级巡逻将领点了点头,开口道,是紫禁军的张小侯张将军吧,我有见过几面,不久前我也听了他失踪的消失,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 说着这些话的时候,高级巡逻将领把目光落在了莫凡的身上,一副是审问莫凡的样子。 他的确怀疑了。 否则他不会换一个人进行交谈。 华月竹本想开口,但考虑到自己这样急切的去说话,只会让这位巡逻将领带着更深的怀疑。 他死了。 莫凡面不改色的开口说道。 华月竹张了张嘴,没说话。 我们找到了遗体位置,只是打捞有些难度。 木白也是风轻云淡的补了一句。 高级巡逻将领一听,脸上立刻露出了惊讶之色。 很快,高级巡逻将领露出了一副惋惜悲痛之色道,那真的很抱歉。 他摇着头叹着气,简单叙述了一下自己是如何认识张小猴的。 两位,辛苦你们了,拜托一定要让张将军的遗体归乡,好好安葬。 巡逻将领深表歉意的拍了拍莫凡和木白的肩膀道。 这是我们的职责,您尽管放心。 莫凡说道。 时候也不早了,几位早点回营地大楼休息吧,哎,尽管最终御灵点是在海延峰,但张将军也功不可没,他和没有能够及时回来的政务军策一样,可歌可泣。 巡逻将军说道。 三人也不多说,既然别人已经放行了,当然要赶紧上山。 大中山的戒备现在相当森严,又不止了结戒,他们在这山脚下偷偷摸摸的谈论结果都有人上来盘问,可见整座大中山还存在一些他们不知道的警戒手段。 也幸好彻底圆过去了,不然整个计划在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毕竟是一位心灵系的法师,他们露出一点破绽,会被这种犀利的心灵洞悉之人挖出更多假象破绽。 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华月竹当时已经冒冷汗了。 木白却对莫凡竖起了拇指,在那种情况下能够想到用一个死讯这样比较让人惊恶悲痛的消息来总结盘问,也的确是人才呀。 只是不知道张小侯知道这些,会怎样,大概是一种类似于爷爷难得去学校找自己孙子,班主任告知爷爷孙子去参加你葬礼而没有来上课时的那种心情吧。 刚才那个巡逻将领说的另外一个人是谁呀? 莫凡随口问了一句。 你说政务嘛,他为了帮助自己的团队脱离禁咒引力窝圈,自己陷入到了引力窝圈里了。 禁咒是不可能停止的,所以他人虽然还活着,却很可能会为这次禁咒计划牺牲。 华月竹说道。 哦哦。 莫凡点了点头,又忽然问道,禁咒引力窝圈是什么东西。 华月竹瞥了一眼莫凡,已经开始有些不明白张小侯张将军为什么要把这种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白痴来做了。 这可是会送命的呀。 不仅是送命,更关系到了他们的一个立场,只不定就盼下一个叛国之罪。 木白不愧是学霸,对于禁咒引力窝圈的事情也了解,于是一边走一边给莫凡大致解释了一些。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不阻止禁咒,那两货就是死定了呀。 莫凡说道。 恩,而且尸体打捞起来还很困难。 木白点了点头。 华月竹走到了一个山道的岔路,他用手指了指另外一个方向。 刚要说话,他忽然间又做了什么决定一样,开口道,算了,我既然已经被那位巡逻将领看到和你们待在一起,想来你们最后被抓的话,我也脱不了干系。 我跟你们一起行动吧。 你对我们不太信任。 莫凡问道。 对。 莫凡这就没话好说了。 不过华月竹如果真的愿意加入的话,那这件事成功的概率会大许多。 莫凡发自内心的不想张小侯和赵满言死在禁咒之中,收尸难度确实太大了。 禁咒御林点的位置是在一片拥有众多沿海风的地方。 沿海风从海底生长起来,大部分都透出了海平面,一些高的沿海风甚至都达到了几十米。 此时事业里,正好一些海雾缭绕,从海平面上看过去,这些沿海风如同一座座在城市里黑漆漆的参差不齐的楼房。 这些岩石可以这么屹立不到,应该成分非常的牢固吧。 赵满言说道。 与张小侯共同执行这个任务的有几个不同的部队,他们来自其他几个特殊军区。 张小侯的紫禁军部队算是任务失败了,御林点便设立在了另外一个部队找寻到的龙王蚁巢穴处。 他们是硬化炎炎,不仅不会被潮水侵蚀,还会不断的吸收海洋之中海水的盐分,以一种竹损的方式生长出海平面。 张小侯说道。 有这种特殊炎炎的地方,意味着龙王蚁数量一定非常庞大。 第2467章 海底地下暗江 现在天也太黑了,要不我们等天亮再下去探个究竟。 赵满言说道。 赵哥,等天亮的话,我们剩下的时间就只有二十个小时不到了,我们不尽快告诉凡哥和木柏我们的探索信息,他们即便阻止禁咒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呢。 张小侯说道。 赵满言用脑袋磕了一下旁边的炎炎,大概恨不得一头撞死自己,为什么要总被这般家伙拉到这种作死快做上天的地方。 那么你到底要找什么的,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是海妖的陷阱? 赵满言询问道。 其实整件事他都不是很了解,尤其是张小侯为什么会认定这次禁咒存在问题,他又是如何得知海妖的阴谋。 我在海沟一种遇到了一个生物,我们暂且叫他,魔沟妖鬼。 他智慧非常高,不逊色于人类,并且他拥有类似于诅咒,心灵之类的能力,将人杀死后,通过童话其灵魂童话的方式获取他想要的信息。 张小侯说道。 魔沟妖鬼童话的第一个人,并不是杨夏洁。 这个魔沟妖鬼之前就杀死过一名在军方兼任高职的官员,从中获取到了众多人类的情报,包括禁咒计划。 海妖早就知道我们要动用禁咒。 赵满言诧异道。 张小侯点了点头。 他们很早就获知了,甚至比张小侯知道的更早。 张小侯是作为御林点的执行部队,整个禁咒计划从一开始提案到准备,再到寻找执行部队,都是需要很长的军事会议讨论的。 张小侯的部队属于很迟才收到相关禁咒信息,并在启动道计时的时候才开始行动。 让张小侯感到不寒而栗的证实那魔沟妖鬼在禁咒道计时没有开始的时候,便已经知晓了。 禁咒算是机密了,大中山看似工程浩大,可在外人看来是根本不会去往禁咒上面联想的,包括疏散和迁徙,都是以别的理由在进行。 人类里面,极大部分抄接法师对禁咒都了解甚少,更别说其他普通人和魔法师了。 魔沟妖鬼是不可能随便抓一个人,窃取他的思维,便可以得到如此机密的禁咒情报。 这一次,海妖是有所准备的。 我得下去,看到一个海底银矿。 海底银矿。 我们这是去发财的。 赵哥,我们精神集中在禁咒的事情上好不好,要是没搞好,命都没了,发财有什么用啊? 两人一边讨论着,一边潜入到了海岩峰中。 海岩峰的间距都很宽,每一座都像是无限扎根到了海洋最底部的岩黑塔,巍峨,神秘,又带着几分恐怖。 张小猴和赵满岩都是水系法师,他们在海里活动非常自如,不需要担心氧气的问题,也不需要担心行动迟缓的问题。 两人下潜的速度很快,只是水底下太暗了,哪怕有黑夜视力能够看到的区域也非常有限。 一直到了最底部,张小猴开始有些迷茫了。 因为这里的海底看上去非常正常,根本没有什么根深邃的海沟、海谷,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生物。 在海面上的时候,张小猴也检测过,这里的龙王蚁密集到如池塘草鱼那般,池塘很小,可海域很大,这龙王蚁的数量确实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将一座县城给摧垮。 然而除了龙王蚁,张小猴没有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 难道真的是我弄错了,张小猴自言自语着。 张猴子,过来,过来。 赵满岩忽然招呼起来。 张小猴游到了赵满岩那里。 此时赵满岩正靠近一座比较粗壮的海沿峰,他用手指着海沿峰上的一个窟窿。 里面是空的,而且跟下面的水流有很异常的流动。 赵满岩说道。 赵哥怎么知道的? 张小猴一脸惊讶道。 你赵哥我可是水系抄街,你这种第四系才觉醒水系的人,能和我比吗? 赵满岩说道。 张小猴立刻点头,道,看来和赵哥一组是很明智的。 放屁,下次别拉上老子。 赵满岩骂了一句。 张小猴笑了笑,也知道赵满岩是什么性子。 嘴上说着不要不要,身体又不由自主地往危险刺激的地方凑。 这座海沿峰在海底的石根确实有一座楼房那么大,两人从那个镂空的地方钻进去之后,惊讶地发现原本已经到达底部的地方,竟然还能够继续下潜。 有一个海底井。 他藏在了这座粗状中空的海岩峰下面,难怪自己刚才什么都没有找到,原来龙王蚁的巢穴如此隐秘。 两人顺着海底井一直下去,估算了一下有接近一千米。 终于又一个海底地下河出现了,那里的深层海水正以一种接近喷发的方式从这一头冲到另一头。 这个地下河比张小猴之前的海沟下的还大,简直就是一条可以养育一座巨城的宽江,再大的货轮都可以通过。 居然有这么神奇的景象,海洋下面是岩石,岩石下面还有地下河脉,水流速度是正常江河的几十倍。 赵满言惊叹道。 要不是亲自到来,他也不敢相信海底下会有这样的奇观。 海洋之中也有众多部落和帝国,并不是所有的海妖生物对我们人类和陆地有那么大的侵略意图,有领袖已经表明过,这次对我们中国海岸线最为虎视眈眈的,是来自太平洋中部的一个古老而又强大的海妖王朝, 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对我们发动全面战争,是因为他们仍旧在等待海洋。 他们需要海洋继续上涨,需要潮涌为他们造势,更需要一个更便捷的海路,能够让他们王朝强大的存在迅速抵达战场。 张小侯给赵满言解释着。 你的意思是,这个海底地下岸江? 是一座能够迅速跨越太平洋中部和我们渤海的海底岸江。 张小侯说道。 卧槽,这个海妖王朝是在海底下面修高速公路,不,是直达高铁,赵满言惊呼了起来。 海岸线之所以还安全,是绝大多数强大的海妖,顶级的海妖们都栖息深海。 可如果有这样一个海底地下岸江,至强的海妖可以急速且不迷失方向的进入到靠近人类的区域,那么深海中的那些残暴的霸主真的会继续折伏吗? 动车在你家门口,你难道会抵挡得住花花世界的诱惑? 而只要随便几个霸主蠢蠢欲动的进来,对沿海的破坏难以想象。 第2468章侵吞陆地 龙王蚁可以消化掉绝大多数岩石物质,包括一些铁矿、铜矿,但是深海银矿是他们处理不了的矿物质,他们强行将银矿碎片吞入到肚子里,但用不了多长的时间,他们就会自行死亡。 张小猴接着说道 深海银矿从海洋的底部,一直扎根到了地壳深处,地下岸江就如同一座大坝那样,将地下岸江给截住了。 尽管龙王蚁已经在上面啃示出了一个窟窿,不能够将整个银矿给催垮的话,便很难让整个海底地下岸江畅通。 某些深海海兽的体型可是相当惊人的,他们无法从地下岸流中穿过小小的窟窿。 深海银矿似乎确实是海妖们比较厌恶和头疼的东西,所以你推测海妖们打算利用我们人类的尽咒力量来催垮这座海底银矿。 赵满言说道 经过张小猴这么一解释,赵满言也清楚了整个脉络。 在以往,人们都是利用自己的智慧去牵制妖魔,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反客他们,又有谁会想到海妖也会使用这样的手段。 张小猴现在明白,为什么杨夏洁死后,他的灵魂不断地强调,不要低估海妖的智慧。 人们有很漫长的岁月里都在应对陆地上的妖魔,依旧只能够困在城市地带,海洋远比陆地辽阔庞大,几大汪洋中更有大半从未探索过和了解过的区域。 过去所遇见的海妖,都不过是冰山一角。 全心未知的敌人,全然不同的战争,即便现在整个海岸线都保持着全面戒备状态,依旧远远不够。 他们也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手段,看似风平浪静,那些侵略却早如冰冷刺骨的潮湿侵蚀进来。 张小猴原本以为要像上次一样,逆着地下河一段时间才可以找到深海银矿。 但是,让他万分惊讶的是,那深海银矿竟然就在这海底井下,是一座更大更坚固的深海银矿,无数的银矿碎片被龙王蚁从整个银矿脉中啃尸下来,然后搬运到其他地方。 这些龙王蚁,就如同没有思想的奴工,数量众多,即便最终都会无法消化银矿而死去,但他们却无休无止的鱼工一扇。 真有银矿,而且这银矿,赵满炎大惊失色道。 深海银矿正好就在地下河流通的位置,作为一名顶级的水系法师,赵满炎能够感觉到银矿另外一头存在着更强大更浩瀚的暗流。 只要这银矿一碎,整条地下岸将会扩大十倍不止,暗流冲击的速度也会再提升。 昆仑山的妖族无法触碰到我们沿海地带,是因为昆仑山到我们沿海之间有无数部落,帝国,某些强大而又野性的妖族要穿梭就得付出很大的代价。 太平洋中部和我们渤海之间,同样有许多部落,让海妖王朝很难跋涉千里。 可这条地下岸将完全畅通后,结果就不一样了。 张小侯说道。 一直坚持要探寻真相,当看到这个巨大银矿和庞大岸将后,张小侯明白自己坚持是正确的。 妈的,这个位置是晋咒降临的中心点,晋咒威力那么强,这个银矿脉肯定会被压垮。 这般狗杂肿的海妖,居然算计我们,赵满言怒道。 现在赵满言完全相信了。 世界上可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深海银矿本来就是相当稀有的资源,晋咒玉灵点下面就是这个截断了地下岸江的深海银矿。 再加上这么多数量的龙王蚁在搬运肯市,事实还不够明显吗? 是,这个晋咒将消灭绝大多数的龙王蚁,接触龙王蚁带来的防线垮塌危机,可一旦这个晋咒降临,摧垮深海银矿,将等于开启一扇太平洋战争之门。 太平洋中部的海妖王朝,将源源不断地涌入到近海,带来的后果,很可能是全部沦陷,不单单是沿海。 海妖王朝要的是整片大陆。 细思极恐。 在过去就知道海妖比陆地上的妖魔强大,大概同级别达到三倍左右,但这个三倍不仅仅是力量上的,还有智慧上的截然不同。 我们赶紧通知墨房和墓白,我的天,这些海妖是要侵吞我们国家呀。 赵满言越想越寒。 两人不敢继续再逗留,立刻游出了这个海底井。 到了海面上,天微微亮,银白色的晨光平铺在没有什么波澜的海平面上,美丽的如银砖铺满的光滑平整大地。 时间只剩下十八个小时了。 张小侯说道。 但愿来得及啊,那两家伙可别令我们失望,这不仅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更关系到的是我们两个人的性命,赵满言说道。 赵哥,你是不是说反了呀? 张小侯苦笑道。 没有。 张小侯拿出了一架早已经准备好的金色仪器,这是军用的魔法信号设备,在没有光系魔法师的时候,这个魔法设备可以向天空射一轮类似于月光的光滑。 赵哥,尽咒引力窝圈可能连光芒都会稀弱,要麻烦你来将它打出去了。 张小侯对赵满言说道。 没问题。 赵满言身上孕育起了一轮特殊的华光,炽热明媚,这使得他全身几乎变得通透,能够清楚地看到一颗心脏,如天语之中最耀眼的太阳。 赵哥,你的光系,张小侯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赵满言的光系境界似乎大有不同,只是不等张小侯话说完,一个黑漆漆的身影急速窜来。 黑影应该是在背光处,他贴着海平面,目标正是赵满言的后颈,阴狠,冰寒,歹毒,是一击毙命的招式。 赵满言正沉浸在自己的光系魔法之中,毕竟要想摆脱引力进咒圈,他需要更庞大的光系星宫。 更重要的是,那个黑影悄无声息,已经离这么近了,他们两个这样修为的法师都没有察觉。 赵哥 张小侯急忙往赵满言那里一荡,在最危急的时刻极限完成了星恒的构造。 水花天目结界被压缩成了一面只有人高的盾界,层层守护在了面前。 可黑影出手实在太极太猛,就看见一杆尖枪的魔法物体猛的贯穿过来,带着一个可怕的角度,不仅是要刺穿张小侯的心脏,更要把赵满言的脖梗一起捅穿。 第2469章 真男人 这一招阴险到了极致,并且明显是早已经潜伏在了附近,就等待他们两个人因为发出信号分心的这个机会。 风铃叙语如庇佑着张小侯的精灵,随着叠加压缩的水盾界被刺破,他们聚集在了张小侯的心脏前,组成了一个护心风盘。 也正因为这个护心风盘的存在,使得对方那魔腔疑似有了一些偏斜,没有直接命中张小侯的心脏。 可怕的魔腔穿过张小侯的左胸膛,又直指没有一点点防备的赵满言。 索性这个角度的偏斜,使得赵满言面积更小的脖梗只擦到了皮肉,如此赵满言逃过一劫。 他妈的! 赵满言暴怒,他通透的身体里,那颗猎羊一般的心脏猛的荡开了纯净的天语光,激发出身体之后便是浩瀚凶猛的光浪,一层又一层,撞击在了那个偷袭的黑影身上。 黑影立刻向后退去,在这暴怒光中,他的身影才完全显现。 让张小侯和赵满言分外吃惊的是,袭击他们的根本不是什么海妖,而是一个人。 这个人甚至穿着军装,一头披散开的头发,双眸绽放出毒光与寻常人相差甚远,更像是海冤恶鬼。 正五军策 张小侯认出了此人来,可呼出这一声的同时,他胸口鲜血飙起,那一杆磨枪还在他胸膛上。 张小侯,你先疗伤,可别死了。 赵满言现在怒发冲关。 还好没有死,不然张小侯为了帮自己挡枪死去,他会内疚一辈子的。 实在太歹毒了,赵满言眼睛盯着那个毒光双眸的军人。 赵哥,我没事,我们时间有限,无论如何都需要你将这一轮信号冲破尽咒引力窝圈,让凡哥和穆白知道,张小侯没有退开。 鲜血从张小侯胸膛和后背同时一出,他身边的风铃蓄雨又迅速的变化成了一双柔和的手,将这杆磨枪从他的身上一点点拔了出来。 扑齿 磨枪抽离,血液更如全喷,张小侯站在那里身体没有一点点的摇晃,脸上更没有痛苦。 赵哥,我不会让任何东西靠近你,包括这个人,请你一定要将光轮打出去。 张小侯重重的说道。 浸咒引力窝圈的存在,让原本一个简单的魔法信号变得无比复杂。 赵满言本想和张小侯一起联手对付这个偷袭者,可一想到即便信号发出去,莫凡和穆白也需要时间去阻止尽咒,他便明白张小侯为什么要忍着剧痛站在自己前面了。 好,好,我一定做到。 不就是个尽咒引力窝圈,挡不住老子的天穷光。 赵满言说道。 这是一个诡异的敌人,他的目的绝不是杀死他们两个,他要做的无非是让这个真相信号打不出去,如果他们两个先联手对付他的话,那么他就会故意周旋。 浪费他们时间,他就胜利了。 张小侯和赵满言都很清楚这点,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能够将光轮信号打出尽咒引力窝圈。 风铃叙雨 为我守护好。 张小侯打开手掌,轻轻的一吹,将风铃叙雨的主精灵如花飘续那样吹向了赵满言。 赵满言身旁有一阵轻盈的风在缭绕,虽然看不见,但他可以感受到一种守护。 在厦门那场战斗的时候,赵满言便知道这风铃叙雨是张小侯最强大的风系能力,现在他将风铃叙雨刺到了自己的身上,这又让赵满言一阵感动。 要知道,张小侯身上可还有一个血洞,没有击中心脏也是重伤。 张小侯没有时间去止住伤口了,对方已经从那些光浪中找到了空荡,化作了一颗黑色的獠牙飞来。 本以为对方目标又是自己的心脏,但到了极尽的位置时,张小侯才猛然意识到他要刺的是自己的眼睛。 这种刺激其实非常难防,覆盖面积大的毁灭魔法意味着他的力量会分散,将威力击中于一点,防御的时候就同样需要把防御能量给予相应的点,不然大面积的防御只会被轻易刺穿。 如果有风铃蓄雨在,张小侯根本不惧这样的刁钻刺激,他可以让所有的风铃蓄雨第一时间守护住自己的眼睛。 现在,他必须用别的办法。 截爪 张小侯的手臂有冷芒如垫,指尖道指,很快他的指节位置锋利的刃刺出,坚硬成爪。 他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可以护住自己的眼球,既然对方是近身刺杀,那么张小侯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他急速拳,将截着捅向对方的下半喉咙之间。 你要刺瞎我的眼,我就挖开你的喉咙。 都是毕命的招式,张小侯却果敢无比。 毒光正武却明显在这千军一发之间犹豫了。 刺穿他的眼睛,如果灌到脑炉中,张小侯必死无疑,同时自己也没法存活。 这意味着另外一个人可以没有阻拦的将光轮信号发射出去。 权衡之后,毒光正武立刻收手,采取了退避之姿,闪躲开了张小侯换命方式的夺猴一爪,并远遁了一些距离,防止张小侯爪子追来。 妈的,你别这么拼命啊。 赵满言见到这一幕,吓得冷汗都流出来了。 张小侯打法也太刚猛了,要知道对方留在尽咒引力窝圈里,就等于是个死人了,万一他是一个死士。 我心里有数的。 张小侯扯开嘴角,露出了一个难看的笑容。 你有个必数有,给我好好珍惜你的小命。 深明大义的死去,那是小孩子的英雄主义。 我们不仅要深明大义,更要能好好地活下来,这才是大丈夫,懂吗? 赵满言说道。 为什么一定要做悲情的选择? 不是为了大举死去,就是懦弱地活着。 世界要拯救,人他妈也要活着。 张小侯听到赵满言这番话,到时愣住了。 想不到满嘴骚话的赵满言竟然也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 又是一次刮目相看哪。 死,很简单,一念之间的放弃罢了。 困境,胸境里,爬着,跪着,遍体鳞伤拼尽一切力气地活着才难,难道不是更值得敬佩吗? 对,赵满言说得对。 不仅要深明大义,更要潇洒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强大,是真男人。 第2470章 封杀奥义九头蛇 张小侯利用自己的狠劲争取到了一点点时间,他赶忙处理了一下自己的伤口,任凭这样流血会很危险。 军策政务仍旧死死地盯着张小侯,他忽然一抬手,一道道黑漆漆的混沌裂痕袭来,他们看上去就像是黑夜之中被月光照耀的漆冷的老树之鸭,却明显更加锋利凶猛。 张小侯精神高度集中,对方明显是一种以快为攻击手段的刺杀法师,他的任何一个魔法都讲究快到极致。 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施展威力最强和最快的招式,同时也不给自己一点反应和聚集防御元素的时间。 与这样的敌人厮杀,哪怕是稍微一点分神,技能上使用有半点闪失,都会丧命。 混沌裂痕,这更是一种绝对无视元素防御,模具防御的杀戮手段。 他可以直接劈开卫面,让一切一分为二,这样的裂痕甚至会逗留在空间中,持续很长一些时间才会慢慢的消失。 斯拉! 这是一道横劈,犹如黑漆漆的巨斧落下,硕大的裂痕将张小侯面前的空间分开。 张小侯踩着灵巧的步伐避让着,忽然脚下又出现了一束四分五裂的混沌猎花,这张开的范围虽然不是很大,可直接封死了张小侯要落脚的地方。 岩系防御魔法没有任何作用,而且混沌裂痕所过的地方,会截断元素的聚集,张小侯曾经就在秦岭的一个暗谷中遇到一头混沌属性的囚与妖。 他的能力诡诈可怕,每一次攻击都是致命的,他的许多部下都在那里被裂痕撕得消失。 有了这样的经历,张小侯对待这种凶恶混沌戏便有了一些防备和经验。 他知道混沌能力神出鬼没,可能出现在自己任何一个地方,所以在踏出每一步的时候,他都留了一条后路,算得上第二方案。 张小侯没有踩落在那些裂痕战花的地方,而是右手猛的往不远处的一根海岩风上甩出。 一条白色的风绳荡了一圈,绕在了那海岩风腰风上,张小侯重重的一拉,身体变横度滑出。 混沌裂痕花还在战刺,形成了可怕致命的一大树,张小侯松开了风绳落在了海平面上,看了一眼混沌裂痕花,不由的倒吸一口气。 这种裂痕战刺可以轻易的将巨兽给穿裂,更别说是一个人了。 正五君策,你这又是为了什么? 张小侯强压下一口怒气,质问道。 招招都是索命,正五君策到底是为什么要给海妖卖命? 死,死,死,正五君策连吼了三声。 他的声音古怪到了极点,不仅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怒吼,喉咙中更有另一个邪恶歹毒的尖叫,这让张小侯想到了那个在魔沟之中的妖鬼,他的叫声与之非常接近。 这时张小侯才注意到正五君策的瞳孔。 忧虑到带着暗黑,瞳中更有一束鬼花在摇曳,邪翼而又阴毒。 张小侯呆住了。 这铜光,分明就是魔沟妖鬼的呀。 他不是还潜藏在魔沟深处吗,为什么可以化成正五君策的皮囊行凶? 不对,不对。 眼前的人就是有血有肉的君策正五,就连使用的魔法都是属于人类的本领。 那么说,正五君策是被魔沟妖鬼蛊惑了心智,已经完全沦为了魔沟妖鬼远程控制的傀儡。 控人心智。 据说许多深海妖巫是最擅长这种能力的。 难怪晋咒计划会泄露,难怪晋咒玉林点射之后,这个正五没有离开。 君策正五看似成为了壮士,留在了这晋咒引力窝圈中,其实他就是被魔沟妖鬼死死的控制着,留在这里守卫着这个地方,防止有像自己这样的人跳出来破坏。 这些海妖,实在狡诈。 最重要的是,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海妖拥有这样的智慧,想不到以高智商著称的人类还会沦为海妖的傀儡,被操纵着,混迹在人群之中。 既然你已经失去了本心,那我也无法心慈手软,正五君策,我帮你解脱。 张小猴说道。 杨夏洁的死,是无比痛苦的。 而正五君策被囚禁更长时间,从一个坚定的心智沦为绝对服从的妖鬼,这个过程肯定备受折磨。 张小猴要动用杀招了,正五君策怕是很难存活。 正五君策听到这番话也没有一点点的反应,他心智完完全全的沦陷,张小猴想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点类似于杨夏洁那样的残念。 可惜没有。 就像一个自由之人,在接受无数个日夜鞭打之后话为了没有一点反抗与思想的奴隶,原本的本性彻底泯灭了,患不醒。 风沙傲义,九头蛇。 张小猴忽然如一阵灵力疾风那样冲向了正五君策。 正五君策立刻以裂痕之鸭来攻击,可张小猴速度更快,在这些裂痕之鸭没有出现之前就从正五君策头顶上掠过。 他急行的这轨迹上,横风成轨,似一条由狂风缠绕着的胸蛇,身躯粗壮大如蛟龙,头颅更争凝巨大。 正五君策急忙转身,防止被张小猴背袭。 可目光刚锁定张小猴,张小猴身体再一次化作灵力疾风,快得几乎是一闪而逝,又是一个凶恶狂风凝聚成的蛇躯出现。 张小猴的速度越来越快,之后的几次行走,正五君策甚至都看不见张小猴的身影,唯有那种霸道强横的横风在交织穿梭。 忽然,张小猴停住了,他背对着正五君策,右手抓着一条风的细带那样,重重的一扯。 煞时那些横风紧束,狂风乱舞,凛冽至极,君策正五在其中根本无法站稳。 最恐怖的是,九个庞大的身躯如魔囚牢柱那样涌了起来,正是九个风蛇,不是整整九条这样震撼的风之龙蛇,而是九条蛇共用一个主身躯,当他们如伴那样打开的时候,悚然无比。 九头同吞,正五君策所在的位置其实就是九头风蛇的背脊,那些高高舌头开始争相撕咬。 正五君策被其中一个风舌头抛甩了起来,另外八个舌头马上探头追了上去。 鲜血喷洒,身躯破碎。 似乎连那头操控了正五君策的魔钩妖鬼都没有想到,这个从他眼皮底下溜走的人类会突然爆发如此可怕的力量。 第2471章那是晋咒法师啊。 张小猴有些不忍心去看,脸上却坚毅。 这是一场战争,容不得仁慈。 相信正五君策即便还保留着一丝丝自己没有察觉到的心智,他也期望自己这么做。 牛,牛叉呀。 赵满炎看到狂暴无比的九头风蛇时,不由对张小猴的战斗力另眼相看。 难怪他这个年纪就转正军僵了,那是靠实力拿下来的呀。 赵哥,你这边怎么样? 张小猴问道。 我当然没问题,你看天上。 赵满炎说道。 张小猴抬起头来,一眼就看到一轮惊艳的月光长湖映在天空,并且明显是在虚秒的尽咒引力窝圈之外。 赵满炎成功了,外面的人也一定可以看到。 张小猴长长的吐出一口气,谁知道嘴角还溢出了血来,他低头看了一眼胸口,发现临时处理的那个胸窟窿又开始流血了。 还好,没有伤到重要脏器,有好的疗伤手段还是不至于死的。 剩下的就交给房哥和木白了。 张小猴躺了下来,大口大口的呼吸着。 妈的,第一次遇到这种好不容易击垮了敌人,结果要在这里安静的等死的情况。 赵满炎骂道。 两人都在海岩峰上,远望出去,那片虚秒与晋咒引力窝圈外仍旧有一层肉眼可见的空间隔层,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里与外界是两个世界。 啪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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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忽然,周边的海水莫名的沸腾起来,一开始是一些浅浅的烂花,没多久便凶猛的战开。 赵满炎立刻站了起来,提高了警惕。 这海里怕是有什么更可怕的东西要出现了。 不过片刻之后,什么怪物都没有,海水从表面躁动到更深处,明明能够感觉到群腰乱舞,却什么都看不见。 是龙王蚁。 张小猴很肯定的说道。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应该是害怕了,尽咒快要降临。 张小猴说道。 放眼望去,海域辽阔无比,龙王蚁似乎终于浮现出了他们的真面目。 那是一头头有着龙须,身如蚁,伪是鱼的古怪生物,小的龙王蚁跟蝌蚪差不多,他们密密麻麻的卷成一大团,大举朝着海炎风进发。 海炎风一座一座轰隆倒塌,坠入到海里,毁灭能力一点都不逊色于那些高级魔法。 而大的龙王蚁也存在,他们在小龙王蚁团铺成的蚁路上爬行,叠起罗汉,他们只要几头一同钻入到那种山峰一样大的海炎风中,没过几秒钟就可以把海炎风啃烂。 轰!轰!轰! 忽然,更远处的一座光秃秃的岩岛粉碎沉没了,张小猴和赵满岩亲眼目睹,那句想都过了好一会才传过来。 水浪翻卷得更高,几乎成山巒那样的起伏,两人很快看到一个最骇然的身躯。 龙须甩动,海浪分开,以身大如轮船,却由树枝不尽的小龙王蚁在架着,尾巴摆动之间,轻易地拍死几千头小龙王蚁。 晋咒的到来,似乎让这里群居的龙王蚁彻底暴乱了,他们不再与海水同色,他们躯体斑斓,整体呈紫肤,光滑柔软,若没有那长长的须,还以为是紫色巨大舌头在蠕动。 好他妈恶心啊,赵满岩看到那头庞大龙王蚁,差点都吐了。 一想到自己之前还潜入到了水里,而这些龙王蚁就在身边游来游去,浑身鸡皮疙瘩。 赵哥,如果晋咒停止的话,龙王蚁就会活下来。 张小猴一脸严肃的说道。 那东西肯定是头目,宰了他再说。 赵满岩杀气腾腾的说道。 好。 都是半死人了,还怕什么,不如杀个痛快。 一轮特殊的华光在半暗黎明月之上映现,昏暗长空中格外清晰。 莫凡,快看天上。 木白急忙指着昏暗夜空说道。 看个屁,没有这个信号老子也会动手,不然我们在这里干嘛。 莫凡说道。 木白愣了愣,一时间没太明白莫凡的意思,但很快又恍悟了。 好吧,为了兄弟,莫凡啥事都干得出来呀。 情况有变。 华月竹脸色急沉的走了过来,犹如刚办完丧事的样子。 时间不多了,赶紧说。 莫凡道。 原本我们破坏四十个元素钻能源点就有希望让晋咒停止,但根据我刚才的了解,晋咒需要的引导能量已经充足了,哪怕我们破坏掉了元素钻能源点,晋咒一样会降临,威力削减一点点罢了。 华月竹声音低沉无比。 这,那张小猴和赵满炎不是死定了吗? 木白诧异道。 晋咒,停止不了了。 威力削减一点点,那也是全面秒杀。 现在除非赵满炎能够千里呼唤他的图腾坝下,并且还要聚集全部的防御能力,这才有那么一点希望从晋咒毁灭中活下来。 问题是晋咒引力窝圈的存在,坝下就算能够横穿大洋抵达,也进不去呀。 没有半点活路了。 华月竹低着头,脸上带着几分痛苦,眼睛里擒着泪。 到头来还是什么都制止不了。 晋咒,没有死角,没有薄弱点吗? 莫凡问道。 有,但除了晋咒法师自己,他人根本不知道,何况薄弱点和死角,一样可以让君主和超阶灰飞烟灭。 晋咒远比你我想象的要强大,不是初阶到中阶,不是中阶到高阶,更不是高阶到超阶,它是神咒泯灭,万灵节。 华月竹说道。 木白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发不出声音了。 好像,真的没有办法了。 张小猴决定进入玉林点,就是一个死局,靠他们几个,晋咒是不可能停止的。 还有一个方案。 莫凡忽然加重语气道。 哪有什么方案,我们本来就是临时行动,没有周祥的计划,没有足够的人员执行,更没有完整的情报,最重要的是缺少实力,哪怕我们去破坏能量源泉,被拿下的可能性都高达百分之九十。 华月竹有些恼怒和丧气道。 晋咒法师是谁? 莫凡没有在意华月竹的情绪,认真的问道。 木白满脸骇然,盯着莫凡,缓慢问道,莫凡,你想干嘛? 打趴他。 莫凡道。 华月竹和木白同时看着莫凡。 莫凡,没有疯吧? 那是晋咒法师啊。 第2472章 冰之帝王 晋咒魔法的引导和其他等级的法术施展又有一些不大一样。 晋咒法师本人虽然是在全神贯注的进行整片星神殿的建造,但这个过程是不会影响到他使用其他魔法的。 暂且不论到了晋咒境界之后,魔法师又将会获得某种远胜于超然力。 领域,晋界的压制性本领,光是凭借着他武器满修的修为,来多少最顶级的法师也不可能战胜得了他。 所以,这是更不可能完成的。 而且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 莫凡这种想法,跟风了没有什么区别。 莫凡,你打算使用在古都时的那种力量? 木白认真的问道。 恩,没有别的办法了,只不过我也不确定恶魔化能不能阻挡得了晋咒级别。 莫凡说道。 恶魔戏是无比强大的能力,尤其是随着莫凡现在修为的提升,以及拥有七个戏之多,化身恶魔之后究竟能够到达什么级别他也预计不好。 这种力量如果用来对付这里的人,很可能会酿成大祸。 木白说道。 所以要控制好。 莫凡也没有太大的信心。 华月竹听不懂两个人在说些什么,他可一点都不认为这他们有能力可以将一名禁咒法师给打昏。 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了。 华月竹说道。 你有别的办法。 木白神情马上发生了变化。 让莫凡化身恶魔,那绝对势下下策了,这种能力最好是用来对付黑教廷和残忍的妖魔,用在军人和法师身上,等于是让莫凡成为罪恶滔天的人。 而且,莫凡的恶魔化真的可以和一名禁咒法师抗衡吗? 木白可不那么认为。 恶魔化身是强大至极,可禁咒法师却比超阶强大不知多少倍,否则又怎么会有那么多关于禁咒的绝对约束。 我们去找军手大人,他是这次禁咒计划的指挥者,如果能够说服他停止禁咒,那他们就有救了。 华月竹说道。 军手。 莫凡和木白队望了一眼。 也不知道是哪位军方领袖。 他也是一名禁咒。 华月竹说道。 莫凡更是惊骇。 尼玛这山上有两名禁咒级。 大钟在转动着,警戒钟声更频繁地传出。 从最高处望去,可以看到远处那一片被虚秒笼罩住的地方,正是禁咒将要洗礼之处,那是从长空之上一直灌到海洋之底,是一片辽阔到几乎看不到边境的区域。 莫凡从未目睹过禁咒,可仅是看到那样一整片被引力窝圈隔离的地带,就可以感受到禁咒的恐怖了。 还未降临,那里便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 大钟之下不远处就有一座平台木屋,木屋一半在山边,一半是敞开的,就好像被什么力量削了一半。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华月竹还是没有请求到军手的见面。 莫凡那双眼睛却早已经锁定了另外一片大山顶平地,那里有树枝不尽的冰白色能量如万索炼玉一样交织成一个恢弘壮观的兵法阵图。 最中央的位置上,有一位身穿着白雪长袍的法师,戴着一个毛茸茸的魔法粘帽,他立在那里,似雕塑那样纹丝不动。 可他的眼睛,却凝视着这里的一切。 大到远处的引力窝圈,小到大中山上阴风飘舞的叶片,都逃不过他那双锐利的眼眸,苍老却充满智慧。 那家伙就是晋咒法师,不出意外是牧师氏族的那位老祖。 莫凡小声地对木白说道。 你不要用那种那老头就是我们的目标的语气好不好,我总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他面前就像是两只小竹鼠,什么心思都被看穿了。 木白说道。 那是错觉,别把晋咒太当一回事,没准就是魔法协会那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而吹出来的,你看这老头,都不能独立的完成晋咒魔法,还需要那么多人协助。 给我这么多人,我也能够弄出个毁天灭地来。 莫凡说道。 你是真的乐观。 木白苦笑着。 分钟到那个点,我们就上。 莫凡已经打定主意了。 几乎在莫凡吐出这句话的时候,那个站在万兵法阵中尊贵如一位苍老帝王的老者往他们这里看了一眼。 这一眼,是锁定着他们的。 隔着有一段距离,莫凡甚至能够清楚地看到对方的瞳孔,忽然之间在自己面前变得无限大,而且到了可以遮天蔽日的程度。 莫凡大惊失色。 这老头,知道了他们要干什么? 他难道有什么强大的心灵洞悉,还是有什么预知能力? 这该怎么办? 算了,都被知道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 莫凡马上就要动手了,可忽然之间遮天蔽日的眼眸消失了,那位苍老的兵帝王仍旧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是有些干巴巴的嘴角边浮起了一个浅浅的笑容。 猫捉老鼠一般的笑容,长者看待少年撒谎时的笑容,没有去戳穿,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那位苍老的兵帝就那样保持着这样一个让莫凡浑身不舒服的笑容。 就好像在说,你想做什么就做吧,我想看看你微不足道的本领。 军手请你们进去。 一个声音从木屋的位置传来。 华月竹脸上立刻有了笑容,也不等他们两个,急急忙忙的跑了进去。 莫凡和木白队望了一眼。 要不,我们先试试这边,实在不行在,反正他都知道了。 木白问道。 妈的,这老东西有意玩我们,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莫凡极度不爽的骂道。 军手是一名黑发黑须的中年人,他甚至衣裳都是墨色的,整个人透出来的气质更偏向于儒雅温和,就好像是一个静银字画的雅人。 他背对着三人,木屋里再也没有其他人。 大伯。 华月竹叫道。 叫我首领。 黑发黑须男子语气冰冷道。 首领。 华月竹露出了几分委屈,却不得不重新行礼称呼。 你已经不配做一个军人了。 黑发黑须首领说道。 我只是。 我会听你们说完你们要说的话,但这个决定不会有任何改变。 黑发黑须首领语气加重道。 第2473章 欺诈之言 华月竹听到如此强硬的语气,一时间反而不知道怎么去开口。 毕竟他对整件事的了解并不多,会做出如此违规的事情,也是出于对张小侯的完全信任。 木白,你口才好,你来说。 莫凡对旁边的木白道。 我。 好吧。 木白其实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木白先将张小侯之前做出的推断给这位冷傲的军方首领给说了一遍,过程中也穿插着一些他自己的比较合理的猜测。 海底地下河,这是一条远海海妖通往我们近海的一条捷径,海妖正在利用禁咒的力量帮助他们摧垮无法击碎的深海银矿。 黑须黑发军手侧过脸来,他打量了木白一番。 继续说。 军手语气平淡道。 时间已经不多了,首领,这种可能是存在的,而且是很大的概率。 木白说道。 木白此刻也非常焦急,恨不得搜刮出自己脑子里所有的话语来,将面前这位指挥军手给说服。 但是,他们这里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总不能依靠着一个光轮信号就表明那是陷阱。 他们可以无条件的相信张小侯,可军方却不会无凭无据的去因为这些东西而中断掉这次巨大的禁咒工程。 如果是他们错了,龙王已涌入海岸上,毁灭海堤,摧垮楼房,这样的灾祸不是他们这几个年轻人可以承担得起的。 有一种海妖,他们拥有极高的心智,可以蛊惑人的心灵,让人百分之百的服从。 你们在夏威夷遇到的张小侯,还是原来的张小侯吗? 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军手冷哼一声。 这个,木白有些说不出话来了。 他们害怕禁咒,所以让蛊惑我们和挑拨我们,一旦禁咒真的停止了,他们就是获胜者。 黑发黑虚首领说道。 木白被反驳得哑口无言,只能够寻求性的将目光落在莫凡身上。 莫凡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坑一声,但是让木白诧异的是,莫凡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这个木屋。 木白陈述了也有一会,最后对莫凡有印象的是,他让自己多拖一会,多说一些,尽可能的不要让军手离开这个木屋。 木白大致明白他的用意。 可这样真的有用吗? 让自己在这里拖住这名禁咒级的军手,而他自己去对付苍老兵地,一旦发生战斗,作为禁咒级的军手绝对第一时间可以赶过去,那个时候莫凡难道指望以恶魔戏对付两名禁咒法师? 首领 海妖或许是在挑拨我们,但难道我们就不能相互之间存在信任吗? 张小猴就是张小猴,那绝对是他,在古都浩劫里,百万人困于内城墙,等待煞渊的血洗。 是他第一个站出来,要进入到煞渊之中阻止古老王的苏醒,他说的那般话,我到现在都还清楚的记得。 就像这一次,他明明可以选择静看结果,却舍身进入引力窝圈寻求真相。 海妖狡诈,歹毒,并且正在利用离间我们,这种时候反而更需要张小猴这样的人,有着一颗炽热,坚定,忠诚的心,如果他得来的真相都不是最真实的,那么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可以去相信的? 他是您的部下,我们也不过是将我们了解到的事实告诉您,至于最终如何决定,仍旧是由您来做。 木白沉默了片刻之后,最终还是将这番话给说出口。 这个时候,黑发黑虚军手终于转过了脸来,目光炯炯有神的注视着木白。 大伯,首领,请您相信张将军吧。 华月竹几乎眼泪都落下来。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欺诈? 黑发黑虚首领仿佛陷入到了沉思,喃喃自语着。 最终,他还是摇了摇头。 尽咒的决定,不会因为这几句话改变。 张小猴的心,赤诚一片。 但有些是一样不会因为一片赤诚而做出改变。 阴谋也好,挑拨也好,真正能够看穿海洋迷雾的双眸,他本身也被很多东西给遮蔽。 分钟与时钟马上就要重合,那一片虚秒的区域简直就像是要从人世间彻底蒸发了一样。 万兵法阵,那位苍老的白帽法师仍旧在那里,步子几乎没有移动过。 一名身穿着黑色衣裳,头发与胡须也都是黑色的男子面朝着苍老尽咒法师走去。 尽咒需要终止。 黑发黑虚男子语气低沉道。 哦! 白帽尽咒法师挑起了眉毛。 他握着一根手杖,双手的力量都支撑在手杖上面。 尽咒需要终止,这是海妖的阴谋。 黑发黑虚男子说道。 小伙子,假如你用真面目来跟我说这些的话,我反而会相信你多一些。 你可知道冒充军手,那可是重罪。 白帽尽咒法师笑了起来,又是那个戏谑的笑。 黑发黑虚男子不由的后退了几步。 此人看上去几乎与军手一模一样,但他并不是真正的军手。 这个人是莫凡。 他使用了欺诈之铜,这件从英身女王那里夺来的特殊的魔物,可以让他很完美地化为另外一个人。 莫凡让木白拖住那位军手,就是为了做这件事,假扮成军手,让这名禁咒法师停止。 可是,对方第一眼就识破了。 果然这种没有捆绑的临摹欺诈太差劲了,假如可以把军手打昏,再用欺诈之眼临摹他的一切特征,相信禁咒法师也未必可以轻易识破。 到头来,还是一个死局。 看来,没有别的办法了。 莫凡将欺诈之眼从自己的瞳孔中摘了下来,很快恢复成了本来的样子。 你要阻止我的禁咒。 苍老的兵弟说道。 是。 你已经迟了。 苍老的兵弟语气平和地说道。 什么意思? 莫凡皱起了眉头,他身体里的恶魔之血已经开始在涌动了。 苍老的兵弟没有回答,反倒是在背后,木屋的方向上有一个声音传来。 莫凡,终不过是一个幌子,我们没有说过一定要守时。 木屋处,黑发黑须的军手披着一件大衣,缓缓地朝着这里走来。 他步子很慢,但没一会就到了很近的地方。 苍老的兵弟在前,背后更是一位禁咒级军手。 两位禁咒法师,他们目光同时注视着莫凡。 第2474章 为谁射线 午后金黄色的阳光洒满了渤海,那些在海水里不断翻腾躁动的龙王椅也被染上了金色。 张小猴和赵满言有些疲倦,刚刚他们杀死了一头龙王椅后,几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此时层层叠叠几乎将海平面给铺满的龙王椅正愤怒地往上爬,他们搅在一起,相互咬着,缠着,赫然组成了一头由成千上万龙王椅组成的龙王巨兽,金色的光辉照耀,更像一头纵横汪洋的黄金龙魔。 两人躲在一座摇摇欲坠的海岩峰上,背靠着背,眼前的景象恐怖到让人头皮发麻,偏偏在这引力窝圈之中,他们又无处可逃,只能够无休止地杀。 张小猴,还有一件事我搞不明白,晋咒既然可以覆盖这么大的范围,难道海妖就不怕这个晋咒直接将他们的地下河脉给摧毁了吗? 赵满言在这被围攻危险之时,却问起了这样一件事情来。 我也考虑过这个,但,张小猴摇了摇头,想说什么,又觉得不大可能。 银矿矿脉是堵在一条幽长的地下河脉之间,如果晋咒是集中在这么一个点上,倒是可以轻易地让海底崩碎,让银矿粉碎,海妖即便是蛊惑了架设玉林点的部队,选定了晋咒落下的位置,他们又怎么保证晋咒不会将他们辛辛苦苦挖开的洞车隧道给一起摧垮了? 赵满言接着说道。 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生死攸关的时候,还要去探讨这个问题,可哪怕是死,他还是想明白。 要想精准的摧垮银矿,同时不毁坏海底地下河,我想只有是晋咒法师自己清楚的下岸江,银矿的情况,掌控好力道。 张小猴最后还是吐出了这句话来。 赵满言转过头来,看着张小猴。 晋咒来摧垮深海银矿,好让海妖的这个岸江通车。 可晋咒威力庞大至极,不单单会摧毁银矿,地下岸江也会一起垮塌。 海妖的这个阴谋要得逞,不仅是御灵点要设立在海底银矿这里,更要那位晋咒法师力度恰好。 这个阴谋很苛刻呀,而且还关系到一位晋咒法师的意向。 赵满言话中有话。 如果张小猴弄错了,那么晋咒法师是清白的。 可张小猴弱是对的,意味着晋咒法师。 张小猴没有回答,只是露出了一个苦涩的表情,赵满言也没有再追问下去了。 赵满言已经彻底明白了。 真相,像是无限黑暗之渊下的那一点点寒光,根本提不起勇气去追。 可惜赵满言没得选了,他现在只能够无条件的相信张小猴。 张小猴不回答,是因为他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可能他自己真的被海妖蛊惑,神经错乱,导演了这样一场荒唐大戏,可他也一样,没有回头路了。 大中山,大钟离晋咒预设的降临时间还有六个小时。 可华领袖刚才说了,始终不过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禁咒来临了,无需阻止。 两位禁咒法师都注视着中间的莫凡,而莫凡却眺望着那片虚秒的禁咒引力窝圈。 没有毁天灭地的光,也没有世界崩坏的静灭神威,莫凡一时间不知道该相信这些人说的每一句话。 到底降临了没有? 到底怎么回事?莫凡有些恼怒的质问道。 黑发黑虚军手眸子释放出乌黑之盲来,他的眼睛确实是看向莫凡这里。 可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的双眸不过是从莫凡身上掠过,真正锁定的人却是那位站在万兵法阵中的苍老兵地。 莫凡,退开。 黑发黑虚的军手忽然气势狂然。 他就立在那里,可莫凡感觉到这位领袖背后的天空竟然彻底化为了黑色的海啸,正将一切目所能及的地带给吞噬。 呵呵呵,凡人就不要掺和道神者的战争中。 我早应该发现,这个大中山晋咒计划就是一个陷阱。 元素钻能源提前驻满,一名军方晋咒首领形影不离。 苍老兵地也开嘴笑了起来。 就在莫凡彻底陷入困惑时,整个大中山忽然间响起了一阵庞大无比的撞击,神圣之中竟然荡出了神圣光环,环大的无限,似在陆地的山栏线和海洋的水平线上响上了金色的边。 极南兵地,曾经有几位晋咒法师进入,并陨落。 从那之后海平面上涨,海妖肆虐,陆地沦陷。 莫凡,你面前的这个兵地,便是当时进入极南之地的晋咒幸存者之一。 你看他的眼睛。 黑发黑虚领袖声音如众雷轰隆响起,并在莫凡的耳边不停地回荡着。 莫凡扭过头去看苍老兵帝的眼睛,遍布苍芒大帝的那个神圣光环忽然间朝着这里射来亿万光丝,似有一个可以笼罩苍穹大帝的聚光镜,让烈焰天光聚于一点,聚在了苍老兵帝的身上。 煞时,鞋影矗立,犹如万丈高山,苍老兵帝那尊贵圣洁的气质彻底消失,化为了一头鞋影可以遮盖住日月华光的魔神驱影。 而他本体的眼睛,赫然浮现出某种古怪鞋意的眸纹,这使得他释放出来的情绪根本就不似一个人类,感受不到一点点喜怒哀乐,只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信念,灭是亿万生灵,是主宰又是毁灭。 终究是小看了你们人类之中某些强者。 苍老兵帝发出了冷酷的声音。 到了现在,苍老兵帝才醒悟。 这个禁咒工程是为他而设,但不是用来消灭威严耸听的龙王蚁,而是用来洗礼他。 人类的领袖,你让我有了一些兴致。 这次小小的较量,就算你获得了胜利。 可这就像你们的象棋,不过是一蹴跨过楚河汉界。 这个老家伙,他目空一切,踏入到我的冰封王国,在我面前大声呵斥,说着一些代表着人类最强存在前来讨伐我及帝王的话。 到头来却苦苦的哀求我,不要杀他,如果能够活下来,他愿意奉献他自己的一切。 于是,他成为了我的魁偶。 苍老的兵帝瞳孔一再变化,他此时整个人确实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脸庞明明痛苦而又挣扎,吐出的话语又是另外一种状态。 第2475章 不对等的棋局 亿万从远方距来的光丝打在了苍老兵帝的鞋影上。 魔神鞋影如山鸾一般高大巍峨,此时光丝将其打得满目疮痍,屡屡邪气在这炙热,神圣的光咒中快速的消散。 吼! 苍老兵帝仰天嘶吼着,他的瞳孔,他的耳朵,他的脸盘,他的喉咙,同样有神圣光咒冲出,一同击打着黑神魔斜影。 这位老者,痛苦至极。 他是一名晋咒法师,他其实同样强横无比。 可这大中山,就是为他设下的一个完美的陷阱。 那些元素钻,那些架设的魔法阵,还有他所在的万兵法图,所谓恢弘庞大的晋咒引导不是攻击他为海妖王朝打开海底之门,而是黑发黑须军手的降魔晋咒。 晋咒是降临了。 没有降临在海妖处心积率安排的御林点,降临在了这个早已经丧失了人类心智的兵器晋咒法师身上。 午后的阳光本来就耀眼夺目,随着这光咒到来,整片海,整个城市,整座大中山都好像要被融化了。 假如不是华首领把控着,那么秦皇岛和附近的海绝对是另外一个景象。 空气中还有鼓鼓骄位,显然有什么灰飞烟灭了。 视觉过了很久很久才恢复,当莫凡能够看清前方的时候,那个自称是吉南帝的魔神兵营彻底消失了。 白帽,白袍的老者,他无力的瘫软在地上,再也没有之前的苍境威严,整个人步入垂危。 所以这里会有两名晋咒法师,华月主好像终于醒悟过来什么。 华领袖缓缓穿过漫天未散的光幕,他黑发,黑眸,黑须,黑衣,却神圣无比,与之前的儒雅气质截然相反,像是一位太阳之子,踏光而行,举手之间,光辉洒满天地,瞳孔一脸,灭尽世间邪魔。 真相,从来就难以寻求,在深渊中看到的光不一定就是出口,还可能是魔鬼的红魔。 华首领走向了那位苍老至极的老晋咒法师。 晋咒级别,都会成为傀儡吗? 莫凡盯着这名黑发黑须的军手,有些不可置信的问道。 海妖的阴谋,必须要有这位兵弟的完美协作才能够成功。 你不是一直都坚信张小侯是对的吗? 黑发黑须军手反问道。 要么张小侯被蛊惑,要么这位兵系晋咒法师被操控。 事实证明,张小侯是对的,他找寻到了真相,可他找到的不过是真相的冰山一角。 不要低估海妖的心智,也不要低估人类的智慧。 这就是为什么军手听完他们这几个年轻人的陈述后,仍旧不会改变决定的原因。 军手很欣慰。 这几个年轻人没有被海洋的迷雾遮蔽了双眼,拼尽一切的找寻到真相,尽管只是一部分,也非常好了。 至于背后那个更庞大的冰山,那是他作为军方首领作为护国法师来承担和应对的。 能不能完整的把这件事和我说一下,我还是有点猛。 莫凡盯着这个黑发黑须的军手。 你不了解很正常,你不是晋咒法师,你不知道的事情很多很多。 华军手说道。 那也说来听听,毕竟,你插手的话,那对付这个兵地老头的就是我了。 莫凡说道。 华军手听后不禁笑了起来。 仔细一想,确实莫凡这话说的也没有问题。 你的本领,还是尽可能的藏好吧。 这个世界上极强的存在很多,刚才那位操控着兵老的帝王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实力在世界无极限,而他也是让海平面上升的最鬼祸手之一。 别看我刚才很轻易的打碎了他的邪魔区。 要知道他远在南极之巅,与他本尊相遇,我活不过五分钟。 华军手拍了拍莫凡的肩,好似对莫凡的一切非常了解。 一个强大到可以操控晋咒法师的帝王,远在南极之巅,却在渤海搅动风云。 莫凡意识到自己卷入到了一个自己过去从来没有触碰过领域事件中。 就像当初几位晋咒法师前往南极之地,晋咒陨落这样的消息,往往在某些新闻之中一语带过,可其中究竟经历了什么,这是世人都无法了解的。 你早就知道这是海妖的阴谋,也知道这位兵弟是被蛊惑的,包括那海底暗江。 莫凡继续问道。 华军手摇了摇头,回答道,极南之地有着兵王国,太平洋中部也有海妖王朝。 极南之地的那位帝王,他不是针对我们国家,他向五大洲四大洋几百个国家发起挑衅。 但海妖王朝,却是我们国家要直面的敌人。 假如用象棋来比喻,极南帝是,在摆弄棋盘。 入侵我们的汇士车,马,炮,醋,分别代表太平洋之中不同的海妖王朝,海魔帝国。 海兽部落,海怪族群。 我们逝世何象,只能够守卫自己疆土。 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棋局。 因为我们只有试与象,他们成倍数量的车马炮兵却会不断的跨过楚河汉界,碾进我们有限的栖息之地。 陆地与海洋之间,就是海岸线。 好比象棋中的楚河汉界。 人类,是残棋。 妖魔,是全棋。 不对等的棋局,不存在胜利,只看能够活多少回合,或者拼进一切。 用尽全部,打出一个核棋。 渤海海底岸将这件事,我们一无所知的,所以别觉得你们的努力是一场白费,至少我们可以保住渤海这边不受深海大妖的忽然来袭。 华军手说道。 保住渤海,为什么听起来好像其他海就要不好说的样子? 莫凡说道。 还有黄海,东海,南海,并且东海和南海应该是最受海妖影响的地带,将来也是主要战场。 恩,就在你们一心思钻入到这次渤海晋咒计划这件事上的这几天,东海和南海都传来了消息,发现太平洋之门,深海大妖正穿梭入近海。 华军手说道。 莫凡嘴巴张得极大无比。 自己本来就随口那么一说,可没有想到的是,东海和南海真得出现了直达之门。 海中大妖,终于要来了吗? 我们国家若是多一些像张小侯这样的军人,兴许可以让这场战役再推迟一两个月。 华军手叹了一口气。 莫凡露出了几分无奈。 到头来,他们拼死追寻的真相是真相的一部分。 或知的海妖阴谋也是巨大阴谋的山中一角。 第2476章 全面来袭 南海,福西市。 这里的气候一直保持在二十度上下,温暖带着些许潮湿。 如此恒定的温度与湿度使得福西市拥有这一带最有名的花海,鸳鸯茉莉。 又到了盛开最艳丽的时节,无数游客们在鸳鸯茉莉花山之间,享受着特有的芬芳和最亲近大自然的温馨。 不远处就是浅浅的蓝色的海,海风吹来,鸳鸯茉莉摇曳起了花瓣浪连,更是美不胜收。 妈妈,快看,海里面也开花了,好漂亮啊,一个小男孩指着浅蓝色的海水,有些兴奋的说道。 瞎说,海怎么会开花呢? 妈妈有些小生气,想象力好是一回事,不代表孩子能够有事没事撒谎吸引别人注意力。 周围出现了嘈杂之声,很快这位妈妈就发现身边许多人竟然都不关注身边的鸳鸯茉莉了,而是纷纷看向海边,并且用手机录像,拍照。 这个时候,她才拿起了手边的眼镜,戴在了眼前。 远处的一切终于清晰起来,而极度刺激眼球的是,那一片浅蓝色的海竟然真得盛开了许多颜色格外艳丽多姿的花来。 这种鲜艳色彩,甚至在平常很难能够看到,不知为何会在海上一朵朵绽放,简直跟梦境一样不真实。 人们惊呼,诧异,更有不少人欣喜若狂,年轻人情侣拥抱在一起,想要用亲吻来定格下这难得一见的奇观。 如此美妙。 世界之美,就在于有很多未知的事物,当有一天能够见到便永生难忘。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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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突然,伏羲室上空,响起了无比刺耳的警报。 一轮妖异深邃的紫色光幕,毫无征兆地打落在了海滩上,宛如一个紫色带着一定透明度的木帘。 妈妈,这是灾难警报,学校老师有做过演戏呢? 小男孩立刻抬起头来对戴着眼镜的妈妈说道。 而这位妈妈,她此时双目钉在了那片美不胜收的浅蓝色海中,她看到那些色彩鲜艳至极的海花竟然从海水之中站了起来。 海花每一朵其实都非常大,有些堪比游轮。 随着这种海洋之花立起,人们终于看到她那藏在海水下面的真面目了。 那是丑陋无比的躯干,鲜红肉膜根本不像是外层皮囊,更像是五脏六腑里面的部位直接裸露出来,无数粘膜之管在交错,最终形成了一头被挤是花,身躯是红肉水母的妖物。 事实上再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种怪物被挤上的花,也根本不能称之为唯美,因为那是密密麻麻如洞着,摇摆着,时而收缩时而膨胀的等指触手,它们多的簇拥在一起,所以一起探出水面的时候就跟完美绽放的葵花那般。 从每轮美幻到悚然至极,花山中的人们终于意识到为什么会忽然有灾难警报响起了。 人们被吓得湿了魂,都过了一阵子才知道逃跑。 跌跌撞撞,哭喊尖叫,那些海魁丑陋而又雄壮,它们像没有壳的巨型蜗牛那样从前海挪向路面,被挤上的魁触手不断的朝着人们喷射出颜料一般的毒液。 很快,颜料毒液如雨,见机在城市之中,若不是那一层紫色的结界,那些赏花的游客们很快就会融为血水。 即便如此,数以千计的人没有从这次毫无征兆的袭击中存活下来。 丑陋的海藻魁魔势不可挡,临时出现的那些城市护卫法师们纷纷出手,可他们的魔法对海藻魁魔如隔靴挠痒一般。 海滩上,除了颜料一般的毒液,最多的就是浓稠的鲜血,涨起的海水都无法稀释。 而就在这一片混乱的海滩,近海更远处,一朵美艳巨魁就那样静静的浮在海平面上。 它大如一座小雨。 其藏于海水之下的魔蛆才最令人不寒而栗。 魔兜,浦东蛆。 与其他地方紧急报道出来的画面不同,沦为一片汪洋的浦东区里没有秘孔至极的海妖军团,有的仅仅是几十万吨卷道楼房高度的海水。 这些海水,拥成了一头巨型骷髅。 东方明珠魔法塔顶端,这是浦东仅存的一片净土了。 众多高级法师立于陆家嘴这些摩天大楼之顶,他们所有人脸上的震惊之色都无以附加。 海王骷髅 这海王骷髅几乎与这些摩天大楼齐平,此时他一步一步朝着最繁华的魔都走来。 偌大的城市,只要稍稍到视野开阔的地方朝着这个方向望来,就想能够一下子看见地标明珠塔那样看见这头海王骷髅。 乌云密布,灰暗不明的天地间,每一道苍白的闪电划过,都映出了这海水拥成的巨人骷髅的震撼之形,一座城的人,因此窒息。 珠海市 每道夜里,珠海市都可以将那繁花似锦的夜色映在海中,轻轻拨动的海水让这一切看上去更像是一幅艺术画。 然而这一夜,珠海市一片漆黑。 天空没有一点星光,大地,城市也没有丝毫的光辉,这座滨海之城就这样莫名的吞噬在了黑暗之中那般。 海无限阔宽的方向上,一头浑身布满了电磷的蛮胶弓者冗长的身躯,附近全部都是伸手不见五指,唯有他电光肆虐,感觉要炸开一场恐怖的雷霆狂暴。 要说珠海市,真有光泽的话,那就是人们不断放大的瞳孔,瞳孔里映出来的这雷临蛮胶电光。 只是这一双双瞳孔,也映出了他们内心的惊骇与损惶。 飞鸟基地是 宁静 夜雾漆迷,笼在薄薄雾沙里的飞鸟室宁静得像是睡熟了的婴孩那样。 没有吵闹,没有喧嚣,只是海风柔和的吹拂,轻微的歌声如清脆的海螺乐器,又如女子歌颂时托长的尾音,鼻音,美妙动听。 静美,动听,天堂的夜晚,也不过如此。 然而这里是飞鸟室,一座总是忙碌不已的新兴的巨城。 即使到了深夜仍就可以看到城市道路有一辆又一辆忙碌的卡车,繁华市区永远不缺年轻人买醉,K歌,夜宵。 现在却都没有了。 城市,真的睡熟了。 没有一丝丝防备的熟睡在迷雾与歌声中。 第2477章大人物的观照 报道铺天盖地,换作往常滚动着的,应接不暇的那每一条袭击信息都是头条,他们是那么的触目惊心。 现在全部都只能够一语带过,甚至是一条快速播报的简讯。 全面爆发,整条近两万公里的海岸线,无论是无人问津的荒芜海边、悬崖、半岛,还是那些著名的海港城市,统统都遭到了海妖的袭击。 蓝色警戒 血色警戒 紫色警戒 有些地区,连警戒都发不出,或许是黑色警戒,但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生还。 忽然之间,世界翻天覆地,就像当初海平面上涨吞没掉原本栖息的土地那样,人们预测到了海妖会有全面到来的一天,却绝对想不到就是今天。 并且,他们的到来比想象中恐怖十倍不止。 海水里妖炉剩下繁星一样多,高级海妖随处可见,庞然的海兽更近在咫尺。 秦皇岛 莫凡,穆白,张小猴,赵满岩四人刚刚死里逃生,能够聚坐在一起。 可他们没有一点机会去庆祝,铺天盖地的灾难报道遍布整个国家东部地区,一张又一张猙獰海妖图片,一个个现场上传到网络上的灾难录像文件,还有更多只能够用文字描述讯息,仅仅是文字就让人心寒悲痛,不敢去想象。 还以为我们真的可以像电影里那样拯救一切?张小猴眼圈通红通红。 为了阻止渤海海妖的阴谋,他们用尽了权力,拼上了性命,到头来真正的格局没有丝毫的改变。 极无力,又惶恐。 没有必要自责,我们付出也没有白费,至少渤海一带受灾减少了,深海大妖并不多。 华月竹安慰道。 众人都沉默了。 他们精疲力竭,安慰自己必须入睡,养足精神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只是没有几个人可以真的入眠,他们也一样。 莫凡,接下去呢,我们睡醒了,去哪? 木柏有些拿不定主意,询问起莫凡的意见。 我有一个不错的提议。 去西部吧,听说黎曼在西部已经用大地结晶建造起了一座西部大城,到时候可以容纳非常多受灾的人,我们不妨去那里吧。 赵满言马上开口说道。 这个建议不错,城也是不错的选择。 莫凡点了点头。 凡哥,赵哥,我们就这样扔下海岸线不管了吗? 张小猴着急的说道。 管。 怎么管,我们这一次算是运气很好了,上头领导提前察觉到了那位晋咒老头有问题。 不然我们早就在晋咒中灰飞烟灭。 你看看魔兜的那个海王骷髅,尼玛图腾悬蛇去了估计都打不过。 你再看下宁波黑色蠕洞的海岸线,全尼玛是妖。 还有泉州市出现的汪洋雨兽,那几个是我们可以对付的。 赵满言说道。 起初海平面上升的时候,还有无数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希望留在富饶的东部。 现在,还有谁不渴望迁往更内陆,更西部。 海妖势不可挡,留在东海岸线就是死路一条。 一座庞大的巨城随时都可能被海妖给吞没,更别说是普普通通的家庭和个人了。 靠魔法师来抵御妖魔。 妖魔的数量是魔法师的几倍,人类法师的实力还远远无法和海妖队等,这场战争注定惨烈,死守注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凡哥,我们真去西部。 张小侯不知道该如何反驳赵满言,只是这样走了,真得很不甘心。 去西部,是我们的后路。 假如真的阻挡不了,我们就去西部。 莫凡很肯定的说道。 西部可以去,但肯定不是他们这些魔法师最先撤离。 何况,海妖要这样侵吞人类的领土,他们不可能不付出代价。 听到莫凡这句话,张小侯脸上有了一点笑容。 现在就逃,那可不是他们的性格。 那我们去哪座城市? 张小侯问道。 现在能够确定站住脚的就只有基地城市了,妖兜基地市,飞鸟基地市,魔兜基地市,帝都基地市,穆白说道。 莫凡一时间也没有做好决定。 犹豫了一会,莫凡决定先打电话询问一个人。 拿出了手机,莫凡也不能够肯定那个人会不会有时间接自己的电话,毕竟整个海岸线发生了这样的巨变。 喂,是莫凡吗? 电话一通,那边就先问道。 是。 邵政议长在南海战场,他亲自出战,怕是短时间没法回应你,你也知道发生了怎样的事情了吧? 那位男子说道。 我知道,我这边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是忽然之间有点迷茫。 莫凡如实说道。 你不是在秦皇岛吗? 见过华首领了没? 议长秘书说道。 见到过了。 莫凡道。 你可以去问他。 毕竟,他才是一直注视着你的人,关于图腾的事情,你可以详细的问问他。 议长秘书说道。 莫凡听完,反而一头雾水。 什么叫一直关注自己的人? 这位首领,貌似自己不算很熟吧? 好像也就灵隐寺的时候有偶然遇到过。 莫凡前往了那座木屋,木屋仍旧是敞开着的。 黑发黑虚,一身黑衣,滑军手盘膝而坐,面朝着辽阔呼啸的海。 也不知道是在因为晋咒的施展而休息,还是在沉思。 他身边没有任何侍卫,好像完全不需要。 不知道方向了。 华首领指了指自己旁边的草仆团,示意莫凡坐下。 有点,忽然之间感觉到有些无力。 莫凡坐了下来道。 我们人类与妖魔抗争的这漫长岁月中,也不是没有遭遇过这样的劫难,但我们还不是传承至今,有光明的时期,也有黑暗的时期,熬过去,就好了。 华首领说道。 我刚才和议长秘书通了电话,他让我来找你,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莫凡问道。 从古都浩劫开始,我就在留意你。 你进入国府,是我的授意,图腾之事,是我将你推荐给邵政,你杀了陆毅林,惹恼了陆家,也是我亲自殿后的陆老头。 华首领平和地说道。 莫凡张了张嘴,有些意外。 似乎有人曾经说过,自己受到了一位大人物的关照。 莫凡之前一直以为是邵政议长,没有想到就是眼前这位首领。 第2478章古代海洋神族 说来也有些惭愧,事实上关于恶魔系的禁术研究,最初是我允许军统陆年在北方进行的。 华军手说道。 莫凡惊讶的看着华军手。 当然,魔法协会明确禁止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就勒领陆年停止了,只是没有想到他自己组建了一个营地,不停的继续他的恶魔实验,他像着了魔一样沉浸在其中,草剑人命。 华军手接着说道。 莫凡仍旧没有说话,华军手这边似乎还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你在古都的事情我一直都知道,我以为你会和之前那些实验者一样全部化为真正的恶魔,但你却掌控了他。 我这算是被你坑了吗? 莫凡说道。 我不是也有补偿你吗? 华军手挑起了眉毛。 好吧,这些事情就暂时不提了。 莫凡道。 当时军统陆年差点让他们所有人丧命,可莫凡也因此获得了独一无二的神魔狂力,运用的好,更可以和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生物相抗。 这次事情你也看到了,尽管晋咒在我们人类之中属于接近神一样的存在,但对于某些更古老的帝王来说,一样不过是他们兴风作浪的傀儡。 我们,终究还是太过弱小。 华军手目光凝视着海面,月光映在了他的侧脸上。 确实,这次晋咒计划又刷新了我对世界的认知。 莫凡说道。 极南帝王,那个可以让海平面上升,降下世界之祸的家伙,又究竟强大到什么境界,连人类的晋咒法师都可以轻易的操控。 少政让你寻找图腾,收获如何? 华军手询问道。 陆陆续续的找到了一些,但好像离完整的图腾真相还很远。 莫凡回答道。 那么说说你对图腾的了解,或者见解。 华军手说道。 古老图腾,神舟最早的人类守护神,随着魔法时代的到来,他们逐渐消失在了这块大地。 我这边的大概推测就是,他们在某个时期,被魔法协会给杀死了。 莫凡大概的陈述了一遍。 华军手侧过脸来,脸上带着几分讶异的看着莫凡。 你为什么这样想,魔法协会不是至高无上,神圣至极吗? 华军手问道。 虽然没有种种迹象可以表明,但我们学习历史,其实很容易发现某些规律。 魔法觉醒,人类自己掌控了可以对抗妖魔的力量,而图腾又是神一般的存在,最重要的是,许多古老妖魔还都是图腾的后代。 魔法协会拥有如今最权威的地位,影响着整个世界,自然是他们推翻了图腾统治。 简单来说,以前人类神明,现在靠自己。 图腾强大,又亲近人类,可在人们心目中他们仍旧是妖魔。 必须营造出一个崇尚魔法的时代,就得推翻封建救神。 这就是莫凡的推测。 图腾,是被人杀死的。 就像帕特农神庙当初杀死了泰坦巨人一样,泰坦巨人和中国图腾一样都是古老的神明,他们亲近人类,庇佑人类,同时也统治着人类。 泰坦巨人其中有大部分残暴无比,滥杀无辜,这是事实,可相信其中也有善良的泰坦巨人,帕特农神庙将他们赶尽杀绝,成立自己的王朝。 历史是相似的,中国古代的图腾绝大多数被誉为善良,友善的,可真的就不存在邪恶残忍的图腾吗? 当人们自己掌握了力量,这些图腾怎么统治,最终都会被杀死,至于那些真正善良,友善的图腾,一样会被波及,到头来被舍弃,被射线杀死。 于是,过去在神州统治地位的图腾如今几乎绝灭,仅存的图腾更藏在深山老林中,不再与人类接触。 所以你觉得是人类做错了? 华首领问道。 莫凡摇了摇头。 无非是时间在流逝,千年光阴,沧海桑田,任何一个种族都会兴盛,会衰败。 我有说错吗? 莫凡反问道。 既然这位华领袖会问图腾的事情,想必到他这个级别,了解的事情更多。 没有错,很正确的推断。 魔法觉醒不到百年,图腾被杀死,而组成屠杀图腾的联盟,最终成立了人类魔法师协会,至今地位超然,容不得忤逆。 华掌红领袖说道。 华掌红军手顿了顿,随手给莫凡倒了一杯清水,可你也只说对一半。 莫凡喝了一口水,看得出来这位华领袖有很长的一段故事要和自己慢慢说来,于是正金威作,等待着他这种级别人物对图腾的见解。 我一开始不是和你说过,我们人类经历过比现在更黑暗的时期,最终还是熬过来了吗? 华掌红首领说道。 莫凡点了点头。 就是在那个时期。 我们刚刚拥有了自己的力量,并且魔法协会的最初联盟正对图腾进行驱逐与猎杀。 华掌红说道。 人类与图腾厮杀惨烈。 莫凡插嘴问道。 华掌红首领摇了摇头道,图腾反击并不强烈,而是我们神州沿海一带,盘踞了大量的海妖,一个自称是海洋神族的王朝大肆侵吞,屠杀,让刚刚才有了自己雏形的人类魔法军遭受了最惨痛的打击,险些在那个时代灭亡。 莫凡听到这句话脸上露出了惊恶之色。 那个时期,海妖就发动过全面战争,还险些让人类法师消亡殆尽。 人类若没有了法师,那么绝大多数人就会成为妖魔的奴隶,如圈养着的牲畜。 那个时期,我们确实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巨大代价,一方面与图腾产生战争,另一方面被海妖神族侵略,父辈受敌。 但,我们魔法师没有灭亡。 华掌红感叹着那个不曾见证的岁月。 我们熬过来了,怎么熬过来的?莫凡有些急切的问道。 起初我也以为我们熬过来了,兴许有什么如今被记载在教科书中的魔法戏崛起,让我们挺过了那段黑暗岁月。 后来有一位一心赤诚的人跑到我面前,我们魔法师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后代不至于成为妖魔的奴隶,是因为图腾。 华掌红缓缓到来。 因为图腾? 人类不是在和图腾开战吗? 还要来袭,父辈受敌。 莫凡有些不太明白华领袖这句话的意思。 第2479章 帝王级不止一位 我们在与图腾开战,但最终击退了海妖的,却是我们古老的图腾。 那一战之后,四大圣兽图腾全部消亡,众多直系图腾后代更在那个时代死绝。 我们熬过来了,面对强大至极的海洋神族,神州图腾与他们大战了数十年,可谓两败俱伤。 战争结束后,图腾救神消亡,海洋神族消逝,人类开始走向昌盛,开始拥有自己的城市,自己的领地,自己的文明。 莫凡听完这些,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海妖,数千年前就登临过陆地,气焰嚣张,几乎屠灭人类法师。 而图腾救神真正消亡的原因竟然是海妖,图腾救神与海洋神族,杀得天昏地暗,血染进海。 如今要吞噬我们海岸线的这只海妖王朝。 便是当年的海洋神族,经过数千年的修生养息,他们重新强大,重新在太平洋中拥有几乎统治的地位,他们卷土重来,华掌红语气加重道。 图腾究竟如何消亡的,这方面莫凡不断地去猜测,却怎么都不会想到罪魁祸首便是这次太平洋躁动的海妖王朝。 海洋神族之后,妖翼王朝。 这个海洋神族经过修养,王朝兴盛,妖力复苏。 可我们神州图腾却再也没有能够繁盛起来,甚至到了随时都会绝技的地步。 华掌红长叹了一口气。 莫凡内心波澜翻滚,难以平静。 这就是图腾消亡的真相吗? 人类掌控了魔法,宣战图腾。 同一时期海洋神族来犯,人类不敌,图腾为守护神州,人类之土,付出了灭亡的代价。 如今海洋神族再一次袭来。 图腾却已经不在。 恍然间,莫凡想起了图腾玄蛇。 他在虚弱中求得生存,遭受人类制裁,可当杭州遭到白魔鹰变息时,他依旧挺身而出,守卫住了城市。 海妖之中,有太多强大、古老的存在,他们甚至根本不惧怕我们人类的魔法。 尽管这场战役,我们需要靠我们自己,但我们依旧需要图腾的协助,他们古老,神秘的图腾力量才可以更有效的与海妖抗衡。 华掌红看着莫凡。 这就是一掌希望我与您谈一谈的原因。 莫凡问道。 是的,我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定很迷茫,面对滔天海浪感到力不从心,但你们肩上有着一个更重要的使命。 多唤醒一只古老图腾,就等于是为我们多增添了一分胜算。 华掌红道。 图腾,邵政议长多次强调,希望他们尽可能的找到更多的图腾。 现在华首领将图腾与海妖的宿命争斗道出,莫凡更明白议长当时渴望图腾苏醒的心情。 全面来袭,军队,法师,猎人,魔法战斗人员永远都不够,人们需要强大的援助,就是那些能够真正制裁海妖的古老图腾神。 我以为你会安排我们进入到某座正需要人手的城市,不过这个使命,我很乐意去完成。 莫凡说道。 莫凡自己一直都与图腾有着许多交集,假如两位领袖都那么迫切需要图腾之力,那么接下去的时间里,自己一定会全力以赴,找寻,唤醒更多的图腾。 我可没有说,你们不需要进入战区。 华掌红说道。 莫凡挑起眉毛,没明白啥意思。 不是所有的图腾都在陆地,古老的旧神图腾与海洋神族在渤海、东海、南海厮杀,许多图腾后代其实也隐气在了渤海、东海、南海以及附近的陆地、山脉中。 华掌红微微一笑道。 你这有什么线索,莫凡眼睛里闪烁起了光。 图腾很难找,没有足迹,没有记载,没有线索,就靠蒋少旭他哥哥的遗物,真的很难有直观的收获。 不是他们不关注图腾,实在是找到了图腾敖父的海骨之后,他们就没有什么图腾痕迹了。 我都出现的那只海王骷髅,相信就有你要找的图腾印记。 华掌红对莫凡说道。 那个家伙,莫凡不由的倒吸一口气。 从某些录像中,莫凡就感受到海王骷髅从屏幕之中涌出来的恐怖气场。 那家伙是君主中最顶级的存在吧? 莫凡问道。 怎么从他身上找到图腾印记,那是你的事情了? 华掌红说道。 那家伙,你应该可以对付吧? 莫凡试探性的问了一下。 我当然可以,可我有我的使命。 华掌红很直接的拒绝了,一点面子都不给。 莫凡一脸无奈。 仔细想想也是,就像这次晋咒计划。 要不是自己无意中掺和进来,只不定完全不知道人类晋咒法师中有这么一个叛徒。 晋咒法师毁天灭地,若没有将他拔出,天知道将来会给这块土地造成多么可怕的影响。 这个海妖王朝中,有帝王级的吗? 莫凡小声的问了一句。 有,且不止一位。 华掌红回答道。 哦,哦,图腾的事情就交给我吧,你们这些大佬只管看好帝王,答应我,别让他们那种存在出现在我们面前。 莫凡急忙说道。 帝王有多强,莫凡亲眼目睹过的。 相比起将来某一天,海妖某位帝王降临城市,莫凡觉得还是对付君主级更合适一些。 所以你还迷茫吗? 华掌红问道。 不会了,一场战争大到让人觉得渺小,但只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做好相应的事情,一样可以改变大局。 莫凡说出了今天的感悟。 哦,那你可能误会了我今天愿意花这么多时间跟你说这些东西的主要原因。 华掌红挑起半边眉毛,从神情就可以看出不怀好意。 我只做好我的。 莫凡很坚决道。 好好找图腾吧,不然我会向国家申请,强征你加入对抗帝王的绝密计划之中,我还没有亲眼目睹过真正的恶魔,而且没有人比我清楚恶魔的潜力。 华掌红笑着说道。 莫凡借口喝了太多水,直接尿顿了。 神经病啊,去讨伐帝王籍。 自己这个恶魔能力,那是暂时性的,可帝王和晋咒们,那是实打实的力量,加入到那种级别的战斗中,即便化身恶魔也是炮灰呀。 第2480章 杜江妖 张泽镇,农田分布在黄浦江两岸,江水上涨的缘故,种植的那些蔬菜统统都浸泡在了水里。 清晨,空气有些冰凉,几名老伯还是有些不太舍得自己辛辛苦苦种植出来的农作物。 现在基地市计划,能够用来种植的耕种地实在太稀缺了,粮食与蔬菜的价格也纷纷往上涨,老伯们还想多赚点钱,好让自己家人们在基地市里能够过得宽松一点。 老唐啊,你看这姜水怎么一直在往上冒啊?挑着丹的老伯询问起老邻居。 所以咱们动作得再快一点,全泡了的话,我们可就得吃土了呀。 头发有些花白的老农说道。 两人背对着黄浦江,尽可能地将那些蔬菜采摘到楼里。 可没有几分钟时间,冷冰冰的江水就沿到了他们脚踝的位置。 两位老农回头一看,江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彻底扩大到了菜地,要不是附近还有一些地势更高的房屋,还以为到了湖水边了。 水里有东西,水里有东西,老伯惊呼了一声,吓得手上的扁丹都掉落在了地上。 花白老农望去,发现水里有一个黑影在蠕动。 那黑影,非常大,似乎正因为它的到来,整个江面的江水才一下子全部涌到了菜地这里。 哗!忽然一声轰隆巨响,江面豁然炸开千层水浪,一头黑色假窍的水兽腾了起来,竟然一下子扑到了这一大片菜地之中。 泥浦掀翻,淤泥之中出现了一个大坑,那些菜地大棚和那些搭建的木亭子全部化为了粉碎。 No! 黑甲水兽咆哮一声。 煞时整个张泽镇犹如遭到了十二级狂风那般,不仅是那些零零星星分散在庄稼地的楼房全部被掀飞,就连一些公路水泥表层,电线塔,农座工厂全部遭到了破坏。 宁静的小镇一下子陷入到了恐慌之中。 人们以为海妖只是出现在海边,谁知道他们顺着黄浦江逆流到了更陆地的区域,这样强大的妖兽,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对付的。 快往避难所跑,快跑。 大家不要慌,我们是明珠学府的魔法学生,我们会拖住那个怪物,大家尽可能找其家人,然后逃到避难所。 还找其家人,能跑一个是一个吧? 是啊,刚才过去对付那怪物的魔法师,全都死了。 几个高校学生正在协助危机,也有不少学员更是组成了战斗法师队伍,就是针对这些偷偷潜到陆地区域的妖魔。 然而,就在刚才,一个小组的魔法师想要阻挡这头黑壳怪物踏入张泽镇的步伐,却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全部被杀死。 绝大多数魔法师对海妖的了解都非常少,即便是经验老道的猎人都无法对一头忽然出现的海妖进行实力评估,更别说这些只参加为数不多历练的学生了。 实力悬殊巨大,那头黑壳海妖对付那些战斗法师们都是秒杀。 鲜血一滩一滩,看得那些协助民众逃离的学生们一个个双腿发软。 这就是海妖,与陆地上的妖魔截然不同,哪怕是偷偷渡过黄浦江的不知名海妖都有这种绝对统治力。 黄浦江血色警戒,黄浦江血色警戒,从入海口到电商湖这上百公里长的江水中出现大量高级海妖,正对江附近的城镇发起攻击。 一条紧急短讯发到了莫凡的手机里,莫凡刚抵达魔都,看了一眼发见人,竟然是明珠学府。 我也收到了,政府与军队都在正面战场对抗海王骷髅,黄浦江中那些渡江妖们怕是难以奋兵处理,肖院长正率领众学生与老师们加入黄浦江的扫荡中,对付那些渡江妖们。 不过,似乎死伤惨重。 赵满言说道。 死伤惨重这四次赵满言说得很低沉。 可不能让我们的学弟学妹们被那些海妖给践踏了性命,走,我们杀过去,扫荡渡江妖。 莫凡说道。 莫凡,南义法师团发出最高级求救信号,我需要到电商湖北面一趟,可能关系到一个大景区和大型避难所的人员性命。 木白说道。 还以为有海堤,基地是至少是安全的。 哪知道这些海妖渗透的速度这么快。 你赶紧去吧,你乘封罗亚龙去。 莫凡说道。 既然是大型避难所,那么里面肯定集中了有超过五千人,是紧急求救信号的话,就表明这个避难所很可能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就会被摧垮。 风罗亚龙速度足够快,飞上空中的那一刻,木白只能够在心里祈祷,那个大型避难所可以坚持到自己赶到。 莫凡,那不是火系的魏荣老师吗,你入主院第一个私的家伙。 赵满炎用他的金色翅膀保持在空中盘旋。 莫凡顺着赵满炎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一个胡须邋遢的中年火爆男子正沿着江水漫起的地方一阵狂冲。 江水里,有一个黑色兽影,他施展出了天燕葬礼,让上百颗两米直径的火球砸向江水里的那个黑壳兽影。 给我松开,给我松开你的爪子。 魏荣怒吼道。 他与那些天空滑落的火球一同撞击在黑壳兽影上,不惜一切地将这头黑壳水兽的兽掌给击断。 这水兽的爪子四溪掌,有大大的扇形掌谱。 也幸好这个掌谱是柔软,不然那些被他掌爪抓起来的那几个学生怕是瞬间骨肉纷飞。 水兽的爪子被打断,四名学生得救了,他们本能地往远处逃去。 只是魏荣自己却深陷危险之中。 他的行为惹怒了这头黑壳水兽。 No! 魏荣被黑壳水兽震了起来,紧接着就看到这黑色凶猛水兽从江水中一跃而起,直接张开了黑漆漆的扇动魔口。 圆锥状的尖牙从他的口腔之中猛的爆出,魏荣对下来的时候就看见密密麻麻恐怖尖牙,上面还粘着无数粘稠血字。 想吃人,问过明珠大魔头没有。 铿锵有力的声音,莫凡从七百米开外直接挪到了行凶现场,他之前所在的地方还有一大片空间钻石沉光。 第2481章 不同往常的敌人 一拳下轰 烈火如瀑布倾泻冲击崖下,气势磅礴地在江面上形成了一个红色火坛。 那猛扑而起的黑壳水兽竟然在这炙热火铺中融化,无论是他那足以抵挡高阶魔法的甲鞘,还是顽强壮硕的大体型肉蛆。 火坛之中,水兽彻底融去。 从中得救的火系导师魏荣落到了江岸上,一脸震惊地看着被一拳融化的黑壳水兽。 黑壳水兽强大的出乎魏荣估计,为了救自己的学生,他甚至豁出自己性命,谁知道千军一发之际有一位至强的法师赶到,瞬间击杀。 魏荣看到火光之中的莫凡落到江面上,立刻拱手表示。 多谢前辈出手箱,卧槽。 魏荣吓了一大跳,那张脸表情更丰富了。 魏老师,跟我还这么客气,咱们火系的学弟学妹们都还好吧。 莫凡笑了起来,目光网将对岸看去。 江对岸,大概有四五十名学生,他们穿着都很统一,显然就是这一届的火系学院某个班级的学员了。 这些学员们在江对岸,一个个呆若木鸡。 那么多人都轰不死,打不伤的黑壳海妖统领,就这样死得连尸体都见不到了。 终极猛人啊。 同学们,这是你们的火系学长,莫凡。 魏荣回过神来后,急忙向安然无恙的学生们介绍道。 魏荣转过头来,见莫凡抬起手来。 本以为莫凡是和学生们打招呼,却见莫凡忽然成手刀的姿势,有强劲狂躁的雷电弧窜动,让这片区域空气都要炸开了。 莫凡,你干什么? 魏荣忽然惊呼道。 而那些正盯着莫凡的学员们也露出了惊恐之色,别看他们和莫凡相隔一个将,他举起手的那瞬间云层都瞬间扭转在了一起,雷电未到,那股气势就已经压得他们快窒息了。 雷剑 莫凡依然出手,手刀急速连斩。 就看见两道雷剑误然的出现在那群学员们的身后,并剪斩向了一个雾气状的妖影。 嘎! 雷电狂窜,细细蜜蜜的雷电丝勾勒出了妖影的真面目,那是一头浑身跟淤泥一样颜色的毒秋妖,体积堪比史前巨恶,只是他躲藏在田地的湿地之中,淤泥裹身,学生们根本没有发现。 不过,学生们还没有来得及被吓得魂飞魄散时,这头毒秋妖已经被雷剪剪成了两半,无数雷电丝像一张网那样罩住了他断成两节的身躯,连死后行凶都做不到,很快就僵硬了。 这,魏荣倒吸一口凉气,到嘴边的话说不出口了。 本以为自己舍身能够救下学员,谁知道这一大片田地泥潭里还有一头水妖,他们浑然不知。 要不是莫凡在这,他们岂不是全部葬身妖妇? 越想就越觉得可怕。 这些海妖级别都不低,怎么就让你一名老师带着学生来应对? 莫凡询问魏荣道。 魏荣叹了一口气,道,肖院长和其他几位系主任都在黄浦江入海口,必须掐死那里,不然会有成群结队的海妖顺着黄浦江游入到我们陆地中,可就算这样整条上百公里的江里,已经有杀不完的海妖了,我们只能够硬着头皮上,拖延一下,总比镇子里的人全部被杀死要好。 学员们陆陆续续围了过来,他们神情非常沮丧。 大难当前,他们这些年轻的学员们本以为可以大展拳脚,哪知道他们合起来还是连一头看上去最普通的海妖都敌不过,那种无力感和挫败感令他们已经开始对海妖产生了阴影。 魏老师,学院这样分配不合理,火系学员凑在一起对付水兽,在属性上就被压制克制,应该尽可能的将不同的系安排在一个组里。 莫凡说道。 时间太紧迫,我们也没有考虑太多。 魏荣有些惭愧的说道。 其实以你们的实力应该是能对付这家伙的,但海妖与路面上的妖魔还是有些不同,在出手前必须得由暗影系和风系的法师进行试探,再由水系法师和光系法师牵制压制,不能在还没有初步了解海妖实力和能力前就一股脑儿的冲杀,越着急,伤亡就越惨重。 莫凡对这群学弟学妹们说道,同时也鼓舞他们的士气。 莫凡说得对,我们这样莽撞,不仅救不了更多人,还会让我们这些有能力和海妖抗衡的法师白白送命。 我现在就去召集其他学员们,必须合理分配,必须冷静,理智应对。 魏荣点了点头道。 这是海妖,水量充足的地方,他们的整体实力线就不能用以往的方式来衡量了。 他们必须更聪明,更懂得协作,同时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 莫凡,十公里外,有个大家伙。 挥动着金色的翅膀,赵满延像一头精英那般盘旋在上空。 什么级别? 莫凡问道。 恐怕是君主,我看到很多老师在和他纠缠。 赵满延说道。 我们过去。 莫凡毫不犹豫地说道。 君主级。 这种基本的生物一旦出现在人们居住的附近,就一定是大量伤亡。 统领级就足够可怕了,君主级必须第一时间控制住,驱逐走,或者在他造成无法挽回的毁灭前将他杀死。 是那个发动红潮的家伙,他让一座开发区新城的人再也没有机会逃生了,魏荣含恨说道。 魏荣第一时间赶到的战场并不是这张泽镇,而是那开发区新城,他隔着一座小山亲眼目睹了那场可怕无比的惨剧。 行凶之后,那红潮怪物马上钻入到了曼开如沼泽的江水中,想来是在寻找下一个目标。 怎么连君主级都会出现,他们不是应该在正面海域吗? 好可怕,我们连统领级的海妖都对付不了,若是撞见君主级的,估计和那些普通民众没有任何区别吧? 莫凡学长去君主级的战区,怕也是很难活着回来的。 学员们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点信心,可一听到君主级生物在黄浦江中肆虐,马上又露出了恐慌。 别自暴自弃,我们一定会把渡江腰全部扫荡干净,别忘了,我们可是明珠学府。 你们的学长莫凡,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学生。 魏荣说道。 第2482章 黄文苍狼 江水不断的往外漫,许多途径城镇的地方都变成了一片湖泊。 江水是涌动,呈现洪水是侵吞的,而海妖们就可以顺着江水的扩展,将它们的魔爪伸向更多城镇乡村。 人类的栖息是离不开水源的,所以绝大多数城市乡镇都是沿河分布,黄浦江延伸到陆地,全长大约一百一公里,途径之地怕是有星号十万人口。 要及时将它们疏散到远离江河的地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哪怕几个大城市各大魔法组织都在行动,仍旧难以全部照料。 顺着黄浦江河水流动的方向,末房和赵满岩看到了一处江宽达到七百米的汇江处。 江水向两边的公路,接到。 居民楼房漫了也有四百多米,因此这里成为了一个千米江洪聚拢之地方。 杜江妖身影在这里随处可见,要么翻腾起千百层浪涛,要么在漂浮着众多废墟的水下游动,不少肥镖的牲畜被它们一口吞下,鲜红一滩一滩的盛开。 哗啦啦啦。 一股通红似血的排浪,起伏极大,正朝着一大片江头工厂涌去,江头大屏处堆满了铁皮箱货物,那些装载卡车也没有来得及开走。 就看见铁皮箱货物被打翻起来,重型卡车一辆辆侧滚,请客间工厂被推翻,统统化为了残骸在红色排浪之中继续席卷向更远方。 几名魔法师正在其中,他们使出浑身解数都没有躲开这红色的排浪,最后全部被卷入进去,有死无生。 果然是大妖,我看到他的时候这里还有好几十名法师的,才这么一会的功夫竟然全部丧生了。 赵满言惊讶无比的说道。 莫凡知道,那几十名法师中还有不少是明珠学府的老师。 他们多数位高阶修为,可君主级的统治力实在太恐怖了,只是这么短暂的时间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没活下几个。 莫凡,莫凡。 背后传来了卫荣的声音,莫凡回头一看,发现卫荣不知道什么时候追了过来,看来是不太放心自己。 这个红木妖军把这里的人都杀了。 莫凡说道。 别冲动,别冲动,我已经通知烈者联盟,有一位超阶级的强者正往这里赶来。 卫荣说道。 他可能会逃走。 莫凡说道。 这只红木妖军残忍至极,他那拥有极其强大破坏力的红色江潮,就是由那些被他杀戮的人鲜血凝成的,所以他不可能停止。 你自己不是说了吗,要先观察,试探,了解清楚之后再出手。 这只君主级海妖我们管不了吗? 卫荣劝说道。 咕噜咕噜咕噜。 那红木海妖拥有骨胀如蛙的下颚,他的眼睛更是完全外翻突出,可以三百六十度的转动。 就在卫荣、莫凡、赵满颜隔江相望时,这红木妖军忽然转动眼球,瞳孔锁定了千米开外的莫凡三人。 其头颅和身躯都似粘鱼,只不过他长着强壮有力的四肢,远远望去更像一头可以在江水之中自如活动的四脚蛇腰。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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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木妖军突然打开四肢,踏着江水奔了过来。 这家伙横冲直撞,铁的桥梁直接被他撞成了两截,钢筋戳入到他光滑无鳞的身上,竟然没有在上面留下任何的疤痕。 糟糕,他发现我们了。 卫荣脸色大变。 他好像能够识别普通人和魔法师。 赵满颜说道。 君主级的速度快得惊人,一眨眼的功夫红木妖军渡江千米,张开了血淋淋的大口直接咬来。 他的嘴形一样和鲜鱼相似,只是他在完全张开的时候,嘴一下子裂开成六半。 喉咙还在更深的躯干位置,他的头颅与血口再度张开,达到了一个更夸张的尺度,圆锥状的分解牙齿一排排猙獰之极,填满了裂开大嘴之间的缝隙。 卫荣被这一幕吓得忘记了使用魔法,他如何会想到红木妖军开猴时,可以大到将一个江面都给吞进去,尤其是裂开的嘴,完全像六头怪物一同张嘴争抢撕咬,悚然惊魂。 嗷呜。 吞江之口马上到来,狼嚎之声忽然响起。 莫凡面前,一道月白色的空间裂痕,裂痕中一头全身呈现毁灭卓纹的狼影划过了一道十二层的重影豁然杀出。 砰。 毁灭卓纹在狼君主身上激发出无与伦比的燃烧力,并距于他的四肢爪刃上。 爪刃半月弯,完全伸展开的时候更似一柄柄融火锻造的血刀,毁灭卓纹加持下,狼爪劈开,将面顿时一分为二。 那头红木妖君忽然遭遇袭击,裂开的嘴更来不及收拢。 扑哧扑哧。 深蓝色的液体从红木妖君的头颅,裂嘴位置洒了出来,两片裂嘴直接从他的头颅上分离。 咕咕。 红木妖君在江面上击杀,痛苦地用爪子去捂住自己的口部,蓝色的血液还是止不住地溢出来。 他用那外秃的眼球死死地盯着江岸上那头全身一一声光狼君主,开始透着愤怒,恶毒。 黄文苍狼。 卫荣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连刚才的恐惧感都因为这震惊消散了。 这出雷霆出击重创红木妖君的生物,竟然是一头黄文苍狼。 而且,这头狼君主是出自莫凡随手一化的次元召唤门。 原来他叫黄文苍狼,我还不知道给他取什么名字。 莫凡有些讶异的回头看了一眼卫荣。 他是你的召唤兽,卫荣感觉自己脑子有些混乱了。 君主级啊。 正统君主级的黄文苍狼。 魔狼一脉之中,苍狼属贵族血统,而其中拥有上古兽黄之纹的,更是狼族中的王者。 卫荣是一名火系导师之外,对妖魔学更是精通,所以一看到黄文苍狼全身浮现毁灭卓文的时候就认出了这种强悍至极的狼族生物。 老狼,给我撕了它。 莫凡对黄文苍狼命令道。 嗷乌。 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黄文苍狼就等一个合适自己的对手。 大海里爬上来的猎嘴年妖君主是吧,那就看看谁才是霸主。 第2483章命留在这。 全身毛发根根树立,尖刺那样使得黄文苍狼更显威武凶猛。 身上的红色黄文开始飞舞,它们如一缕缕拖着长长尾光艳的星子,飞射向了红木妖君。 红木妖君正试图拍打起江浪来阻挡,可这些猩苍虫还是轻易地穿过了浪阻,钻入到了红木妖君的身体上。 红木妖君露出了慌张之色,开始不停地在江水中翻滚,想要把这些古怪的猩苍虫给震出来,可红色的猩苍虫就好像溶到了它身体里一样,除了留下无数红色的斑点之外,怎么震甩不出来。 熬屋 黄文苍狼忽然爆发出惊世骇俗的速度,它之前的沼力分开了江河,江河还没有愈合时,它直接踏在其中,直接与红木妖君近身搏杀。 红木妖君见到凶猛的黄文苍狼杀来,哪里还有时间去理会之前埋入到它身躯里的红色星苍虫,急忙召集附近所有的江水来守护住自己。 斯拉 历找五出,掠过的位置有十几个灵力的找风高速旋转,被层层倒高的江水墙很快四分五裂。 红木妖君频频后退,近身搏杀,它完全不是黄文苍狼这种狼族高贵血统生物的对手,身上又多出了许多蓝色血迹的抓痕。 不过,海妖中就是海妖,它们的控水妖术远飞陆地上的妖魔可以相比的。 红木妖君猛然翻转,就看见整条江河诡异的变成了红色,水如血浆,在红木妖君的操控下剧烈的翻滚起来。 黄文苍狼没法冲破这种红色的浪潮,被狠狠的撞飞出去,一身毛发粘稠着那些红色的液体,似浇水那样让它有些软弱无力。 很快,鲜红的血浆鬼浪又袭来,黄文苍狼其实做好了必然的准备,结果不知道为何那狼影重重的急速身法居然施展不开,只能够凭借着四肢力量奔跑。 非常明显,这种红狼一旦粘附到了身上,就跟粘稠胶水一样,全身的力量被死死束缚着,很难施展出来。 黄文苍狼又一次被洪水给冲飞,卷到了江河的远处。 黄文苍狼看到这个情景,正要打算出手,黄文苍狼却发出了一声冗长的狼吟,完全不屈服的样子。 好,我不插手。 黄文点了点头。 铁骨铮铮,老狼成为君主后的第一战,即便是面对比陆地上妖魔要强大许多的海妖,他也绝对不会认输。 何况,老狼真正的本领还没有施展。 嗷乌! 黄文苍狼再发出第二声,是一种吼叫。 就看见之前那些钻入到红木妖军的星苍虫纷纷由那些斑点位置飞了出来。 一开始星苍虫的翅膀只是红色罢了,可现在它们全部都发着带热量的光,质红质红的,仿佛轻轻一触碰就会化为一团通红烈焰。 这些星苍虫快速地飞回到了黄文苍狼的身上,并赴于其毛发下。 煞时,黄文苍狼全身着烧了起来,那从头颅一直遍布到爪子的毁灭卓纹不知道鲜艳了多少倍,浇水一样的红潮粘液请客间被蒸发。 苍狼气息暴涨,潮湿的毛发一下子干燥飞舞了起来,古老而又充满力量的卓纹光几乎将黄文苍狼纳暴性骨骼。 都给映出。 搜。 速度爆发,黄文苍狼背后不仅有十二道残影,更有一条红浊的光影。 这两千米的距离,让黄文苍狼正好有一个速度叠加,当他抵达红木妖军面前的时候,红木妖军的红色斜浪都没有来得及巨龙。 砰砰砰砰砰。 黄文苍狼此时的所有攻击都附带毁灭古印,他的攻击灵力而又频繁,魏容只能够看见这黄文苍狼在几秒钟的时间变换了上百个位置, 以上百个角度攻击红木妖军。 毁灭古印一旦触碰到红木妖军,必定在他身上留下一个深深的伤口,蓝色的血液随之喷洒。 红木妖军不断惨叫,他很多次都试图唤起那红色斜巢来击退黄文苍狼,但不知道为何他的妖术总是失效,即便卷起了红色斜巢,到头来也是威力不足,被黄文苍狼轻松的躲避开。 怎么你家的狼忽然间变猛了,赵满言有些费解的问道。 星苍虫会夺取敌人的妖力,并将这种妖力化为更强大的啄纹,当他们重新回到黄文苍狼毛发下后,会立刻唤醒与激活苍狼一族的毁灭燃血,战斗力倍增。 卫荣一边说一边惊叹道。 原来是这样。 莫凡也很诧异。 他不是你的弃约兽吗,你不知道他的能力? 卫荣问道。 莫凡尬的挠了挠头,他才进阶没多久,而且他是我的次元兽,不是弃约兽。 次元兽,次元兽,你次元兽都是君主及,为荣跟看怪物一样看着莫凡。 才几年的时间呢,这家伙驾驭君主及次元生物,学院里多少导师一辈子都到达不了的境界呀。 那红木妖军好像要跑路了。 赵满言急忙说道。 妖力被夺取,黄文苍狼又处在毁灭力量暴增状态,红木妖军被撕得伤痕累累,全身都冒着蓝色妖血。 他显然想暂避锋芒,打算躲入到这滚滚大江之中,休养生息后再回来算账。 黄文苍狼想追入到江水里,可江水聚拢起来仍旧会对他造成很大的阻碍,被红木妖军给甩开了一段距离。 眼看红木妖军要逃入江河中,莫凡冷笑一声,早就做好了一手准备了。 行凶后就想跑,给爷把命留在这里。 雷伐天成,十二进戒 雷系超阶技能正是针对单体强大目标的,不仅拥有雷系最纯粹的杀伤力,更具备其他系没有的雷系禁锢效果。 十二道巨大无比的雷神求助矗立在广阔的江河上,好似雷公立于上空正亲自捉拿下界牲畜,威严霸道。 红木妖军本潜入到了江底,想浑着淤泥泥沙逃走,谁知道雷神求助将他死死的困在雷法阵途中,并且万军狂雷在他伤口上来来回回的电缩着,使得他痛苦万分。 老狼,撕了他。 莫凡命令道。 敖屋。 黄文苍狼长吼着,急速冲到了雷声求助的位置,配合上莫凡的雷霆万军之力的洗礼,将这红木妖军各种撕碎。 第2484章 岩浆扫荡 一名驾驭着一头赤色脚马的男子从城镇被淹没的公路方向飞驰过来。 他正好途径莫凡,赵满言,卫荣三人这里,特意停顿了下来,眉头一皱。 卫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带着你学生在这里看戏,赶紧找地方躲起来,我去引开那头海妖君主。 赤色脚马男子语气极不耐烦的道。 姚新长老,海妖君主已经死了,尸体在那里呢。 卫荣指着江水中那一大滩蓝色浓墨道。 死了,猎者联盟的长老姚新脸上充满了怀疑,明显不太相信卫荣的话语。 长老,我们明珠学府众多老师因为这头海妖丧命,但还是全力以赴的拖延住了时间,让附近的居民成功撤离到了避难所,只是不知道你们猎人们为什么迟迟没有赶到现场。 卫荣质问道。 卫荣这番话似乎说到了姚新长老的痛苦,他脸上一变道,你是在责问我有意怠慢,害死了你们的老师们。 卫荣没有再说话。 君主及海妖一旦出现,李当是猎者联盟应对,到头来却是一群明珠学府的老师挺身而出,最终没有一个存活下来,全部死去。 那些老师很多都是卫荣多年的同僚好友,他们死了,心中怎么会没有怨气与愤怒,只是面对一位猎者联盟长老的强硬语气,他又没有了底气。 毕竟,自己只是一名高阶法师。 既然海妖君主逃走不见踪影,我还有其他要事在身。 告辞。 姚新冷哼一声,没有再理会卫荣。 卫荣敢怒又不敢言,只能够看着这明朝阶级法师驾驭着赤色脚马离去,也不知道他说的要事为何是在魔兜方向,而不是江河沿岸。 真不是东西,明明怕死不敢现身,结果还这么嚣张。 赵满言立刻朝着那位猎者联盟长老吐了一口痰,骂道。 哎,算了,算了,大难当前,有的是贪生怕死之辈,只是在联盟长老这样的高职,却如此懈怠有意迟来,实在让人反胃。 卫荣摇头说道。 卫荣在第一次见到红木妖君的时候就通知猎者联盟了,他们也明确告诉自己会有一位长老前来。 可人一直没有道,明珠学府的老师们才出手,本是想拖延一些时间,等这位猎者联盟长老赶来,结果所有人都惨死了,他都不见踪影。 要不是莫凡出现,红木妖君早就窜入到城镇中,将他的红色斜巢变得更强大了。 更可笑的是,那个家伙竟然不相信红木妖君被杀死了。 莫凡,这黄浦江中渡江妖无数,我们明珠学府肩负重任,可按照这样的情形,老师和学生们能够活下来的怕事不多了,卫荣说着,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溢了出来。 生命怎么会如此脆弱,刹那间一起出发的同僚们被一头君主全部屠杀,海妖为何会如此强大,强大到他们这些苦心修炼的魔法师们都感到无力和恐慌。 卫老师,多的就不用说了,我和赵满言都是明珠学府走出来的,没有明珠学府的大力栽培,对我们年少无知时的庇佑,也没有今天的我们。 这些渡江妖,我一头都不会放过。 莫凡重重地说道。 看到一个中年人这样泪意悲痛,莫凡也感到几分伤感。 明珠作为学府高校,大难当前是可以选择自保,退居战线后方的。 可仍旧自发地组成互将团队,老师,学生不断地付出自己的生命来保全两岸居民的撤离,这样的明珠学府,让莫凡感到自豪骄傲。 是啊。 我们怎么忍心看到学弟学妹们惨遭海妖毒手? 赵满言此时也是愤怒不已。 老狼,你现在就沿江西面扫荡,看见渡江妖就给我撕碎它。 嗷乌。 黄文苍狼显然意犹未尽,正好这条百公里的黄浦江里,还有树枝不尽的高级海妖,绝对可以让他杀个尽兴。 老赵,你不擅长杀,萧院长他们在堵入海口,你去萧院长那边帮忙。 莫凡对赵满言说道。 好,保管不会让其他海妖再潜入到黄浦江中。 赵满言点头道。 我要你卡住那里,别放走一头渡江妖回大海。 莫凡杀气十足的说道。 渡江妖,既然进来了,一个都别想走。 有你的,包在老子身上,定给他们来个关门打狗。 赵满言朝莫凡竖起了拇指。 江连着海,那些渡江妖行凶,一旦遇到强大的魔法师肯定马上钻入到江河之中游走,甚至可以轻轻松松回归海里。 莫凡要给他们来一个岩浆大扫荡。 黄文苍狼先一步离开,莫凡随后又呼唤出了阿帕斯。 你跟着老狼岩浆扫灭渡江妖,到电商湖与木白会合。 莫凡对阿帕斯说道。 阿帕斯本来还有些昏昏欲睡,可看到莫凡那严肃神情带着怒意的样子,便不敢再有推却的意思。 我可以召唤你的狼军团吗? 阿帕斯询问道。 你可以召唤他们。 莫凡愣了愣。 给他们开启一扇未面之门,然后用你留在他们身上的次元印记就好了。 渡江妖数量众多,有狼军团的话,效率会更高。 阿帕斯说道。 再好不过了,那就拜托你了。 莫凡说道。 莫凡自己没有使用召唤兽巢,是因为召唤兽巢有明显的时间限制,扫荡渡江妖可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完成的,黄文苍狼要和自己兵分两路的话,当然不适合由莫凡这边来开启召唤之门。 我会使用一些美度杀女王之力,如果不小心招来了异财院和圣财院的老家伙,大哥哥可要护好我哦。 阿帕斯朝莫凡眨眨了眨眼睛。 说完也不等莫凡回应,他身影化为一道浅显的光,连续跃迁几次,请客间就到几千米外了。 以他这速度,用不了多久就能够追上黄文苍狼。 莫凡看着阿帕斯远处的身影,不由摇了摇头。 这美杜莎小妞要是每次都能够这么听话就好了。 她现在的实力应该很接近当时在开罗降服她的时候了,只是她始终不愿意显露,大概仍旧想着有那么一天恢复自由之身吧。 第2485章组织毕业生 江面上漂浮着无数杂物,塑料棚,折断树木,木屋藏骸,此时这些统统沉积在了江水的一个湾口。 上游似乎有一个皮鞋厂和一个养鸡厂,可以看到众多被染成了黑油油的皮革铺在了这片江流处,上面还有许多肮脏的羽毛,以及拼命挣扎的养植乌鸡。 你确定它会在这里出现吗,副院长? 一座在高丘上的信号塔上方,几名胸前都有明珠学府校章的法师静候在那里。 他们年纪都偏大,显然不是学生。 看那边。 那位副院长忽然指着那一堆混乱不堪的江面漂浮物说道。 养殖乌鸡忽然成片的发出了惨叫声,他们比之前更频繁的拍打着自己的翅膀,可别说他们是浑身湿透了,即便是在路面上他们也没有飞的能力,一个个圆滚滚的,基本上都吃的肥镖不已。 也不知是他们的爪子被缠住了,还是水底下真的有什么东西,那些养殖乌鸡不断的被拖入到水里。 大概过个一会,他们的羽毛就会被吐回到水面上。 是一个喜欢吃鸡的海妖,系主任王方康瞪大眼睛说道。 我在这些养殖乌鸡的血液里湿了毒,它吃的越多,中毒就越深。 副院长说道。 哈哈,还是院长有头脑,那我通知其他几位主任和教授,来这里收网。 王方康惊喜道。 莫凡一路沿浆扫荡,大概清理了有十公里。 躲在深水淤泥之中的那些小妖莫凡拿它们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主要还是盯着破坏力比较强的统领级海妖。 在海妖的层次里,统领级似乎都只是中层的精英了,这渡江妖之中统领级的比例非常大,问题是魔法师里面能够真正应对统领级生物的人却只占很小的部分。 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些即便在陆地上都活动自如的统领级海妖,莫凡现在能够做的就知能够顺着江岸杀过去。 同学,千万别再往前走了。 一名学生领队模样的眼镜男子说道。 前面是什么怪物? 莫凡问道。 几十名学生,他们身上大部分都染着血迹,每个人都仓黄的从一处小沙洲的地方往外逃,哭喊声,尖叫声浑成一片。 一群海妖,一群高级海妖,他们在。 谁去救救学姐,谁去救救丁学姐呀,他被困在了沙洲。 什么,他没有逃出来,眼镜男子扭过头去,脸上满是愤怒。 他紧紧握着拳头,从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那位丁学姐应该在他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 只是,一想到那一群怪物。 眼镜男子整个人又颓丧了下去。 对不起,对不起,眼镜男子最后还是没有选择回头,只是站在原地含恨落泪。 这群学生明显都是主校区的,而且事处在毕业期,论实力的话应该普遍都达到了高阶上下。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被吓成了这幅模样。 你们不要慌,跟在我后面。 莫凡高升对这群毕业生们说道,跟在你后面能活命吗,你根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蠢货,那个眼镜学生领队恼怒的说道。 他的内心堆积了怨目,莫凡自己也没有想到一下子就变成了人家的出气筒了。 不过,想来他也是把莫凡当成跟他们一样的毕业期学生了。 从明珠学府即将毕业的高阶法师啊,每一个都称得上优秀毕业了,本是意气风发,危机当前一盏宏图,到头来却被海妖各种虐杀。 明珠学府究竟是来黄浦江猎妖,还是被渡江妖猎杀的? 你们别分散开,越分散,死得越快。 莫凡没有理会那个心态已经崩垮了的学生代表,高升对那些乱了方寸的毕业生们说道。 这句话倒是管用的。 魔法师个体对于同级别的妖魔来说跟小姬没有区别,但如果能够合理的运用好不同系的魔法,并冷静应对,还是有很大希望杀死该级别妖魔的。 莫凡很清楚,前面并没有出现君主级的海妖。 只是,统领级的海妖对于这些刚到达高阶不久的学生们来说依旧有点压力,从这群人的颓败与不安就可以看得出,自己没来之前死了不少人了。 高阶法师,人数达到三十名左右,若一盘散杀的话,估计一头统领级的海妖都杀不死。 可将他们聚在一起,齐心协力,有的时候能抵得上某些低能的超阶法师。 莫凡很清楚,整条江有太多的杜江妖了,光靠自己根本杀不完,不准和这些拥有高阶毁灭力的学生们协助,自己魔能好干了都结束不了这场战役。 都跟在我后面,我会帮你们挡住海妖的近身,你们只要给我专心致志的施展高阶毁灭魔法,明白吗? 莫凡对他们说道。 你,你指挥什么,我才是领队。 眼镜学生代表有些气恼的吼道,你根本不知道海妖有多可怕,你这个躲在后面的懦夫。 莫凡冷笑,他没有去和这个无能懦弱的家伙争吵。 哗! 江面忽然炸开,一头拥有长长的恶维海妖猛的扑上了岸边。 他拥有一双极度强壮的前肢魔壁,几乎比他身躯还要大上几号。 众学生大惊失色,他们刚来这里的时候。 就亲眼目睹一名光系的优秀毕业生被那一双前肢魔壁给砸成肉酱,一个魔法都没有使用出来就惨死了,完完全全的虐杀。 找死。 莫凡一声呵斥,眸子里有银色的光芒锐利四箭。 哼! 只是眼眸一领,空气中就出现了一次巨大震战,就看见这头凶残狂野的魔壁海妖被重炮击中了一般,猛的倒射出去,身体更是在空中变了形。 从岸边的垂直公路方向一直飞出了几百米,血浆拖了水泥公路一地,鲜艳而又触目惊心。 空气重炮。 这一招莫凡可是偷血海地的,威力确实大的惊人,那统领级的海妖再也爬不起来了。 至于那些毕业生们,前一刻还吓得四散,如鹰府冲捕食中的小鸡,这一刻看到莫凡一个眼神几乎秒杀魔壁海妖,完全呆滞了,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逃跑。 第2486章 另一位明珠女神 死,死了,一名正好在公路附近的毕业生愕然地看着旁边。 公路尽碎,碎痕延绵了几百米,沿途全是这头魔壁海妖的鲜血,还有破碎的内脏。 魔壁海妖试图地挣扎一番,可最后还是不甘地死去。 从魔壁海妖的那双硕大恶眼可以看出,他比这群毕业生们还要困惑且震惊。 为什么前不久还跟鱼虾那样被屠杀的学生,忽然间如神冰天将那样一击轰杀,没有丝毫挣扎的余地。 跟着我,没问题吧。 莫凡这个时候转过头,用自信无比的语气对这群毕业生说道。 毕业生们一个个像幼儿园的宝宝那样,起起点头。 如此神猛,还需要考虑什么吗? 莫凡根本不怕统领级的海妖。 可统领级的海妖拥有不会逊色于人类的智慧,并且他们在海洋这样一个角逐的特殊环境中生存,又怎么可能不懂得狡诈宇周旋。 像刚才魔壁海妖这样,直接扑到脸上来送的终究还是太少,所以莫凡才更需要这群毕业生们的协助。 统领级的海妖本领千奇百怪,莫凡一路杀过来,其实也没有那么顺利,有些翻江倒海,有些土毒魔扰,有些更华的根尼丘一样,动用抄阶星宫都未必可以杀死他。 就在前面,学长,那个沙舟上,有很多统领在聚餐。 另外一名更憨厚点的毕业生给莫凡说道。 莫凡从这边看去,确实看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沙舟,大概有四个足球场的样子。 可沙舟上面,一头头饿皮海妖正集体埋头狂坑,他们尾巴在外,头都冲着一个位置,像极了在吃大锅饭。 鲜红的血涂满了沙舟,肉块被频繁的抛到江水里,起初莫凡以为沙舟里面都是居民,被这群高级海妖捕捉到沙舟,然后集体用餐的居民。 等看清了沙舟上是那些被啃式的面目全非的养殖黑猪后,莫凡常常的松了一口气。 幸好,这些海妖对黑猪肉质更感兴趣,不然以这群高级海妖的本领,确实一餐就可以吃掉千百号人,那血淋淋的场面只会让人沉痛得无法呼吸。 学姐,学姐,丁学姐还没有死,丁学姐,我们回来救你了。 眼镜学生领队忽然间激动兴奋的大叫起来。 莫凡目光追去,发现沙舟不远处的桥梁上,四头鳄皮海妖正追逐着一名女法师。 女法师不断的利用桥梁的钢材镂空来躲避,身法灵巧,应对还算冷静。 只是这一座钢铁桥梁完全承受不起这种高级海妖的连续撞击,很明显要断碎了。 女法师身上有伤,事实上如果不是另外一群高级海妖在沙舟中只顾着吃的话,她根本不可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 你们就都在这里,保持好队形,明白吗? 莫凡见女法师越发吃力,果断出手。 好,咦,人呢? 在桥上了,好厉害的瞬息移动,这得有六百多米吧。 莫凡出现在了钢铁桥梁上。 那位丁学姐也难怪会让眼镜男代表那么在意,虽然受了伤,可仍就能够看得出是一位惊艳美人。 丁学姐雪白的肌肤余染血的部位极其分明,尤其是额处的伤,烟红像一束花雕。 遮住了她小半张脸,高贵的气质中增添了几分冷眉。 哄!哄!哄! 四头鳄皮海妖从大鼻孔中发出声音,他们似乎玩耍够了,直接发起了野蛮无比的冲撞咬杀,并且是四个不同的角度。 丁学姐有些无路可躲了,她反而站在原地,平静地闭上眼睛,站姿挺立。 钢铁意志 莫凡从高处笔直的坠落,双脚同时踏在了桥面上。 桥梁发出了一声嗡响,紧接着又听到四声重重的撞击声,就看见那四头鳄皮海妖鳄骨骨折,獠牙断碎。 四头高级海妖,完完全全啃在了钢墙上,自己反而伤得不轻,哀嚎连连。 是你。 丁学姐睁开了眼睛,却看到头发,衣襟因为空间意念而飞扬起来的莫凡,不由的用手遮住了惊讶而张得过大的嘴儿。 我说是哪位丁学姐,把学弟迷得神魂颠倒,原来是老同学呀。 莫凡也笑了起来。 眼前这个女学姐和莫凡是同一届的,并且正是火系的。 算不尚熟,但至少对莫凡来说比较有印象。 在木奴教这位明珠女神传出被大魔王莫凡包养了这个小道消息之后,那一届当之无愧的明珠女神就变成了火系学员,丁宇棉。 没有绯闻,始终单身,冰清玉洁,近身照更是被众多男生收藏枕下,夜深人静,身心俱疲时的慰藉。 莫凡记得自己因为学院竞斗排名有跟他切磋过,他的实力并不会逊色于自己多少。 莫凡也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 按理说那一届的学生,除了某些老油条,大部分都应该毕业了才对。 先解决这些东西,再细说吧。 莫凡知道现在不是老同学叙旧的时候,他将黑暗物质变成弹状弹到了那四四头撞碎了牙的鳄皮海妖。 你把他们四个杀了就行。 丁宇棉说道。 已经死了。 莫凡连看都没有去看一眼。 丁宇棉却没有听明白莫凡的意思,可等他往桥梁上扫去目光时,悟然间发现那四头鳄皮海妖背后出现了一张硕大的恶口黑影。 咔! 四个声音同时响起,鳄皮海妖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影子会咬向自己,骨折了的头颅在黑色气息的缭绕下被咬了下来,浑身也冒起了黑气。 影煞处决 莫凡可没有功夫跟这四头鳄皮海妖浪费时间。 在沙洲位置,那一群鳄皮海妖体型明显要比他们大上几倍,真正让这群学生们恐惧的正是这些大恶魔,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正是统领级气息。 统领也有强弱之分,桥梁上的这四头,估计只能够算是亚统领,莫凡杀他们亦如反掌。 但沙洲那一群,不少都是大统领,粗略的算过去,怎么也有二十只。 二十只统领级聚重用餐,海妖不单单是统级别要超越陆地上的海妖,就连实力等级似乎有战将以上,在陆地深山老林中才出现的统领级在海妖群体中却非常多。 有点不太好对付啊。 莫凡看着这二十头残暴,凶猛的大恶魔,一时间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第2487章不毕业的学生 他们也已经死了。 丁羽眠在这个时候开口道。 他们,莫凡用手指着那些在沙洲上埋头苦吃的大恶魔。 这些大恶魔一个个体壮如龙,尾巴上长满了钢锥一样的刺,皮肌更厚的像裹着厚厚硬泥的铁板,即便是莫凡自己要对付他们也得花上一些时间和心思。 嗯? 丁羽眠很肯定的点了点头。 莫凡还是不太相信,那些家伙明明用餐用得很舒服,想来那些被他们拖拽到了沙洲上的养殖黑猪啃完了之后,他们马上就会行凶。 要是他们的目标全部都是自己还好,如果他们一下子分成好几组攻击不同的地方,那就麻烦了,莫凡分身乏术。 不对。 这些家伙怎么还不攻击? 难道真的因为在深海之中没有吃过黑猪,沉迷在其美味之中? 自己可是杀死了那四头小恶魔,这么久了都无动于衷。 哄! 忽然,一头体型最为雄壮的大恶魔发出了一声怒吼,竟然一爪子将旁边一头小恶魔给拍进了泥土里,血肉横飞。 小恶魔半个脑袋都被削掉了,身体正拼命的挣扎着。 抢时,小恶魔试图抢走黑猪的下半截。 谁知道被大恶魔一爪子差点拍死。 哄! 另外一头体型同样巨大的母恶魔也怒了,显然那个暴躁的大家伙动的是他的孩子,于是母恶魔扑了上去,与暴躁的大恶魔扭打在了一起。 暴躁的大恶魔身边有几个兄弟,他们很快也加入了战斗之中。 而母恶魔身边同样也有几头熊恶魔,他们也卷入到了里面。 一时间整个沙洲变成了大恶魔之间的混战,他们相互撕咬,相互踩踏,刚追的尾巴从那些铁板一样的脾肌上甩过,一大片鲜肉给扯了下来。 江水不断的被拍打到高空中,这些大恶魔从一开始的争抢食物到分成两派厮杀,最后变成了彻彻底底的自相残杀,厚厚硕大的尸体浸泡在了宽广的江水中,不见下沉。 那些毕业生们更是一个个欢呼了起来,看到他们撕咬的所剩无几,一扫之前的恐惧,在旁边兴奋的嘶喊着,恨不得他们打得更激烈,全死了最好。 莫凡站在桥梁上,看得有些呆住了。 好一会,莫凡才将目光落在了丁宇棉的身上。 这是你的杰作。 莫凡问道。 你忘了,我是心灵戏法师。 丁宇棉回答道。 莫凡还真计不得了,可仔细一想,海妖即便再没有智商,也不至于因为一两头黑猪内斗成这个样子,肯定是有什么特殊的蛊惑魔法,让他们变得残暴,让他们自相残杀。 大恶魔都是统领级的,而且有二十只的惊人规模,莫凡之前还在头疼怎么解决他们,谁知道丁宇棉心灵系能力这么强大,让他们相互撕咬,这一下子就解决了大半。 还留了几头,都是遍体鳞伤,莫凡只是用暗影系魔法将他们困死在了满是血浆的沙周处,然后由那些毕业生来解决他们。 正好这群毕业生需要重拾信心,让他们亲手杀了这些统领级海妖最合适不过。 莫凡对丁宇棉的实力刮目相看,不禁道,你的谜地还着急的救你,看来是多余的担心了。 刚才确实很危险,我的专注力在那些大恶魔上,最后这四只实在没有精力去应对了。 丁宇棉说话软软酥酥的,特别好听,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帮我脱困。 你没有从明珠学府毕业吗? 莫凡问道。 丁宇棉摇了摇头,道,我没有参加毕业考核。 明珠学府主校区的制度还算宽松,学生如果没有达到毕业的资格,可以继续留在学院之中前修。 莫凡看出来了,丁宇棉的实力远超了毕业标准,但他似乎不愿意离开明珠学府,便一直待在了那里,至于是什么原因,这就说不好了。 大概是对明珠学府特有的环境情有独钟吧,也没什么不好的。 哦,好的。 丁宇棉带着耳机,他似乎接到了什么讯息,正认真的听着。 莫凡在旁边,耐心的等着。 丁宇棉的实力很强,而且他的心灵系本领远胜于他的火系。 莫凡在清理渡江妖,正需要一个能够将海妖们引出来的心灵系法师,最好能够让他们愤怒加深,不会选择逃跑和泥丘打法。 这样倾脚起来会事半功倍。 丁宇棉挂断了通讯,那双带着些许暗蓝的眼睛稍稍抬了起来,注视着莫凡。 他是属于娇小玲珑类型的,个子不高。 副院长那边出了状况,就在离我们五公里外的江湾处,我一个人过去可能改变不了什么,你能协助吗? 丁宇棉神情凝重道。 大妖。 莫凡问道。 嗯? 丁宇棉点了点头。 那让这些毕业生们从这里清扫过去,我们先行一步。 莫凡说道。 好。 整条江都需要清扫,不过解决了这群聚众用餐的统领级大恶魔后,接下去的海妖这些毕业生们对付起来不会太困难。 我们去副院长那里,从这里到江明河口大海有五公里,这五公里的海妖务必处理干净,任何一头海妖闯入居住地,避难所,都可能带来重大伤亡。 莫凡对毕业生们说道。 那位戴眼镜的毕业代表看到莫凡和丁宇棉竟然走到一起了,心有不满的嘀咕起来,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去,不是人多力量更大吗? 不出意外是一头拥有掌控人心神的君主及海妖。 丁宇棉说道。 丁学姐一定要小心,我们保证会完成这五公里江面的清扫。 我们一定可以完成。 明珠最强。 一听是君主,这些学生马上就没有脾气了。 他们被统领级的海妖各种虐杀,遇到君主级还不是连面都没有见到就伸手一触。 不属于自己级别的战斗,就不要掺和进去。 莫凡和丁宇棉火速赶往江明河口,具体情况莫凡也没有多问,抵达那里之后自然会知道。 只是,海妖君主出现的频率未免也太高了一点,这还不过是一群闯入到黄浦江中的渡江妖,正面战场中的海域里,又会有多少君主级? 第2488章 魔沟妖鬼 江明河口 刚抵达,河水里就浮现出了一株千年老张树身躯头颅是西的怪物,他正追逐着一名风系的魔法老师。 那名魔法老师没有能够逃离张树摩西的锥席,被一口吃进了那横跨江面的张树身躯里。 莫凡皱起了眉头,一时间不知道这个怪物究竟是什么,也不好判断它的级别。 可是怎么看都不觉得这是一头海妖啊,更像是某种深山老林的妖怪。 是召唤生物。 丁宇棉很快就识别出了那个张树西魔。 海妖也会召唤术,莫凡一脸吃惊道。 是人召唤的。 丁宇棉指了指另外一边,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 这名老者就站在张树摩西旁边,不仅没有受到攻击,一些建设过来的魔法能量都会被老张树怪物给挡去。 看来,这张树摩西正是白发苍苍老者的召唤兽了。 奇怪,那老头不是召唤系的老教授吗? 莫凡说道。 莫凡在青校区的时候入的就是召唤系,依稀记得有那么一位胡须花白的召唤老教授给他们那少的可怜的召唤系学生讲过课。 仔细一辨认,确实是正在操控张树西魔的老头。 可他不杀海妖,怎么反而让自己的召唤生物攻击其他魔法老师? 他被操控了。 丁羽绵眼神灵力的注视着那名白胡须老教授。 老教授虽然是站在河岸边,可他的脖子上正有一圈触手一样的东西给死死的缠着,触手的内侧有更细小的针管状肉须,死死的钉入到老教授的脖梗里,让白胡须老教授看上去跟一具已经窒息了的死尸一样冰冷可怕。 他好像是个死人。 莫妨感觉不到老教授的生命气息了。 嗯,但操控他的东西,丁羽绵预言又止,他的目光忽然落在了信号电塔那里。 钢筋信号塔上有许多镂空之处,此时一根根像是涂满了蜡一样的触手正穿插在这些镂空的地方,将其完全填满了。 繁杂交错的触手最后都在一个腰身上交汇,腰身之上是一个全身冰蓝色蜡像般的女人,胸部,手臂,脖梗上也布满了油腻腻的鲜艳鳞片,还早一样的头发卷曲如长条如虫那样搭了下来。 假如只是一个远远的影子,会不小心将她看成是一个穿着公主棚裙的女人,还有一头刚刚烫卷质感极好的头发,但看到其完整的面貌后,会发自内心的觉得恶心,丑陋,甚至有些甚人。 这东西,怎么看上去有点像猴子描述的那个魔钩妖鬼? 莫凡自言自语道。 当时张小猴的描述略带夸张,莫凡以为张小猴是当时在海底过长时间,心灵和视觉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偏差,才会将一头妖鬼形容的古怪畸形。 可现在见到了一个和张小猴口中说的一模一样的海妖后,莫凡觉得张小猴的言语能力实在有点苍白,这东西比他描述的要怪异,争鸣多了。 难道真的因为深海里没有光,大家就随便尝一尝,无拘无束的丑陋? 如果真是猴子遇到的那个深海怪物,那这东西是非常擅长蛊惑人心的。 莫凡很快明白,为什么那个召唤老教授在攻击其他魔法老师了。 魔钩妖鬼 这只应该不是张小猴在渤海遇到的,但属于相同的品种,极度危险,擅长操控心神。 丁宇棉,赶快想办法解开周教授的心骨。 副院长面容憔悴的说道。 这位副院长似乎是知道丁宇棉底系的,在这个关键时候也特意呼唤他过来协助。 莫凡,你对付那个张树怪物。 丁宇棉对莫凡说道。 不是应该对付那个东西吗? 莫凡用手指了指信号塔上面的家伙。 信号塔上,魔钩妖鬼看上去非常悠闲,时不时还会将自己身下的触手撩起来,用那一双齐长的有些过头的手去整理上面的肉刺,就像一位优雅的贵妇在整理自己的群居,这场厮杀。 丁宇棉之前利用大恶魔的残暴,贪婪,使得他们自相残杀,谁知道海妖之中一样有心灵操控的强大存在,他也在把控着人心,让明珠学府的教授,导师们相杀。 我来,你对付他很吃亏。 丁宇棉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严肃与庄重。 大概他已经探知到了深海妖鬼的实力,知道这是一个深海极度恐怖的生物,必须全力以赴。 莫凡也没有勉强。 对付这种擅长攻心的海妖,他的本领根本施展不开。 倒是阿帕斯在的话,应该可以分分钟叫这个深海妖鬼怎么作妖,可这会阿帕斯估计快到电商湖了,离这里太过遥远。 莫凡瞥瞥了一眼白胡须的老教授。 老教授将直直的立在那里,那张脸完全的青涩。 尽管他身体还有活动的迹象,可莫凡根本无法从他身上感觉到一点生命气息。 他死了。 这深海妖鬼躬心之外,还会拥有亡灵操控之术。 他让白胡须老教授看上去还活着,并通过老教授的意念去指示他的张树西魔召唤兽。 张树西魔实力相当强悍,想来这些导师,主任,教授里面有一半是被张树西魔给重创和杀死的。 没有别的办法,要先停止下这场自相残杀,就得解决掉这头老教授的召唤兽。 丁宇棉,你解不开周教授的心骨吗? 副院长满额的汗水,正艰难的和另外一名教授对抗。 那名教授应该也是一名强大的抄接法师,副院长将其他敌人给击溃了,唯独这名暗影系的教授他难以对付。 当然,最大的威胁还是那头张树魔叻,是白胡须周教授最强的召唤生物,几乎已一敌十。 不行,周教授已经死了,他现在更像是一个被控制的亡灵,心灵系魔法对这种亡灵没有作用。 丁宇棉摇了摇头,很肯定的回答道。 那你也不能让一个学生去送死啊,他怎么可能是张树西魔的? 副院长对手两个字还没有说出口,就看见那名年轻的学员一拳轰出了一条几百米宽的绒江河川,赤红刺目的岩浆把宽阔的江面给截断了。 而张树西魔庞大的身躯更是在这惊人的全力两下滑行出去,无数高温的燕蛇窜到了这头强大的魔军张树身躯上,肆虐的蔓延。 第2489章杀了我 副院长都傻眼了 多少名主任级的导师联手,都没有伤到那张树魔兮的一块老树皮。 这名年纪轻轻的学生,怎么一拳就掀翻了这头扎在江水淤泥中的张树怪物。 论修为,他们这里有不少高于白胡须的老教授,可老教授有一头霸道至极的召唤魔物,正是张树魔兮,骑铁一样的张树树皮让所有人的毁灭魔法都起不到任何破坏作用。 毅力在魔沟妖鬼面前,他们这群老师不仅跨不过去,还屡屡伤亡,实在艰难之下副院长才想起来在学院里有一位总是不愿意毕业的心灵系学生。 他的实力并不会逊色于很多教授主任,并且还是重要的心灵系,于是副院长联系了丁宇棉。 谁知道,丁宇棉还没有出招,反而是他带过来的一名年纪轻轻的学生猛如龙虎,让其他几位同样修炼火系的主任教授都自愧不如。 老教授,得罪了。 莫凡对那位已经死去了的教授道了一声。 从情绪上,莫凡已经感觉到了这头张树魔兮将他们这群人当作杀死了自己主人的仇人了。 他会不死不休,莫凡只能够将他杀死,免得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张树西魔行动起来不是特别方便,他的根粗壮却总是需要扎根在土壤里,这样他更上层的身躯才可以非常大力的扭动,旋转,从而让那些锋利的枝鸭如爪子那样拍击,横扫。 莫凡使用的是火系,为了让这场战斗更快结束,莫凡借用了小炎机的天火,让张树西魔始终无法扑灭掉那些淬炼天极烈火。 张树西魔主要还是植物属性的妖物,惧怕的就是强大的火焰。 莫凡天火一出,这张树西魔更是难以招架,他的那些繁密无比的锋利之鸭不断的被莫凡给焚成灰,硕大的身躯也一下子被烧得瘦小许多。 植物妖魔大多数生命力比较顽强,莫凡连续的动用新弓技能,最后让烈焰瀑布浇灌下来,才终于让张树西魔彻底化为一团熊熊火焰。 信号塔上,那头魔钩妖鬼古怪无比的眼眸正转向了莫凡这里,似乎对强大的火系能力的莫凡产生了几分兴趣。 丁宇棉已经靠向了他,他同光不停的变换色彩,那戏在他发丝上的发金无风飘舞着。 魔钩妖鬼带着几分不屑,他开始蛊惑其他几名被他操控了的老法师过来对付丁宇棉。 丁宇棉眼神一领,一道无形的灵魂连衣荡开,将那几名被操控的导师给直接击退。 被击退的那几名导师从地上爬了起来,看上去倒没有受什么伤,只是他们一脸的迷茫,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又在这里做什么。 你们被那个邪恶的海妖控制了心智,快离那个怪物远一点。 副院长见这几名老法师终于清醒过来,急忙说道。 这几名老法师下意识地退到了更后面,心灵系的攻击本身就非常难抵挡,要是再落入到了这个魔钩妖鬼的心灵补套中,不知道还能不能像这次一样幸运地活下来。 魔钩妖鬼眼睛终于盯着丁宇棉,长长的舌头从他那张丑陋冰冷的脸吐了出来,一副正在打量着美味食物的贪婪样子。 你能对付得了吗? 莫凡询问道。 我先压制他一部分精神力,不然你们都很难碰到他。 丁宇棉神情无比严肃道。 好。 莫凡没有急着靠近。 张小侯说过,这种魔钩妖鬼相当擅长射人心魄,莫凡对这种生物是最没有什么应对力的,还是听从丁宇棉的安排。 丁宇棉气质此时已经改变了,平常看向他,他如同一位若不禁风的碧雨女子一般,眼睛清澈地向天山上圣灵的湖泊。 这会他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傲与强势,完全是一位站在山巒宫殿上的女神,神圣不可侵犯,而她的眼眸更变成了长空之中最令人无法直视的烈日,这一片黄浦江两岸所有的植被都要被焚化为灰烬。 猎心幻童。 丁宇棉长吟一声,煞石周围洒落下无数金色光芒,一缕缕竟然清晰可见。 魔钩妖鬼刚才还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感受到烈日聚拙的铜光后,立刻从信号塔上窜到了地面上,摆出了严阵以待的样子。 同样的,魔钩妖鬼瞳孔也在变幻,红魔中有那么一束古怪的三叉珊瑚鬼火在摇曳着。 色彩斑斓艳丽的海水莫名的掀了起来,与丁宇棉那烈圣铜光激烈的碰撞在一起,不断产生朝着四面八方散射开的刺芒。 斑斓之水与金灿灿红光,这两种物质本是互不干涉的,但在魔钩妖鬼与丁宇棉的精神世界里,他们就是可以厮杀,撞击,冲破,四两只身穿着战袍的微元素军团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中激战,胜负难料。 他没有事吧? 莫凡见丁宇棉如一尊木雕那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急忙询问副院长。 同样的,魔钩妖鬼也跟石化了一样,他和丁宇棉就那样相互凝视着,那种色彩差异巨大的精神厮杀外人是看不见的,无论是金灿灿的铜光,还是斑斓之水。 放心,宇棉是我们学府数一数二的心灵法师,他可以战胜这只海洋怪物。 副院长说道。 莫凡一时间也无法插手,心灵之间的较量其实只是在一瞬间的,他现在只能够协助副院长先帮其他几个神志不清的老师给制服了。 莫凡,杀了我,快。 忽然,丁宇棉叫了一声。 莫凡刚打算去帮其他人,听见丁宇棉的声音立刻使用瞬息移动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快。 丁宇棉声音带着一些尖锐,是一种挣扎过后的抉择。 杀了你,莫凡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舍弃掉了自己的本体吞噬我,我的心谋会杀了你们所有人。 丁宇棉叫道。 莫凡皱起眉头来。 丁宇棉和这个魔钩妖鬼的精神较量败了吗? 魔钩妖鬼正在控制丁宇棉。 丁宇棉非常恐慌,他似乎还藏着某种更强大的能力,一旦让魔钩妖鬼得逞,这里的人都会死。 第2490章双重陷阱 莫凡,你快按照丁宇棉说的做,他的心谋,一旦施展不仅会杀死他自己,还会让我们所有人产生强烈的自问想法,而且难以抗拒。 副院长脸色都变了,似乎非常清楚丁宇棉心谋的可怕。 丁宇棉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学生,副院长接手过来的时候,就非常小心的呵护着,不敢让丁宇棉的情绪有过于剧烈的波动。 因为他的情绪,不仅会影响到他自己的行为,更会传播给周围的人。 他怒,周围的人会随之愤怒。 他若产生厌世心理,身边的人更会极高频率的刺杀。 副院长将丁宇棉接到明珠学府之前,他因为过度悲伤,使得一整座学校的师生集体避弃自亡。 正常人是无法做到避弃自亡的,因为在窒息到了极致的时候,哪怕你意志力再坚定,身体本能都会选择呼吸,选择活下来。 可丁宇棉的情绪波及就是可以做到,那次事件影响巨大,索性有高人及时发现,让这场可怕的心灵操控终止了,但,仍旧有一位心脏本就衰竭的老师死去了。 副院长了解丁宇棉的一切,他喜欢在明珠学府,不选择毕业,副院长当然更加欣慰,一方面他情绪比他年少的时候稳定很多,另一方面在明珠学府里,他这个院长也可以时刻监管着,避免出现之前那次可怕的事件。 莫凡,快按照他说的做,不然会死更多人,不能让那个妖鬼操控丁宇棉,丁宇棉天生罹难能力比这个海妖可怕百倍,副院长见莫凡还在迟疑,顿时大吼道。 莫凡看着丁宇棉,他眼神带着几分恳求,恳求自己及时将他杀死,似乎连他自己都害怕自己那无法控制的能力。 好。 莫凡重重的点了点头。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能够这样做。 雷穴遍布在莫凡全身,此时莫凡调动了身体里所有的雷穴力量,并将它们凝在了自己的指尖。 雷指。 一指看似随意,可指尖上蕴藏着能量却是庞大到足以摧毁山鸾。 一束误然至极的雷电光,在莫凡的指尖绚丽无比的射出,一圈又一圈庞大壮观的雷电光衣在这雷指光飞逝过的空气中荡开。 扑。 雷电光指打向了副院长,直接从他的胸口位置穿透了出去,随后排排雷电光衣将其甩到了半空中,灰色的云端之中,密密麻麻的雷电劈向了副院长,将他的身体一块又一块的分解。 哎呀呀。 副院长发出了凄厉至极的惨叫声,听上去根本不像是一个人类的声音,反而如深渊之中啼叫恐怖的鬼怪在痛苦长嚎。 你,你疯了。 那几名刚清醒过来的老师们惊呼一声,对莫凡大怒道。 你们觉得一个好好的人,可以发出这种鬼叫声,莫凡反问道。 空中,副院长的身体继续被雷电瓦解,从血块变成了血珠,只是,当那一大滩血珠落下来的时候,那几位老师惊骇的发现全部都是蓝色的。 蓝血。 副院长怎么会是蓝色的血? 空。 副院长刚死去,魔钩妖鬼忽然间就发出了悲怒的啼叫声,从刚才那种石化状态马上疯狂扭动起来,那样子更加争鸣机翼。 同一时间,丁宇棉也清醒了,他那双眸子恢复了最初的清澈与平静。 跟老子玩这种把戏,给我去死。 莫凡一个转身,直接跨过了丁宇棉冲到了魔钩妖鬼的面前。 雷电成爪,左右撕裂,就看到只爪雷成十道,带有极强的雷电切割之力。 魔钩妖鬼尝试着用身体下面的那些触手群来抵挡,可这种生物精神类能力是比较强大诡诈,自身身体的防御能力却远不如一些君主级的海兽。 找雷切开他的触手,将那些触手撕成了无数根,魔钩妖鬼上半身一样被雷电割开,更加浓郁的蓝色血喷洒了出来。 空。 魔钩妖鬼头颅也被切割成鸡块,临死前发出不甘的怪叫声。 他的精神控制如此高明,为何会被这个看上去莽撞无比的人类识破? 莫凡嫌弃到看了一眼魔钩妖鬼的尸体,发现他蠕动着的那些触手居然没有将死,竟然自主的围在一起,像是在保护着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 莫凡直接一脚踩出密密麻麻的蜘蛛网撞雷电之力,将那些恶心的触手给击烂,然后顺手拾起了一枚纯蓝色的脏精。 在日本的时候,莫凡就知道海妖的这种内脏结晶价值非凡,魔钩妖鬼这样特殊强大,他的这蓝色脏精应该也很值钱吧。 收好宝贝,莫凡回头看去,发现之前那些与副院长站在统一战线的主任,教授们像是机器断去了电源,齐刷刷的倒在了地上。 而还能够好好站着的,就只有丁雨棉之前唤醒的那几名老师,以及丁雨棉本人了。 丁雨棉缓缓地走到了那一滩蓝色的血中,并从中剪出一串看上去很普通的项链。 这项链没有在莫凡的雷电中粉碎,显然不是一般的配饰。 丁雨棉用河水清洗掉了上面的血液,又小心地擦干,保存了起来。 莫凡朝着他走去,忽然一股极强的自责感在心中涌起,尤其是看到丁雨棉那伤心的背影。 自己是不是可以用别的办法来保住副院长的性命? 为什么非要杀死他不可? 自己在担心心慈手软会酿成更大的错误,可这不也说明自己能力不够,没有承担这一切后果的勇气。 对不起,我的情绪会影响身边的人,你不用自责,你做了最正确的选择。 忽然,丁雨棉的声音传来。 莫凡恍然大悟。 原来丁雨棉真的具备这种强大而又可怕的能力。 我奶奶过世的那天,我照常去了学校,却险些让全校失声蔽弃自亡,使副院长及时出现,劝导了我。 我很感谢他,也感谢他这些年对我的照顾。 丁雨棉转过身来,眼睛里泛着一点泪光。 抱歉,我有的时候还是很没有人情味的。 莫凡无奈道。 丁雨棉摇了摇头,接着道,就是因为我感谢他,发自内心尊重他,才会判断错误。 我是一名不合格的心灵戏法师,换做其他心灵强者,踏入这里的那一刻就应该明白,这里所有人都被操控了。 第2491章 复仇杜江妖 需要自责的应该是丁雨棉自己。 他本该带着怀疑,毕竟面对的是一个可以操控人心的魔钩妖鬼。 副院长呼唤自己过来对付魔钩妖鬼,其实也是魔钩妖鬼的一个把戏。 魔钩妖鬼操控了这里所有人,并制造出了一边被操控,一边是轻刑者的假象,然后不停的让副院长或者其他人呼唤增援,将增援者全部杀死。 在那座信号电塔后面,已经有上百具尸体了,全部都是明珠学府学生和老师的。 他们两个到来,假如不能够识破这个陷阱,一样会成为那个尸坑中的一员。 这就是海妖的心智,歹读到了极点,更残忍到超乎人类的想象。 莫凡不杀是副院长,副院长也一定偷袭自己,并将自己杀死。 你是如何察觉到的? 丁羽棉有些好奇,询问莫凡道。 魔钩妖鬼一定是发现了莫凡的战斗力相当强悍,所以在与丁羽棉斗争的时候,开始迷惑莫凡,让莫凡分不清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目标。 先解决掉丁羽棉,再处理掉莫凡,这就是魔钩妖鬼的计策。 只是,莫凡似乎看穿了这一切。 我一位朋友遇到过这种妖鬼,知道他们最擅长搬弄是非,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带着很高的警惕。 另外副院长要我杀你的语气未免也太肯定了,正常人本应该是分不清,犹豫不决才对,于是我用一样特殊的东西对他进行了一番鉴别。 莫凡解释道。 特殊的东西其实就是欺诈之眼。 莫凡也是在大中山上的时候发现欺诈之眼似乎可以识破这种心智操控,只是老晋咒法师和吉南帝王的级别过高,欺诈之眼识破的并不够明显罢了。 魔钩妖鬼没有那么强悍的修为,他的控制当然会更容易识破。 可惜,欺诈之眼好用归好用,每使用一次就等于在告诉阿帕斯那个歹毒可怕的姐姐自己所在的位置,不是已经起了戒心,正常情况下莫凡还真不会使用他,真的很难想到呼唤他们过来的副院长也是被控制了的。 他们,他们都被埋在了那后面。 清醒过来的主任老师走来,指着信号塔后面。 莫凡和丁宇棉一脸的疑惑,走向了信号塔那里。 掀开那扑盖在泥潭水上的碎羽毛,忽然泥潭中浮现出了无数残断的尸体。 这些尸体,赫然是明珠学府的学生和老师,他们就像是被遗弃在沟渠中那些病死的家禽,与肮脏的羽毛混在一起,看得莫凡和丁宇棉都有些揪心。 你们不是第一批赶过来的支援者。 他们被我们欺骗,然后我们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杀死,又眼睁睁的看着另外一批人被欺骗到这里,主任老师痛苦的掩面,在说着这番话的时候都分成了好几次说。 莫凡和丁宇棉都觉得有什么东西扼住了喉咙,呼吸都要停止了。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 魔钩妖鬼在这里设下陷阱,不断的控制着副院长和其他教授老师去呼唤别的人来救援,然后残忍的将所有救援者都杀害。 莫凡和丁宇棉是其中之一,在此之前还有那么多人,他们。 丁宇棉已经不敢看了。 他此时更加自责,自责自己的盲目。 他过于相信,尊敬副院长,以至于不愿意用心灵魔法去鉴别他,去怀疑他。 这差点酿成大错。 要没有莫凡的果断杀伐,不仅是他们两个要死在这个双重陷阱中,接下去还有更多的人会步入这个死亡圈套中。 丁宇棉身子轻微的颤抖着。 别难过了,至少不会再有人踏上这条死路。 莫凡拍了拍丁宇棉揉肩,算是安慰他。 嗯? 丁宇棉身呼吸一口气,尽量去压制住自己内心的愤怒与悲痛。 还好,这个魔钩妖鬼终于被杀死了。 宁珠学府还有那么多老师和学生,若再不能杀死这魔钩妖鬼,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抛尸在那个坑中。 丁宇棉很努力的收拾好自己的情绪,他不想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其他人,那样只会比魔钩妖鬼所做的事情更残忍。 这些天杀的海妖,手段残忍的令人发指。 莫凡越发的愤怒。 也不知道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还发生了什么。 丁宇棉声音低沉。 整条黄浦江那么长,莫凡已经雷霆手段在清扫了,可还是不可能及时救下明珠学府的人。 明珠学府的学生和老师,有不少就如飞蛾扑火一般,他们很多人根本就不是任何一头海妖的对手,可为了能够保证黄浦两岸的居民安全,他们又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牺牲。 丁宇棉,你的情绪影响到周围的人是怎么回事? 莫凡忽然询问起这件事。 应该是一种天生天赋吧,只是很多时候我自己无法驾驭,在很多人眼里,这更像妖幻,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厄运。 丁宇棉低声说道。 他一直不离开明珠学府,是因为明珠学府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容身之所,可以让他内心保持平静。 走出了明珠学府,他害怕当初年少的事情再发生。 莫凡沉思了一会。 丁宇棉这种能力似乎有点类似于秦宇而怕。 秦宇而是天生浑种,所到之处天寒地冻,冰雪久久不化。 丁宇棉是心灵的波及和影响,附近的人会随着他的情绪变化而产生一些过激的行为。 是很强大的心灵天赋,又称之为罹难者的妖孽天赋,无法自我控制。 你能够影响海妖吗? 莫凡问道。 这个,丁宇棉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的这个能力很强大,我一个超阶修为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你的愤怒与悲伤,可如果只是你自己用坚强的方式去排解掉这种情绪,太过可惜了,我在想,如果你可以将这种情绪扩散到海妖的身上,兴许可以大范围地摧毁杜江妖,给死去的老师,学生们报仇血恨。 莫凡说道。 丁宇棉惊讶地看着莫凡。 大部分人还处在悲痛和恐惧海妖的残忍时,莫凡想到的却是如何解决眼前的困境,如何为死去的人复仇。 这种生生不息的斗志与精神,让丁宇棉内心豁然。 沉痛毫无意义,必须复仇杜江妖,那样才可以保护好其他还活着的人。 第2492章 超然力 排山雷幕 刚才我在和魔沟妖鬼较量的时候,其实获取到了一些他们海妖的一些思维方式和信息。 丁宇棉说道。 魔沟妖鬼在窥探丁宇棉的记忆,想要通过最内心最深沉的阴影与恐惧来击垮丁宇棉的意志。 但魔沟妖鬼在窃取他人思维的过程,丁宇棉也会相应的获得他们海妖的精神思维,算是一种精神交互。 换作是其他人,可能很难保存下魔沟妖鬼这种生物复杂的思维结构,毕竟深海。 阴暗,邪恶的生物只会带给一个正常人无穷无尽的心灵扭曲,令人崩溃。 丁宇棉不同。 他在心灵上有着非同常人的天赋,他可以消化掉魔沟妖鬼的一些思维。 非常好,其实我们到现在对海妖群体都算是一无所知,更多人是死在不了解他们。 莫凡惊喜道。 我能够感觉到魔沟妖鬼一种来自于种族本能的优越,他们将自己当作是尊者,智者,先知,蔑视一切又主宰着一切。 丁宇棉叙述道。 你可以模仿吗? 莫凡询问道。 模仿,丁宇棉没太明白莫凡的意思。 就是模仿他的那种尊贵,或者说在海妖群体之中的那份主宰气息。 这个魔沟妖鬼既然操控着我们的人来引诱更多的人踏入他的陷阱中,所以我想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你控制模仿魔沟妖鬼的沟通方式发出求救信号,让那些渡江妖聚拢到这里来。 莫凡说道。 魔沟妖鬼可以用这种方法,那么他们人类为什么就不能使用? 而且海妖中,心智与智慧偏高的其实也就魔沟妖鬼这种自称是海洋先知的生物,其他妖物的思维没有可能那么精密复杂,更容易上当。 我可以试一试,但,我们怎么一下子对付那么多度江妖? 丁宇棉问道。 将他们诱骗过来倒没问题,要怎么杀死他们呢? 丁宇棉并不确定自己的悲伤自吻,可以影响到海妖群体。 没关系,你只管让他们聚拢过来,剩下的事情我来解决。 莫凡非常自信道。 好,我一定做到。 丁宇棉重重的点了点头。 江水一直在倒灌,从海洋涌向陆地的海啸使得半条黄浦江的水都逆流了,于是江明河口位置两种不同流向的江水撞在一起,形成了一片涌动的泥泞湖泊。 莫凡和丁宇棉回到了江明河口,这里足够宽阔,人员也疏散得足够远。 那个沙洲已经被江水给吞没了,残破的铁桥梁还在。 丁宇棉站在桥梁上方,一头精美的发丝迎着凉风飞舞着。 他在分析这魔沟妖鬼的思维,很快他就发现,这魔沟妖鬼确实在渡江妖群体中拥有极高的地位,绝大多数海妖都必须听从他的指令。 海妖的头脑。 所以他们才会极其聪明的利用江流道勇,直入腹地。 怎么样?莫凡询问丁宇棉。 我只解析了部分。 有很多复杂的思维结构还需要给我足够的时间去琢磨,但将渡江妖聚拢过来应该没有问题。 丁宇棉脸上难得有了一丝笑容。 好,开始复仇,让这群海妖知道我们明珠学府的愤怒。 莫凡斗志昂然道。 丁宇棉看到莫凡这个样子,感觉之前的悲伤都减轻了很多。 这一次,丁宇棉真正感受到眼前的这个男子一个有感染力的人,不是通过什么心灵魔法,优秀的言论,而是他的实际行动。 那我开始了。 丁宇棉认认认真真的询问。 开始。 从海洋倒灌进来的浪潮与滚滚向东的江水在此处激烈的碰撞着,每隔个半分钟左右就可以听到一声海潮拍打悬崖的巨响。 两边的水浪撞击后会轰然炸开,紧接着形成两股不同方向的红浪打向两侧。 起初,这里只有江浪在激昂的鸣鼓,但不久之后,轰隆响声从两侧同时传来,不同流向的江水上,有一大群黑漆漆,绿油油的妖物在狂持。 宽有近一千米的浆都要被填满了,不仅是江面上在踏浪前冲的,江水之中数量更多,都见不到他们的真面目。 江水里那些杂物要么粉碎,要么被撞到空中,那种可怕的沸腾让睁开眼睛的丁宇棉都感到几分恐慌。 太多了。 如果不是使用魔沟妖鬼的精神思维,丁宇棉都不敢相信这江河之中竟然藏匿着数量如此庞大的渡江妖,远比他们起初预计的要多。 别害怕,很快这里就会变成他们的熔炉坟场。 莫凡站在丁宇棉旁边,他镇定,自信,甚至带着几分对战斗的执着痴狂。 什么场面没有见过? 这和胡夫金字塔踏平一片平原的景象相比,根本算不得什么。 嗯? 丁宇棉重重的点了点头。 不能害怕,这份情绪不仅会影响到其他人,更会在模仿魔沟妖鬼的精神波纹中露出破绽。 不用一只一只的找,事情就简单多了。 莫凡勾起了嘴角。 他面向着江河倒灌的那一边。 就先从这边开始。 还在这群渡江妖老远时候,莫凡已经在将自己全身的雷雪激发,并且不停的往面前的一个混沌漩涡之中抛进强劲的雷电。 时机把握的还算刚刚好。 超燃力。 排山雷幕。 莫凡猛地向前推去,煞时风云变色。 一根根粗壮至极的柱雷豁然出现,其触碰江水的底部,雷痕成千上万四珠网,其顶部更有几百道片状云雷分裂遍布天空。 这些柱雷庞大而又壮阔,似一座座连成山木而耸立着的山峰,立于天地之间霸气震撼。 轰轰轰轰。 他们可不是静止着的。 这些山峰一样的柱雷在顺着江道推进向前,千米江宽全部被笼罩。 每一根柱雷都充满了毁尽之力,更不用说是这样一大排展开,完全就是一个可以分割两界的雷效天平,山巻与大地都略显渺小了。 渡江妖群体正往这里冲来,迎面而来的正是这样一个山峰排列一般的雷幕,推进横扫的速度更是快的惊人。 想要撤退逃跑,可已经来不及了,雷幕范围极广,柱雷底部扩散开的雷痕都充斥了整条江河。 第2493章前来狩猎。 腰躯变成了血块,四分五裂。 血块又变成了粘稠的血珠,彻底崩解。 江河涌过来的成百上千头渡江妖基本上没有存活的,就看见红色的血液和蓝色的血液浑在了一块。 铺满江面的残骸,粉碎的头颅,焦黑的鳞片,掉落的獠牙,面目全非的海妖尸体,景象骇人。 一旁,丁羽眠看到这一幕,那双精灵的眸子里布满了震惊之色。 太强大了。 雷系魔法纵然是元素之中毁灭力最霸道的,在莫凡手上却不知道比其他法师强势了多少倍。 起初丁羽眠还没有明白莫凡不停地将雷电力量甩入混沌漩涡中是何用意,现在看到这一边的渡江妖如草剑那样被雷电撕碎,才误然明白这是莫凡在增强着毁灭雷幕的威力,提升到最大程度。 排山雷幕推进了有将近一公里,那些更后面的海妖都没有幸免,蔓延开的强劲雷电丝肆意头头冗长扭动着的子芒,肆虐的在江水漫开的泥泞湖泊地带横游,速度极快。 一些没有在排山雷幕正面范围的小杜江妖一样遭到毁灭电击,身体被数量众多的雷电撕盲打穿,焦黑的窟窿出现在他们不同的部位。 好厉害! 丁羽眠脸上荡开了一个笑容。 学员们对海妖束手无策,导师、主任、教授们又遭遇阴险强大海妖的毒害,就感觉总有什么堵在喉咙处,难以呼出。 而此时,丁羽眠鹊感到几分畅快淋漓,这种畅快源自于莫凡那丝毫不讲道理的雷系毁灭大能,什么阴谋诡计,狡诈一遍都只能够在这雷历中化为乌有,这才是雷系法师。 还有另外一边,莫凡没有时间去欣赏自己制造的这场血淋漓作品。 他走向了桥梁的另外一侧。 两边渡江妖是同时涌进来的,其中有不少都是大统领级的海妖,以他们的速度很容易在一个魔法间歇之间便扑到面门上。 丁羽眠也在担心此事,他其实也没有预料到魔沟妖鬼在海妖之中拥有如此高的地位,模仿他的精神方式释放出来的那种海妖讯号竟然一下子引来如此惊人数量的渡江妖。 就有一种号令之下,渡江妖默感不从的感觉。 会不会数量太多,丁羽眠往这边看过来的时候,才意识到这次有可能过头了。 另一边的渡江妖数量更多,最前面几头乘风破浪的海妖兽更是气势凶猛,野性十足,强壮的体魄怕是能够将一些礁石小岛都给摧垮。 莫凡的排山雷目是特意蓄积,积攒了很长的时间才变得毁天灭地,那么现在没有了雷系魔法,他又要怎么消灭这一大群? 别慌,你只要确保他们不会逃跑。 莫凡对丁羽眠说道。 丁羽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非常相信莫凡,即便渡江妖海妖兽扑到了不到两百米的距离,仍旧没有后撤的意思。 你们走得出我的虚暗空间吗?海里来的畜生们。 莫凡忽然左手握拳。 下一秒,莫凡和丁羽眠前方的区域诡异的顿入到了昏暗之中。 就如同黄昏忽然间替换掉了阳光明媚的午后,天地沉暗,阴霾笼罩,偏偏莫凡和丁羽眠所在的这里光度又与正常地带没有任何的不同。 扭转 莫凡全向的倾触,虚暗区间猛地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扭转。 那一群即将扑到莫凡脸上的海妖兽更发生了诡异的变相,竟是一口咬向了后面的海妖群体。 而莫凡和丁羽眠,更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所有的渡江妖后方。 丁羽眠亚异无比,他感觉自己是站在原地的,空间就好像忽然间转了一个方向,所有的渡江妖便莫名其妙地跳过了自己所在的位置,朝着桥梁另外一头远去。 混沌有变 丁羽眠着才意识到,莫凡使的是什么能力。 莫凡没有回答,混沌系魔法只不过是将这群渡江妖们困死在一片自己设下混沌陷阱的地带,真正的杀招并不是这个。 渡江妖群体如同一群被斗牛式戏耍了的公牛,他们穿过了斗牛式的红布,却被灵巧的斗牛式移行换位。 他们迟钝的调转方向,再一次扑了过来。 事实上他们已经被困在了莫凡的虚暗空间里,哪怕没有次序的扭变,他们也休想逃脱这庞大的黑暗囚龙。 混沌不过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防止渡江妖中有强大的存在撞碎这虚暗世界。 反反复复,次序扭变就是如此,无论敌人的数量是一,还是千,踏入到这里就必须遵守这里的次序。 莫凡就是那个娴熟的斗牛式,混沌魔法便是他优雅的红布,身姿轻盈的一旋,浩浩荡荡的渡江妖再一次到了身后。 他们开始质疑了。 丁宇棉急忙对莫凡说道。 低阶的海妖或许还会一直沉浸在这种情绪之中,高阶的海妖自然会怀疑丁宇棉的精神扩散。 没关系,他们已经是尸体了。 莫凡笃定道。 丁宇棉瞪大那双美丽的眼睛。 这一大群渡江妖明明一头都没有死,难道莫凡真的可以跟魔术师那样一挥袖,让这群恐怖的渡江妖一下子消失在这个世界。 虚暗之阳 黑色的气息浓厚的像是液体在流动,像是泥潭那样覆盖在了整条江面上。 事实上黑暗一直都存在,死死的困住这群渡江妖的正虚暗区间,混沌魔法让渡江妖们在虚暗区间中都圈子,虚暗区间却在一点一点的改变着周围所有的物质。 江水沦为黑色的汪洋,连绵无尽,分不清方向,更看不见前方。 空气弥漫着浓浓雾矮,死亡的味道,恐怖的气息,任何深陷在黑暗下的生物都会产生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距异。 天空更彻底变成了一个黑漆漆的空洞,像是会吸走一切。 虚暗统治了所有,包括江水深处,全部都是这种浓浓的黑暗之息。 影异长者,开始你的盛宴。 莫凡用呼唤空灵的声音道。 这位黑暗未面的尊者并不喜欢人类的世界,哪怕是黑夜浓浓的生命气息都让他浑身不舒服。 但如果莫凡能够像今天这样花心思的打造出一座如此广阔,巨大,黑暗特制的王门之地,影异长者会非常恶意前来狩猎的。 第2494章影异邦 影异长者身穿着一件锯齿边的斗篷,看不见他的双腿,唯有那斜翼高大的身子。 立于黑暗之阳上,影异长者完美的诠释了死神气质,他一双幽深的瞳孔里,似乎为每个生灵都标记上了死亡时间。 他一只手自然的下锤,另外一只手用臂弯搭靠着扛在肩上的长柄上。 长柄的另一端自然是死帘,多数时候影异长者都会使用这柄可以切割开人胸膛,并勾住人灵魂的武器。 结结结 影异长者的笑声都格外特别,格外悚然。 他扭过头,往莫凡这里看了一眼。 浓烈的黑暗一如死亡沼泽中,影异长者非常的满意,这个看向莫凡的眼神也好像在说,小子有心了。 结 影异长者豁然飞跨黑暗之江,孤身迎向了那浩浩荡荡的渡江妖大军。 就在莫凡以为影异长者会挥舞着那黑暗死连大肆斩杀时,影异长者双手捂起那长柄,柄的另一端赫然是一个沉重满是追击的血锤。 血锤大的惊人,因为黑暗雾矮总是浓浓的缭绕在影异长者的身旁,所以莫凡看到影异长者扛着一个长柄的时候,下意识的就认为是长连。 结果影异长者一轮,直接就是血浆肉酱满天飞大型血暗铁锤。 这一血锤砸下去,感觉整个虚暗区间都颤抖了起来。 冲杀在最前面的那几头身强体壮的海妖兽本是全身灵凯,脚似斗兽,谁知道影异长者这暴力狂锤将它们打得天旋地转,什么灵凯,什么奸骑,什么腰脚全部碎烂。 锤 爆锤 影异长者在莫凡的浓郁虚暗区间中,实力更加接近他在黑暗未面的状态,那一锤子只要抡起砸下,必定出现大量尸体。 海妖与海妖的尸体混在一起,都分不清究竟是什么物种了,才短短几分钟时间影异长者脚下的黑暗江水中就泡满了残骸。 锤和莲相比,粗暴,直接,几个重锤下去,渡将腰群体都被震住了,一时间没有了之前那横冲直撞不惧一切的勇气。 影异长者沉浸在那群大统领的屠月中,终于将他们砸得稀烂面目全非之后,这才又转过身来。 他单手拽着柄,那粘着血块的沉重狼锤在大统领的残碎尸体之间摩擦着,景象恐怖至极。 就这样,拖着沙路长锤,影异长者一步一步的走向渡将腰大军。 每多踏出一步,影异长者的旁边就会有一团黑色的邪气如原地旋风那样涌起,紧接着一名影异侍卫就与影异长者并排而行。 影异侍卫似乎受到了这位长者大佬的影响,竟然手握的也不是暗笔之类的刺杀武器了,赫然是斧锤,扛在了肩上。 侍卫越来越多,他们每一个都持着血迹斑斑的武器,由影异长者这个许珠一般拖拽重锤大将带领,就那么招摇霸道的走向渡将腰群体。 别说是丁宇棉看得一愣一愣的,连莫凡自己都看傻了。 影异长者,黑暗未面里德高望重的尊者,掌管着影族生杀大权,纵然没有帝王者的气魄,那也相当于诸侯之风的存在。 为什么在此时演绎出来的却像极了民国时期的黑帮? 什么统一黑披风,什么统一铁锤,锤斧,狼头之类的武器,摇摆着牛气的步伐,脾翼十足的拿狼头,锤子的姿势。 莫凡总算明白什么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了。 影异长者是一个放浪形骸的杀戮者,手底下的影异是为一个个有模有样的学去了。 偏偏这看似斧头帮的架势,透出来的那股屠宰之势绝不是街头帮派那种虚张声势,反而更接近于一种囚禁虐杀。 就如同一个连环变态,血腥无道,他已经将目标控制住了,接下去要做的不过是选择一种将目标杀死的方法。 用常见的镰刀,刀斧也好,用更加令人恐惧绝望的狼头铁锤也好,等待这群杜江腰的,就是一个惨绝的下场。 影异长者长锤当前,锤道之处必定鼓,林爆裂。 影异侍卫们在长者气场和虚暗区间中实力更是暴增,他们排成排,有序的清理着这群杜江腰,根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对待这群凶残歹毒的海妖,就应该这样以暴制暴。 在死亡艺术上,黑暗未面的生物不知道领先这些深海妖族多少个层次。 莫凡非常认同影异长者的行径,对待海妖,要让他们害怕,将恐惧因子注入到他们骨髓里,一定得让他们明白侵犯这个国家的城市,领土,残害人类,要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海妖的尸体堆满了江河,原本汹涌流动的江水都彻底滞留了,堵塞在这里的残骸甚至都浮到了水面上,更在桥梁的前后叠成了一座新的沙洲。 之前这里就有一个沙洲,满是饲养黑猪的尸体和大恶魔的肢体碎片。 但现在这个沙洲重新出现了,不是沙土而成,正是渡江妖们堆积成山的海骨。 丁宇棉第一次目睹这样的景象,堪称噩梦血景。 但他没有特意的移开视线,他不允许自己有这样软弱的情绪。 因为他清楚,假如堆积成山的不是渡江妖,那么遍布浙江河的必定是居住两岸的居民,那才是真正的绝望无疆。 内心波澜归波澜,丁宇棉尽可能的让自己平静与镇定。 每次有所波动时,他都会下意识地看一眼旁边的莫凡。 莫凡表情冷酷,眼神漠然,明显是早已经见惯了这样的场面。 可丁宇棉清楚,眼前的这个人丝毫没有怜悯之心的人其内心就像烈火闪电,触碰到其底线的必定遭受最激烈狂野的怒罚复仇。 乱世之下,容不得心慈手软,更容不得犹豫不决。 必须杀法果断,必须雷霆反击。 唯有这样,才能够守护住这条百公里的江河。 作为一名心灵系的法师,心都不坚定,怎么应对那些眼里只有杀戮的狡诈海妖? 丁宇棉觉得自己今天上了很重要的一刻。 人无法决定自己天生的因素,就像罹难心灵,带给负罪的过去,可如果自己心性可以跟旁边的这个人一样坚定,就不再是带给人恶难,而是最坚实的守护。 第2495章 幸存之阵 影翼帮是极有素质的,垂满了整条江的海妖尸体后,顺带将他们给腐蚀了,让现场看上去跟什么也没有发生那样,讲究环保,注意公共卫生。 丁宇棉的精神力已经消耗干了,莫凡自己这边。 暗影魔能和雷系魔能也不剩下多少。 这两个强大的魔法都是莫凡蓄积已久的,别看都只是一个技能,可一次的消耗都远剩十几个完整的星宫。 同样的,莫凡精神上也有些疲倦。 不过能够一次性解决掉这么多渡江腰,莫凡才彻底安心了许多。 渡江腰的数量远超预计,不能够用这样的手段来将他们彻底扫除,明珠学府不知道要损失多少学生和老师。 残魂精魄数量还真不少,就用来强化土系魔法吧。 莫凡这次可算是血传。 暂且不说海妖的内脏结晶,光是纯净完整的精魄就快有一麻袋了。 这些直接得到的精魄是可以拿出来卖的,考虑到土系是小天种级别了,越是强化其初阶,中阶,高阶技能,提升的威力就越强。 自从土系拥有了天种,莫凡就将原本扩充狼部落的残魂精魄用来强化土系能力,如此即便没有土系的超阶修为,光靠天种威力,掌控力,几大副效,一样可以达到别人超阶的水准。 莫凡和丁宇棉虽然都需要等待精神恢复,但他们也没有离开这条极度危险的江河。 无法一次性面对如此庞大数量的海妖,他们可以到一些江河分支的地方巡逻,哪怕不使用极其消耗精神力和魔能的高阶,超阶魔法,莫凡一样强大。 莫凡,魏荣老师让我们去一趟冰镇。 丁宇棉对莫凡说道。 好。 莫凡道。 冰镇是在一个很完美的河湾之中,假如没有水患的话,这里一定是一座最具江南特色的小镇了。 这里很早就遭到了渡江腰的袭击,但似乎没有任何人逃离出去。 渡江腰的袭击持续有一段时间了,这样一个几乎被江水给包围住了的小镇,想来也不可能有几个人可以存活下来。 里面还有幸存者。 莫凡和丁宇棉赶到了冰镇的镇口。 这里有一大牌柏树,地势稍微高一些,从这里眺望过小湖泊一样的田地,正好可以看见那些浸泡在水里的房屋。 起初我也以为是有幸存者,但不久前列者联盟接到了一个救援信号,说整个冰镇的居民都还活着。 魏荣说道。 那怎么可能啊,冰镇是最早被淹没和袭击的地方,像其他几个这样地形的村镇,基本上连幸存者都没有,这个都被水泡着的镇子哪里可能全部都活着。 那位学生代表说道。 现在我也不太清楚情况,看眼前这个样子,这个信息可能有误啊。 魏荣叹了一口气。 在这样的大灾下可以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是很令人欣慰的,只是到了现场,这里一片泥泞,江水几乎遍布了整个镇子,半个人影都没有看见,倒是一些渡江腰的身影时不时掠过。 所以一定又是某个海妖的陷阱,海妖最擅长蛊惑人心了,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毕竟我们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处理,有更多地方需要我们。 学生代表说道。 丁宇棉梢抬起头,看向旁边的莫凡。 莫凡并不认可学生代表的这个看法,他摇了摇头道,镇子里没有尸体,没有血迹,也没有残骸。 那会不会是有什么可以生吞的巨型海兽,一口吃掉几千人的那种神话海怪,比如说昆妖什么的。 学生代表道。 弱智游戏玩多了吧你? 巨型海兽出现的话,一定会造成很明显的破坏痕迹,这个小镇的建筑物保存的都很完好,有破损的都是小妖的行为。 莫凡说道。 这个,总之,我们就是没有看到活人啊,别说一整个镇子的居民了,三两个都没有。 学生代表道。 这样吧,学长和学姐你们就在这里先休息,养足一些精神,探寻,找人这种小事情就交给我们好了。 一名暗影系的学生说道。 好,小心一点。 魏蓉已经重新整合了学生队伍,将一些不同系,不同本领的学生们组合成一对,这样行动起来果然是有效率多了,不至于像之前那样一盘散沙。 莫凡和丁宇棉确实需要休息,这种事情就不去勉强了。 正好,学生们需要锻炼。 不是海妖能力上远胜人类法师,而是在海洋那种凶险的环境下,海妖具备比人类法师更强大的厮杀意念,他们生下来就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之中,而人类法师里面有太多半桶水和沉迷在都市中忘记了战斗的人。 有点饿了。 莫凡摸了摸肚皮。 酣战了这么久,都没有来得及吃点什么。 你居然还有胃口。 丁宇棉瞪着漂亮的大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我胃口反而更大了。 莫凡说道。 从空间着里翻了翻,里面就只有一些肉干之类的食品,这种东西吃多了,真的会享土的,可用来补充体能又非常有效。 无奈的啃了一块,莫凡就原地坐下进入到了明修之中。 没多久,莫凡便进入了状态,而旁边的卫荣、丁宇棉还有其他毕业学生们都有些敬佩的看着莫凡。 这种环境下能够这样闭上眼睛明修的,都是猛人。 法师明修多数都需要一个清静、舒适、安全的环境,不然很难完全集中精神。 别看这里是一片地势高企的地方,可周围还都是滚动的江水,海妖也随时会袭击过来。 莫凡这等于是在战场上瞌睡啊。 其他人,学不来。 莫凡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位暗影系的学生回来了,老远他都嗅到了这个学生身上淡淡的暗影气息,哦,相对于莫凡来说是太淡了。 卫荣老师,莫凡学长,丁学姐,居民们竟然真的都还活着。 这位暗影系学生欣喜无比的说道。 啊? 可他们在哪? 卫荣继续张望。 难道在那些没有浸泡的房子里,可海妖不会将他们拖拽出来吗? 第2496章明智的决定 这名暗影学生大致说了一下情况,莫凡则是让他带路,亲自前去看看。 天色渐晚,暗影能力可以施展的更自如,跟随着这名暗影学生穿梭过了小镇,抵达了镇子后街位置的学校。 他们都在里面。 莫凡有些诧异道。 是的,而且不在楼里。 暗影学生道。 莫凡跟着这名暗影学生进入到了这座小镇学校,学校似乎有些破败了,如今大部分孩子都在更大的城市中上学,镇子学校多数没有几个学生。 在学校大楼后面有一座矮矮的小山包,上面都长满了杂草。 这里面,有个防空洞。 暗影学生指了指半浸泡在水里的一个山包洞口道。 莫凡仔细观察,这才发现这个山包并非全部都是泥土,竟然是用非常坚固的岩石堆砌成的。 防空洞,其实也就是避难所。 此时周围的江水基本上淹没到了洞门,小山包也就一座房屋的大小,没可能可以有容纳的下一个小镇子人的体积。 如此说来,居民们全部都在地底下。 而且,是在江水弥漫的更下面。 风得很紧,水完全渗不下去,如果不是发现了最上面的杂草处有一个通风口,我都不会找到这里。 暗影学生有些得意的说道,难得可以在学长面前表现了一下自己。 做得好,我们从通风口进去。 莫凡说道。 有一个隔绝结界,我进不去。 暗影学生尴尬道。 没事,跟我来。 莫凡是什么修为,普通的隔绝结界哪里挡得住他的盾影。 穿过了通风口,这个通风口做得相当隐蔽,冗长,海妖即便发现这里有不对劲的气流,估计往里面探了探最后都会放弃,因为它更看上去像是某些地鼠洞,蛇洞之类的。 弯弯绕绕,甚至还有一些岔口,终于莫凡找到了隔绝结界的位置。 混沌戏法。 莫凡有些惊讶,通风口被设了一个障眼法,让绝大多数生物即便探索到了这里,也会觉得这里已经是洞底了。 难怪那群海妖不停地在小镇附近游荡,始终都没有发现这里。 莫凡和那名学生闯了进去,没过多久通风口的转动风扇出现了。 穿过了风扇,一个非常宽阔的地下房空洞豁然出现,莫凡和那名学生听到了非常轻微的说话声音。 有状况。 忽然,一个紧张无比的声音响起。 几名皮衣的法师快速地集结到了通风口位置,他们眼睛死死地盯着一团影子。 别紧张,我是明珠学府的学生,来救你们的。 暗影学生显现出了真身。 皮衣法师惊喜地看着他。 发出去的求救信号总算是有回应了,太好了。 整个镇的居民都在这里,莫凡的声音忽然响起。 那些皮衣法师一个个都吓了一跳,跟见到鬼一样转过身去。 尤其是离莫凡最近的那个马尾女子,她脸上满是惊恐之色,不知道莫凡这家伙是什么时候闯进来的。 可可,这是我学长,她修为比较高,你们没发现她而已。 暗影学生急忙解释道。 哦,哦,哦。 身穿着皮衣的法师,他们是这一带的城市猎妖队。 似乎这次避难就是他们组织的。 让莫凡相当意外的是,整个防空洞相当于一个比赛篮球馆大小,里面密密麻麻坐满了人,男女老少。 这里人多,却一点都不混杂。 每个家庭都有一片自己的小区域,喝水,睡觉,闭目养神,有些人在交谈,可他们交谈的声音都非常小。 正常情况下这样一个容纳了近万人的篮球馆,一旦坐满基本上是人声鼎沸,喧嚣声即便在街道外面都可以清楚的听到。 这里可以称得上安静,没有看见恐慌,哭泣,更没有尖叫,大家显得比较平静。 灾难下,一个队伍都会产生分歧,争吵,情绪波动的现场,更别说是这样一个近万人的封闭环境,对外界的一无所知,幽闭的狭窄空间,以及其他人流露在外的不安,很容易产生群体崩溃效应的。 你们这里,谁在指挥?莫凡认真的询问道。 哪里谈得上指挥,就是大家落难了,组织在一起,增加存活率。 皮衣法师里面,一名三十出头的男子说道。 此人年龄不大,模样却沧桑不已,留了很邋遢的胡须,可看得出来他面容本是英俊的。 这位是我们房江城市猎妖队的队长,马勇,在大西北军区担任过军谋。 那位马尾女子带着几分自豪的说道。 宾镇的人能够安然无恙,绝对是队长马勇的功劳。 他在这里任职之后,就很认真地记下了每个地方的避难所,放空洞,疏散点,驿站,包括通往他们的道路,桥梁,线路。 江水漫起,海妖来袭,马勇没有让居民们四处逃窜,他太清楚冰镇的地形了,周围被江河缭绕,哪怕跑出了很远,还有不少水田,池塘,泥湖,海妖活动的范围非常广,速度又远比人类快。 若是出逃,基本上这里变成了狩猎场,能活几个,就看海妖的猎食速度。 其他一些村镇的真实案例表明,幸存者不超过三位数。 近万的人口,幸存者不过百,就可以知道海妖是有多凶残可怕,数量又多到什么程度。 所以,队长马勇没有将居民往外带离,而是果断的逃入到了这个特殊的放空避难所之中。 避难所在地下,入口有岩石,有重门。 将通风口隐藏好,并且尽可能的不发出过嘈杂的声音,就有希望逃过一劫。 你做了最明智的决定,其他像你们这样在河湾处过近的,都,那位暗影学生没有把后面的话说下去。 只是一点在大西北的经验,人员大量流动只会成为妖魔的重点目标。 马勇苦笑道。 话说,军队来了吗,外面的海妖都被扫荡了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去了,我孩子好像有些缺氧,通风口太小了,大家都觉得凶闷起来。 一名中年男子满脸憔悴的走来,急切的问道。 救援来了吗,救援来了吗? 太好了,我们总算熬过去了。 军队来接我们了。 里面的人似乎发现了有外面的人进来这里询问,一个个都激动了起来。 暗影学生和莫凡反而一脸尴尬,不知道如何作答。 第2497章 实物匮乏 很抱歉呐,诸位,军队现在大多是在海岸线和长江入海口处,来这边的暂时只有我们。 这些明珠学府的人。 暗影学生急忙开口解释道。 明珠学府也行啊,都是一群魔法高材生,你们来了多少人,那名中年憔悴男子说道。 只有六个人。 这! 六个人! 冰镇的居民们听到这个,刚才高涨的情绪马上就降下去了,甚至可以看到他们的抱怨和恼怒。 我们被困在这里这么久,为什么始终没有人来增援呢?难道我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中年憔悴男子情绪开始激动起来。 是啊,我们躲进来的时候,什么物资都没有,现在大家都饿着肚子,靠喝脏水为迟,要是再不来救我们,我们不被海妖吃了,也会饿死的呀。 政府难道放弃我们了吗?一时间,整个防空洞里嘈杂恐慌了起来,人们之所以坚持是因为能够看到希望,可坚持到现在却发现根本没有希望能够出去。 大家别慌,大家别慌,请听我说几句好吗?队长马勇站到了高处,高声说道。 近万人的狭小地带,恐惧和慌乱是会传染的,要将他们安定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马勇非常坚持,他不断的重复着这句话,任凭声音怎么盖过他的话,他仍旧在高喊着,尽可能的让更多的人冷静下来。 马勇声音开始沙哑,他这样却是有效果的。 终于宾镇的居民们慢慢的安静下来,他们即便沮丧,哭泣,也尽可能的把声音放低。 乡亲们,大家别放弃呀。 不是组织上不重视我们,你们想一想,其他和我们一样在水边的村镇,那可是都被海妖吃光了呀,我们大家能够活下来,已经是老天爷眷顾我们了,所以更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想办法怎么离开,尽量配合前来救援我们的人。 马勇声音沙哑无比。 马队长,真的太辛苦您了,没有您和您的小队的话,众人见这位队长如此尽心尽责,都有些惭愧。 我们这里暂时是很安全的,海妖发现不了我们。 现在整条黄浦江有成千上万的渡江妖,而明珠学府更付出了生命代价在扫荡这些凶残的妖魔,我们大可以在这里耐心的等待,渡江妖被全部清理干净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走出去了。 马勇接着说道。 这倒是事实,我们莫凡学长可是一位超阶强者,他和丁学姐可是杀死过一头君主级的海妖,而且海妖的尸体堆满了江明河口,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大家就可以安然无恙的离开。 暗影学生也急忙说道。 猎妖队的其他队员们目光纷纷落在莫凡身上,一脸诧异的样子。 能杀得了君主级生物,那眼前这位法师,堪比一支军队了呀。 原来是有星号师在呀。 能杀上千头海妖的星号师。 那就好,那就好。 宾阵居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反而情绪平静了下来。 有什么比拥有一位超阶法师在场更令人在这乱世之中安心的呢? 诸位,确实没有必要紧张,你们现在的位置非常安全,海妖们完全发现不了你们。 事实上,哪怕上头派一支军队过来将你们救出,这附近一带渡江妖隐蔽,潜伏,大量人员迁徙更会引来更多强大海妖,伤亡在所难免,军队也不能够完全保证你们这近万人的安危。 所以,眼下最好的办法是,你们继续待在这里,等到渡江妖清理完毕,再一个不少的走出来。 莫凡对宾阵的居民说道。 这个时候抄接强者的话语就特别有微信,众人没有太多反驳之声,事实上他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个防空洞的隐蔽。 没有人真的愿意去面对那些凶猛可怕的海妖,有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就足够了。 稳定下众人的情绪之后,马勇队长和他的队员们便与莫凡开始商量起来。 我们现在这里最缺的就是食物,其他都还好。 马勇说道。 这个应该好解决。 莫凡说道。 我们通风口太小,闸门又不能打开,近万人要吃东西,恐怕很难运的进来。 马勇说道。 放心,这个也好解决。 出了防空洞,莫凡和暗影学生回到了之前的柏树林。 将里面的情况大致描述了一遍,魏容露出了欣喜之色,表示马上就会让猎者联盟的人准备足够多的食物。 真好,还有这么多人活着。 丁羽眠脸上有了一丝笑容。 看到了那么多血腥画面,也看到了尸体浮满了江面,所以才会觉得一个这样最危险的阵子能够保存下来更加可贵。 莫凡继续明修等待。 魔能就是一切,精神饱满才能够继续清理渡江妖,莫凡不会浪费一分一秒。 也不知过了多久,莫凡被魏容的愤怒之声给吵醒了。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那个姚新长老,杀妖他不来,救人他迟到,现在让他安排猎人团队护送食物过来,他们竟然说这样等于是在给渡江妖送餐,也拒绝了。 魏容气得整张脸都通红。 就没有见过比那个姚新长老更让人恶心作呕的法师,大难之下,尽显人渣气。 我们人太少了,运不了那么多食物啊,而且我们怎么短时间弄到食物。 暗影学生张卓说道。 莫凡睁开眼睛,询问起魏容,猎者联盟不来的原因。 有一群深海卢兽,他们强壮蛮横,霸占了一块深水浆流,那些猎人们不敢从他们眼前过。 魏容说道。 哦哦,卢兽,不就是卢鱼吗? 莫凡问道。 差不多吧,不过他们平均体长都达到了七米,鳞片厚如铁甲,游动前冲的时候相当于重型卡车,根本没有什么能够挡得住他们。 魏容说道。 正好,可以请乡亲们吃自助了。 莫凡似乎有了办法。 其他人却一幅没有听懂的样子。 现在食物都运不过来,近一万人要吃东西,能勉强维持他们饥饿都不错了,还谈什么自助餐呢? 第2498章火除炎机 丁羽绵、魏容、张卓都特别不解,莫凡只说去去就来。 几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柏树林这里等待。 丁羽绵和魏容想要进去看一看居民们的情况,于是前往了防空洞。 附近仍旧有海妖在游荡,他们两人索性雷霆出手,把镇子里那些小妖们都给清理掉,防止他们找到那个防空洞。 海妖们应该也有某种特殊的呼唤方式,只要一头小妖误闯里面,发现了还有这么多人类聚集,肯定会去呼唤大量海妖群体过来用餐。 安全起见,统统处理掉。 大概过了有两个小时,莫凡终于回来了。 暗影学生张卓在柏树林那里等候,结果发现莫凡不仅是自己回来的,身后居然还拖拽着一艘艘白色的硕大渔船,场面骇然无比。 等莫凡走近了,张卓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一艘艘渔船,竟然是一头头被什么东西串在一起的海妖渔兽。 吞卢兽? 张卓和眼镜学生代表都看傻眼了。 莫凡也太生猛了吧,这些吞卢兽可都是海妖中的重量级妖疆,结果被莫凡如草鱼那样串在一起拖了过来。 就有一种老爷爷傍晚归来,腰间用草绳系着一串肥肥和鱼的感觉,脸上写满了惬意。 那谁,去市区里买个几麻袋调料过来。 莫凡指了指学生代表道。 买调料干嘛? 这还用问吗,没吃过烤鱼吗? 烤鱼? 烤吞卢兽? 人家是海妖啊,强大,凶残,见活物就吞得生海妖将领啊,不是寻常什么夜宵店里那种四五斤的火鱼烧烤。 我们这是要吃海妖吗?学长。 张卓小小声的问道。 有什么问题吗?我以前在日本尝过,把海妖的鳞和皮都刮掉,像这种深海鱼妖的肉质,相当美味珍贵的,在日本都有一条海妖鲜接呢,他们高价收购海妖的新鲜肉质。 莫凡说道。 说着这些话时,小颜鸡已经自己从契约空间中飞了出来。 一听要烤东西,小颜鸡最兴奋了,马上伸出了小小可爱的手掌,分别朝着掌心上喷了两口小火星唾沫,俨然一副大干一场的架势,偏偏又可爱至极。 别急啊,我先去淋去皮,内脏也得清理了。 莫凡对小颜鸡说道。 学长,这个我可不会。 张卓急忙道。 没事,我自己来,你负责把后面的吞颅鱼给整理下,大概有个石头吧,以他们的体型也不知道够不够吃。 莫凡说道。 莫凡走到了第一头吞颅鱼的旁边,随手一扬,空气中误然出现了许多旋转的气刃。 意念操控,细致入微,换做以前莫凡还没法如此精确的把控,现在作为一名抄接的空间戏法师,用气刃完成这种高难度的刀工也不成问题。 刷刷刷刷刷。 气刃数量过百,在莫凡的意念下共同操刀,一头大卡车级的吞颅兽不用几分钟就被刮了个干干净净,就连腹里的内脏也都全部清理了出来。 张卓的第二戏正好是水戏,莫凡就让他打下手,把清理干净的吞颅兽给洗干净。 小颜机,开烤,全熟哈。莫凡这名主厨招呼起了火厨。 令,小颜机可开心了,直接架起了一个虚空炉子,将吞颅兽给弄了进去。 任凭你鱼肉有多厚实,天火来烤,绝对能熟透。 火大了,火大了,别烤焦了呀。 令。 用温火,小颜机,这样才能够确保外焦里嫩。 令。 张卓在一旁清理着吞颅兽,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话语来形容这对特殊的欢乐主仆了。 明明是紧张,危险,九死一生的灾难气氛,为什么这里出现了祥和的老父亲手把手教闺女烤炉鱼的画面呢? 香气飘出,第一条吞颅兽已经有了黄金之色,莫凡一边操控着气刃处理其他吞颅兽,一边撒调味料。 这些调味料是莫凡空间手镯携带的,经常在野外的缘故,作为吃货国的翘楚,没有油盐酱醋葱蒜酱这些必备品,都比魔能空乏更没安全感。 有了调味品,那香气,假如莫凡不把这片空间给隔绝了,估计十里之外的渡江腰全部都会被吸引过来。 来,张卓,你先尝一尝,辛苦你了。 莫凡用空气刃切下一片鱼肉来。 这一片鱼肉,在吞颅兽身上是一小片,可端在手上有超过人的手掌,一头吞颅鱼不知道够养活多上人。 谢谢学长。 张卓受宠若惊,居然吃第一口。 他其实也饿得不行了,行动这么长时间,看到那么多可怕的画面,更多是没有胃口。 只是这烤出来的吞颅鱼兽,太香太香了,刚才张卓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张卓一口咬下去,脸上的表情都变了。 美味,绝对美味。 即便火候偏大,调味偏淡,依然能够感觉到这吞颅鱼兽肉质的鲜美嫩感,这和那些饲养的,野生捕捉的都不是一个级别,不愧是修炼过的海鲜哪。 好吃,太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味道的烤鱼,张卓一口气吃完一大片,满嘴油腻,恨不得直接扑到烤好的黄金颅鱼兽上面,趴在上面啃起来。 嗯,嗯,那个没有什么不是吧? 莫凡询问道。 不是。 您是说腥胃什么的吗,完全没有,这种深海鱼明显不清啊。 张卓回答道。 不是,不是,很多鱼兽肉质特别好,但为了防止老辈吃,他们肉里会有一些毒素,嗯,你吃了没什么事情的话,那父老乡亲们吃就没事了,很好,食物解决了。 莫凡满意的点了点头。 张卓下巴差点因为拉开过大拖就…… 学长,不带你这样坑学弟的。 泪流满面啊,张卓总算知道学长和他的严肌为什么不吃第一口了,原来是怕有毒啊。 学长,我们要怎么搬进去呀? 张卓哭笑不得,开口问道。 我在里面设了一个空间点,我会将他们传送进去。 莫凡说道。 那,我家把劲清洗,可不能让乡亲们饿着了。 张卓说道。 第2499章 海鲜自助 丁雨眠,卫荣已经进入到了防空洞中,他们看到了居民们都安然无恙,更是欣慰。 只是,他们很快发现不少长辈们忍着饿,将一点点干粮留给小辈们吃,每个人无精打采,鸡肠碌碌的样子,更是有些心疼和无助。 我一定要去和姚新长老算账,简直太过分了,卫荣越想越愤怒。 每个人都那么艰辛的活着,为了等待一点点生机,尽可能的抑制内心的恐惧和绝望,到头来身居高位的猎者联盟长老却贪生怕死,运送一点食物都不敢。 老师,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将这里的情况告诉外界吧,兴许外界会有一些热心人士协助我们帮大家摆脱困境。 丁雨眠说道。 卫荣长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劈了命跟姚新长老斯比,一样也无法改变他那贪生怕死的心。 那个,大家请把中央的位置空出来。 忽然,莫凡的声音毫无征兆的闯了进来。 旁边的人都吓一跳。 莫凡这家伙什么时候出现的,利用暗影系盾影也不至于啊。 大家看去,莫凡身边还有一些空间的折痕,似乎是使用瞬息移动直接进来的,难怪都没有一点预兆。 空出来干什么呀? 马尾的女队员问道。 不要地方摆盘吗? 莫凡反问道。 有吃的了,猎妖队队员激动的说道,眼睛都开始放光了。 事实上他们自己都饿得不行了。 空间手镯这种物品是比较少有的。 至少猎妖队的工资买不起,而莫凡自己的空间手镯容纳量并不大,也不能靠这个来运送物品,最多自己自足。 恩,这边让出来,对,对,再退开点,那边的同志,你不走开会被尾巴给砸死的,好了,大概就这样。 莫凡一番指挥,等到有足够空间后,忽然朝着空中打了一个响指。 啪! 这想指格外清脆,就看见面前的空间出现了银色的光线,他们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描画出一个特殊的曲面,曲面与曲面又相互衔接在一起。 银色曲面最终变成了一个有光芒移动交织的虚幻区域,里面有什么大体积的东西正一点一点的浮现。 空间传送 几个人都看着眼前,露出了惊讶之色。 尤其是卫荣和丁宇棉,他们可没有想到莫凡的空间修为都高到这种程度,居然可以定点传送物体。 物体还没有到,一股喷香之气鲜迷漫开,那是令人为之精神抖擞的肉香,不腥不腻。 本来大家还有一点定力的,可以闻到这味道,口水哗啦啦的流出来。 好香啊,妈妈,有人在烤好吃的。 我饿,我饿。 是烤鱼的香味。 宾镇的居民们一下子躁动起来,最饥饿的时候闻到这种味道,绝对致命。 卫荣,丁宇棉,队长马勇,马尾女子几人站在那里,他们待了许久,愣愣的看着眼前的空间被一条肥硕,黄金,香料铺满的烤鲠鱼给填满。 这鱼是鲸鱼吗? 怎么这么大? 这东西,看上去有点眼熟啊。 卫荣仔仔细细的辨认起来。 当他看到这烤鱼特殊的头骨部位时,顿时瞪大了双眼,震惊之色无以复加。 天哪! 这不是吞卢兽吗? 不就是让那些连者联盟惧怕,不敢过来运送食物的海妖兽吗? 他们怎么熟了? 还外焦里嫩,香气扑鼻的。 莫凡,你你你你怎么把海妖给烤了,魏荣惊呆了,说话都结巴起来。 放心,这肉质很好,老人家都能咬,而且张卓试过了,没毒。 莫凡说道。 不是肉质和有没有毒的问题,他们,他们是海妖啊,海妖,魏荣几乎叫了起来。 猎妖队的队长马勇和其他队员听到这番对话,一个个都跟看怪物一样看着莫凡。 神人那神人。 别人看到海妖,跑都来不及。 这位大神,直接把海妖给烤了,而且烤得巨香无比。 就这手法,让人彻底忘记了海妖的凶恶,恐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吃起来。 别说那么多了,让大家排好队取餐吧。 莫凡笑着说道。 这就是你之前说的自助。 恩,乡亲们这么辛苦,又如此理智谅解,请他们吃个海鲜自助也不过分啊。 莫凡说道。 是不过分。 是不过分。 卫容说道。 是不过分啊,可你莫凡太过分了吧。 海妖不要面子的呀,你把人家骁勇俱将这样烤了,有没有考虑过那些高等智慧海妖的感受? 在国内就是有一点特别好,吃什么都不挑,忌讳的东西也不多,都是经历过艰难困苦的,没有国外人那种娇气挑三减四。 而且,小炎鸡的火候大有进展,烤得相当标准。 这一条卡车大的吞卢兽没多久就被冰镇的居民们给瓜分的只剩下硕大的海骨了。 海骨都是香脆香脆的,有一些人没有吃上,更是希望骨头也留给他们来啃。 没必要,没必要,鱼又不是只有一条,都说了是自助,哪能不够吃啊。 莫凡说道。 又打了一个响指,小炎鸡刚完成的第二条吞卢鱼便送了上来,热气还在冒,冒着金黄金黄的油脂,顿时看得猎妖队和卫容,丁宇棉都饿得不行了。 吃啊,客气什么,外面还有七八条呢,实在不行我再去宰鸡头,大家多等等就是了。 莫凡笑咪咪的说道。 鱼香味填满了防空洞,越是封闭狭窄艰难的环境下吃到美味,就越有幸福感,其实能够填饱居民们肚子,大家就不害怕了。 那个,星号师,我来帮忙调料吧,这鱼肉之好是好,可也不能浪费了这么好的食材。我老松家以前就是开烤鱼店的,保管这味道更上几个档次。 一名大叔自见道,他似乎忘记了周围的恐惧,打算露一手厨艺了。 再好不过了,我就是一个业余烤鱼者,调料不行。 莫凡立刻点头。 你把烤好的鱼送过来,调料放旁边,我来撒。 大叔道。 好。 第2500章 包养明珠双花 一条接着一条,有了真正的大厨调料,这吞卢兽被吃的连尾巴部位的肉都没有剩下,干净的就像博物馆的骨架标本。 十条全部吃的不剩下,不仅仅是甜肚子的问题,实在是很多人都吃不下了。 吞卢兽的肉质能量是非常高的,毕竟是将棘海妖,一小块都可以保证普通人体能消耗,更不用说这种超大体积,结实紧致。 这一餐,够顶很长时间了,相信杜江妖的清理也会更彻底一些,现在人们都不慌了,安安心心的在防空洞里。 那个卫荣老师,你们明珠学府的学生都是这么有创造力的吗?马勇打了一个宝格,随口问道。 也不是,就这家伙有点,有点特别。 卫荣回答道。 明珠学府的莫凡,全校没有知道他的,开学挑战拳系,抢夺了整个新生的修炼资源。 入了主校区火系,更是高调的一挑两百火系学生。 进入到世界学府之争,更带着明珠名头横扫其他国家高校天才,捅了不少娄子,也争夺了第一荣耀。 往后的事情,卫荣知道的就比较少了,莫凡要么折服,要么就干出点轰动大事,确实是一个非常不走寻常路的魔法师。 可,如果明珠学府能够多几个这样的学生,又该多好。 人们束手无策的时候,他总能用强大无比的实力扛住一切狂风巨浪,人们慌张不安的时候,又能够打破常规思维,海妖一样烤来吃,这种适应力,将炎皇子孙不被恶劣环境打败的意志发扬得非常彻底。 吃饱喝足,莫凡顺势就在这防空洞里休息了。 魔能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赵满言打来了电话。 江口已经彻底被封住了,不会再有海妖能够进入到里面。 赵满言说道。 没多久,木白那边也传来了消息,他已经配合不久之前赶到的阿帕斯,黄文苍狼把电珊瑚的那些大妖给杀死了。 现在,整条黄浦江内应该没有了君主级的海妖,剩下的应该也不过是一盘散沙,只要再仔仔细细的进行一番扫荡的话,很快就能够让黄浦江两岸的居民恢复平静。 莫凡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防空洞的马勇,马勇立刻道给宾镇居民们。 居民一阵欢呼。 用不了多久就能够安然无恙的出去了。 莫凡养足了精神,便继续进行清扫计划,海妖们提供的内脏结晶和他们的精魂残破也是不菲的一笔收入啊。 丁宇免全程协助莫凡,有这样一位强大的心灵系法师在,莫凡不至于被那些划得跟泥丘一样的海妖兜圈子,可以非常直接了当的走到哪杀到哪。 又进行了整整两天两夜的杀戮,莫凡是彻底没有一丝丝的魔能了。 要是有祝福系的魔法师,魔能的恢复和持续是可以大幅度的提升,但祝福系算是怕特农神庙垄断了的。 莫凡学长,丁学姐,你们回去歇息吧,剩下的交给我们就好了。 暗影学生张卓说道:"我们现在至少三十人抱成团,即便遇到一些统领级的海妖,敌不过也可以全身而退,何况绝大多数都已经死了,剩下的就是一些战将级的,我们绝对可以应付。 莫凡点了点头。 魔能都已经好干了,继续留在这里没有意义,要想再做点什么,好歹要恢复过来。 一觉醒来,莫凡忽然间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了沙发下面的地毯上。 也不知为何,一股疑人的香气扑鼻而来。 紧接着就看到许多带着几分凌乱的发丝,还有一张完全还在熟睡的侧颜,美得让人心动。 莫凡头还有些后遗症感觉的疼痛,晃了晃脑袋,正想要搞清楚状况的时候,房间的门忽然间被钥匙拧开了。 推门而入,一对特别吸睛的一胸映入眼帘,紧接着才是那略显几分稚嫩可爱的脸。 哒! 手中的章鱼丸子没拿稳,掉在了地上,爱图图一手拿着筷子,一手挽着包包,满脸惊愕的看着沙发旁的莫凡和丁羽棉。 你们,就不能在房间坐马,公共区域,不是你这个坏蛋随意宣吟的地方。 爱图图气呼呼的道。 莫凡清醒了许多,这才回想起到底这么个回事。 返回的路上,丁羽棉皮乏的昏睡过去了,他过去应该没有像这次这样精神消耗,睡得非常沉。 莫凡又不知道他住哪,都到了明珠学府,只好带回自己公寓。 可刚到大厅,莫凡自己就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 一样是精神极度匮乏导致的症状,实在顶不住那凶猛袭来的困意,也自己昏睡过去了,哎,本来还想做点什么的。 爱图图是一个非常八卦且嘴留不住秘密的人,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明珠学府。 在这场扫荡战役上,确实也有很多人看到莫凡和丁羽棉走得很近,于是关于明珠学府大魔王成功包养明珠双花的消息就炸开了。 莫凡真是百口莫辩,为什么自己明明什么都没有对他们做,却要承受着五尺卑比强占明珠双花的这样恶霸名头。 一时间,莫凡感觉自己好不容易在这次战斗中积攒的威望被这个作风极有问题的事情又给败光了。 当然,明珠学府的自由网络平台里,也有不少力挺莫凡的。 别人有能力,想包养几个校花你们这些私有什么好酸的。 就这样说吧,莫凡要是愿意,我给他做五奶,六奶,七奶都肯,哼。 一个实名制支持者说道。 莫凡在休息间也逛了逛,看到这条评论马上就点进去看了一下对方的照片。 嘶! 看完之后,莫凡神清气爽,就没有见过如此有黑有黑的伟娘,还图得烈焰红唇。 没把他当海妖除了都不错了,还好意思说给自己包养。 你们就不要跑出来胡乱献殷勤了呢。 我们大魔王可是一个眼光非常高的男人呢,当时人家主动问他愿不愿意也顺带包养我,他亲口说,自己是有家式有情人的男人了,看不上人家呢。 一个名字赫然叫做陆青瑶的女孩评论道。 陆青瑶一出,底下全是跟铁的。 我也要做有家式有情人的男人。 保持队形,我也要做有家式有情人的男人。 莫凡一脸黑。 陆青瑶这题字跑出来带自己节奏啊。 难道就因为自己不愿意包养他怀恨在心? 第2501章一种考验 人真的是非常奇怪的生物。 黄浦江这一战,莫凡出力最多,甚至有不少学弟们都拿出了录制软件,将莫凡斩杀强悍海妖的英姿都放到了网络上。 各种横扫,各种强势,各种碾压,累得都昏过去。 到最后,人们最关心的竟然是丁羽绵忠于还是做了莫凡的小四。 也不知道什么人,自称神通广大的知道非常多内幕,居然一口气列举出众多实锤与莫凡有染的女子,每个女子的照片都放了上去。 哇,都是不同款的呀,要么经验,要么角色,要么天生有物,正常人都是在苦思冥想,到底该选择他们中的每一位,大魔头莫凡就不一样,选择全要,我们这些凡人与神人终究是存在差距呀。 这个小编好像和大魔头很熟也,连国外的一些照片都有,哎,莫凡情人超过七个,跟他的戏数量正好吻合,难不成,每多增加一个戏,他就要多一个情人,那么他要想有所突破,就得达到尽咒啊,加油啊。 加油啊,莫神人,你是我们男人的楷模。 陆青瑶跳出来带节奏之后,这个神通广大的人更让莫凡难堪了。 七个,整整列出了七个。 莫凡头都晕了,大难当前,大家就不能关心一点正常的事情吗,为什么还有心情去了解自己的八卦? 最重要的是,这些都是魔灵两可的东西,总不能自己遇到一个姑娘,只要她有和自己合作过,都尼玛是自己行人吧。 还有,那个神通广大的小编究竟是哪个混蛋,他怎么连自己在阿尔卑斯山学府的照片都有? 妈的,一定是赵满言那条狗。 赵满言自己是一个渣男,竟然也想把自己一起弄渣,其心可诛。 魔能恢复的过程很慢,如今录制设备的更替后,莫凡即便待在自己屋子里也可以获得很多信息。 海妖算是一种全新的生物,人们在过去很长时间都没有怎么跟他们打过交道,所以更需要大量的情报,去搞清楚海妖的习性,等级,妖术,战斗方式。 屏蔽掉那些关于自己的绯闻后,莫凡感觉世界一下子清静了很多。 哗啦! 视频中,声音录制的都出现了尖锐音。 手机屏幕虽然小,可能够感受到录制画面里那恐怖的惊涛骇浪,一层又一层几乎要打到了云层上面。 可也就在这恐怖的景象之中,一头浑身都是由水而成的骷髅海王立在其中,他的身躯在录制画面里也仅仅只露出了一半。 要知道录像者可是站得很远的,这种情况下都无法目睹海王骷髅的完整面貌。 这家伙至少和图腾悬舌,罢下是一个境界的吧,魔兜的抄接联盟几次想要猎杀都失败了。 莫凡看着这段视频。 结果忽然海王骷髅朝着空气挥出了一拳,就看到巨大如山的海水拳头飞砸向了自己这里。 那力量,那速度,感觉要从屏幕之中轰出来,吓得莫凡手机都没有拿稳。 原来这是在用生命在直播呀。 莫凡说道。 华掌红首领既然要自己在海王骷髅这边寻找下一个图腾的线索,可莫凡最近看了不少关于海王骷髅的视频,除了感受到这家伙的制霸一切的能力外,并没有发现他与图腾有什么关联。 这种事情,还是找玲玲和蒋少旭来比较专业。 莫凡说道。 拿起了电话,莫凡顺势走到了阳台。 楼层比较高的缘故,从公寓阳台望去,莫凡发现东南方向的天空晦暗不明,天际线都似乎被染上了一层特殊的血晕。 云气诡异的翻滚着,不知又是什么妖物在作祟。 时不时如台风降临的狂风污名,打在了这座被雾隘笼罩的城市高楼大厦上,一种莫名的阴霾也随之蒙在每个人的心间。 这边是繁华的城市。 另一边,却是末日妖艺的冷海。 似乎之前那个安定平静的文明时代要随之结束了,人类将迎来一个更加艰难的时期,是黑暗,冰冷,潮湿的,却又不得不与这一切并存着。 世界真的变了。 每个人从年少的时候就被赋予了一颗改变世界的心,可世界从来就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改变,它前进着,破碎着,治愈着,与任何生命个体都无关。 生命,只是去适应这种改变。 宁静时,生活的更有品质。 劫难时,尽可能的让生命种族延续下去。 现在,世界就开始支离破碎了。 犹如一种考验。 没有通过的,从此消逝,残酷无情。 可就算是另一边,世界崩塌,这一边是繁花似锦的都市,就算知道都市随时都可能坠入到万丈深渊里,该怎么生活还是要怎么生活。 小龙虾电煤关门,夜店仍然在开着,房价不降反而继续飙升,也不妨碍小林子煤前开房的小情侣大汉淋漓。 人总有独特的适应方式。 嘟嘟嘟。 电话过了很久都没有人接听,莫凡思绪也在随之飘飞。 死鬼,总算知道联系我了。 一个妩媚动听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终于,电话那头有人接听了,只是蒋少旭这句话听得莫凡一阵脸红心跳。 为啥好好的打一通电话,就立马有一种肩肤星号找到了星号机会的刺激。 可可,我们有新任务了。 只是目标有些彪悍。 莫凡尬的回应道。 我们这边也有新线索,不过应该和你们获得的不重叠,这样更好,我们发现了两种新图腾,就看先整哪边。 对了,目标是什么呀? 蒋少旭说道。 就是现在在我们浦东浅海外腥风作浪的那个海王窟窿。 莫凡说道。 这么刺激的吗? 蒋少旭语气都变了。 恩恩,我现在还在预估他的真正实力,可惜杭州那边也不太平,不然可以让图腾悬蛇过来试探一下。 莫凡说道。 别想了,玄蛇现在可忙了。 据说出现另一种毒妖,完全不惧怕图腾玄蛇的毒物领域,有海妖更试图占领西湖,想要作为他们进攻的一站点。 蒋少旭说道。 好吧,那你和零零多研究研究,看看海王窟窿到底哪里与图腾有关了,我们才好制定策略。 莫凡说道。 第2502章海上废土战场 继续看了一下视频,莫凡发现通过这种录制设备了解到的还是太片面。 魔能恢复还需要一些时间,但自己不参与战斗就好了,隔远一点看看,终究比要在这里刷什么抖音来得强。 离开了公寓,莫凡和零零,蒋少旭会合。 赵满言在堵入海口的时候,受了一些伤,断时间内应该是不会随便出去活动了。 关于赵满言在入海口一站的神勇视频也在学院网络平台中传开,这个彻头彻尾的渣男反而引来了大量的人迹,有无数迷媚迷蒂都表示想要投怀送报。 如此,莫凡越发觉得那个黑自己的神通广大小编就是老赵这狗。 把自己弄丑,他就可以肆意妄为的对明珠学府的漂亮学妹们下手了。 木白也不来吗? 蒋少旭问道。 他是南义法师团的表率之一,现在正是他四处救火的时候。 还是自由身好啊,想休息就休息,想出手就出手,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莫凡懒洋洋的说道。 不加入任何魔法组织,就等于自己想跑路就可以跑路,不用被什么使命,职责也压着。 什么时候去争个猎王名额,不然很难了解到更深层的信息。 凌凡说道。 这个提议不错,前提是我们大魔兜的猎者联盟大厦能够保存下来。 莫凡说道。 都市与战场其实也就一条海滴相隔,甚至海滴下面就是人来人往的街道。 倒不是人们不知道避难,而是如今没有几个地方是真正安全的,人类的安界被严重压缩,最安全的地方永远都是城市。 城市被攻陷了,那哪里都是妖巢。 海滴上,重兵警戒,魔法师几乎组成了一道稍微高出海滴一米多的人墙,魔法结界成一个天空之湖,就罩在了海滴墙后面一点点,不舍得多浪费丝毫的空间。 云层与海水之间,时不时能够看到一些飞行穿梭的妖兽,他们多数是类似于秃鹰一样的角色,从来不参与正面的厮杀,却会死盯着那些死亡的和即将死亡的,无论是人类还是海妖。 住在楼层高一些的魔兜居民,可以轻易的欣赏到这样的画面,想来那些喜欢居高登顶的成功人士是不会再选择一杯红酒望广阔了。 你魔能没恢复的吗? 蒋绍旭诧异的问道。 就是去外围蹭蹭,不进去的。 莫凡很肯定的回答道。 没有魔能,跟废人有什么区别? 只看不做,很难受的。 蒋绍旭说道。 一旁的玲玲狠狠的白了几眼这两个不要脸的人,语气极嫌气道,这里还有未成年。 玲玲,你懂得太多了。 现在少女都这样,小小年纪啥都晓得,哪像我呀,十四五岁还以为牵手会怀孕呢? 蒋绍旭说道。 玲玲开启了无视一切的特殊模式,那张精致可人的萝莉脸上无喜无怒,管你是人是狗,发出来的声音都是乌鸦呱叫。 出了结界,过了海滴。 一股很浓烈的血清气味便扑鼻而来。 莫凡是早已经习惯了这种味道,蒋绍旭却被枪得不行,玲玲作为一个赶解刨一切的少女,同样从容的如同市区灌溉。 你们胆子不小啊,还敢往前走,一名脾气十足的战斗法师说道。 这是一群魔法协会的成员,他们应该是刚从最前线退下来,没有直接回到海滴后面去休息,而是就地选择了一座破烂不堪的楼房天台,席地而坐。 这一带还有许多楼房,泡在海水里的这些楼房天台成为了大多数外出战斗的法师们落脚点,楼房与楼房之间的天台有藤蔓连成了藤锁桥。 而某些没有楼房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木头,岩石支架,像是信号塔那样尽量将更多可以落脚的地方连在一起。 很多魔法师都是汉鸭子,他们需要这些可以站脚的地方,类似于日本的海战城。 顺着这种藤锁桥往前海外走去,几乎每一个落脚塔台,楼台都有几名魔法师,他们要么在等待命令,要么在休息,当然还有更多在就地处理伤势。 至于被盖上点什么东西,又躺在某个地方不动的,多半是死去了的人。 战斗很惨烈,海王骷髅随意一击的建设都可以击穿一名中阶,高阶法师的身体,至于初阶法师更需要成团成团的紧抱在一起,否则死伤更快。 喂,你们三个,再往前走,就到海王骷髅战区了,你们别为了博得什么网络上的拥护跑来路这路那的,什么时候死了都不知道。 一名看上去非常严厉的协会法师说道。 此人眉毛浓密,又是横眉,一看上去就是那种很不讲情面的类型。 我们也是法师,只是来了解一些情况,放心吧,出了什么事,我们跑得一定比这里任何人都快。 莫凡随意应了一句。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粗眉胸脸男子语气很重,带着极大的偏见。 再往前,就可以看到大量的军队成员了。 最前线仍旧是国家军队,其他组织更多是负责后勤,负责临时支援,救助的。 房哥,在这,在这,张小侯看到了莫凡三人,远远的招呼道。 众多落脚塔台和楼台的藤蔓都交汇在了这里,一座完全由那些废弃的楼房钢筋,汽车,楼板堆砌成的一个巨大废土战场。 废土战场很大,远远看上去像一座巨大的垃圾城,偏偏雄伟无比,但凡比较结实的物体,都被紧紧的压缩和粘附在了上面,形成了一个强浪很难撼动的战场。 这里成为军法师的一个最大战区营地,帐篷就立在这海上废土上面。 你已经参战了。 莫凡看到张小猴,有些惊讶道。 张小猴摇了摇头,道,我在待命,上头暂时没有给我分配任务,也不允许我擅自行动。 正好,跟我们讲一讲情况,莫凡说道。 这个不太需要讲的,马上来了。 张小猴看了一样天空中的云窝,苦笑地说道。 莫凡立刻望去,发现前方明显出现了异动。 海水剧烈翻动,波及的范围相当广,而且这种翻动不是浪打,不是浪卷,就有一种这片海域被一位通天彻地的神明给抓住,然后疯狂地摇晃与甩动。 那沉重的海完全脱离了重力束缚,景象无比害人。 第2503章 诸沙 海王骷髅 是诸沙计划。 莫凡看张小猴灰溜溜地回来了,于是问道。 张小猴点头道,是,我想参与,但整个计划人员都是确定的,总军策需要保留一些人手,防止突发情况的发生,所以我得继续原地待命。 原地待命人员其实也是计划的一部分,一项计划,不仅需要有行动人员,更需要有守备人员,否则行动人员溃败的话,就等于将整座城市赤裸的展露在海妖之下。 蒋绍旭是军方背景,他对一些高层计划的制定是了解过的。 类似于张小猴这群原地待命的人,不是没有纳入计划之中,而是他们负责计划的另外一部分。 一切都需要考虑进去。 身后就是千万人之都,容不能有孤注一掷这种策略。 龙 天谷一样的吼声响彻天际,海王骷髅仍旧踏前。 他似乎对人类的设访也一样很了解,只不过他不在乎。 他走入到了一片泛着金黄色光芒的海域里,忽然天空中的云层全部变成了赤金色。 赤金色的天 上面出现了触目惊心的裂痕,紧接着一柄圣光天剑笔直坠陨,荡起的光连四让空间出现了类似于碎玻璃的痕。 范围达到好几公里。 猎天剑 这分明是光系抄接第三级别的终极魔法。 据说君主级都会被一剑阵杀。 圣觉猎天剑,莫凡四处望去,想知道是哪一位光系抄接大师的手笔。 很快,莫凡发现同样不断犯着赤金色光圈的是更远处的一群法师,他们身穿着金色法袍,肩上有明珠法师之章,赫然是魔兜上位法师。 不是一名,而是一对。 金色法袍,光圣烈阳,莫凡还是第一次见到东方明珠法师塔上的这群强者,他们就像地标一样,是魔兜的金色标志。 海王骷髅像是早有预料,他身体随着海水的回潮而往后挪开。 只是猎天剑带有极强的光运锁定,剑身威胁,却仍旧震撼天地的指向海王骷髅。 天烈地碎,这种级别的魔法已经接近人类的巅峰了,随着圣光的审判,人们在普照光泽下感受到了一丝慰藉,人类一样具备绝对的杀伤力。 海王骷髅没有躲开,可以看到炽热的猎光剑痕遍布了他庞然魔躯,从头颅一直到双腿。 龙 海王骷髅嘶吼起来,显然是受创疼痛。 这吼声也是在唤起他的力量,可以看到他的魔躯在接近四分五裂的时候,远处的海水快速地往他的位置聚拢。 海水便是他的生命。 前海几乎刚哭,被浸泡的浦东新区近乎露出了原本的样子,海王骷髅微能通天,请客间抽吊海洋,让海水来填补他被击碎的部位。 禁锢海水 苍白总军侧高声道 这时,那些上位法师中,一披身穿着金蓝色衣袍的强者忽然出现。 他们没有战成队列,而是早就分布在海域不同的位置上。 每个人施展出了自己控制力,疯狂涌向海王骷髅的滔滔海水像是被另外一股力量给拉扯住了。 很显然,魔兜法师们是试探过海王骷髅的海水聚拢治愈能力了,所以这次不会给海王骷髅康复的机会。 能不能诛杀海王骷髅就看这些水系上位法师了。 张小猴说道 这么多抄接,莫凡不由惊叹起来。 莫凡现在能够遇到不少抄接法师,那是因为他自己就是抄接实力,遇到的事情,去的场所会有这个级别的人。 可在莫凡还在抄接之前,他见到的抄接法师数量非常少,一个个都是难得显露的Boss存在。 像现在这样可以看到一群又一群的,罕见无比,想来不是大难当前,这样的画面是不可能看见的。 如此多人类强者,不由得让人热血沸腾。 大敌当前,齐心协力,就是人类最大的生存法则。 高阶军团 总军策再一次将手中的令旗抛向空中,其如烈焰那样燃烧,照耀四方。 百人成队,一个队接着一个队,要不是方圆五公里有层层叠叠的星座纷飞闪耀,莫凡都没有意识到在废土战场周边还有这么庞大的一个高阶团体。 全部都是高阶法师。 如军团那样分成了一个二十多队,并连成了一个扇形。 星座的光辉密集到像无数个星河叠加在一起,坠满了海洋,从未有过的璀璨充斥了浦东浅海。 然而星座的光,只是启示。 真正的元素毁灭会在所有的星座构架完成后涌现。 如果是星座浮现是星河叠加,那么无数光落漫障,天燕葬礼,冰封灵灸,封一切,天之鲨鱼点一般出现的时候,就是星河崩坏之景。 呼啸,撕裂,破碎,翻涌,碾磨,席卷。 高阶群法与那些中低阶群法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若不是海无限,天无边,又有什么可以承受的下这样的毁灭狂溪。 十几公里海水几乎蒸发,长空被毁灭云填满,海王骷髅屹立在这样的群法下,明显有不少部位在崩塌。 他张开嘴,在嘶吼,在奋墓。 一层又一层的浑浊顿墓在他身体周围旋转着,被击碎后又再生。 高阶群法交叠陨落,狂然无比的海王骷髅任凭身上剥落,竟然一跃而起迎向了高阶群法目语。 撞击,重拳,拍击。 海王骷髅完全是一头在枪林弹雨中横行的金刚魔神,不知多少高阶魔法被他破尽之势给打散。 他完全不退,甚至迎着这样漫天烈雨杀向了其中一对高阶法师群。 崩。 血浆在那一片星座叠加的区域障开,海王骷髅脚下通红通红。 他们相隔很远很远,可莫凡清楚,那一对高阶法师几乎死绝。 一个队有百名高阶。 就这非空一彩,全部暴毙。 高阶军团,后撤。 将棋,正面迎击。 苍白脸总军侧的令旗再一次抛向长空,即便袁肃云没有散开仍就可以看到这团特殊的棋验。 军方将棋终于出动了。 最危险的必定是正面迎击的人,以海王骷髅这样的残暴与霸道,任何一名将级军人都会成为下一个牺牲者。 可别无选择。 要诛杀,就要得付出代价。 没有正面迎击的人,海王骷髅来去自如。 第2504章 诛杀 海王骷髅 是诛杀计划。 莫凡看张小猴灰溜溜的回来了,于是问道。 张小猴点头道,是,我想参与,但整个计划人员都是确定的, 总军策需要保留一些人手,防止突发情况的发生,所以我得继续原地待命。 原地待命人员其实也是计划的一部分,一项计划,不仅需要有行动人员,更需要有守备人员,否则行动人员溃败的话,就等于将整座城市赤裸的展露在海妖之下。 蒋绍旭是军方背景,他对一些高层计划的制定是了解过的。 类似于张小猴这群原地待命的人,不是没有纳入计划之中,而是他们负责计划的另外一部分。 一切都需要考虑进去。 身后就是千万人之都,容不能有孤注一掷这种策略。 龙 天谷一样的吼声响彻天际,海王骷髅仍旧踏前。 他似乎对人类的设访也一样很了解,只不过他不在乎。 他走入到了一片泛着金黄色光芒的海域里,忽然天空中的云层全部变成了赤金色。 赤金色的天 上面出现了触目惊心的裂痕,紧接着一柄圣光天剑笔直坠陨,荡起的光连四让空间出现了类似于碎玻璃的痕,范围达到好几公里。 裂天剑 这分明是光系抄接第三级别的终极魔法。 据说君主级都会被一剑阵杀。 圣决裂天剑,莫凡四处望去,想知道是哪一位光系抄接大师的手笔。 很快,莫凡发现同样不断犯着赤金色光圈的是更远处的一群法师,他们身穿着金色法袍,肩上有明珠法师之章,赫然是魔兜上尉法师。 不是一鸣,而是一对。 金色法袍,光圣烈阳,莫凡还是第一次见到东方明珠法师塔上的这群强者,他们就像地标一样,是魔兜的金色标志。 海王骷髅像是早有预料,他身体随着海水的回潮而往后挪开。 只是猎天剑带有极强的光运锁定,剑身威胁,却仍旧震撼天地的指向海王骷髅。 天烈地碎,这种级别的魔法已经接近人类的巅峰了,随着圣光的审判,人们在普照光泽下感受到了一丝慰藉,人类一样具备绝对的杀伤力。 海王骷髅没有躲开,可以看到炽热的猎光剑痕遍布了他庞然魔躯,从头颅一直到双腿。 龙 海王骷髅嘶吼起来,显然是受创疼痛。 这吼声也是在唤起他的力量,可以看到他的魔躯在接近四分五裂的时候,远处的海水快速地往他的位置聚拢。 海水便是他的生命。 前海几乎刚哭,被浸泡的浦东新区近乎露出了原本的样子,海王骷髅微能通天,请客间抽吊海洋,让海水来填补他被击碎的部位。 禁锢海水 苍白总军策高声道 这时,那些上尉法师中,一披身穿着金蓝色衣袍的强者忽然出现。 他们没有战成队列,而是早就分布在海域不同的位置上。 每个人施展出了自己控制力,疯狂涌向海王骷髅的滔滔海水像是被另外一股力量给拉扯住了。 很显然,魔兜法师们是试探过海王骷髅的海水巨龙治愈能力了,所以这次不会给海王骷髅康复的机会。 能不能诛杀海王骷髅就看这些水系上尉法师了。 张小猴说道 这么多抄接,莫凡不由惊叹起来。 莫凡现在能够遇到不少抄接法师,那是因为他自己就是抄接实力,遇到的事情,去的场所会有这个级别的人。 可在莫凡还在抄接之前,他见到的抄接法师数量非常少,一个个都是难得显露的BOSS存在。 像现在这样可以看到一群又一群的,罕见无比,想来不是大难当前,这样的画面是不可能看见的。 如此多人类强者,不由得让人热血沸腾。 大敌当前,齐心协力,就是人类最大的生存法则。 高阶军团 总军策再一次将手中的令旗抛向空中,其如烈焰那样燃烧,照耀四方。 百人成队,一个队接着一个队,要不是方圆五公里有层层叠叠的星座纷飞闪耀,莫凡都没有意识到在废土战场周边还有这么庞大的一个高阶团体。 全部都是高阶法师。 如军团那样分成了一个二十多队,并连成了一个扇形。 星座的光辉密集到像无数个星河叠加在一起,坠满了海洋,从未有过的璀璨充斥了浦东前海。 然而星座的光,只是启示。 真正的元素毁灭会在所有的星座构架完成后涌现。 如果是星座浮现是星河叠加,那么无数光落漫障,天雁藏礼,冰封灵灸,封一切,天之鲨鱼点一般出现的时候,就是星河崩坏之景。 呼啸,撕裂,破碎,翻涌,碾磨,席卷。 高阶群法与那些中低阶群法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若不是海无限,天无边,又有什么可以承受的下这样的毁灭狂溪。 十几公里海水几乎蒸发,长空被毁灭云填满,海王骷髅屹立在这样的群法下,明显有不少部位在崩塌。 他张开嘴,在嘶吼,在愤怒。 一层又一层的浑浊顿目在他身体周围旋转着,被击碎后又再生。 高阶群法交叠陨落,狂然无比的海王骷髅任凭身上剥落,竟然一跃而起迎向了高阶群法目语。 撞击,重拳,拍击。 海王骷髅完全是一头在枪林弹雨中横行的金刚魔神,不知多少高阶魔法被他破尽之势给打散。 他完全不退,甚至迎着这样漫天烈雨杀向了其中一对高阶法师群。 崩。 血浆在那一片星座叠加的区域障开,海王骷髅脚下通红通红。 他们相隔很远很远,可莫凡清楚,那一对高阶法师几乎死绝。 一个队有百名高阶。 就这非空一彩,全部暴毙。 高阶军团,后撤。 将棋,正面迎击。 苍白脸总军策的令旗再一次抛向长空,即便袁肃云没有散开仍就可以看到这团特殊的棋验。 军方将棋终于出动了。 最危险的必定是正面迎击的人,以海王骷髅这样的残暴与霸道,任何一名将棋军人都会成为下一个牺牲者。 可别无选择。 要诛杀,就要得付出代价。 没有正面迎击的人,海王骷髅来去自如。 第2505章 枯骨 海啸 将棋法师从四面不同的方向出现,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璀璨耀眼无比的星宫在连续的浮现。 海王骷髅试图继续虐杀高阶军团,将棋法师及时出现,抵挡住了海王骷髅挥击出来的海水巨拳。 海水巨拳拥有极强的破坏力,可以轻易的在前海的位置上砸出一个深坑来。 高阶法师们为了能够将他们的高阶群法达到叠加效果,占得都比较集中,若没有一位空间系的将棋法师及时使用瞬息移动将他们所有人转移,怕又是一大片血花。 扇形分布的高阶军团开始纷纷后撤,他们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恐惧。 这样一片辽阔的海,又有这么多的高强魔法师,到头来仍旧无法阻挡得了这海王骷髅的横行,当真可怕至极。 海王骷髅明显拥有非常高的智慧。 他明知道有很多超阶法师围了上来,却对那些超阶星宫不予理会。 凭借着强横无比的魔躯,他竟然继续追着善行的高阶军团,以他的毁灭之能,绝对可以让更多的高阶者横尸海面。 嗡! 云空再一次荡开一大片赤金色的光辉,犹如天际裂痕一般的圣光天剑再一次坠晕。 猎天剑狠狠地劈在了海王骷髅的身上,这个终极光系法阵的力量才有显著的效果,逼退创伤了海王骷髅。 如此,高阶军团才得以逃脱。 是一个圣光阵,每隔一定的时间就会产生一柄巨型猎天剑,对阵内的魔物进行毁灭攻击,难怪总军策刚才必须让海王骷髅踏入里面,别看这猎天剑每一次只能够对海王骷髅造成一次小伤,随着战斗长久持续下去,这猎天剑法阵很可能成为最有威胁性的武器。 蒋少旭看着被逼退的海王骷髅说道。 莫凡早已经忘记说话了。 无论是人类这边展开的豪华阵容,还是海王骷髅表现出来的真实实力,都强得颠覆以往的认知。 哪怕是自己,进入到这样的战斗中怕也只是很渺小的个体。 莫凡,这家伙可能比图腾玄蛇还强一些。 玲玲说道。 恩。 莫凡点了点头。 过去莫凡习惯性的用图腾玄蛇来进行衡量一些君主级的生物。 类似于斯芬克斯、坝夏、山峰之师这样的生物,他们都被莫凡列为和图腾玄蛇一个境界,至尊君主。 可以说是君主级里面最顶尖最强大的存在,帝王之下应该没有多少对手。 现在海王骷髅的出现,让莫凡不得不重新进行定义了。 这个海王骷髅,一对一的情况下图腾玄蛇都未必是他对手。 仔细搜罗了一圈,莫凡觉得能够与之实力相匹配的怕是只有那个希腊死神海拉,来自于黑暗未面的黑暗王坐下第一强兽。 海王骷髅不单单可以秒杀一大片高阶法师,就连修为低一些的抄阶法师一样是一击必死。 将棋法师正在围攻,莫凡亲眼目睹一名兵系抄阶法师因为距离没有保持好的缘故,在海王骷髅的一拳锤中粉身碎骨。 高阶群体必须在外围等待合适的机会。 超阶分成两批,正面迎击和侧面牵制。 至于高阶以下的中阶军团和低阶军团,基本上只能够组成一道又一道的人墙,防止海王骷髅的恐怖威西瓜像城市,完全不可能参入到战斗。 中阶,低阶魔法的施法距离是相当有限的,要没有特殊的阵法,他们在这样的战场中根本无法存活,任何建设出来的威力都会将他们碾成粉末。 龙 海王骷髅忽然身体开始往下沉,渐渐的融入到了海水之中。 上尉水者,别让他逃跑。 总军侧道。 那些上尉法师中的水系法师,他们早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立刻将自己的控制力遍布在这茫茫海水之中,并组成了一个凝水结界,拦在了海平面与天空接壤的位置,可以看到辽阔的海域中豁然升起了一座雄伟无比的海水木墙,堪比一条远古长龙卧在其中。 龙 海王骷髅的咆哮再一次响起,让所有人意外的是,这个家伙根本就没有想要逃跑。 他进入到海水之中,似乎只是为了激起他无上妖法,就看见那些浑浊无比的大海里,树枝不尽的枯骨涌了出来。 白色的骨,似被卷动的浪花一样多。 越来越多白纷纷的枯骨翻涌,几乎海王骷髅的位置堆积成了一座庞然古山。 这庞古之山可是在向前推进的,分明是形成了一个完全由悚然白骨组成的超级海啸,正扑向了浦东浅海。 所有人都震惊了。 枯骨海啸,昏天暗地。 能够看到的正是那亿万的海骨犹如海水那样铺满了大地,因为剧烈的翻滚而被击打到了天空上。 最终整个世界都好像被拽入到了一个地狱深渊里,古堆成山,残骸成海,令人头皮发麻,绝望到窒息。 将棋法师们难以逃脱,饶使他们这样身经百战的超阶强者都只能够勉为其难的自保,而那些一直保持远距离牵制的上位法师们全部受到了波及,有的被撞飞口吐鲜血,有的被枯骨卷入,生死未卜,更有的当场毕命,尸骨混入到里面。 莫凡,我们还是离开吧。 蒋少旭被这景象给吓得浑身发抖了。 第一次见到超阶法师这么不堪一击,而这群诛杀者里面,有许多人的实力都远胜他们,到头来一样没有生还的机会。 惨烈至极,战斗根本没有持续多久,人类中最强的群体却在接二连三的死去。 我们退远点。莫凡没有矫情。 别说他现在魔能匮乏了,即便全部饱满状态,要是被卷入到骷髅海啸当中,一样死无全尸。 枯骨海啸波及很远很远,废土战场这边又有树枝不尽的军法师被碾碎,死伤最惨重的不仅是将棋与上尉,还有之前那些扇形大阵中的高阶军团。 这场战斗力,他们更像是炮灰。 海谷冲斥,煞气滔滔,人类的战斗防线生生的向后再挪了有接近五公里。 海王骷髅的魔区却仍旧屹立在浦东前海,与繁华的大都市越来越近。 假如真的让他踏入这座人类巨城,又会有多少枯骨铺成汪洋? 第2506章 颠位者 东方明珠法师塔460米的最顶点上,一名身穿着黑金法袍的男子助力。 他的脚下,正是最繁华的地带,几十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俯视下去正是宽阔交错的大道,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黑金法袍男子看了一眼下方,又眺望向了灰暗远处。 海堤并不高,自然是遮挡不住摩天大楼的全部,天穷湖结界照住了陆家嘴这片没有沦为汪洋的区域。 只是,那个模影已经可以在实现最远端看得清晰无比了,有无数破镜之风在那片低沉的天空与浑浊的海面角洞,偶尔闪耀出来的一些魔法圣光,总如同黑夜里被吞噬彻底的暗星,转眼即逝。 当断则断,再等下去,怕会丢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黑金法袍者说道:"确实,我们在海妖面前不断的失去强者的尊严,曾几何时,踏入安界的妖魔,无论什么级别都会被我们斩杀,又怎么会像今天这样被人踏临城市。 另外一个身影,几乎藏于阴影中,勉强可以看到他踏空的轮廓。 那就出手吧,让这个猖狂无比的妖物见识一下我们真正的强大。 更高空,又有一个云幻身影。 一共三人,他们都在明珠塔的最顶端,这个高度近乎处云,同时可以俯瞰城市与前海。 黑金法袍者,踏空人,云幻身影,他们达成了共识之后竟然同时消失了,能够勉强看清的就只有黑金法袍者,他化为了一道黑金色的光,惊艳的在昏暗天幕中划过一道破开黑云的气痕。 苍白脸总军侧误然抬头,以他的眼力才可以看到上空有三人,他们悄无声息的参战,却气势滔天。 颠位者 总军侧脸上勉强有了一丝表情。 在明珠塔之中,上位者代表的确实是最强大的群体,可还有极少数的人,他们不仅身居高位,更是站在魔法师最巅峰的存在。 纵然没有飞升为晋咒,可他们号称能够与晋咒对抗。 与晋咒的区别,只在于无法使用晋咒魔法。 而晋咒法师的强大不仅仅是他们掌控着毁天灭地的神之咒法,更在于他们所有的法术都会迈入到一个无可比拟的终极境界,哪怕是四系满修的抄阶法师与他们相比,都会显得无力。 三位半晋咒,明珠塔的颠位者。 他们才是真正拥有可以诛杀海王骷髅的人。 诛杀,需要实力超出目标,海王骷髅是拥有极高智慧的,假如三位半晋咒法师第一时间出手,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望风而逃。 海王骷髅的警觉性超强,若不能让他彻底深陷战斗中,受创,发狂,膨胀,激进,又怎么可以找到彻底灭杀他的机会? 只要能够杀死海王骷髅这个巨大威胁,牺牲都是值得的。 颠位者,他们出手了,那可是半晋咒。 蒋少旭惊呼道。 在前往秦皇岛之前,莫凡所见识到的最强法师,应该就是月娥皇的上一任守护者颜世,他的吐戏魔法真正震撼莫凡内心,与天官子断神术的那一场厮杀,更是天崩地裂。 海王骷髅的实力绝对在天官子断神术之上,为了达到将他杀死的目的,我都更不惜出动三位与严是同级别的颠位者。 这场战役,确实太过壮观了,在安地斯山的联邦之战都反而显得小打小闹。 当然,莫凡见识过更惊天动地的战争,正是两大名王在北疆上的厮杀,八方王军大战斯芬克斯,蛇蝎美杜沙之王,穆乃伊之主。 可如此庞大数量人类强者出战的景象,却绝对是第一次目睹。 每一名颠位者似乎都拥有可以与至尊君主单打独斗的能力。 三名颠位者介入,立刻展现出了惊人的统治力,他们对魔法的运用完全超脱了最常规的星恒轨迹,哪怕是毁灭超然的超阶之力,也是信手捏来。 每一次宣泄出来的磅礴之力,都源自于他们自身,就像一名舞者最娴熟的技巧,把每一个最基础的肢体动作融会贯通,最后变成是不可挡的招式。 海王骷髅在施展出枯骨海啸之后,便不断地展开屠杀,即便是法阵猎天剑都压制不住它。 可三名颠位者出手后,海王骷髅不断地败退,身上的那些伤痕裂得越发严重,气吞伤和的魔气被颠位者的盛光压制着,再难对废土战场的其他法师团体构成威胁。 我们好像不用退远一点了。 莫凡说道。 颠位者出手,其他法师团体也没有在一旁观望,配合上上位者,将棋法师,以及士气燃烧起来的高阶法师团体,海王骷髅魔区开始被打它。 龙 海王骷髅在后退的过程中忽然遭遇一击无银刃,正是那名黑金法袍者的能力。 无银刃是混沌系魔法,出现之后便直接让海王骷髅的全壁消逝,且完全不可能通过海水来愈合。 海王骷髅一边的臂膀直接没有了,被斩入另一个时空未面,轰隆的惨叫声不断地响起。 杀!杀! 气势高涨,众人齐心协力,紧跟三名颠位者的步伐捕杀海王骷髅。 海王骷髅不可一世的魔气终于有消散的迹象,也能够感觉到他的生命在衰竭。 他要逃入远海。 苍白脸总军侧道。 大将军怒吼一声,竟然凭借着一己之力挡在了海王骷髅逃跑的海流处,他不知掌控的是什么特殊的超燃力,身体竟然化成了一个冒起着炙热烈火的熔炉,疯狂地争主着倒退的海流,将一大块区域变成了干涸之地。 死! 黑金法袍者冷冷地吐出了这个字。 他的混沌魔法带来的不是死亡,不是鬼诈,是一种不寒而栗的消失,没有尸体,没有藏魂,什么都不会留下的彻彻底底乌化。 踏空人与云患者明显是以这位黑金法袍为核心,他们在海王骷髅的左右两翼,共同以自己的魔法死死地压制着海王骷髅的所有行动,所有妖力。 到一个连地狱都未知掺利的未面吧! 黑金法袍吟唱着。 第2507章 涛天爪 空间在诡异地扭转。 黑金法袍之前的所有魔法都是轻而易举地完成,威力还远超那些四系满修的法师。 这一次他有了魔法的起手势,更有酝酿与蓄积,可见他的下一个魔法将是真正泯灭海王骷髅的杀招。 不远处,大将军站在一片一地海水都没有的地带。 他让海流蒸发,意味着海王骷髅无法顺着海流逃走了。 他看到黑金法袍的魔法启示。 勉强掠开了一个笑容,终于能够狠狠地输一口气了。 海妖至强君主又如何,一样斩于城下。 呼呼呼呼呼呼呼。 大将军是在海王骷髅身后大概三公里的距离,不知为何他听到了海洋更远端有非常古怪的声音。 他困惑地转过头去,却被眼前的这一幕几乎吓昏过去了。 一只爪子。 有整片海域凝城,完全像是海洋有了自己的生命,并伸出了一只滔天之爪。 他何时出现的,大将军根本没有察觉到。 而滔海之爪却恐怖地悬于那三名颠位者的头顶上,更恐怖的是,三名颠位者竟然没有察觉。 幻觉吗? 不是幻觉。 汪洋真的化为了一爪,无穷无尽,广袤如天。 拍击而下。 世界寂静,在这极致浩瀚巨像所导致的寂静里三名颠位者彻底化为红色的积粉。 大将军望着破碎长空。 他几乎魂飞魄散。 因为死神与他擦肩而过。 而作为一名四系满修的人类极强者,那滔天海爪对他不屑一顾。 他的目标是三名颠位者。 声音庞大到了一个极致,会让人连听见的资格都没有。 耳膜破碎不是在脑中涌起什么无法承受的巨像,而是一种头颅炸裂的寂静。 前一刻,人类热血沸腾,在三位颠位者的率领下怒斩海王骷髅,何等豪气冲云天。 可现在所有人被那无穷无尽的滔天爪给拍的魂飞魄散。 不知道过了多久,人们才重新拥有了听觉。 海流恢复着,碎裂的天空也在修复着,所有人正从一个死亡魔渊中渐渐回到真实的世界,唯独那三名如圣者一样的颠位法师,再也见不到了。 他们被杀了。 代表着人类最强的颠位者,一步之遥便是尽咒的人。 他们化为红色的鸡粉,信仰强者在众目睽睽下惨死。 究竟是什么? 可以瞬间泯灭三名颠位者。 人类又究竟是什么,存在这个世界上,修炼到最巅峰,到头来也竟然这样不堪一击。 地,帝王。 莫凡立在那里,仿佛感受到那份灵魂最深处的恐惧,体内恶魔之血竟然在一种自我保护的情况下沸腾了起来。 不过,渐渐的恶魔血又冷却了下去。 因为那个海洋幕后之手离去了,似乎目的达成。 剩下的人,他不屑一顾。 凡,凡凡哥。 张小猴两腿发软,瘫软的坐在地上。 蒋少旭和玲玲同样,在后怕中难以站稳。 无数人在随后脱离,失禁,昏厥。 上位者,将几法师们呆若目击,脸上惊恐无以复加。 海洋开始重新打浪,天空的风也呼啸起来。 只是许久许久都没有人说话,滔天爪不仅是拍碎了三名颠位者,更捏碎了所有人的灵魂。 似乎一切的抗争,毫无意义。 他一直在等,他一直在等。 海王骷髅也不过是一个试探陷阱。 引出我们人类中的颠位者,然后灭杀,让我们失去最强的依仗。 苍白脸总军策呆在原地,失魂落魄的喃喃自语。 诛杀计划,没有诛杀,却葬送了魔兜三名颠位强者,他们三位都是很可能成为禁咒法师的存在。 终究低估了海妖的智慧,更低估了他们的耐心和强大。 失去了这样三名颠位者,接下去的战役,他们更加艰难,更可怕的是,他们连这个海洋幕后者是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一点点信息情报,只知道他可以操纵整片汪洋化为一爪。 又或者那滔天一爪,就是他本身。 从始至终这个家伙就没有露面,无论人类多少次试探,多少次摸索,哪怕展开了对海王骷髅的击退计划,他也没有出现。 就在人类派遣出三名颠位者时,他的爪子降临了,这不是巧合,而是对方一直就在海王骷髅背后,如猎人一般,任凭一些山野真心踏过陷阱,都始终不收网,直到最有价值的猎物。 军手,我们败了。 苍白脸总军策跟没有了魂一样,他拨通了首领的通讯器。 那边保持着沉默。 我们牺牲了三名颠位者,没有获得他的实力情报,外形特征,种族。 苍白脸总军策继续陈述道,能够听得出来他的心冷得没有一点温度。 军手最初的指令是,坚守。 但可以依据情况做现场定夺。 如此他这位总军策还是冒进了,过度低估了海妖,这才酿成了这场惨剧。 接下去,他们又要怎么重振旗鼓,又要拿出什么样的觉悟才能够重拾与海妖对抗的勇气。 至少确定了东海也有一位帝王。 那头,华军手声音低沉道。 总军策听到这句话,那张脸苦涩至极。 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却只获得了这么一个可笑的情报。 失败至极。 莫凡,蒋绍旭,003人也不知如何回到市里的。 他们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的坐在大厅里,感觉一切都变得有些不真实。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繁花似锦,这些似乎也开始不真实,因为目睹了那一幕后,他们很清楚这一切的毁灭只怕是在瞬息之间。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这样沮丧,那个家伙之所以一直藏着,并且一击之后立刻消失,就是忌惮我们人类中的晋咒法师。 00开口说道。 莫凡咧了咧嘴。 道理是这个道理。 人类中有晋咒法师,而晋咒在这大劫难下不露面,不出手,正是忌惮海妖帝王。 没有弄清楚海妖帝王的数量,没有了解到他们的种族与神威之前,晋咒一定不能贸然出手。 就像今天。 若出手的是晋咒法师,他一样会死。 晋咒法师一样无法和帝王单打独斗。 那位海洋幕后者一旦引出了晋咒法师,哪怕一击不能秒杀,必然会全力出击,不惜暴露自己来毁灭掉人类的最为宝贵的晋咒者。 没有了晋咒,帝王还有什么可以阻挡。 第2508章莫凡,只有你了。 哀悼三日。 我都沉浸在了损失三名颠位强者的痛苦之中,而前线战场那些将士们,尽管没有了海王骷髅的这样一个恐怖威胁,可根本没有人脸上有轻松之意。 反而每每目光不小心扫到远海的时候,望着那灰暗的天际海线,都会有一种强烈无比的窒息感。 三天的时间,莫凡的状态也恢复如常了。 杜江妖被彻底清理干净了,两岸的居民陆陆续续的进行转移。 随着安界的区域不断被压缩,这一年来许多耕地,果园,海产都废除,可以栖息和活动的地带越来越狭窄,再加上许多陆地上的妖魔趁火打劫,变得城市周边环境越来越不稳定,唯有城市才稍微安全一些。 只是,人们越往城市涌,资源就会越匮乏,近些年还不见得会有什么状况,可再这样下去,很可能连粮食问题都会出现。 江边是最好的灌溉地,为偌大的都市提供新鲜的粮食蔬菜,如今变成了这幅样子,自然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当然,黄浦江毕竟还不是整个国家的命脉,长江才是。 长江一样出现了大量渡江腰,它们的目的就是从根本上限制,压缩人类的生存环境,一旦长江这样的重要水域被侵占,这场战役哪怕能够坚守下来,也可能会在食物问题上引发极大的动乱。 人类真正繁荣的城市永远离不开水。 甚至一个城市的大小,与流淌过的江河城正比,运输,灌溉,饮用,水产。 也有一些人提出过,既然海妖在海洋之中才厉害,为什么就不能够放弃掉沿海的地区呢? 若选择放弃,等于放弃的是赖以生存的资源,没有富饶的沿海物质,能源,资源支撑,即便是全体往内陆迁徙,不仅人口会成百分比消亡,还会沦为陆地上妖魔们的美食。 好不容易站稳脚跟,好不容易发展到一定的文明,放弃就等于回到最没有安全感的年代。 安解依托于城市,城市不到,人类才有栖息之所,否则就沦为野外妖魔肆意捕杀的食物。 莫凡,莫凡,灵灵的声音在耳边缭绕。 莫凡转过头去,看到小美人灵灵捧着自己的手机,眼睛泛光的递了上来,似乎有很重要的人来电。 莫凡有些疑惑,他接过了手机,发现打过来的人赫然是邵政大议长。 国家遭受如此浩劫,作为国家领袖级的大人物一定是日理万机,估计连合演的时间都非常少,没有想到竟然还会亲自打电话过来。 莫凡。 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做。 邵政一点都不客气,开口就直入主题。 我听着。 莫凡点了点头。 邵政会亲自打来,这件事自然非同一般,看到前线将领们一样。 用血肉组成城墙抵御海王骷髅,莫凡作为这个国家的接班人,又怎么不出力效劳呢? 我需要你诛杀死海王骷髅。 邵政说道。 莫凡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滔天找灭杀了三名颠位者后,海王骷髅也在其他抄接法师群体被震慑的时候逃之夭夭。 只是,在那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提诛杀二字。 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海王骷髅正在一座东海雾岛中养伤,他被重创,短时间内不可能可以恢复。 我都诛杀计划惨败,不仅损失了三名颠位者,更让海王骷髅逃走。 邵政说道。 议长,我当时在场,只是没有参与。 莫凡说道。 哦,你看到那个家伙了吗? 邵政急忙询问道。 没有,一切都太突然了。 莫凡苦涩道。 那个幕后者你不用去管,既然你在现场,那我也实话与你说。 抄街联盟遭受到了那次帝王震慑后,已经没有人敢出海追击了,海王骷髅现在是最虚弱的状态,这一次不除掉他,等他恢复之后又会在魔兜海域腥风作浪,到那个时候怕再没有人去阻拦。 邵政沉着声音道。 邵政现在也非常无奈。 您知道海王骷髅重创,却不能够出手。 所有人都知道了海王骷髅的背后有一位帝王级的海妖,一爪子能够泯灭三名颠位者。 连半禁咒都惨死,抄街联盟里又还有谁有胆量追击。 况且,为了诛杀海王骷髅,将几法师和上位者都损失惨重,哪怕不考虑帝王幕后的问题,邵政这边也实在找寻不到几个有能力前去诛杀海王骷髅的人了。 他现在的实力应该只有十之一二,是最好的机会。 邵政说道。 十之一二? 莫凡仔细想了想。 总觉得就海王骷髅展现出来的那种可怕实力,十之一二也不是自己能够应对的,要知道诛杀计划中,不算上那三名颠位者,同样动用的是抄街大队。 莫凡,我们的惨败不只是在魔兜海域。 但魔兜一战路人皆知,其他地方的交手我们是怎样满目疮痍或许还可以做一些遮掩,让人们不会绝望,但魔兜这一战即便是惨败,也一定需要挽回一点什么,我能想到的人,只有你了。 邵政语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句,只有你了,请客间触动了莫凡。 作为一名魔法协会的议长,会对自己这样的人吐出这样一句话来,可见邵政这样级别的人所经历的远比他们这些人看到的要可怕。 人们可以沮丧,痛苦,甚至绝望,但他这样的人不能有这样的情绪。 议长,您不用说了,我明白。 莫凡说道。 没有人敢去诛杀海王骷髅,哪怕他是处在一个重伤状态,哪怕锁定了他养伤的具体位置,原因只有一个,幕后帝王。 那位幕后帝王,是否还在海王骷髅背后? 假如在,无论派遣多少人去诛杀重伤的海王骷髅,都是有去无回。 并且即便军方里面有不惧生死的人,可经历过幕后帝王的那一找,上头也绝不会再鲁莽的将强者往帝王的找下送。 只有莫凡。 是因为莫凡具备一项绝世无双的能力恶魔。 哪怕这又是一个陷阱,莫凡也可以化身恶魔抵抗一二,不至于在完全没有捕捉到幕后帝王任何信息的情况下被杀死。 第2509章又疯了。 明面上,是让莫凡出手,将海王骷髅诛杀,为磨斗这场惨败的战役挽回一点尊严。 可暗中却是与幕后帝王的斗智斗勇。 既然幕后帝王已经出现行凶,意味着这次前去诛杀重伤海王骷髅就绝对会有晋咒级别的人物在盯着。 幕后帝王敢再现身,就一定会令他付出代价。 邵政之所以选定莫凡,正是因为莫凡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他出手,若能够不使用恶魔之力的情况下诛杀海王骷髅,那么魔都一意算是有了一个免为其难可以接受的结果。 幕后帝王若出手救海王骷髅,莫凡化身恶魔,与之周旋,幕后帝王就彻底暴露了自己,而且如果他过于冒进的话,尽咒有机会将他困住,乃至杀死他。 如今是个人都知道海王骷髅的背后,有一个帝王潜伏。 要想获胜,就必须得有一个既可以对付海王骷髅,又能够周旋帝王的人。 邵政能想到的人只有莫凡。 莫凡如今是四系抄接,恶魔之力会随着莫凡的魔法系数量和级别大幅度提升,倘若当初莫凡在古都与北疆的时候都具备可以和至尊帝王抗衡的强大实力,那么现在恶魔化的他,纵然敌不过帝王,也绝对不至于被帝王秒杀。 莫凡,拜托了。 邵政诚恳无比的说道。 一掌严重了,我的职责。 莫凡说道。 诛杀海王骷髅,需要什么,你尽管开口。 邵政道。 征掉几个人即可。 好。 废土战场。 无数魔法工匠正在重新建造那些落脚塔。 整个废土战场也比之前小了一大块,人们带着几分麻木的在修整着,却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化为粉碎。 张小猴。 在。 苍白脸总军策走来,手上拿着一份调令书。 来自于议长指令,现在命你前往崇宁岛,参与一项秘密任务。 张小猴一脸的困惑。 他不是应该驻守这里吗?要知道除了海王骷髅,这片海域里还有其他强大的海妖君主蠢蠢欲动。 现在却将他调走,难不成是华军手有意要保护自己。 这可不是张小猴想要的,其他军人都以血肉之躯在守卫魔都,作为紫禁军成员,他更应该在所有人沮丧颓然中挺身而出。 总军策。 就你话多,马上前往,耽误了任务,军阀处置。 总军策懒得跟张小猴多嗲嗲。 张小猴接过调令书,不由的轻叹了一口气。 长江流域。 一身泥垢,在过去永远都是一尘不染的木白如今却像一位流浪汉一般,靠在一棵大树树干上,那双眼睛却始终泛着光芒。 江水翻滚,这河宽轻易超过千米的河域成为了海妖最完美的藏身之所。 黄浦江和长江一比,终究相差甚远,某些海湾,湖泊都不及长江一些宽阔之处。 作为难易法师团,木白从电商湖奔波到长江,永远都有解决不完的事件。 魁首,有最高魔法协会的调派令。 木白打开了调令书,眉头一皱。 上面书写得非常简单,可印章级别却相当高,想必是有什么非常隐蔽的任务。 只是,这样不明不白的参与到一个任务中,最头疼的还是人员问题。 这里呢? 木白问道。 优先级自然是调派令。 那名难易法师说道。 恩。 孰轻孰重,木白分得清楚。 崇明岛。 海水上涨的缘故,这里其实土地缩减了许多。 崇明岛在长江口,木白的位置离那里并不算太远。 为了阻挡更多的渡江腰进入到长江流域,严重破坏长江两岸众多城市,这里已经修建起了更高的河堤,一整支军队在这里驻扎。 木白。 张小猴一眼就看到了灰头土脸的木白,有些诧异道。 你怎么在这? 木白看着张小猴,诧异无比。 不是说好事秘密行动吗? 木白还以为自己会被分派到不知道什么鬼队伍里。 没有想到我们分派到一起了。 张小猴看到了木白手上那与自己才智相同的调令书。 木白脸上勉强有了一丝笑容,看来这个秘密行动也不算特别糟糕,至少有一个靠得住的队友。 那人,不觉得眼熟吗? 木白忽然指了指不远处的帐篷架下,一个正在与女护士聊天的金发男子。 赵哥。 张小猴惊呼道。 两人正要往赵满岩那里走去,却忽然间发现一个长发飘舞,身姿鸟挪的女子走来,雪银色的发色独特而又高贵,在这广阔的牧场草地上迎着风行来,实在惊艳绝伦。 木宁雪,木白和张小猴同时惊声道。 木宁雪怎么也在这里。 她的手上,似乎也拿着调令书。 木宁雪看了眼两人,又看了一眼他们手中同样的调令书。 会把我们召集在一起的,只有一个人了。 木宁雪说道。 莫凡。 四人在指定的地点等待,大概过了半小时,莫凡才终于出现。 她的身边还有另外两人,分别是穿着金色法袍的上位者以及一名降级法师。 你们的人都急了。 那位金色上位者问道。 恩,急了。 莫凡说道。 还以为是多强大的阵容? 原来都是一群小年轻。 那位将级法师很直接道。 你与他们说明一下情况,我和老董去组织一下协会和军方的人员。 那位金色法袍上位者说道。 看得出来,这名上位者眼里也带着几分失望。 本以为邵政议长会组织出一对多么特殊的人员去完成这项无比艰巨的任务,到头来就这名几个年轻人,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去郊游的呢,没有一个看上去像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 两人离开后,这里就剩下五人。 莫凡,这次又搞什么,五人开黑吗? 赵满言问道。 我能想到的最强阵容就是你们了,这次算是国家任务,诛杀海王骷髅。 莫凡回答道。 哈哈哈哈,我还以为你说的是魔兜海域的那个无敌海王骷髅呢。 赵满言忽然间大笑了起来。 可笑着笑着,赵满言发现其他人的表情明显不大一样。 很快,赵满言意识到莫凡说的就是所谓的魔兜海域的那个无敌海王骷髅,整个人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炸开了。 莫凡是又他妈疯了吧。 第2510章 鬼物 海王骷髅已经被重穿过了,有专家分析过,他现在的实力不及当时的五分之一,这种情况下我们联手的话应该能够砍掉他的脑袋。 莫凡说道。 话是这么说,哎,算了,既然是上头的命令,我们服从就是了。 木白说道。 木白没有说出来的话其他人当然清楚。 没有赶出海斩杀重伤的海王骷髅自然不是因为魔兜没有高手,即便失去了三名颠位法师,魔兜依旧强者如临,只是所有人都忌惮海王骷髅别后的幕后者。 其实,我反而觉得就以我们现在的人数和实力前去诛杀海王骷髅,幕后帝王未必会现身。 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大家转过头去,发现小少女玲玲,蒋少旭,阿帕斯三人一同走了过来。 说直白点,我们这些小鱼小瞎,还不值得幕后帝王冒着会被人类设下陷阱的危险而现身。 玲玲继续说道。 玲玲,你听说过车让人的交通法则吗?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还是要让一让车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开车的人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万一就撞上来,没事不能拿自己的性命跟别人的道德水平较真。 同样的,鬼知道那个幕后帝王是不是那种横冲直撞的神经病,万一他就是出手了呢,我们就成为诱饵,炮灰了呀,一个都跑不掉。 赵满言说道。 赵满言说的也有道理。 蒋少旭一点头。 恩,他从来都是在爱惜自己的狗命上可以讲出不少治理名言的,但,影响不了什么。 我已经询问过那位董将军了,海王骷髅并没有逃入远海,他正在一座离崇明岛五十海里外的雾岛中休息,大概是受伤过于严重的缘故,也不敢随意的进入到其他海洋妖族的地盘,我们的尽快出发,防止他伤势恢复。 莫凡说道。 刚才那些人呢? 沐宁雪询问道。 他们就提供一些协助,出力的主要还是我们。 莫凡道。 莫凡这次特意叫沐宁雪叫来,正是考虑到海洋之中战斗的话,自己的实力无法完全施展开来,有沐宁雪这样一个破坏力不输给自己的人在,完成这项任务的成功率会大很多。 大家都是经常出门历练的,该准备的东西空间手镯里都有。 现在就等那位董将军的情报路线了。 如今东海被太平洋妖族霸占,他们不仅在侵占人类的土地,跟在肆虐的扫荡东海援助妖族,将他们的海船,岛屿,珊瑚林,交动筒筒站为己有。 所以要穿过这些海妖们抵达雾岛,必须有一条非常合理的路线,否则没有到海王骷髅的面前,就被妖族们馋得精疲力尽了。 董将军,你们的人还没有完成路线图吗?过了有将近半天时间,莫凡却有些着急了起来。 就算知道这次任务成功率极低,我们也不能让你们白白送死啊,必须选择最优秀的路线。 董将军说道。 根据以前的试探,海王骷髅是属于可以通过海水来快速治愈自身的生物,哪怕它这次多处受重创,最多只需要十天就可以恢复如初。 零零明显对之前的几场试探战役有很认真的研究。 靠,多耽误一天,就等于多让它恢复十分之一的实力的。 赵满言道。 莫凡点了点头,时间不能拖,越早动手,希望越大。 董将军,你的手下探索到了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不能耽搁了。 莫凡说道。 我们对付的是海王骷髅,君主集中无敌的存在,怎么可以形势如此鲁莽。 董将军说道。 邵政议长是让你全力协助我,不是全力指挥我,少给我摆你们以前保守战斗的那一套,我有我的形势准则。 莫凡毫不客气的对这个董将军说道。 董将军一听,脸都黑了。 他还想争辩什么,张小猴立刻走上前来,将他推到一边。 董将军,你就相信我们,他可是活捉过红衣大主教的人。 张小猴说道。 直接出发,懒得多嗶嗶。 这群自称是海洋神族的生物,的确拥有非凡的能力。 他们将自己所罢空的海域施上了一种海妖鬼物,鬼物如浓厚云团那样笼罩在了海水的上方,使得海上的人会迷失方向不说,更让空中飞行的生物难以精确锁定方位。 要么进入到鬼物之中,要么就直接飞翔到更高空中直接跨过这一大团海洋鬼物,不然强行穿梭到了这一大片海洋浓物之中里,就等于坠入到了一个迷宫最中央里,连最基础的参考物都没有了。 海妖真是有手段,我们好不容易拥有了飞龙这样的特殊生物,可以横跨一切,可以飞翔其他妖魔领空,到头来被这个鬼物一折腾,又得小心翼翼的探路。 赵满言抱怨道。 他们的进入到海洋鬼物里,依靠着沿途相连的标记来识别误导的真实位置,所以军方所谓的锁定海王骷髅的具体位置,其实就相当于准确的知道对方在海洋迷雾宫中某个地方罢了。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没有完整的路线就出发,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董将军没好气的说道。 说来也是奇怪,当你进入到海洋的鬼物中的时间,雾气根本就不浓,甚至可以看到很远的碧蓝色海与纯净无比的天空,除了海面上时不时会飘起的白色气体,完全就不像是在一团巨大的迷戒里。 只是,他们在行走到了一大半的时候,开始兜圈子了。 董将军探索到的路线就到这里,再往前是大一片凝静如湖泊的近海,看不见礁石,见不到阳光,更无法从海流的运动来辨别方向,所以那座雾岛究竟在什么地方,变得更令人着急。 那里飘着一个人。 突然,阿帕斯指了指很远很远的地方,语气轻描淡写道。 大家都一脸疑惑,等到靠近之后,发现真有一个浮在平静海水上的人后,大家都很诧异,阿帕斯究竟是怎么看到的。 这里怎么会飘着一个人,是巡路的法师遭遇不测。 第2511章突发状况 幸好还活着,董将军,您认识他吗,是我们这次行动的人员。 张小侯急忙询问道。 这里就木白稍微懂一些治愈,不过他的治愈是靠那些奇奇怪怪的虫子。 木白将他弄醒了,那人在水里浸泡了有一些时间,嘴唇却干得快要裂开,不停的索要清水。 不是我们的人。 董将军很肯定的回答道。 兄台,你怎么会在这片海上飘着? 莫凡上前询问道。 这里是哪,我到陆地了吗,我到陆地了吗? 若那男子紧张无比的问道,他的神情非常怪异,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 这里是鬼屋地带,离陆地还很远。 莫凡说道。 送我回去,送我回去,快送我回去。 若那男子说道。 莫凡给这家伙解释了一通,他们没有杀死海王骷髅前是不会回去的,可此人神志不清,时不时会发出一些古怪的惨叫声,完全没有办法好好地沟通。 叹了一口气,莫凡给阿帕斯递了一个眼神。 阿帕斯点了点头,一个眼神就让若那男子直接昏睡过去了。 等男子不挣扎了,阿帕斯这才将自己的巧手悬在男子的额头上。 他的思维非常混乱,我能够读取到的信息也会减少很多,阿帕斯对莫凡说道。 没关系,要只是一个路人,就把他扔回到海里去泡着。 莫凡说道。 沐凡雪瞪了莫凡一眼。 莫凡善笑。 往这个方向,他脑子里有误导的记忆。 阿帕斯忽然指着后方道。 这不是回去的,不会吧,我们方向迷失得这么严重吗? 大家开始往后行进,没有几分钟时间,平静如湖一样的海里终于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凸起。 是岛。 尽管是一座非常小的黑岛,可这表明他们没有在原地打转了。 哈哈,总算是,赵满言刚想要发笑,可一想到岛上休养生息的是海王骷髅,马上又一脸忧伤了。 也不知道自己瞎了些什么。 不要过去,求求你们不要过去,你们会死的,我也会死的。 若那男子忽然间发狂一样叫了起来,整个人有些神经错乱。 阿帕斯一抬手,就在大家以为他又要使用催眠术的时候,结果一个手刀就往人家后脑勺上重击了下去,此人两眼一翻,当场就昏死过去了。 就不能温柔一点吗? 莫凡数罗道。 能省一点是一点。 阿帕斯回答道。 马上就要大战了,阿帕斯不想把精神力浪费再给这个人催眠上,即便那也用不了他多少妖力。 直接入岛,他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部署,干就是了。 不过,董将军却皱起了眉头,他盯着岛上一滩比较鲜艳的血迹。 那,那不是葛法师吗? 董将军也不知道看到了什么,忽然惊呼了出来。 大家靠近那里,发现这一块血肉模糊的会晤里,赫然有一枚明珠塔的勋章,而且还是上位者的标识。 这里还有,好像他们不是没有找到误导,而是到了这里没有能够逃脱,都死了。 零零指着散落在这片黑色雾倒海礁附近的尸体。 这些尸体大多数面目全非,勉强从衣着可以判断,正是这次行动的人员。 一部分是那名先行的上位法师葛法师的,一部分是董将军的手下,可以说是提供路线的人员。 到头来,这些人都死了,而董将军还一直以为他们的路线找寻没有完成。 不可能,不可能的,海王骷髅受了那么重的伤,他们这些人即便敌不过,也不至于死啊,为什么没有逃走,这是为什么,董将军有些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而且,董将军想到了某种可能。 是不是那个幕后帝王又出现了,将所有前来这里人都给杀死。 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现在岂不是已经是死人了? 凡哥 他就在前面。 张小猴不知什么时候从更前方返回了。 他似乎完成了这个小黑雾岛的探索,并锁定了海王骷髅的位置。 你们就留在这里,我们六个去,阿帕斯,你也先留在这里。 莫凡担心有状况,并没有让战斗力偏弱的玲玲和蒋少旭靠近。 阿帕斯点了点头。 事实上他前往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海王骷髅应该是元素生命,有富有一些亡灵属性,这种生命是完全无视任何精神,心灵攻击的。 张小猴在前面带路,他很专业的利用对风的驾驭,形成了一道非常平稳的风平,使得他们五个人的气息被掩盖住。 走到了较高处,前方出现了一道惊人的断崖。 断崖下面是海水的涌入,高度大概有百米。 海王骷髅也在下方,他正坐在不断翻涌上来的海水之中,饶是如此,他的脑袋也近乎于这高牙的位置齐平了。 就像一尊邪恶大佛,一动不动,却又给人巨大的压迫力。 他好像在沉睡,不过一动手就会醒。 你们再看那边。 张小猴用手指着牙下。 下面有一片低矮的海滩,海滩上全部都是黑色的岩石。 本以为靠近这里的人都已经被海王骷髅残忍的杀害了,谁知道海王骷髅的身边,那一个个渺小如虾的身影赫然是人类法师。 那些人,怎么在对海王骷髅施法,催眠术吗,所以海王骷髅睡得这么沉。 莫凡万分不解的说道。 他们身上的光,我觉得更像是治愈系的法术。 慕凝雪说道。 是的,他们在使用治愈系魔法,我刚才偷偷靠近了一些,发现这些人竟然都是治愈系法师,他们好像被什么操控着了一样,竟然不停地对海王骷髅使用治愈技能。 张小猴点了点头。 莫凡一巴掌就拍在张小猴脑门上。 你是不是傻,刚才怎么不阻止? 难怪之前来的人都死了,这海王骷髅现在实力恢复得远不止十之一二了。 莫凡脸色都变了。 这些人在给海王骷髅治疗。 他们很明显被精神操控,是被海妖给奴役了的人类的治愈系法师。 有治愈系法师这样特殊的存在,海王骷髅用不了几天就完全康复,卷土重来。 这恐怕是邵政大议长和董将军都没有想到的。 第2512章 图腾古印 我们要怎么办? 在不吵醒海王骷髅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走还来的,莫凡有些犹豫了。 然而,莫凡话没有说完,一个曲线柔美的身影变化为了一道灵巧之风,手中幻化出了一柄柳叶细腱,在众人的目光中直接展向了海王骷髅的脑袋。 灵巧之分在接近乱石海滩位置的时候更忽然间刮起了狂拒,生生的将那些被操控了的治愈系法师给积散出去。 众人皆惊 换作平常,第一个冲上去决定是猛人莫凡,他一身七戏本领,基本上不惧绝大多数妖魔君主,完全可以正面应对,可很多时候慕凝雪更不讲准则。 把剑救斩,慕凝雪也是一个港和任何妖魔刚正面的女中豪杰。 柳叶剑富有极强的涅兵威力,剑任在还没有触碰到海王骷髅的脑袋时,就可以看见海滩上所有的海水在这冰侵袭下化为了厚厚的冰体。 海王骷髅的身躯由海水组成,冰剑斩下,海王骷髅的头颅立刻一分为二。 慕凝雪显然也有做一些课前准备,他知道海王骷髅的身躯是可以像水一样迅速的融合在一起,所以剑下之后,他的另一只手马上打出了急冻冰掌。 冰寒之力如粉一样飞向海王骷髅脑袋上的裂痕,果然伤口位置被冰冻的缘故,海王骷髅的脑袋无法重新合拢了。 龙龙龙 海王骷髅醒来,怒吼一声。 作为亡灵属性的生物,头颅被展开对他也造不成什么致命之伤。 这就是海王骷髅可怕之处,他根本不在意脑袋上的裂痕,那双如探照灯一样可怕的瞳孔死死的盯着慕凝雪。 慕凝雪在他眼中,如一只白色的小飞蛾那般渺小不堪。 海王骷髅愤怒中更带着几分困惑,就这样一个人类竟然也敢挑衅他。 在深海之中,多少远古海兽,邪恶海妖都要绕行他的地盘,多少强大的部落都沉浮于他。 海王骷髅挥舞起另外一只完好的臂膀,朝着慕凝雪的位置就是一拳轰杀。 这一拳,直接让海滩上的所有冻结冰晶粉碎,更将远处几公里的海水统统卷了进来,在这黑色的海岛上化为了一个庞大无比的泉窝,吞噬一切不说,力量浩瀚。 慕凝雪太过渺小,泉窝里甚至看不见他的娇柔身影。 只是,他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柔弱,甚至当泉窝冲来时,慕凝雪竟然用剑劈开一条浩瀚泉缝。 这裂缝,布满了冰晶,犹如滔滔翻滚的海洋中忽然出现的冰之峡谷。 立于峡谷之中,剑气与冰晶同时组成了一块不受距离威胁的区域,让他立于空中不再后退。 狠。 慕凝雪手中的柳叶冰剑剑剑朝着前方华丽一指,煞石剑剑位置出现了一个型风痕,它由剑剑那么小一直扩大到了几百米的宽度。 剑舞出,那数百米的风痕也化为了一道恐怖的绞杀风痕利器,凌厉的破开海王骷髅的全滔气浪,再一次斩向的海王骷髅的身躯。 海王骷髅躯体如山,却仍旧在这袭来的风痕下后退了几步,重重的撞在海牙上,险些将海牙给压他。 好生猛的姑娘,董将军忍不住呼出一声来。 之所以一开始觉得这几小年轻是跑来游山玩水的,主要还是慕凝雪长得太美了,这样的姑娘多数已经在歌坛娱乐圈风华绝代班,又怎么可能在随时都会流血牺牲的战场之中厮杀呢? 可此时看到慕凝雪一人出手就已经两次创伤海王骷髅,更在海王骷髅的强势攻击下毅力不退,强大得让许多将棘法师都汗颜呢。 莫凡,你管一管你家女人呢,就不能等大家商讨一下计划再动手吗? 赵满言苦着一个脸叫道。 他多半是嫌你们婆婆妈妈像个娘们。 蒋少许从后面走来,带着几分嘲笑之意道。 不是不让你们过来吗? 莫凡没好气的道,顺带瞪了眼玲玲。 这附近没什么危险,就这头海王骷髅。 玲玲说道。 你们还等什么呀,慕凝雪都和那大骷髅斗几个回合了。 蒋少许没好气的骂道。 在国府队伍里的时候,莫凡便发现了,队伍里有慕凝雪这样女武神级别的存在就是特别舒心。 莫凡本来是一名毁灭法师,这种法师在团队里的定位一般都是比较靠后,主要是负责冗长的魔法吟唱,并在关键时候给予敌人毁灭性打击。 可有太多时候,莫凡都需要冲在第一线,不仅要正面应对,更要负责毁灭打击,完全是多功能型的法师。 没有急着上,自然是因为有慕凝雪在正面对抗,莫凡可以安安心心的酝酿大魔法。 无论是雷系的终究毁灭龙尾,还是火系的天火淬炼,都需要一些准备时间的,海王骷髅注意力都在慕凝雪身上的时候,莫凡正好完成了毁灭龙尾。 雷龙尾 天空雷电密密麻麻交织,犹如一条雷神龙的尾巴从乌云浓密的地方露出,更带着对这片海面陆地的愤怒,猛然拍落。 海水全部炸到空中,雷电击碎了这黑色的雾倒,海王骷髅被这雷龙尾拍得半跪在海水里,身体都攻了下去。 成墩成墩的海水肉鸡从他身上瓦解,一种很浓稠的古怪液体也顺着一些受伤的地方溢了出来,也不知是不是海王骷髅的血液。 根根粗壮如铁锁一样的雷电在海王骷髅的海水身躯里穿梭,似乎映出了这位君主内部的古形。 此时愤怒无比的海王骷髅是被对着海悬崖的,零零特意靠近了一些,盯着雷电密布的海王骷髅被挤处。 雷光闪耀之时,让海王骷髅被挤的地方呈现出了另外一种奇怪的古状,有些畸形有曲,可在敏感无比的零零眼里却更像是一种古老的藤纹。 使徒藤古印,零零惊喜无比的说道。 他几乎下意识的要往前,海王骷髅那强大的破镜之风险些刮在了娇弱无比的零零身上,阿帕斯眼疾手快的将零零给提了回来。 不要命了。 阿帕斯瞪了零零一眼。 去告诉莫凡,海王骷髅脊椎顶部有图腾印记。 零零急忙道。